此时得了风急的那位,正捧着下巴,坐在厨房被菜用的八仙桌旁,听着自家老太婆时不时地对自己输出两句优美的语言。 正听得不耐烦呢,就见皇帝带着儿子儿袭来了。 徐老汉蹭一下站了起来,吓了正在拨弯斗的菜市一大跳,不过他老人家优美的语言还没来得及输出,便也看到了皇帝。 这会儿,老两口就没有徐达和张大夫那完美的演技了。 菜市站起身,走到门口强装镇定,喊了声,黄,黄园外。 拖着下巴张着嘴的徐老汉,知道自己今天这形象也是毁了,便躲在自家老婆子旁边,说了声,咕噜噜。 皇帝倒也客气,忙喊了张大夫给自家公爹瞧瞧。 跟在皇帝后头的张大夫,一言上前,问了生意旁的菜市,爹这怎么会的? 下巴又脱臼了,菜市咬牙道。 张大夫和徐达同时看了眼秋分,秋分吓得缩了下脖子,老太爷那口水都滴了一地了,他真的以为是风筝啊。 这下巴也能脱臼,那怎么办,怎么装回去? 皇帝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瞧热闹瞎问嘛,马上就能装回去。 张大夫说完,便让秋分打了水来,洗干净了双手,然后用干净的帕子往徐老汉嘴巴里一垫,双手一按,一提,咔哒,好了。 简直就是在一呼一吸间,就完成了。 皇帝看得直呼厉害,心想他这辈子都不会得罪这个女人的。 徐老汉才要开口,却被儿媳劝阻了,您一会儿再说话,我给您绑一绑。 上回您脱臼的时候,我就跟您说了,这脱臼的次数多了,成习惯性脱臼就不好了。 您以后说话或者大笑,可千万得注意,实在遇到不得已非要大喊大叫的时候,随身拿个不条,像我这么绑一下,再喊。 说话间,张大夫已经非常娴熟地帮徐老汉绑好了下巴,就是从下巴到炉顶绑了两圈,然后上头给打个蝴蝶结就好了。 被砸了个蝴蝶结的徐老汉,也不敢反驳而袭,主要也没道理可以反驳地出来,只能乖乖点头,恩恩地硬掌而袭。 处理完徐老汉的突发情况,几人正当要走呢,就见王宗元出现在了大厨房的院子门口。 他看了眼前的皇帝徐氏夫妇,和脑瓜子上绑了个蝴蝶结的徐老汉,鬼使神差地退出了院门。 转过身,揉了揉眼睛,再转回来,跨进院门。 王宗元,这回是确认了,不是自己的问题。 于是他很镇定地抱拳,微臣拜见皇上。 皇帝微微点了点头,徐氏夫妇,老徐氏夫妇,生无可恋地看向皇帝。 皇帝这才发现,自己到底也是没有演技天赋。 他瞪了王宗元一眼,清了清嗓子,说了声,剑什么剑,便甩了衣袖走了。 被骂得莫名其妙的王宗元,无辜地看向了徐达。 徐达上前拍了拍他的肩,朝皇帝的背影挪了下嘴,小声说,贪玩着呢? 干嘛呢?还不赶紧跟上来? 被王宗元瞬间拆穿的皇帝,这会儿有点不愉快了。 于是,两人赶紧跟了上去。 张大夫见皇帝这会儿有人陪了,便留在了大厨房里,帮忙拿拿主意,准备准备。 没过多久,吴首府和永毅后也一起火急火燎地赶了来, 又正下一路带着到了大花厅。 两人一迈进大花厅的门口,看到皇帝居然坐在前头, 也是吓了一跳,赶忙行李问候。 皇帝冷笑一声,来得倒是快呀, 往日让你们来御书房觐见,也没见你们这么轻快过。 皇帝这人若是要起倭寇名,那就应该叫小心言子。 永毅后被皇帝这么一说,倒是很紧张地想要解释, 不是,没有,微臣正好路过。 不过话还没说出口,就被吴首府抢了先, 启禀皇上,微臣一听忠勇伯家小厮说家里有大事, 就知道十有八九是您亲民了。 所以,微臣放下了公文就立刻来了, 一瞧,果然是您来了。 微臣来晚了,还望皇上见谅。 说完,还微微抬头,朝皇帝笑。 永毅后在心中,为这货鼓掌八次。 不愧是大干开国以来,最没皮没脸的首府,服了。 皇帝虽然觉得吴首府这话,完全不可信, 根本没有逻辑可言,但是,算了。 也不是三岁小孩,闹得什么邪门脾气。 于是他冷笑一声,行了,都过来做吧。 徐达,之前你跟朕说宁海来了洋商买鸡血石的事, 继续说下去。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皇帝也是难得出宫, 不需要这么多规矩,听徐达这真真假假地说说, 倒也觉得挺有趣。 于是,徐达便眉飞色舞地又开始了他的说书生涯。 被喊来的三人,根本不知道皇帝是怎么到的忠勇伯父, 三人面上听得认真,其实心中满是问号。 啥意思? 皇上就是来听徐达说书的。 这里头,是有什么官窍吗? 不明不白的三人,听书听得心愿意马。 而真心实意来吃饭的皇帝, 这会儿也因为觉得有些饿了,听得也是心愿意马。 只有苦命的徐达,得集中精神,继续讲宁海的见闻, 生怕一句话说错,再惹得皇帝不悦。 说着说着,忽闻正下来报,说是八王爷来了。 皇帝冷笑一声,徐达,面子不小啊。 皇上您还不知道咱家吗? 八王爷怎么可能是来找微臣的? 徐达立刻惊讶地嚷道。 哦,对。 皇帝觉得今天自己这脑瓜子被徐达都搞糊涂了, 便清了清喉咙说, 嗨嗨,那让他来吧,让张大夫再加双筷子。 皇帝顿了下,找不了一句,如果夫人不嫌麻烦的话。 徐达呵呵笑着说,不麻烦不麻烦, 那什么微臣去跟夫人说一声哈,顺便迎迎王爷。 迎什么迎,让他自己滚过来, 你去跟你家夫人先说一声。 皇帝如此说, 没办法,徐达只能跑去大厨房找了张大夫。 不过,倒也好,他正好有事儿跟张大夫商量。 道德厨房的徐达,把张大夫拉到一旁, 问他,既然今天咱们这边的人都在, 八王爷爷来了,要不那事儿,我今天说了吧。 会不会太不正式了,毕竟饭桌上。 你还不知道咱们大干人? 事儿不都是饭桌上谈成的吗? 我仔细想过了,这饭桌上说的事儿, 说成了,就是正经事儿, 说不成,也能怪在酒后失言上。 可进可退,可防可守,岂不妙哉。 主要今日徐达的小帮手们都在, 他觉得,这事儿说成的概率不低。 就,试试呗。 张大夫看着徐达沉思了一会儿,便也点头, 那你缓缓地说,先探探口风再看。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 徐达假意生气。 张大夫转头看了看被菜桌旁边坐着的, 因为形象问题,不能在皇帝面前晃悠, 这会儿已经在厨房吃上了的徐老汉。 我可不是我爹。 徐达立马说道。 张大夫冷笑一声,一脉相承。 不过,不论张大夫是不是看好徐达, 这事儿听着春鸭和徐达已经筹谋一段时间了, 总归是见在弦上了。 早晚都得问,早晚都得说, 择日不如撞日,这事儿, 这会儿也不算是个坏时机。 毕竟,皇帝与徐达才见面没半天, 还在君臣短暂的蜜月期, 那就让徐达试试吧。 与此同时,八王爷跟着正下, 到了已经到了花厅门口。 一路上,王爷倒是有那么一点点不满。 说非常不满,他也觉得不能够。 人家不是才从宁海赶来吗? 他这一点儿不给人家休息时间, 突然上门,多少是有点唐突的。 或许,张大夫这会儿对他的到访, 会不会有点不满? 可,他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腿了呀。 这腿也不听他的呀。 原本他是准备劝自己那双破腿, 明日再来的。 可是,王妃说今日这肚子坠感比较明显的时候, 他就一刻都等不了了。 他,大甘八王爷, 今天一定要把甘德夫人给带回八王府。 若是徐达不答应, 他就连徐达一起带回王府去。 半辈子没嚣张过的八王爷, 决定为了世子嚣张一回。 所以,八王爷虽然走路不方便, 但是也是踩着铿锵, 且坚定的步伐进得大花厅。 徐。 八王爷一声徐达,还没喊出口。 抬头就见, 自家皇兄坐在花厅主位上。 而屋子里另外三个人, 赶忙起身行礼, 搀扶让位, 让他站在了皇帝下手的座位旁边。 八王爷看了这屋子里的四个人, 这都疑惑了, 自己这是出门太急, 看错了门口, 进了宫了。 钟永博府里, 谁都有, 唯独没有钟永博是几个意思。 他带着疑问, 朝皇帝行了一礼, 然后说, 皇兄, 您怎么在这儿? 你都能来, 朕为何不能来? 皇帝眯缝眼睛看着八王爷,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的他, 就是很想抬杠。 八王爷也是脑子打劫了, 臣弟是来请干的夫人的呀, 皇兄莫非。 皇兄, 身体好啊。 想什么呢? 朕, 碰巧微服私访而已, 皇帝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过, 老八和徐达说的话, 倒是对起来了, 皇帝想自己其实也不是气量小, 他只是谨慎。 听皇帝这么说, 八王爷便也很给面子地点点头, 说皇兄真是太辛苦了, 每日勤政不说, 还得时刻关心百姓的日常, 真正是明君啊。 下头三人, 立刻附和, 明君明君, 实打实的明君。 很快, 徐达便从大厨房回来了, 他先跟八王爷道了歉, 说是自己失礼, 有失远迎了, 然后才请了诸位大爷, 东往大餐厅去。 皇帝跟着徐达走在头里, 八王爷紧随其后, 后头三人用气息交流。 什么事啊? 不知道啊, 咱们就只是吃饭? 天晓的呀。 最后, 吴首府小小小声地总结陈词, 一会儿听我口吻行事。 永逸后立刻点头, 王宗元, 却我能听你的吗? 我听我答书的。 不过表面功夫还是要有, 他就炖了一小会儿, 也点了点头。 几人进的饭厅, 里头菜品酒水, 皆宜准备妥当, 伺候的丫鬟小丝 也都已经站在两侧, 徐达引着皇帝做了主作, 然后按照身份, 众人一字坐了下来。 准备得匆忙, 咱们家都是粗茶淡饭, 皇上莫要见怪。 徐达客气道, 皇帝点了点头, 也没说啥, 拎起筷子, 说了声, 都冻筷吧, 便准备开吃。 今日他出门, 没有带苏九, 因为苏九平日里 常常去佩风小馆, 所以黄园外出门 都不爱带他。 这会儿要吃菜了, 站在皇帝身边的后卫, 都不知道该不该阻碍, 来不及了, 算了, 就这样吧。 皇帝呢, 平日里其实也不这样, 主要到了徐达家, 也不知道为啥, 他就觉得不用守什么规矩。 这家人家就是这么奇怪, 分分钟能把人给带歪。 瞧瞧, 王宗元和八王爷 不也吃得很投入吗? 皇帝冷眼瞧着八王爷 那九字水晶火腿片 吃得那叫一个香啊, 他觉得这人肯定忘了自己 今天是来干嘛的。 而王宗元, 吃那满是辣椒的生炒小公鸡, 吃得也是满脸通红, 却还在继续下快。 他, 肯定是真的来吃饭的。 而皇帝自己, 还是喜欢百合白玉南瓜, 好吃, 谁都休想跟他抢。 这餐饭, 虽然准备得匆忙, 可忠勇伯爵府中, 最不缺的就是各式各样的食谱方子。 春鸭美美和丹姑娘想出了好方子, 总归是扬州给一份, 京城给一份, 毕竟野奶弟弟都在京城, 总不能亏了他们。 虽然按照徐达的评判标准来说, 如今京城家中的厨子, 对善姑娘菜谱的还原度, 只能达到七成。 但是对于别人来说, 这层出不穷的新奇食谱, 就已经够能抓住他们的胃口了。 大饭厅里头吃得正热闹之时, 门口徐欣带着大勇回来了。 他在配风小馆里头已经知道爹娘回来了, 虽然心思早就飞回了家, 但是好歹还是坚持着上完了今日课。 人家现在都喊他们三无书社的几个男娃叫小先生, 既然坐的先生, 那徐欣觉得多少得有先生的样吗? 缺课是不能缺的。 就是平日里教八句的, 今日教了四句, 便说下回上课, 再补四句, 然后便带着大勇跑回来了。 这人才走到门口, 他就嚷了起来, 儿子回来了, 姐姐, 我回来了。 一声喊叫, 石破天惊, 下了盘踞在中勇伯爵府各个角落里的各种安慰刀都要拔出来了。 特别是, 蹲在屋顶上的几个, 差点被这柿子的狮吼弓给喊下来。 连在大厨房忙碌的张大夫和蔡氏都听到了这娃的喊声。 蔡氏忙说, 你儿子回来了, 赶紧瞧瞧去, 可别一会儿冲撞了贵人。 哎, 我这就去。 张大夫一边说着, 一边已经往外头跑了。 好险在前院连通着花厅旁边的大饭厅的连廊上, 张大夫抓住了自家那半年未见的儿子。 你儿。 徐欣看到张大夫, 很是高兴, 喊声中气十足。 徐。 轻点啊, 祖宗, 我耳朵都被你喊聋了。 走走走, 家里头今日有贵客, 不能冲撞, 你跟我去大厨房吃饭。 张大夫牵着小儿子的手, 就把人往厨房带。 这徐欣吧, 这半年里, 由于爷爷奶奶饲养喂养喂养的好, 所以这身高啊, 体型啊, 倒是粗壮了不少。 眼瞅着, 跟他爹还真有四五分的相似。 反正爹娘回来了, 徐欣上哪儿吃饭都高兴, 一路好呀好呀的跟着张大夫走了。 看着自家儿子这乖不乖, 傻不傻的样子, 张大夫不得不承认, 小儿子简直跟徐达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此时的大饭厅里头, 多少还是听到了点徐欣回来的嚷嚷声的。 所以, 皇帝突然关心起了吴守府的儿子, 吴英良, 你儿子在宁海, 如何呀? 说完, 吃了一口才端上来的金丝大虾, 我好吃, 再来一口。 被点名的吴守府, 却只能放下手中的筷子, 回说, 回皇上, 微臣家那不成气的, 在宁海倒是跟着殿下, 还有官宪令, 钟永伯他们, 干得还挺乐呵的。 微臣家这蠢货, 读书不行, 又是个笨嘴捉舌之人, 不过干些袍团买办的杂事倒是还行。 也承蒙太子钟永伯他们不弃, 愿意交着他。 微臣也不指望他多有出息, 就想着让他在外多磨练磨练, 但求在外头能做点劝农桑科之类的事, 那也算是为大干半个点事实了。 皇帝难得和煦一笑, 继续问道, 你倒也不想他回京。 吴守府顿时觉得这问题是个坑, 可到底坑在哪里, 心里头也没底。 这到底是回京呢? 还是不回京呢? 吴守府脑子飞速转动, 思考着皇帝到底希望得到个怎么样的答案。 不曾想, 答案还没想出来, 却听徐达说, 要微臣说, 这回不回京的, 还得看孩子自己吗? 一桌人, 全看向了他。 徐达间大伙都看着他, 赶忙放下筷子, 假意打了下自己的嘴, 然后冲皇帝说, 微臣多嘴, 微臣该死。 你这爹倒是当得随意, 三个孩子三个坑的。 照你这意思, 你家三个孩子, 想留在哪儿, 都是他们自己决定的。 皇帝的问题呢, 其实也就是随口瞎问一句, 他也不知道吴守府会想那么多, 既然徐达都接口了, 皇帝便觉得, 跟徐达闲说两句, 也没什么。 毕竟只是在忠勇伯爵府吃顿饭而已, 皇帝想着, 也用不着都说公事。 这治国用人, 有松有池, 才是长久之计嘛。 是啊, 徐达倒是一脸诚恳, 微臣的小儿子, 年初的时候让他跟咱们去宁海, 他说不行, 三无书社才办起来, 那什么一学也才开始, 他说不想半途而废, 便没跟咱们走。 微臣大儿子, 那时候让他跟咱们来京城, 他却说也乃都在扬州, 他要留在那儿, 替微臣尽孝, 也不愿意来京城。 这回回京城, 微臣女儿说了, 四亿馆才办起来啊, 也还没交出几个像样的学生, 到时候扬商来了, 咱们也不能全指望扬先生啊。 他还说了, 咱们宁海港, 好不容易得了皇上的恩赐, 太子的帮助, 才能收了第一批的关税, 可不得趁着大好的势头, 继续干下去吗? 所以, 他也不愿意跟着咱们回京, 说还是得留在宁海帮官县令, 把四亿馆办起来, 多培养点咱们自己的海貌人才, 这也才不枉费太子殿下千里迢迢, 给咱们送了杨先生去啊。 虽然微臣家这女儿, 想的也太过简单, 但是有想法还是好的, 故而微臣便也不勉强他, 就按照他自己想的做吧。 永逸后夹着了一块水晶火腿片, 巴达掉在了自己的碗里。 啥意思? 他听是听懂了徐达说啥, 可是皇上就问了一句, 徐达却抢答了那么多,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王宗元低头吃饭, 一点不言语, 来得太匆忙, 没有对口供, 达叔说那么多, 肯定不仅仅为了闲聊, 可王宗元现在也不明白达叔想说啥, 所以他决定先装聋, 无首俯瞰了眼皇帝, 皇帝却是面无表情。 他也不知道皇帝到底什么想法, 于是试探性的, 跟着徐达的话题, 说了句, 的确, 宁海岗现在需要的就是人才, 微臣儿子脑子不行, 但是跑跑腿什么的, 也能用用, 以后且看他自己怎么想吧。 皇帝放下手中的筷子, 看着徐达, 问徐达, 宁海岗, 照你的看法, 可有发展的潜力。 肯定有啊。 徐达笑道, 皇上选的怎么可能错? 微臣觉得, 不仅仅是宁海岗, 太子不是去松江府上海线了吗? 到时候两岗连线, 再加上明州一片, 依托苏航扬州繁荣的商业, 内带的未来, 不可限量。 各地士博司的关税, 必定会节节高升。 徐达说完, 朝着皇帝笑了笑, 然后低下头, 假装吃饭, 实则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来, 上钩上钩上钩。 徐达心中呐喊道, 说到钱, 皇帝就不可能不上钩。 此时皇帝端起杯子, 吃了口茶, 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继续问道, 钟永博管过宁海士博司, 还提出不少改进的方案, 郑倒是都看过。 方案倒是不错, 就是如何多多促进海茂, 多多增加关税, 诸位倒是都可以提提意见。 徐达心中哈哈一笑, 就说用钱勾皇帝, 他就不能不上钩。 不过徐达也不说话, 这会儿还没到时候。 无首府见徐达不说话, 便又试探性地说道, 其实那一片, 商贸往来向来也繁荣, 只要咱们开港的事儿, 能坚持下去, 他们做海茂的商人, 自然会抓住机会的。 嗯, 皇帝点点头, 说了句废话, 无首府一点不尴尬地呵呵一笑, 微臣愚钝。 然后王宗元说, 既然肃清了倭寇, 海上往来安全了, 那咱们也能主动去履送找洋商, 咱们大干物资丰饶, 可不是履送这种小岛国能比的。 皇帝点点头, 算是个法子, 然后他看向了永一猴, 永一猴头疼啊, 他就是个二世祖啊, 只是对比别家二世祖来说, 不太二世祖而已, 可他归根结底还是个二世祖啊。 他哪儿懂这海茂的事儿? 天爷呀, 说啥呀? 绞尽脑汁, 好不容易想到一个官办采购, 要, 要不然多采购点乳香什么的。 微臣瞧着, 这些香料象牙啥的还挺受欢迎的, 不是说的多做贸易吗? 这多买点总没错吧? 皇帝忍着气说, 棺材本就不征税, 不过能吸引不少洋伤。 这点子, 虽然不怎么样, 倒也勉强算个点子。 见刚才废话一堆的徐达, 这会儿低着头装死, 皇帝便问他, 徐达, 你也算管过士博司, 何该你第一个说, 怎么这会儿就装鸡哑巴来了? 嗨, 微臣倒是想说, 就是说了, 怕。 皇帝冷笑一声, 你也有怕的时候, 少装模作样, 该说你就说。 好, 那微臣说了,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 徐达心中呐喊道, 他放下手中的筷子, 只起身, 似乎考虑了下, 才开口道, 咱们现在说的法子, 都是如何多争关税, 多开辟海帽路子的法子, 这些没有错, 都对。 但是, 微臣管了士博司这些时间, 发现一个问题。 说完, 徐达停了一下, 看向皇帝, 说, 皇帝咬牙道。 徐达一本正经的点头, 微臣发现, 士博司离皇上太远了。 什么意思? 皇帝皱眉问。 徐达解释道, 皇上宁想, 士博司上头, 是布正史司, 布正史司上头, 是户部。 等于, 关税收上来, 先要过一遍地方布正司, 再要过一遍户部, 到了户部, 才到国库, 这从收税到最终, 皇上宁看到这笔银子, 得过, 一, 二, 三, 四, 四手才到您这儿。 过手太多, 一来时间太长, 若有震灾或者军需急用, 这钱每个一年半载, 根本流转不上来。 二来, 这经手多了, 到底会有些自然损耗。 徐达也不可能说, 被贪污的可能性会大增, 他只能暗示。 可皇帝一听就明白了, 皇帝嘛, 啥不知道。 只是很多时候, 事情不过分, 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此时, 在座所有人, 也都明白了, 徐达今日到底想什么屁吃。 吴守府第一个听懂徐达的意思, 这祸想死。 徐达想把士博司 从布正史司分离开来, 然后被户部用口水淹死, 吴守府已经懂了。 王宗元也明白了, 他扶恶叹气, 来了来了, 果然来了, 他一个五官, 不知道自己到底掺和在这里头干嘛。 可来都来了, 只能支持达叔呗, 一会儿见记形势便是。 而八王爷, 此时已经听呆了, 他自然知道徐达说的啥意思, 可这祸现在是在挑战大干的税制吗? 不过没关系, 这祸被夺绝的话, 甘德夫人还是甘德夫人, 没事没事, 他媳妇马上就要生了, 在他们被赶回扬州之前, 王妃一定能够顺利诞下铃的。 永逸后只觉不妙, 这话头, 感觉好像是自己起的呀, 是他起的吗? 嗯, 到底是谁开的头来着? 这话说着说着, 怎么就这样了呢? 他说的, 不是半棺材吗? 是不是啊? 永逸后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 饭桌上, 因为徐达这大胆的提议, 一桌人瞬间就沉默了。 吴守府不敢搭话, 因为皇帝正面无表情地 吃着眼前的一叠子小豌豆, 他不好判断皇帝的态度, 豌豆这东西, 就不是这个季节的, 但是钟永伯府里有玻璃大棚, 就做嘛, 什么不对时节, 就中什么。 徐达反正今天也是冒着被夺爵的风险, 豁出去了, 见皇帝不说话, 他便想继续加把火。 最好夺爵拉倒, 省得他再绞尽脑汁地想怎么回乡了。 没想, 皇帝突然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擦了下嘴, 竖了下口, 然后才说道, 钟永伯, 好胆识啊, 这才干了多久, 就敢开口说税制的事了。 回皇上, 这跟微臣干了多久, 其实也没多大关系。 只是咱们士博司第一笔关税, 就收了足足两万两白银, 的确把微臣给吓住了。 微臣是农人出身, 皇上也是知道的, 咱们农税, 别说一户人家一个村了, 哪怕是一个县, 估计一年也不一定收得上来两万两白银, 现在这年头, 有自己土地的农人, 少啊。 商税虽然可以争, 但是想要家家商户都把税子收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绝无遗漏, 那也是几乎不可能办到的。 但是, 一个新开的小小士博司, 一两天功夫, 就能收两万两白银, 且, 每一票进口的货, 都是有账可查, 绝不会漏掉一票。 不瞒皇上说, 微臣虽然知道这进口税率是多少, 但是真正收上来两万两十大十的银子的时候, 微臣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皇上, 按照您的治国方针, 以后咱们沿海一带, 海茂肯定要比现在活跃百倍千倍, 您想想, 到时候这税子能有多少? 这钱, 微臣只觉会比盐税更多, 可这税子, 经过四手到国库, 微臣也不好多少说什么了。 微臣就是觉得, 等到时候关税多了, 到时候出的岔子, 不一定会比盐税上出的少, 皇上您细想想, 皇帝眉毛一挑, 你还教训起镇来了? 微臣不敢。 徐达立刻下跪, 微臣只是个草根伯爵, 所以很多时候, 看问题喜欢从底层逻辑看起。 若皇上觉得微臣说的事不妥, 那要打要罚, 微臣也认了。 其实徐达说的这税的事情, 皇帝是知道的, 徐达这逻辑没什么大错, 只是这改税, 又不是吃饭喝酒, 也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改的。 他若是个暴君, 那可以无所谓人家说什么, 谁反对, 杀了拉倒, 干净利落。 可皇帝走的, 却是人均的道路。 不是他懦弱, 更不是他怕谁, 只是做暴君简单, 但是帝国到最后的结局, 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生灵涂炭, 民愤四起。 所以, 要改税制, 对于一个有愿意倾听大臣们意见之人设的皇帝来说, 的确也是件很头疼的事情。 皇帝看着跪在地上的徐达, 只觉得这人, 真正是聪明无比。 海茂, 只要有稳定的政策支持, 营商环境, 商业需求, 那肯定是能开起来的。 毕竟, 前朝是有过范例的。 但是, 这关税, 如何完整, 快速地输入到帝国的心脏, 为皇帝所用, 长久以来, 就不是一个能被讨论的范畴。 虽然徐达能提出这个问题, 眼光已经算是比较有前瞻性了, 可改祖宗定下来的规矩, 且改税制, 是大事, 轻易动了, 容易引起太多的争端。 皇帝说这句话的时候, 也是略带了点无奈。 徐达此时就感觉出了皇帝有所动摇。 他抬头一笑, 微臣跟您讲个微臣女儿小时候的故事吧。 诸人又是一代, 怎么啥事都离不开郡主大人。 皇帝先是微一皱眉, 很想揍卖关子的徐达一顿, 可他还是忍住了冲动, 沉申问, 说你家那宝贝闺女还干过什么好事? 呵呵, 徐达傻笑了一下, 某年过年, 微臣女儿说想要养猪。 他便跟他爷爷说, 我今年要养二十头猪, 这可把咱们一家吓坏了。 二十头猪, 一般能家怎么可能养吗? 咱们村那时候全村养的猪加起来, 恐怕也没有二十头。 于是他爷爷便与他好一阵讨价还价, 最终定下来养石头猪。 但是皇上您可知道, 微臣女儿后来才告诉微臣, 其实他本来也只是想养石头。 说完, 他又略带得意地朝皇帝一笑, 王宗元忍不住笑了出来, 听着像是春鸭能干出来的事。 哈哈哈哈, 郡主还是聪慧哈, 吴首福也说, 哎呀, 生个女儿也很不错呀。 八王爷开始幻想, 直永义后皱眉道, 谁家女儿居然喜欢养猪? 这么彪悍的吗? 皇帝想到春鸭那猴氏的模样, 也忍不住破功效了, 鬼点子就数他最多。 所以, 你这会儿的二十头猪是什么? 吴首福虎驱一阵, 他抓到了皇上的风向了。 徐达更是心里头放烟花, 终于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这波春鸭卖的, 不亏呀。 徐达听皇帝这么问, 先是稳了稳自己激动的心智, 略沉思了一会儿, 这才开始一字一句地说出了自己的那二十头猪, 到底是什么。 可这人说的, 居然是要提议改了事关文人的玉子田地的免税额。 在座四人, 皆不是胆小之人, 但是, 越听越觉得徐达这胆子简直包了天了。 听完徐达说的, 皇帝更是冷笑, 你这是要正与满朝文武为敌, 怎么, 贤镇做这个皇帝做的时间太久了是吗? 这只是个幌子, 群臣反对的话, 皇上大可做出退让。 微臣真正的提议, 只是让士伯斯成为独立的衙门, 成为六部之外的第七, 不对, 应该是第八部, 毕竟神兵营, 也不受兵部所管辖, 而是直接听令于皇上营的。 幌子, 必须要足够的大, 才能让人忽略咱们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 随便找个无关痛痒的幌子, 是起不到这样的作用的。 皇帝冷笑一声, 谁跟你咱们? 哈哈, 微臣, 是微臣徐达立马舔着脸说道, 臣弟觉得, 钟永伯这提议是不错, 若再过几年, 一个个港口都办了起来, 关税多了, 阻力反而就更大了。 钟永伯的法子虽然激进, 但是也只是个幌子嘛, 臣弟觉得也不是不行。 八王爷其实也是个实干派, 曾经也出京镇过灾, 修过水利, 问户部要点银两有多麻烦, 他是知道的。 他想着, 自家这皇兄, 虽然心眼小, 但是办事却是雷厉风行得很, 若关税银两能直接进国库, 肯定是遂了他心意的。 倒也不是为了拍自家皇兄马屁, 反正八王爷觉得, 这事儿皇家总归是不亏, 就行了。 王宗元也说, 关税银两直接入国库, 微臣也觉得对于皇上来说是好事, 至于这幌子, 听得是冒险了点, 但是也算是给那些太过贪力的人一些警告。 吴首府原本听了徐达那对施伯斯的提议, 倒是觉得这事儿可以跟, 但是后头那坑爹的二十头猪的事儿, 却让他后背有些发凉。 他此时却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呵呵笑了两声, 顺着王宗元的话道了声也是。 另一个二世祖, 那就更不敢多言语了, 只点了点头, 然后继续默默吃菜, 只希望皇帝把自己当空气。 这事儿, 还有待商议。 皇帝听完在座几人的表态, 看着餐桌上的几人, 突然问道, 你们都吃完了吧? 诸人都有些不解, 只王宗元看了眼徐达, 然后放下筷子, 微臣吃完了。 喂, 微臣也吃完了。 吴首府立马跟上, 其余三人也赶忙说自己吃完了。 吃完了就走吧。 皇帝挥了挥手, 八王爷忍不住提醒皇帝, 皇兄, 您这是在忠勇伯爵府哈, 当朕傻子吗? 皇帝朝八王爷瞪了一眼。 臣弟就是多嘴, 多嘴, 那什么, 臣弟吃完了, 就先走一步了。 八王爷说着话, 便带头站了起来。 后头王宗元他们, 也纷纷站起了身, 跟皇帝话别。 连带着徐达也站了起来, 跟着正在往外走的众人, 也准备走出饭厅。 徐达, 你去干嘛? 朕让你走了吗? 皇帝口气不善地说道。 徐达回头, 小心翼翼地说道, 微臣, 送送。 送什么送, 他们自己会走, 你给朕做拿。 皇帝指了指东边靠墙的交椅。 哎, 好, 反正该说的, 不该说的, 徐达都说了, 他现在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过在坐下之前, 他还很贴心地喊了丫头, 把洗面撤了, 再换一桌甜点咸点上来。 而八王爷则带头, 走出了大饭厅, 跟在后头的吴首府试探地问道, 王爷觉得, 钟永伯今天说的那幌子, 怎么, 首府大人这是担心起自家的家产来了吗? 八王爷调笑地问道, 吴首府敢忙否认, 微臣哪来什么家产呀? 就是, 那什么, 微臣就怕到时候真在朝堂上说了这事, 欲使他还能全碰死当场? 不会的, 他们坚强着呢, 不干上五六个回合, 也不会轻言生死。 再说, 本爷只是个幌子, 皇兄若达到了真实目的了, 也就不会再计较这些了, 他们且死不了呢。 王爷说的没错, 本就是个幌子嘛, 若真要办这事, 皇上自然心中有数的。 王宗元复贺道, 永一后已经开始在盘算家里头能买卖的产业了, 他回家就把能卖的都卖喽。 省得到时候京城有了消息, 全集在一块处理产业, 再把地价卖低了。 这事虽说是幌子, 但是皇上若真的能把这事在朝堂上说了, 那就说明, 其实皇上也是有想要办这事的想法的, 只是暂时还没办而已。 无首府心中的想法, 基本也跟永一后差不多, 反正能跑先跑吧, 徐达这货真天地缺德, 撬棺材盖撬到他们头上来了。 好在, 他这人, 穷得很, 为人又极为谨慎, 手里头为归为之的事少得很, 处理起来也方便。 王他还当徐达是自家兄弟, 这货真是坑起人来, 连带自家兄弟都坑。 几人跟着八王爷, 说着朝堂上分分钟就要发生的风起云涌之变, 便出了忠勇伯父。 他们在门口道别, 说明日再来会会许打, 然后就各自坐了马车回府了。 当张大夫听闻大饭厅里的宴席突然散了, 匆匆忙忙赶到门口的时候, 只看到了几架马车扬长而去的背影。 他问站在门边的郑山富, 郑叔, 八王爷爷走了。 是啊, 郑山富点点头, 好像还是第一个走的。 张大夫这才点了点头, 自己嘟囔了句, 原来不是来找我的呀。 然后转身继续录儿子去了。 回到府中的八王爷, 直到见到了捧着肚子的王妃, 然后王妃问他, 王爷, 张大夫没空来吗? 他这才一跺脚, 喊一声坏了。 忘了, 转身就要再去钟永伯府。 好在王妃拉住了他, 王爷, 臣妾这会儿也还没发动呢, 明日再说吧。 不过您去了这么久, 还把去的目的给忘了, 这是出了什么事吗? 别提了。 八王爷挥了挥手, 我看着钟永伯, 八成是没法留在京城, 不过不要紧, 咱们生娃之前, 他应该还不会走。 不明所以的王妃还带再问两句, 可八王爷指过这事儿, 现在不能多说, 过几日, 全京城就都知道了, 到时候你正在坐月子, 且当月子里的消遣吧。 与此同时, 钟永伯家的大饭厅里头, 已经换了席面。 不过皇帝也没什么心思在吃喝, 他这会儿只想问问徐达, 他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大死。 他并退了左右, 直到屋子里, 只剩下了君臣二人, 皇帝才开口问, 徐达, 老实说吧, 折腾那么多事儿, 你到底寓意何为, 别跟朕说你, 就是想帮朕匡扶江山, 朕倒也还没这么傻。 徐达一脸人出无害地傻笑了下, 微臣倒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可以帮皇上太多, 毕竟微臣也就考过个童生, 不懂什么治国理政的道理。 哪来那么多的废话呀? 坐在餐桌边的皇帝, 把手中的八宝茶茶碗, 重重地往桌上一放, 问你什么答什么? 徐达这才认真道, 好, 那微臣就实话实说了, 微臣别的干不了, 只求我大干国库充盈, 百姓富足, 小的有书读, 老的有几个养老钱, 仅此而已。 所以, 微臣只想帮皇上赚钱, 但是微臣说微臣毫无半点私心都没有, 那倒也太虚伪了。 皇帝冷哼了一声, 徐达也不尴尬, 继续说道, 微臣提议这士不思丹分出来, 想的就是皇上若能像见神兵营一般, 把士伯斯见在扬州, 那微臣也想毛遂自荐, 如当初看管神兵营那般, 为皇上看管士伯斯。 好啊, 徐达, 你绕了那么大的圈子, 说到底, 就只是想回乡而已。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戏耍于震, 皇帝气得简直要先捉。 徐达想也不想, 直接扑通一下, 跪倒在地, 皇上, 您听微臣跟您说, 咱们大干, 社不正史丝, 就是为了正经分治, 以免有人手中握了太多的权力。 微臣提议, 士伯斯设在扬州, 也是同样的想法。 正放在京城, 营商海贸之事便放在扬州, 可以避免管钱的和行政的官员 有过多的交叉往来。 且扬州在地理上, 正好连通南北, 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 都极为方便, 且也有如高等沿海县城, 水路海路也都能走得通。 若把士伯斯设在扬州, 南方的关税银两, 争搅起来方便, 税银送往京城, 也很是便利。 微臣是扬州人, 想法子的时候, 肯定第一个想到的 也是自己的家乡, 这是人之常情啊。 虽然微臣是有私心, 但是左思右想, 也的确找不到 比扬州更合适的地方了。 这士伯斯办在扬州, 对皇上来说, 立的确远大于弊, 微臣才敢这么提议的。 若皇上觉得微臣会贪默独职, 那皇上大可让人继续盯着微臣, 就如同当初逢公共下扬州一般, 微臣绝无怨言, 且一定会配合到底的。 令微臣也想过了, 若皇上真的能远了此事, 微臣也只管三年, 三年之后, 士伯斯能很好的独立运作了, 微臣便撒了手, 再不管此事了。 请皇上一定要相信 微臣的一片赤子之心, 微臣想帮皇上赚钱, 让大干越来越好的心, 是从来没变过的。 徐达的这番话, 是真的理掺了真的, 再没有比这更真的话了。 道理都是真的, 徐达想回乡的心情, 也是真的, 只不过这里头的主次关系嘛, 反正就他们老徐家 自己心里明白。 要说这老徐家演技好, 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徐达明白, 眼瞧着是说激动了, 他抬头看皇帝, 这热泪已然是隐满了眼眶。 只见他吸了吸鼻子, 朝皇帝又磕一头, 然后还真擦起眼泪来了。 刚才还想先捉的皇帝, 听着听着, 倒是冷静了下来。 徐达的话, 道理是有的。 且徐达刚才说, 三年之后, 再不管士伯斯之事, 皇帝其实是相信的。 因为徐达开创了神兵营, 但是现在也是说撒手就撒手了。 所以皇帝相信, 他是的确可以做到三年之后, 说不管就真的不会再掺和的。 且这货, 据皇帝所知, 是毫不以吃女儿和夫人的软饭为耻的。 他有时候甚至觉得, 徐达这货认为女儿媳妇比自己有本事, 他还挺光荣。 所以说他想贪磨钱财税银, 皇帝觉得倒也还不至于如此。 要说徐达在这事上的私心, 皇帝倒是也相信, 这货的确是想溜回扬州。 唉, 皇帝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怎么回事, 是有了小儿子之后, 人变得更感性了吗? 他觉得自己居然好像被眼前的这邋遢货给说服了。 不过这事若真能办成, 其实皇帝倒也觉得的确是件好事。 钱嘛, 反正皇帝是怎么都缺的, 能跳过那么多层级, 直接把税银收入国库。 虽说国库还是互不管的, 但是这笔钱什么时候入库, 有多少金额, 皇帝一问士博斯便能知道, 那就不用请等着后步了。 若真有战事救灾等等的急用, 到时候调动起来的确会非常的方便。 只是那减少官员与举人秀才的农帝免税之时, 过几日你准备自己在大朝会上上奏。 想要独立办的士博斯的确不容易, 皇帝自己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 只能暂且试试徐达这挨雷批的法子了。 这雷皇帝肯定不愿意顶, 估计连带吴英良也不一定愿意, 那既然这样, 谁喊来的雷公, 就应该谁挨雷批。 徐达倒是很坦然, 好啊, 微臣来就微臣来, 但是微臣也需要助力。 虽然吉利保持冷静克制, 可徐达心里头还真是谢了皇帝了, 他就是要做大干的本杰明, 富兰克林。 你自己去跟吴英良他们商量, 到时候朕只能争一眼闭一眼。 说得太多, 反而坏事。 到时候真因这幌子闹起来, 皇帝觉得自己也顶不住这雷。 毕竟徐达说这幌子, 是把官员举人秀才之类的文官集团的免税田地减半, 且严查乡绅地主投线, 地方官员, 每年必须更新于林策, 为者依严重程度, 革职, 流放, 或者干脆灭了。 虽然皇帝知道如今这大干的田母, 起码超过一半以上是在士官与勋爵贵族手中, 可他也不会轻易去触碰这些事情, 毕竟, 动了, 就是触碰了全天下读书人和贵族的利益。 他才当皇帝没几年, 还不想这么早就下台。 可按照徐达说的, 这只是一个幌子, 是一个能下到所有官员的幌子。 到时候看到的差不多了,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皇帝只要呵斥两句徐达, 便可以结束了这场闹剧, 他依旧是百姓与群臣的好皇帝。 而徐达为达目的, 多被喷几句又有什么关系, 谁让这货有私心, 何该他自己顶雷? 此外, 皇帝想到的另一层是, 的确应该多多敲打敲打的一些人了, 也好让他们知道知道, 不是他不知道这事儿, 只是暂时还不想管而已。 所以, 皇帝此时已经算是默许了徐达的方案了。 而徐达一听皇帝这么说, 自然知道皇帝这是准了, 心下欣喜不已, 但是嘴上还是得哭哭啼啼地说, 皇上, 您真是千年难得的明君啊。 大干百姓, 有您这样的皇上, 真是天大福气啊。 微臣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韦, 为您排忧解难啊。 已经在徐达家里头耽搁了大半天的皇帝, 这会儿却站起身来, 踢了一脚匍匐在地的徐达, 要点脸吧。 你就做死吧, 你就…… 这些点心都给朕打包, 朕给皇后送去。 说完, 便甩了衣袖, 走出了大饭厅。 一听皇帝要打包点心, 徐达就心情大好, 皇帝都有胃口吃东西了, 好事儿啊。 于是赶紧张罗了下人, 给拿了石盒来, 整整打包了三大盒, 给了皇帝身边的侍卫, 然后恭恭敬敬地送了皇帝到大门口。 张大夫听闻皇帝要走, 便也带着儿子赶到了前院给皇帝送行。 扎了蝴蝶结的徐老汉, 也想给皇帝送行, 却被蔡氏拉住了, 行了, 别丢人现眼了。 一会儿见了皇上别又激动地闭不了嘴。 虽然徐老汉虚荣多少是有点的, 但是又想起儿媳说的, 再有第三次, 这下巴也不能要了, 便也只能作罢。 张大夫带着儿子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就见徐大政点头哈腰的, 准备送皇帝上马车。 还没等他说一句臣妇恭送皇上呢, 就听旁边的小儿子喊道, 皇元外, 你怎么来咱们家了? 什么皇? 张大夫话还没说出口, 就听皇帝应道, 嗯, 这就走了。 你小子在家好好念书, 可不能学你爹似的, 考童生, 还得县令包庇。 您怎么知道的? 徐欣歪头问皇元外, 觉得这人自己也就个二傻子啊, 买泡菜论车买, 还说自己不是想做泡菜的买卖, 只是家中女倦爱吃。 一车的酱瓜泡菜, 怕不是家里头有二三十个夫人吧? 皇帝被徐欣一问, 打了个愣, 才道, 你爹自己说的。 行了, 好好念书吧, 正走了。 说完, 便头也不回得上了马车, 扬长而去。 徐欣还在冒问号, 怎么突然又姓正了? 他不是皇元外吗? 又菜又爱玩呗。 徐达无奈道, 瞎说什么呢? 张大夫拍了徐达一下, 然后才小声问, 说妥了。 妥没妥的, 三日之后才知道呢, 哎呦, 我们家铁, 嗯, 徐欣高了这么多呀, 赶紧让爹稀罕稀罕。 徐达说完, 便想上手去抱小儿子, 没想, 徐欣去陈桌大定不给抱, 不给抱就算了, 嘴里头还不停问, 啥意思啊, 啥是又菜又爱玩啊? 说妥是啥意思, 妥了啥了, 啥呀。 而徐达则死活要去抱儿子, 号称要跟儿子要好要好, 一个追一个逃, 院子里搞得是鸡飞狗跳的。 张大夫也不管他们, 他觉得管多了, 容易折瘦啊。 喊了大勇让他看着点, 说是别让老爷抓住少爷, 不然看他少爷那吨位, 老爷容易闪了腰。 那头王宗元回了家, 把在钟永伯爵府的这档子事 跟关静一说, 关静便直接拉着王宗元 往钟永伯府去了。 用他的话说就是, 等什么明日啊, 吴首府他们跟达叔兰姨啥关系, 咱们啥关系? 等他们干嘛啊? 于是, 在送走了皇帝不到半个时辰之后, 徐达和张兰再一次坐到了花厅里头, 接待起了重又回来的王宗元和关静。 达叔, 你到底咋想的? 你跟我说说呗。 反正此时这儿也没个外人, 王宗元便开门见山直接问了。 唉, 其实我想的也没有那么复杂, 就两件事, 第一件, 就是得把士博司从不正史丝下头 给分出来, 免得到时候处处受不正史丝前置, 不利于发展。 第二件, 就是回扬州。 然而啊, 你老家在京城, 觉得住在京城没什么, 可咱们老家在扬州, 爹娘兄弟都在扬州, 你达叔我也没什么野心, 就想一家子团团圆圆在一块儿待着。 且我这性子, 也不适合留在京城。 我也不想钻营, 更不喜欢攀比结交, 你说我留在这儿干嘛? 徐达说完, 还朝张大夫看了一眼。 张大夫也说, 朝堂之事我不太懂, 但是就像你达叔说的, 咱们家这性子实在是太直了, 也不懂斡旋, 更不怎么会钻营。 这京城, 满地都是贵胄, 待的时间越久, 我越觉得心里交瘁。 夫人小姐们, 就没一个能随便得罪的, 名声越大, 雷坠越多, 我这人又心直口快, 哪天得罪了人都不知道。 要不是因为你达叔管过神兵营, 皇上对他不放心, 不准咱们回乡, 咱们根本不会在京城停留这么久。 那兰姨, 你也让皇后给您找个中妈妈似的人物跟着你吗? 关静很是不舍张兰离京, 虽然兰姨说的道理, 她都明白, 她还是忍不住想让人留下呀。 张大夫微微一笑, 可不敢。 你想想, 皇后有急, 我给皇后医治, 那皇后的母亲有急, 让我去, 我要不要去? 皇后不仅有母亲, 还有姐妹兄弟, 女儿儿子, 除了皇后, 皇上是不是也有兄弟姐妹? 哪个能得罪得了? 我虽对妇科略擅长一些, 但是我也不是什么神仙妙手, 看得保证个个都能好。 别人还好婉言拒绝, 可皇家如何拒绝? 到时候, 再把咱们一家给搭进去, 可怎么好? 所以在京城, 名声太大, 也不一定是好事。 咱们若回了扬州, 来回京城不变, 他们自然会慢慢忘了我的, 我只在扬州行医教学, 也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的。 这事儿, 其实困扰了张大夫有段时间了。 像八王爷家的王妃怀孕, 的确, 是她调养的没有错。 可怀孕之后, 按照张大夫的想法, 其实根本不需要日日寝迈的, 最多就十天半个月, 查看查看便是了。 但因为是王爷家, 人家今天多打俩喷嚏, 明天少吃了三口饭, 样样事情都要去看一看。 虽说奖赏丰厚, 但是对于从未来来的耿直兰来说, 她就觉得其实挺麻烦的。 所以, 徐达和春鸭这回想的这个号称 能回扬州的法子, 张兰觉得也不怎么靠谱, 但是她也只能点头硬了, 毕竟, 她也不太想待在京城了。 听张兰这么一说, 王宗元也点了点头, 是, 兰姨说得的确没错。 在京城住, 自然有在京城住的好处, 只是, 人在官场, 身不由己的事情就会非常多, 回扬州, 也好。 兰姨, 是我自私了, 我跟七二年少丧父母, 有幸遇到你跟达叔, 你救了我, 让我不至于这辈子动不了, 还护着我到了京城, 给我找来了周妈妈, 在我心中, 你就犹如我的母亲一般。 关静说着话, 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 王宗元懒住了他, 哭啥, 想兰姨和达叔了, 你可以去扬州找他们吗? 被关静说得鼻子发酸的张兰, 也拉过他的手, 是啊, 你来吗, 你们不是还有宅子在扬州吗? 到时候夏天住京城, 冬天住扬州, 不也挺美。 关静突然意识到, 自家相公已经不是镇守边关的将领, 而是进军大将军了呀, 他的确可以自由出京了呀。 于是他一拍大腿, 挣脱了王宗元的怀抱, 是啊, 达叔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我跟你们一起去呀, 倒也不用这么急吧, 王宗元无奈服额。 徐达和张大夫哈哈一笑, 心中都在想, 像他们这种在外头也惯了的人, 的确都不怎么想留在京城。 当晚, 徐达和张兰就找了自家小儿子, 好好聊了聊他们老徐家的撤退计划。 虽然这娃年纪还小, 但是, 他可是要继承徐达一波之人啊, 不通个气, 来自未来的夫妻俩都觉得不怎么合适。 一听要回扬州, 徐达立刻跳了起来, 什么时候走? 我去李包裹。 这娃的反应, 倒是让徐达愣了一下, 怎么? 你在京城过得不开心? 张大夫也问, 是不是国子健里头有人欺负你? 你别怕, 我马上让你解回来。 没有不开心啊, 我过得很好啊, 有迟阴节在, 也没人会在国子健欺负我呀。 徐达一脸不明所以地看着爹娘, 你们咋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呢? 说我不开心, 开心你会那么想回扬州? 徐达问道, 徐昕却说, 开心怎么不能想回扬州? 我在京城过得挺高兴, 不代表我回扬州会不高兴啊。 关键扬州还有张家旺有外婆, 有大哥有姐姐, 有四头五头, 有叔叔婶婶爷爷奶奶, 还有我大金哥, 这样的话不就更开心了吗? 好有道理啊, 徐氏夫妇瞬间就被说服了。 可是, 张大夫突然想到个事, 你那什么医学, 怎么办? 娘不在, 仁济堂的什么公共卫生讲座, 不也每期都开吗? 不仅每期都开, 我听正下他们说, 连带报名去仁济堂实习的大夫, 也已经预报名到三年后了。 您是怎么做甩手掌柜的, 我也怎么做甩手掌柜吗? 徐昕说完, 还朝他娘嘿嘿一笑。 徐达立刻上前捂住儿子的嘴, 瞎说什么大实话。 气得张大夫哼哼一声, 我还不是被你们坑的。 张大夫赶了儿子赶紧滚出去睡觉, 并且再三叮嘱他, 讨论回不回扬州的事, 万万不能泄露出去, 不然的话, 他们也许这辈子都回不了扬州了。 徐昕一听, 简直要哭了, 爹娘, 我守不住秘密啊。 这是对你的试炼, 看你能不能挺过去, 挺过去了, 以后才能继承你爹的一波。 徐达故作高深地说道, 徐昕问, 若儿子挺不过去呢? 那我跟你娘再生一个弟弟。 徐达回得很顺口, 或者请皇上改了律法, 让你大哥干这活计, 哈哈, 放, 因为在儿子面前, 张大夫忍住了后面的屁。 哦, 那没事, 挺不过就挺不过, 儿子可以自己考功名, 我读书好着呢。 爹娘随意哈。 徐昕不知道为什么, 对自己有些莫名的自信。 徐达夸儿子到底是个好儿子, 而张大夫已经累了, 让儿子赶紧的, 滚吧, 他要好好休息休息。 可张大夫想要休息, 老天爷能放过他吗? 指定不能够啊。 这人睡到下半夜, 便听丹燕来拍门, 夫人, 夫人, 王府来接您了, 说是王妃, 要生了。 张大夫从睡梦中惊醒, 赶紧给丹燕开门, 让他把自己的小药箱 再检查一遍, 还拿出了昨日回来就准备好的 用沸水煮过的干净衣裳和不条, 急急忙忙就要往王府去。 走之前, 张大夫还想跟徐达说一声, 可疑回头, 呼噜呼噜噜噜噜噜。 算了, 张大夫带着丹燕就出了门, 因为有老人在, 所以府里的丫头小丝 也不敢闹出大的动静。 张大夫到的前院的时候, 只邱芬和郑夏他们等在门口。 夫人, 我去找我娘来吧。 郑夏倒是问了生张大夫, 可张大夫却说, 不必, 王府规矩多, 且接生嬷嬷, 肯定已经找了不少了, 不用人多。 邱芬丹燕, 就你们俩跟着就行了。 说完, 便让郑夏赶了马车, 带着俩丫头就往王府去了。 道德王府, 已经有太监宫女等在门口了。 见是忠勇伯府的马车来了, 太监立刻上前迎接。 张大夫下了马车, 看来的是太监, 也不便多问, 反正埋头跟着太监走便是了。 众人穿过了一道道的大门, 走了好一阵, 终于到了八王爷和王妃的寝殿。 此时院内已点满了灯, 八王爷正在侧殿门口 一瘸一拐地徘徊着。 很快, 他发现了远远走过来的张大夫。 甘德夫人, 八王爷说着话就要往前走, 可人一个没站稳, 差点摔下台阶, 引得太监宫女一阵惊呼, 闲闲把他给拉住了。 张大夫赶紧上前, 行礼道, 王爷小心, 臣妇这就瞧瞧去, 您气勿着急。 好好好, 你赶紧进去吧, 王妃他, 他流血了。 八王爷紧张地说话都有点发颤。 张大夫点点头, 不管是破水还是剑红, 都是正常的, 王爷不用太担心, 晚上路重, 您自己也要当心, 臣妇先进去瞧瞧。 说完, 他便拎起裙摆, 快速地跟着宫女, 进入了布置在偏店的产房。 此时产房里头密不透风, 因为来的接生嬷嬷也有好几个, 规模跟皇后产子时也差不多, 所以李坚感觉更是闷得很。 开水什么都已经准备上了, 张大夫见王妃躺在床上, 神色倒也还不算糟糕, 只是热得满脸通红, 身上还盖了床被子。 他先跟王妃打了招呼, 安慰她, 不要紧张, 此时也不要用力, 然后让宫女换了个宝毯子, 再把部分宫女和嬷嬷劝了出去, 留了秋分丹宴, 外加两个宫女, 两个嬷嬷在这里帮忙。 张大夫先要了盆水, 洗干净了手, 跟王妃道了声得罪了, 然后给做了指检。 王妃这也是投胎, 也没经历过这样的检查, 被张大夫这么一探查, 一下子变疼得直吸冷气。 王妃不要紧张, 您这才开了粮指, 离生还得有一会儿, 要不要先吃点什么东西? 所以,绝对不能动刀, 所以张大夫觉得, 现在王妃的却可以吃点东西, 一来补充体力, 二来分散精力, 这才开粮指, 快的话也得再花七八个小时, 慢的话等上一两天也不一定。 其实刚才张大夫一来, 王妃就心定了不少, 这会儿其实阵痛的间隙也挺长的, 于是他点了点头, 很配合地说道, 好,那我就吃点, 吃点细软的甜食吧。 张大夫说了一句, 宫女立刻会议, 走出了门外, 跟等在外头的宫女太监, 说了要点甜点, 八王爷一听爱妃要吃甜点, 立刻大手一挥, 赶紧去准备, 准备二十样吧, 让王妃自己挑。 于是, 在小半个时辰后, 王妃就得到了一桌甜食洗面, 惊得张大夫很不可思议地问, 才过了一波阵痛的王妃, 王妃吃点心, 这么,豪气的吗? 没有, 王妃哭笑不得, 王爷太夸张了。 哈哈, 王爷也的确是很爱护您了, 您也是个有福之人。 张大夫这般说道, 被张大夫这么一说, 王妃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 只说自家王爷年岁大了, 还是第一个孩子, 刚才又溅了血, 是紧张了。 两人说着话, 就有丫头端了点心, 要为王妃, 却被张大夫劝阻了, 王妃还未破水, 自己起来吃也行, 阵痛没来的时候, 略走上两步, 对加快产成有一定的效用。 一旁的嬷嬷也点头说, 张大夫说得没错, 现在全京城的女医, 都非常地喜欢张大夫。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仁济堂, 喜欢培养女医呀。 就因为他们仁济堂 喜欢培养女医, 这平日里, 闲少有人问津的女医, 这几个月来, 出路倒是好了不少。 很多原本只有男大夫的医馆, 为了追上仁济堂的步伐, 也纷纷开始招起了女医, 连带着女药童女学徒, 也有医馆零星的, 开始招了人了。 接生嬷嬷虽然与女医 也不太相同, 但是她们也算是半个女医吧, 所以很容易便有了一些共情。 关键仁济堂也说了, 若有真技术的接生嬷嬷 愿意去他们仁济堂, 仁济堂也是愿意守的。 所以, 这就导致了张大夫人 虽不在京城, 但是, 名声却是越来越响了。 既然张大夫和接生嬷嬷 都这么说了, 哪怕王妃觉得快吓死了, 也只能起了身, 自己走到桌边, 开始吃点心。 这点心吃了两三叠, 震痛来了两次, 张大夫没见破水, 便又搀扶了王妃 在产房里头来来回回地 开始转圈子。 王妃明明不想走啊, 可碍于张大夫和秋芬的左右前置, 让她慢慢来几步, 没办法, 她这是不走也得走啊。 当震痛再次到来, 张大夫便教王妃拉马泽呼吸法, 这法子吧, 虽然王妃觉得好像没什么大用, 可起码这么奇怪的呼吸法 也还算能分散下她的注意力。 过了震痛, 张大夫便和丹燕两人唱双簧, 说着宁海发生去世和见闻, 逗王妃一乐。 流水,泪僻了的王妃一听能上床了, 都不需要人搀扶, 自己便爬上了铲床。 走不动到这事儿, 真不能怪她, 要怪就怪他们家王爷, 自从到了孕晚期, 王爷便不准她多走动, 哪怕是去宫里参加家宴之类的事情, 也被皇帝特需, 可以做了碾叫进宫赴宴。 她万万没想到, 这生产之日, 居然是她这几个月来, 运动量最大的一天。 不过她刚躺到了床上, 只觉又是一阵阵痛袭来, 好容易熬过去了, 张大夫又已经举起了可怕的手, 等着她了。 干干的大夫啊, 王妃忍不住喊出了声。 张大夫这才问, 怎么了王妃? 没事, 手都伸进去了, 她想要喊等一会儿, 让她缓缓, 还有意义吗? 不过好消息是, 这宫口已经开到了四指, 这就算是超快速了, 之后便是一波又一波的阵痛, 是无论怎么调整呼吸都无法忍受的剧痛。 王妃痛到尖叫, 王爷在外头听到了, 大闹着要往里头闯。 张大夫是安抚了里头, 又得扯着嗓子安抚外头, 她觉得自己那脑瓜子简直都要炸了。 可王妃的阵痛不停, 外头听了, 只觉得揪心的八王爷也不消停, 别看这人腿脚不利索, 可太监宫女却被她踹倒了好几个。 她说她不管了, 她一定要进产房, 看看王妃到底如何了。 此时, 从宁海赶到京城之后就一点没休息过的张大夫 不免来了脾气, 她冲着外头喊, 让王爷进来, 进来给王妃接声, 八王爷气到头顶冒烟, 可却也停下了要往产房里头冲的癫狂脚步。 没办法, 冲她嚷嚷的女子, 是皇兄都要让她三分的支人, 那先等等再说吧。 经过夫妻俩这么一闹腾, 张大夫在检查王妃支, 就发现王妃这个产城推进得很快呀。 她冲满脸又是汗水又是泪水的王妃说, 嬷嬷, 来准备吧。 王妃, 你一会儿得向下用力。 什么叫向下用力? 王妃不太明白。 一会儿听我口令, 让您憋气您就憋气, 让您用力, 您就跟拉巴巴似的把力气用在定眼上。 王妃一听这个, 憋不住要笑, 可阵痛一波波袭来, 她又痛得灵魂出窍, 眼泪根本不受控制地往下流, 于是她这表情就显得很是猙獰。 而张大夫则还在一旁喊, 憋气憋气。 刚想尖叫的王妃, 只能一言憋气, 她刚才已经听到张大夫冲王爷发火了。 现在是千军一发的要命时刻, 哪怕她现在疼得想撞墙, 但是脑海里仅残存的一丝理智告诉她, 千万不要朝甘德夫人吐口水。 听大夫的话, 好好憋气。 一旁的丹燕和秋芬就看着王妃一张脸上, 仿佛能有十七八种表情, 也是有点害怕。 等到王妃憋气憋得眼珠子都快憋出来了, 张大夫一声令下, 用力, 拉巴巴那样用力, 加把吉尔, 接生嬷嬷也喊, 很好, 王妃, 继续, 马上看到孩子的头了, 王妃用力, 当然咯, 生孩子嘛, 也没有那么简单的, 用一次力就生出来的, 毕竟很少。 王妃此时只感觉自己下半身正在被石墨来回碾, 憋气憋得眼珠子都快爆出来, 用力用地把床头的雕花栏杆都给拽了下来。 这么反复憋气用力憋气用力了差不多三四回, 嬷嬷终于喊, 王妃, 加把劲儿, 咱们看到孩子的头了, 来, 再来一次, 王妃大怒, 那你们先前看到的是啥, 胆敢骗我。 然后一怒之下, 王妃的气力便也大了不少, 猛地向下一用力, 顿时只觉下体一热, 一股热流涌出, 就听摩摩们喊, 生了生了, 茧子, 拿茧子。 一阵盲望之后, 才听的婴儿啼哭声, 张大夫接过被擦拭干净的孩子, 放到已经被汗水泪水鼻涕水弄得面目全非的王妃旁边, 轻声说道, 恭喜王妃, 洗个笛子。 此时的王妃, 已经没了气力, 他闭上了饮满了泪水的眼睛, 他用最后的气力问了一句, 孩儿都健全吧。 得到了一句张大夫的肯定之后, 才长舒了一口气, 终于能闭目休息了。 在门外已经听到了孩子啼哭的八王爷, 此时反倒冷静了不少, 他坐在太监搬来的螺圈椅上, 静静地等着消息。 看似平静的八王爷, 内心却是异常地紧张。 他心中很想知道孩子甚是健全, 可又怕听到孩子不健全的答案。 所以八王爷只死死地抓着螺圈椅的把手, 盯着产房门口内掩着的大门, 也不再喊叫说话, 就这么等着。 此时天光已经亮, 太阳正在缓缓升起, 可府中的灯笼还未撤下。 没多时, 只见那虚掩着的门缓缓地被拉开了。 站在门中间的, 是怀抱着孩子的张大夫, 清晨的阳光, 随着大门的开启, 洒在了他的身上, 他怀中就抱着八王府的第一个孩子。 看着眼前这幅画面, 八王爷只觉是菩萨下了凡了, 他激动得忘乎所以, 站起身来就问, 孩子, 孩子如何? 张大夫强忍着笑, 说道, 恭喜王爷, 是个小柿子, 很是康健。 您要不要来瞧瞧? 好, 好呀。 八王爷目愣愣地回答道, 可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卖腿, 就站在原地, 也不上前。 王爷, 您要不要先把椅子放下来? 张大夫实在忍不住提醒道, 丹燕和秋芬此时鼻孔张的硕大, 努力调整着呼吸, 接低头不敢乱看, 只怕一看自己就会忍不住暴笑出声。 没错, 八王爷一紧张, 把自己坐着的椅子都给拎了起来, 并且自己还没发现。 被张大夫这么一提醒, 他才光当, 放下了椅子, 不乏无比僵硬地走到了门口, 好似有点胆怯, 犹豫了一下, 才跨进了屋子。 八王爷走到张大夫跟前,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张大夫怀里 睁着圆乎乎的眼睛, 打探着世界的小柿子。 第一浓重地说道, 张大夫问王爷, 你想抱抱吗? 不不不, 王爷连忙摆手道, 我这会手抖得厉害, 可不能抱, 甘德夫人您先抱着吧。 不知道为什么, 八王爷就觉得甘德夫人这人 地鞋得很, 比起自己抱, 他更愿意让甘德夫人多抱会儿。 没办法, 这会儿里头的产床还没换好, 张大夫也没法赶到八王爷进去 瞧瞧王妃去, 只能自己抱着小柿子, 给八王爷欣赏。 期间, 八王爷问了, 可能有八百个问题吧。 从孩子脑瓜子怎么看着有点歪, 到脸色怎么这么白, 再到孩子怎么没头发没眉毛啊, 哭了就问怎么哭了, 不哭又问怎么不哭了, 总之就是两个字, 焦虑。 张大夫建议耐心答了, 说是孩子生产的时候, 在产道里被挤压了, 头型不规整也是正常的, 过几日就好了, 另外肤色的话, 论谁在羊水里抛上十个月, 那也不会生出来, 就粉嫩粉嫩的呀。 毛发稀疏是毛囊还没发育完全, 另外哭的事, 是因为孩子不会说话, 他表达自己的高兴不高兴, 也就只能哭, 总之, 孩子一切都是正常的就是了。 他还劝八王爷, 孩子目前看来都挺好, 您真的不用太焦虑, 您太过焦虑, 太过操心, 反而对孩子成长不利。 好好好, 那我不焦虑, 不焦虑。 八王爷点了头, 紧闭着嘴, 每隔三次呼吸, 就打量下张大夫怀里的孩子, 就是他所谓的不焦虑了。 直到里头说收拾好了, 张大夫便顺势把孩子交给了王府的嬷嬷, 他让八王爷进去瞧瞧王妃去, 自己则准备赶紧溜了。 来人, 送甘德夫人回府, 把先前王妃准备好的东西, 都给夫人带上。 八王爷见张大夫要走, 便如此说道, 张大夫自然要客气两句, 不用了, 别客气, 都是应该的。 可此时的八王爷, 哪还听得尽这些客气话, 他直接急眼了, 夫人这般见外, 是因为本王刚才在外面闹得不成样子吗? 实在是对不住, 本王不是故意的。 一听王爷给自己认错, 可把张大夫给吓个半死, 忙收了东西, 说是自己先前太鲁莽了, 还得八王爷见谅才是。 有了笛子的八王爷, 快乐得简直要起飞, 哪还顾得上计较这些。 他赶紧说一切都是自己不沉稳, 甘德夫人, 您怎么可能错呢? 张大夫再不敢听王爷认错, 忙收了王爷的赏, 带着丫鬟和一箱箱的礼物上马车, 马里的溜了。 等赶到家门口, 正好遇到郑山妇赶了马车, 载了徐达要出门。 徐达一瞧, 是自家夫人回来了, 赶忙滚下马车, 三步跑到张大夫的马车边, 抢了丹燕和秋芬的差事, 扶着自家夫人下了车, 然后问道, 王妃生了, 你咋没喊我一起去呀? 我倒是能喊得醒您老人家呀。 张大夫没好气地继续说道, 还好咱们没住乡下, 要是住乡下, 你这呼噜打的, 我都以为房间里 充了头公牛进来了呢? 赶紧地找人把东西搬下来, 我吃口早饭, 得补觉去了, 一会儿天塌了, 都别喊我起来。 真正是累死个人了。 在这京城待着, 张大夫只觉自己能少活十年。 徐达这才探头 往张大夫的马车里一瞧, 好家伙, 满满当当一车的箱子。 你们, 咋回来的呀? 他很疑惑地问 正要跟着张大夫进府的邱芬。 邱芬一本正经地达到, 夫人对空间的利用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说完, 他便对徐达行了一礼, 跟着张大夫走了。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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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旁的郑夏 看着邱芬远去的背影 傻笑不已。 而徐达和郑山副 则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郑夏。 郑夏回过神来, 挠头问道, 不好笑吗? 好笑好笑。 徐达点点头, 然后又跟郑山副说, 郑叔你去街角那儿的 福山剧订桌洗面, 一会儿晚上我得带课。 郑叔点了头, 硬了声好, 便赶着马车走了。 伯爵府中的小丝, 很快便把张大夫 从王爷府得来的赏赐 都搬进了花厅。 此时花厅里头, 除了去上学的徐新 和当事人张大夫之外, 剩下的三人正待开箱。 菜式还是觉得不妥, 这东西是你媳妇的, 你赶紧地放好就是了, 还开开干啥? 我就好奇看看, 爹娘也开开眼界嘛, 徐达说着话 就把一个箱子给打开来, 才想说老婆子 我眼界早开够了的菜式, 话还没说出口, 就忍不住挖了一声。 但是挖好之后, 就立刻起身 站到自家老头子身后, 二话不说, 就去拖他的下巴。 好在徐老汉这回克制住了, 没有张大嘴, 不然舌头都要 被个老婆子拍断。 不过这也不能怪菜式, 实在是一箱子的金钉, 实在是黄的人眼下。 徐达还说呢, 怪不得这小箱子这么重, 原来是黄金啊。 这得多少啊? 菜式被自家而习 那可怕的赚钱能力, 给震慑到了, 喉咙难免有些发紧。 两千两。 徐老汉挣脱了老婆子的手, 从牙缝里挤出了声音。 徐达打量了下, 才说怕有五千两。 要说八王爷大方呢? 这可比皇帝大方的 多得多了。 天爷天爷, 你赶紧地把东西放好。 我去, 我去叫厨房准备些补品, 可得给你媳妇补补。 这钱吧, 虽然不是菜式的, 可他这激动与崇拜的心情, 真的就很难平复。 这会儿还是给儿媳去搞点吃的, 最要紧。 徐老汉也说, 后头的别开了, 你都直接进库房吧, 一会儿我怕下巴再掉了。 说完, 也转身跟着老婆子走了。 可不敢看了, 再看下巴, 可真的要保不住了。 接生的孩子, 就接生一个孩子, 赚了五千两, 黄金。 天爷呀! 徐老汉真的不知道, 自家儿媳到底是个宋子观音, 还是个财神娘娘啊。 他走了几步, 回过头, 看了看正撅着大定开箱查看的徐打, 心中很是疑惑。 所以他这么有本事的儿媳, 到底看中了儿子什么赖着? 张大夫一觉一直睡到儿子放学, 才被吵醒。 倒也不是徐欣存心吵他娘, 而是老两口从配封小馆回来得知, 儿媳居然还没醒, 怕他有个啥事, 便窜多了小孙子去儿媳房里瞧瞧。 毕竟公婆被骂没面子, 小孙子被骂嘛, 那不是挺正常。 好在徐欣来敲门的时候, 张大夫已经睡饱了, 也没啥起床气, 他自己睡得迷迷邓邓的, 还问儿子怎么不去上学呢? 娘, 我这都下课了, 听说您给八王爷府生了个柿子。 徐欣坐在套房中间的小圆桌旁, 自己捧着肉乎乎的脸, 惊奇地看着眼皮都睡肿了的娘亲。 要不是看小儿子还挺可爱, 张大夫这会儿就该打人了, 说什么混话? 什么叫我给八王爷府生了个柿子? 是我, 给王妃接生了一个孩子。 哦, 对, 儿子就是这个意思, 娘, 您可真厉害, 外头都说您是宋子观音转世呢? 徐欣夸起自己娘来, 也是毫不吝啬的。 张大夫连忙摆手, 这不能乱说, 子不与怪力乱神, 信这些, 不如信医学, 若世事都能求神拜佛, 那还要大夫干嘛? 那赵娘这么说, 妙语道观都没啥意义了。 徐欣虽然已经不叫铁头, 可头却依旧很铁。 被小儿子这么一问, 张大夫突然想起自己的来历来, 他愣了下, 才含含糊糊地回道, 那什么, 这个精神力也很重要, 你信了神佛, 觉得自己有了精神力, 这个也是一种能量嘛。 可娘, 徐欣还有很多的为什么, 不过张大夫岂能让他随意发挥。 儿子话还没问出口, 张大夫立刻打断他, 哎, 你爹呢? 怎么不见你爹? 哦, 我爹约了吴首府他们吃酒去了, 说是一会儿晚点回来。 徐欣答了一句, 这样啊, 那咱们在家也不能亏待自己, 今天让厨房给你做烤羊腿。 好爷, 娘, 我能不能请咱们宿舍的人一起来吃饭啊? 可以是可以, 不过这会儿去叫人, 是不是也晚了点? 张大夫觉得都快到饭点了, 再请人来吃饭, 多少是唐突了点。 虽然是孩子, 但是国子健的学生, 多少不得有点社交礼仪啥的? 可铁头却说, 不唐突不唐突, 咱们都是可要好的朋友了, 他们离咱们家都挺近的, 儿子现在就去喊。 说完, 徐欣就要往外跑。 张大夫还喊呢, 喊上证书跟在你啊。 远远飘来一句, 儿子不傻。 哈, 不傻。 小傻瓜, 张大夫忍不住笑了一句。 既然儿子要请小伙伴来吃饭, 张大夫好歹也得准备准备。 于是才休息饱了的张大夫, 换好了衣服, 急急忙忙去了大厨房, 给儿子筹办起铜窗聚会来了。 没多时, 果见徐欣带着一车大大小小的小子 到了伯爵府。 张大夫迎出来一瞧, 其中有一个显得尤为的突出。 因为这人便是 建安侯府的迟英杰, 这人年岁, 要比徐欣他们大上好几岁。 这孩子, 呃, 这小子大半年未见, 这身高可又穿了不少了。 不过身量是瘦了。 徐欣很热情地给大伙介绍了他娘, 张大夫倒也客气, 喊了孩子们去花厅里头做, 饭菜一会儿就备好了。 几个孩子恭恭敬敬地喊了甘德夫人, 坐椅行李不在话下。 迟英杰还不忘问一句, 爷爷在宁海过得如何? 张大夫答说, 过得很是不错, 活力四射, 他几日便给老侯爷换副膏药, 眼见着老侯爷是腿脚越来越灵变了。 迟英杰很是感激, 恭恭敬敬地朝张大夫行了礼, 感谢了张大夫对自家爷爷的照顾, 这才转身跟着徐欣他们去了花厅。 看着迟英杰那远去的, 显得有些瘦弱的背影, 张大夫忍不住跟旁边的婆母说, 这孩子, 现在倒是性情变了不少。 能不变吗? 菜是皱眉, 你儿子时不时回来说, 这孩子惨啊, 家里头请的先生都是极为严格的, 哪怕是侯府的孩子, 那管起来也是一点不留情面的。 不过要我说, 孩子可不得管吗? 不管怎么能成才。 徐达小时候, 哟, 我忘了, 还有个素菜没安排上, 你不用来, 我去安排就行了, 你去自己房里歇着, 一会儿我让秋芬把饭菜给你端来。 说完, 菜是抱头赶紧逃了。 孩子们的宴席, 自然让孩子们自己吃, 这才放得开, 酒啊什么的, 是不会提供的, 但是饭菜瓜果, 那都是变着花样的上。 一餐饭吃完, 几个孩子出门的时候, 皆说这是一顿吃了三天的量, 但凡再多吃一口, 肚子就要崩了。 别说, 除了持阴节, 别的几个孩子的肚子, 看着的确是比进门的时候要大了不少。 出来送别的张大夫, 看孩子们吃得好, 自然高兴, 让他们得空还来家里做客。 孩子们皆说下回一定再来, 持阴节也说, 下回他来做东, 让三斤上他们家玩去。 然后张大夫才得知, 自家儿子居然自三斤。 难听是挺难听的, 但是再难听也没有铁头难听, 看小儿子好像还是挺喜欢自己的字的, 他便也不做反对。 反正, 老徐的规矩就是, 孩子喜欢就行嘛。 送别了几个小子的张大夫, 再回到花厅, 便发现为啥我们家的坐垫少了这么多。 他问站在一旁的小儿子, 三斤解释道, 哦, 来的那几个铜窗, 出门前好像兜得了他们母亲的嘱托, 说是得带您坐过的坐垫回去。 他们问我要, 我便让他们自取了, 不过他们也不好意思大名发放地带走, 刚才都是塞在衣服里带走的。 怪不得刚才那几个小孩, 看着肚子大了不少, 原来如此啊。 可是, 为什么呀? 张大夫问道, 三斤耸肩, 不知道啊, 哦, 不过他们好像说, 他们家都想要弟弟妹妹侄子侄女之类的吧。 所以拿我们家坐垫是干啥? 让他们有病去人祭堂啊。 那哪挂得上号啊, 你明日抽空去瞧瞧就知道了。 说完, 三斤便说儿子得回去做功课了, 便行礼告退了。 张大夫看着缺了好几个坐垫的椅子, 真真是哭笑不得。 带得月上柳梢, 出去吃酒的徐达也总算回来了。 他回到房间, 还没等张大夫问话呢, 便朝张大夫做了个OK的手势, 然后说道, 没问题了, 都说妥了。 无手符合永逸后, 对你没什么意见吧? 张大夫问道, 哎呀, 小意见嘛, 多少有一点, 可一听我想回扬州, 那就都没意见了。 他们这些天都开始准备抛地了, 你说我们要不要买点啊? 徐达问道, 张大夫略意思索, 买少买点吧, 买上一两个小装子就行, 就用八王爷的赏赐买好了, 反正这个钱都是干净钱, 到时候真要查问, 也很好解释。 其实照他的想法, 既然要回扬州, 那就不用在京城买地了。 可这古代吧, 天气也好, 经济也罢, 都不太能预测, 所以哪都置办上点产业, 也算是一种抗风险投资吧。 买上一两个百莱姆的小装子, 投资自用两相宜, 倒也不错。 徐达也同意, 行啊, 改天我再问问无手辅他们, 有没有合适的装子要脱手? 那, 回扬州的事, 什么时候能知道结果? 张大夫也是有点心急, 主要是离家里头那个惹事经太远, 他多少有点担心? 结果不知道, 反正两日之后大朝会, 我就准备上奏了, 你提前跟你儿子, 还有我爹娘打个招呼, 到时候, 我怕咱们家会成为京城的重视之地。 徐达自己不担心, 他就担心爹娘儿子他们, 放心, 大不了就让他们都待在家里。 嗯, 这事儿不过估计一次大朝会还讨论不完, 反正到时候你们得扛得住一些才行。 张岚点点头, 放心, 我肯定比你扛得住。 哈哈, 是是是是, 今日八王爷也去我那饭局了, 他倒是没啥好顾虑的, 毕竟他手里的都是黄庄, 说是一定会力挺我的。 这八王爷也是第一次当爹, 那表现真是比猴也强不了多少。 虽然, 夫妻俩知道后头在京城的日子不会怎么很好过, 但是内心深处也没有太大的危机感, 两人便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到了半夜, 这才昏昏沉沉地睡了。 京城那头, 也是到了最后一哆嗦的关键时刻。 可宁海这头的郡主大人, 倒是过得属实也挺紧凑。 自从徐达和张大夫回了京城, 郡主大人那发挥起来, 可就更加的肆无忌惮, 不是, 是游刃有余了。 四仪馆虽还没建好, 但是招人的告示却已经张贴了出去。 也不知道哪来的自觉, 吹鸭就觉得这四仪馆就得他负责呀, 所以招贴也是他来写的。 首批招生八人, 五女三男, 男子年岁, 不能大于十岁。 想来报名的便问了, 这四仪馆怎么这么奇怪, 招女子便也算了, 怎对招的女子比男子还多, 且为何招的都是小孩啊? 在四仪馆里头打杂的小邹便道, 你们到底懂不懂事啊? 没看到咱们敬仪郡主是女的吗? 怎么能随便招了成年男子? 能找不到十岁的男子, 那都是郡主开的恩典了。 照咱们关线令的说法, 和该招七岁以下的小孩才是。 还有不服气的, 那我那天还看到个成年男子, 和一个十二三的小伙来读书呢? 那是郡主家姐夫和外甥, 你有本事也去娶个郡主家的姐姐妹妹去啊。 小邹解释完, 转身又跟围观的人群说, 行了, 别在这儿挡着了。 谁家有聪明伶俐, 干净懂事的女孩, 或者懂事儿的男孩的, 不论贫富贵贱, 都能来试试啊。 不过你们看看清楚招贴上写的呀, 咱们四仪馆所学, 皆是以海帽为主要目标的哈, 并不是考学用的。 送男孩来读书的, 自己想想清楚再来啊, 到时候考不了科举, 可别怪咱们。 大伙一听是不能科考的, 便也兴趣不怎么大了。 又不能科举, 还得收了学费, 真有着闲钱的人家, 自然是先考虑给男娃去私塾读书的。 所以, 招贴贴出去了四五日, 来报名者聊聊, 统共就收了三个女孩。 晚上春鸭给关木青开小灶的时候, 关木青怕春鸭因此气馁, 还给她打气呢, 没事, 第一次办吧, 老百姓总不太明白, 花了这么些钱的出路在哪, 过个几年, 知道学了阳文的好处, 四一管自然会办得更好的。 我知道啊, 春鸭弯了弯嘴角, 原本我也没指望招到多少学生, 本来也是新办的嘛。 不过来报名的三个小姑娘家, 的确有点见识, 到时候好好培养, 说不定能成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春鸭的计划是这样的, 学语言大概需要花两到三年, 毕竟她这种开挂的, 不能算数。 等培养出了手上的这些人, 到时候就由县牙牵头, 办一个宁海海帽中心, 按照春鸭的设想, 里头会更新一般商品每天的平均价格, 供买卖双方参考。 这些培养出来懂洋文的人, 便可以在海贸中心里头, 为买卖双方提供翻译和签约服务。 这就跟后世的进出口展会似的, 官方提供各种平台, 买卖双方在一定参考范围内, 自由定价就行了。 这事儿, 对于春鸭来说, 一点都不算新奇。 可对于关木青来说, 就是震惊的她三天没睡着。 这法子, 对她来说, 又如神赖一笔啊, 要真能实行, 那宁海这发展还得了。 她能同意春鸭的这个设想, 真的不是因为春鸭是她的未婚妻, 而是她真的觉得这个法子好得很。 所以春鸭一说干海贸事业, 关木青便倒, 三个人到底少了些。 还有呢, 春鸭神秘一笑, 关于庙里的几个孩子, 小老大说得给美娘看鸭场, 没空学了, 但是小老二和另一个老三, 都挺愿意来的, 这不就五个了? 再加上沈小胖, 一共六个, 第一批也不算少了。 关木青一笑, 真是谁都能被你惦记上。 那这两个孤儿的学费, 咱们县衙来吧。 不用。 春鸭白手, 等四乙馆班的新地方, 咱们的新班才开起来, 小老二和老三说他们以供底学费, 我同意了。 挺好, 关木青点头, 倒也算是以劳动换知识了。 倒是县令大人您似乎没付过学费呀。 春鸭忍不住斜眼看着关木青, 关木青立刻从怀里掏出个小玉佩, 上头还是嗑了个小玉兔, 瞧, 可爱吧。 我去杭州的时候看到的, 觉得与你很配, 便买了, 我给你戴上吧。 说着话, 关木青就要起身给春鸭带那可以挂在脖子上的玉佩, 春鸭一句好呀, 还没说出口, 就听身后的丁香一声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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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差点没把肺嗨出来。 是的, 没错, 由于夫人和爵爷不在, 丁香为了完成夫人临走前的嘱托, 硬生生从门外, 移到了门内。 春鸭哈哈大笑着, 拿过了关木青那略显尴尬的手中的玉佩, 然后递给了丁香, 谢谢丁香了, 帮我戴上吧。 等丁香给他戴好了玉佩, 春鸭才问关木青, 也不知道八王爷的马车队, 倒没到京城, 我爹娘怎么也没个消息。 唉, 真是爹娘行路女担忧啊。 放心吧, 关木青安慰他, 王府的侍卫不比皇上的侍卫差, 达叔兰姨一路的安全肯定是有保障的。 也不知道我爹这回能不能办成事。 太子临走前留了个人给我, 他可以直接从驿站发家级的信件。 太子吧, 现在是把关木青当亲信培养的, 所以对他还算优待。 春鸭点点头, 也行, 不然我都没心思搞事业了。 哦, 那还是别写了吧。 关木青很自然地回答道, 惹得丁香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春鸭大骂他的死人头没良心啊。 他这么累死累活的, 还不是为了他这个破险。 到底谁是宁海的县令? 关木青立刻讨饶作医, 说这嘴最近也不知道随了谁了, 碎嘴子的都不行了。 春鸭立刻道, 随我师父。 对了, 那四仪馆在安全前提下, 还是在催催功吧, 我真是被我师父烦透了。 两位信奉不同神仙的大师, 时日都要在菩萨庙干上一场, 县令大人赶紧解决一下这个 宗教信仰的冲突问题吧。 知道知道, 马上快完工了, 罗伯特先生要的小教室也给安排上了。 教堂不是教室, 春鸭纠正道, 关木青点头, 哦对, 有杨商来, 听说咱们这儿马上会有小教堂, 居然都很感兴趣, 说下次来一定要去瞧瞧。 寄托嘛, 春鸭解释道, 他们那教堂, 跟咱们菩萨庙似的, 反正都是用来祈求平安顺利, 然后忏悔自己的过错之类的吧。 罗伯特先生想要个小教堂, 春鸭没有反对, 原因也是想着杨商来了, 能有个地方能让他们寄托下自己的精神力吧, 这也算是招商引资的一个小小小妙招。 不过这事儿, 跟道心师傅一说, 道心师傅当即就决定, 罗伯特是怎么砸他厂子的, 他到时候也要去给他砸厂子。 道心师傅说这话的时候, 大师傅还说他呢, 什么破和尚还搞报复这一套。 道心师傅的原话是, 这怎么叫报复呢? 劝人信佛, 这是功德呀, 怎么是报复呢? 不过, 师兄我劝你一句, 咱们真和尚的事儿, 你这假和尚不要掺和, 你这破和尚自从放弃了修臂口禅, 怎么火气带了这么多? 天天地吃烤番薯, 蒸番薯, 煮番薯, 番薯粉, 番薯干, 怎么可能火气不大? 道心说出了自己的心酸, 大师傅一听就给他报菜名, 你没吃春鸭带来的绿豆糕, 桂妃饼, 芙蓉糕, 山楂锅盔, 枣尼酥, 八宝饭哈。 阿弥陀佛, 那羊和尚好像又在念经了, 我得瞧瞧去, 师兄你自辩。 两人的对话, 一般结束起来, 都是如此的猝不及防的。 第二日, 春鸭就写了信, 快马往京城送去了。 不过还没等收到春鸭的来信, 徐达便已经迎来了命运中的大朝会。 皇帝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知道, 今日挨雷批的是徐达, 可他自己却非常的紧张。 带到文武百官进了明德殿, 皇帝甚至还默默地深呼吸了几次。 有特权坐在皇帝下手的八王爷, 见皇帝脸色略带苍白, 还不忘小声安慰他, 皇兄放心, 钟永伯可以的。 看着这几日, 笑容好像刻在了脸上的八王爷, 皇帝美好气地说, 他又不是甘德夫人, 哪有那么靠谱。 那皇兄不相信钟永伯, 难道还不相信甘德夫人的眼光? 他选中的男人, 一定没问题的。 没办法, 八王爷已经是甘德夫人的谜底了。 这话, 苏九听着觉得好笑, 这世间哪有女子挑选男子的道理? 又不是长公主? 嗯, 八弟说的甚是有理。 皇帝点了点头, 苏九忍住了吐血的冲动, 决定以后看到甘德夫人就匍匐在他脚边。 很快, 朝臣都站在了自己既定的位置, 决定匍匐的苏九, 看鸿炉四官朝他点头, 便甩了手中的浮沉, 高声喊了一句,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之后, 便有手持护板的朝臣, 开始议事论事。 而高坐在龙椅上的皇帝, 此时听着朝臣们上奏, 基本都答说发往各部, 或者内阁在论。 他今日的确没太大的心思, 处理那些比较平稳的事, 因为他的眼神完全被徐达给深深地吸引了。 这货居然还在打哈欠, 连带旁边的泳衣后, 看着都全身紧绷的感觉。 为什么只有这货还在打哈欠? 啊, 好想下去疯狂地摇晃他, 让他醒醒神啊。 打哈欠这事呢, 也实在怪不得徐达。 昨夜因为跟张大夫预演练的实在太晚了, 早上又因为有大朝会, 起得也很早, 所以打哈欠这事, 倒也不是徐达故意的, 实在是生理无法控制。 不过要说紧张, 他倒也不算太紧张, 反正身头一刀缩头一刀, 总得挨一刀, 没啥好多怕的。 大朝会进行了大半, 朝堂上要启禀皇帝的事宜, 基本都已经说完了, 在大家看来, 今日的大朝会与往日的也没什么不同, 既然该说的事都说完了, 那大伙就一门心思等着大太监喊退朝便是了。 此时, 皇帝见徐达站着也不动, 便破天荒地问了句, 还有人有折子要参吗? 众人还觉得奇怪呢, 皇上平日基本都是起身就走的, 今日怎么还问了一句, 是嫌他们还不够会搞事吗? 那下次大朝会, 启禀皇上, 微臣, 有本要餐。 徐达说着话, 朝前跨了一大步, 正带下班的诸位朝臣, 皆看向刚从宁海归来的徐达, 心中很是好奇, 这位是从宁海带来什么消息了吗? 皇上开海也准了, 成国公一家, 养病的养病, 四级的四级, 吃斋念佛的吃斋念佛, 他们想不出, 这宁海还能搞出什么事来。 很多人心中开始了猜测, 不知道这位, 这次是又要端了谁的老巢了。 皇帝见徐达终于动了, 立刻说道, 有本就餐。 手握护板的徐达, 朝皇帝略一作一, 然后侃侃说道, 微臣在宁海, 掌宁海施伯斯一事, 约有半年多的时间。 期间, 微臣发现, 由于施伯斯所有行政令都要从布政史斯获得, 布政史斯还得受护部管辖, 所以行政效率非常低下, 根本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海帽市场。 而海帽的潜力巨大, 像我们现在用的手枪机枪, 都是从西洋冲改良而来, 连大干海军如今配备的最高等级的无敌霹雳炮, 也是从红衣大炮改良而来。 更有咱们的茶叶丝绸, 瓷器布料, 皆很受洋商欢迎。 这些产业, 能养活咱们多少百姓。 所以微臣觉得, 施伯斯应该顺应海帽瞬息万变的发展局势, 尽快与布正史丝与户部脱钩, 单独成立一个部门, 改施伯斯为大干海关, 直接与六部并立, 海关关税直接纳入国库, 不再由布正史丝管辖。 徐达这话说完, 朝堂上为之一尽。 当然, 皇帝这会儿还是要表态一下, 说两句此事要慢慢商量之类的场面话。 可还没等皇帝开口, 底下户部就炸了锅了, 户部尚书上前一步。 正在说话, 没想交易时已经杀了出来, 大喝一声, 钟永博。 你好大的胆子。 此时已经是御史大夫的耿大人, 更是激动地往前了三步, 钟永博。 你乱我大干朝纲, 到底意欲何为? 户部尚书罗大人, 更是气到跳脚, 钟永博, 咱们户部之事, 关系到国本, 岂容这般儿戏。 可徐达本来就是个魂货, 压根不怕他们的, 这些人的问题, 他一概不回, 只悠悠地说, 诸位大人急什么? 我还没参完呢。 说完, 他又朝皇帝做了一衣, 朗生说道, 皇上, 臣, 另有本要参。 罗大人急得跳脚, 就怕这祸下一本事 直接把盐税农税给他扒了出去, 那他还干个屁。 于是, 罗大人拿着护板出列, 然后朝皇帝一拜, 皇上, 您明鉴啊, 钟永博这纯属, 就是胡搅蛮缠。 皇帝做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回道, 行了, 朕难道还没点辨别是非的能力? 徐达, 你还要说什么? 赶紧说。 焦御史还想上前阻住, 却被他顶头上司, 耿大人扯住了, 耿大人小声说道, 一并发难。 常人上奏, 一般都是紧要的事情, 放在前头, 小事放在后头。 所以, 耿大人想的是, 到时候小事倒是可以不计较, 但是这要改朝纲的事, 徐史台肯定得跟钟永博死磕到底。 当然, 除了护部和徐史台, 内阁几位心中也很是震惊。 虽然看吴守府的样子, 很是淡定, 便知徐达肯定提前和他通气了。 但是怎么说呢? 内阁总有内阁的脾气, 因为吴守府也没什么个人魅力和家族势力, 虽然表面大家都以吴守府为尊, 但是, 像这种真事, 内阁也总有人会站出来说两句。 小事可以看吴守府眼色形势, 大事嘛, 他们是不会被草包护有太多的。 不过钟永博还有事没有说, 几位阁老决定听听钟永博还要放什么屁, 顺便想想该如何完美地反驳钟永博的提议。 得了皇帝首肯的徐达, 深吸了一口气, 而王宗元却深深吐出了一口气。 坐在皇帝下手的八王爷也收敛了微笑, 下意识地挪了挪屁股。 永义后则和吴守府两人则低着头, 默默地想着自己现在就是个死人, 你们都不要跟死人说话。 皇上, 徐达开口了, 微臣是从一介不一, 走上了这钟永博的位置。 要说这朝堂之上, 最能知道农人困苦的人, 非微臣莫属。 原本微臣只觉农人困苦, 只当是老天时常会发威之缘由。 可此次在宁海, 咱们抄没了邵家的田地, 细算下来, 仅邵家一家, 在宁海县内, 所占土地居然有半数之多。 这还不算宁海县内秀才尽是所得的御赐良田, 和乡绅地主头县的土地。 查抄了邵家之后, 微臣让官县令新更了宁海的榆林侧发现, 宁海县真正拥有自己耕地的农人, 耕地面积, 只占宁海所有耕地面积的三成。 遇刺农地和乡绅地主头县的地不需要交税, 像邵家这样当地的大地主更是里外勾结, 千亩的地只需交百亩的税。 所以拥有三成耕地的农人, 起码要负担宁海县七成以上的农税。 微臣这才知道, 原来比老天爷更狠的, 还大有人在。 虽然微臣读书不多, 见识浅薄, 但是也能看得出宁海之事绝非各立。 所以微臣今日恳请皇上下旨, 减少对有功名之人的田地赏赐, 禁止乡绅地主投献土地。 各县每年都应上交于林策, 以备朝廷查实。 皇上, 今日微臣不为自己请命, 只为千千万万的农人请命。 耕地乃国之根本, 万不可大义呀, 皇上。 说完, 徐达便把手中的护板往地上一放, 然后跪倒在地, 光光光往金砖上就是三个响头。 再抬起头, 他已泪流满面。 没错, 这货又把自己说激动了。 可还没等皇帝喊徐达起来, 底下就炸了锅了。 杀千刀的钟永博。 T&D赶尽杀绝啊。 御史台第一个大喊, 钟永博贼子。 为自己一己私欲, 居然坑害天下读书人。 徐达也不用皇帝喊他起身, 前头还在泪流满面呢, 后头就立刻跳江起来大骂, 天下读书人好不要脸。 坑我大干农人。 罗大人不干了, T&D徐达, 他今天不敢死他不是人, 钟永博。 你, 你什么你? 徐达战斗力开始爆发了, 你先说说, 你名下有多少田地? 你又收了人家多少投下来的土地? 你说啊。 罗大人被问得一猛, 一时答不上话来。 不过全朝堂都是读书人, 立刻有人大喊, 钟永博你难道没有遇刺土地吗? 没有啊。 徐达面对朝臣, 大意凛然地喊道, 我就没考过秀才, 根本没拿过遇刺的土地。 就一副很骄傲的样子, 问他的人直皱眉, 没读过书, 做的又是什么官? 我做官了吗? 我是伯爵, 伯爵是官吗? 徐达反问。 底下的朝臣, 皆被钟永博的言论给震惊了, 焦玉使大骂徐达谄媚。 有个别家庭条件过于优越的朝臣, 更是把徐达说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公敌。 皇帝冷眼瞧着下面炒成一锅粥, 然后暗示了下八王爷。 八王爷立刻会议, 大声喊道, 都静一静。 声音直接被淹没在了声讨徐达的吵嚷声中。 八王爷看了眼原本站在朝堂一侧的传儒四清。 好吧, 看那血脉喷张, 却没点声音的样子, 八王爷知道他们也是尽力了。 没办法, 八王爷只能喊苏九叫人拿来了一面铜锣, 光光光一敲, 好歹算是暂时控制住了场面。 炒什么炒? 既然钟永博有提议, 你们有反对, 那也好好说。 炒能解决问题吗? 不过本王觉得钟永博的提议没有问题。 八王爷朝皇帝略报了报权, 继续说道, 皇兄, 陈帝倒是觉得钟永博的提议能不能实行, 要怎么实行, 咱们可以另论, 但是各地榆林册都交上来查上一查, 总没有错吧。 皇帝点了点头, 陈生道, 是, 榆林册很多地方, 三四年不往户不交的也不是没有。 罗尚书, 你这不急这些, 倒是先挤起头线之势, 是为何呀? 罗尚书立刻下跪道, 微臣也是怕钟永博的提议真要实行, 恐要伤了天下读书人的根基呀。 微臣, 有个疑问, 大伙转头一瞧, 是王宗元, 王大将军从武官的队伍里走了出来。 你说, 皇帝朝他点了点头, 王宗元拿着物板, 对准了罗尚书, 大人, 五等武将, 天生的使命, 便是保家卫国。 可晚辈自小也是读过书的人, 知道读书人读书, 自是以横取四句为使命。 罗大人, 晚辈现如今就想问一句, 如今咱们大甘朝的读书人的使命, 甚是变了。 读书, 到底是为了更多的土地, 还是为了这大干的百姓? 说得好, 徐达立刻鼓掌, 王宗元不愧是读书人啊, 真是读书人才懂得, 如何真正戳读书人的心窝子啊。 罗大人心中大骂王宗元, 这狗笔虚伪至极。 可却又不能说, 没钱难道让我们一家老小都吊死吗? 见罗大人一时答不出话来, 便有其他的上书大人怒喊, 五等为官, 自是为了百姓。 可咱们寒窗苦读数十载, 难道就配了吃康宴菜吗? 读书人, 就不是人了吗? 也不是说你们不是人, 这不是还在讨论吗? 八王爷调和道。 王宗元冷笑一声, 呵呵, 吃康宴菜。 大人们那叫吃康宴菜, 那可能是没去过北京和风吃沙, 乳南吃观音土的人吧。 说完, 他便朝皇帝做了一衣, 朗声喊道, 皇上, 微臣复义钟永博之提议, 令自愿把当初科举之时, 遇刺的官田归还朝廷。 皇帝摆了摆手, 复义便复义, 这还田的事儿, 以后再论。 既然这事儿还只是在讨论, 朗爱卿不必那么激动。 既然八王爷, 王将军与钟永博都表明了心计了, 那还有谁, 要复义钟永博的? 朝堂上的大臣, 死死地盯着徐大和王宗元, 就想着, 好在就这俩货, 一会儿他们的口水喷, 也能喷死他们。 没想, 吴守府和永毅后, 缓缓地从队伍中走了出来, 臣, 复义, 永毅后低头说道, 吴守府接着说, 微臣, 也复义, 文官集团又炸了, 特别是内阁, 觉得吴守府简直疯了, 平日里有消息灵通的, 这会儿只要把户板捏碎, 好好好, 好你个吴英良, 好你个永毅后, 要说前几日听说这俩货 集出了京郊的地和庄子呢, 还把价格卖得很便宜, 据说两天就出手了六七个庄子, 原来, 好啊, 压不住脾气的, 直接上前质问, 吴守府前几日卖了家中田庄, 就是为了等今日钟永博上奏吗? 你们这是有预谋的, 卖了家中田庄, 我不知道啊, 吴守府威仪皱眉, 我是一副完全不知道实情样子, 许是我家夫人, 卖了嫁妆贴补家用吧, 不过, 这都是我家私事, 就不劳大家费心了, 朝堂上, 还是该论朝堂之事才好吧, 邱大人是礼部的侍郎, 知道这吴守府向来难缠, 于是庄公向来在朝堂上 没什么存在感的永毅后, 那永毅后卖的庄子, 难道也是夫人陪嫁? 哦, 那是族产, 这些产业, 究竟从何而来, 还得追溯到大干开国之初? 想要查清, 恐怕还得请了倒是烧香做法, 问问我那泉下有知的祖父, 二是祖妈, 有恃无恐, 不过永毅后其实也没说错, 十家的田产宅子, 很多的确得追溯到开朝之时, 再经过一代代的增增减减, 还有你换给我, 我换给你之类的事, 这要彻底查清, 可能还得做法招了祖皇帝来, 李不秋大人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指着眼前的混子, 你你你个不停, 他又不能说你搞什么迷信, 自己还是个掌管祭祀典礼的, 说人家搞封建迷信总不太对劲, 不过邱大人不敢开口喷, 不代表其他的有绝之家不敢开喷呢, 有几家早就看不惯永毅侯的, 挤在一起就开始指着永毅侯一顿声讨, 永毅后再怎么样, 也是个侯爵, 在圈子里头混久了, 贵族家中的阴私, 那基本就没有不知道的, 人家怒斥他假人假意, 他就骂人家欺负贤子不孝, 到头还有个趴在祖母头上的妾, 之家真正是一塌糊涂, 就和该让皇上这个之家无能之罪, 要说阴私吗, 大家大族的, 谁家没有呢? 一听永毅侯这不要脸的东西, 开始报家仇, 贵族人家便开始一哄而上, 开始问候他家祖宗十八代, 可永毅侯早就看清了, 他自从跟着徐达混了, 那就等于是被整个主流贵族圈抛弃了呀, 这都闹成这样了, 他们永毅侯府就休想再回主流圈子了, 既然如此, 那他就无所畏惧了呀, 一个战士, 不是, 一个侯爵, 他决定自己开始无所畏惧, 且身后还有皇帝的支持, 那战斗力可是得爆发式增长的呀, 于是他拉上了徐达, 以两人之力抵住了七八人的火力, 而王宗元和吴首府则抵挡着文臣们的火力, 武将们自然也有御赐良田, 可他们的田地, 基本都是打仗得来的赏, 跟这波讨伐的基本就没什么关系, 他们倒是进入了看戏模式, 时不时的, 还有跟王宗元关系还不错的, 还在一旁拱火, 说要说文人还是嘴皮子厉害呀, 也不用上战场拼杀, 还得了不少良田, 却把自己说的跟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 要论颠倒是非黑白, 还是诸人大人厉害呀, 气得文臣这边还得抽空去骂几句武夫董个屁, 你们只知道打打杀杀, 可却不知治理国家, 仅靠打打杀杀能把偌大一个国家治理妥当, 让百姓安居乐业吗? 你们用气力, 我们用脑力, 到底谁比谁轻松? 要说这个, 武将肯定不服啊, 本来嘛, 大概都是同级武将要比文官低半级, 一说到到底是轻松的话题, 武将们也不干了, 有粗糙的, 直接就开始口吐芬芳, 怒斥文臣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白骨鹿野? 文臣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还从跟王宗元和武首府对峙的人里头, 奋出一波, 给那些武夫普及普及, 到底一个国家的运作, 有多复杂, 其实他们这些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只知道要前打仗的武夫所能想象的, 于是, 几波人, 就这么在明德殿内, 吵得不可开交, 简直是一片乌烟瘴气, 不堪入目, 可皇帝却坐在高高的龙椅上, 好像这事儿压根和他没什么关系一般, 要不是因为有人甚至要动起手来, 皇帝还是得让人去拉架, 不然的话, 苏九甚至觉得可以给皇上端点茶点, 泡壶茶来, 要说人品, 到底还是八王爷好些, 虽然他也看戏, 但是时不时还是要劝上两句, 好了, 别吵了, 都不容易嘛, 传卢寺你们记一下, 刚刚有人乱吐口水啊, 好好一个大朝会, 就被徐达搞成了一锅臭鱼烂虾煮的粥, 带猪人吵到口干舌燥, 喉咙嘶哑, 特别是那些老臣, 吵什么吵, 一个个都号称以天下为己任, 如今连事都还没论, 就恨不能当堂打起来, 还有点朝臣的样子吗? 此事, 下回再一把, 你们傅义忠勇博的, 拿出傅义的理由, 反对的, 就说出反对的道理, 对了, 至于士博司那事, 便以下回大朝会之时定下来吧, 红炉寺, 今日莫无法纪, 亵渎圣听之人, 都给朕狠狠地发, 说完, 便甩了衣袖, 扬长而去, 而红炉寺青此刻只觉舒爽无比, 哑着嗓子回了声势, 然后一个个开始唱, 永逸后催了口口水, 罚半年年缝, 罗大人骂娘, 罚奉一年, 钟永博骂了不可描述的黄白之物, 罚奉半年, 安阳博踩了钟永博一脚, 但是钟永博倒地讹诈, 所以安阳博罚奉一年, 仗则武下, 钟永博当堂吵闹讹, 并在家罚半年年缝, 王宗元和吴守府, 那都是读书人, 骂人都不带脏话的, 所以就没备成, 不过可惜教育史还是冲动了, 因为被吴守府激怒, 当堂把护板给掰断了, 所以不止罚了一年年缝, 且还要外加仗则二十, 武将那里就更不得了了, 除了王宗元, 就没有一个讨脱的, 一朝堂的文武大臣, 除了那些太老, 跟不上骂人节奏的老臣, 其余皆把年缝贡献在了知名德殿中, 此役, 国库居然成了最大赢家, 而大干开国至今, 红卢寺从未开出如此多的罚单, 搞得他们也很猛, 今日这事儿, 应该不会是钟永博串通了皇上搞钱吧, 不会的不会的, 红卢寺卿站在大殿一案的角落里, 疯狂摇头, 只觉自己简直不像话, 把皇上想成什么了, 退朝的时候, 以徐达为首的复义集团走在头里, 后头皆是好似在互相聊天, 其实, 真实目的是继续讨伐徐达他们为了讨好皇上, 断人生路, 徐达他们连搭理都不带搭理他们的, 只管自己走自己的路, 时不时的还凑在一块地鱼两声, 然后哈哈哈哈大笑几声, 做出一副好像在嘲笑后头的人的架势, 要不是随行的太监再三提醒, 大人们的年缝都罚完了, 还是消停消停吧, 白干活备也算了, 总都能倒贴吧, 大伙这才没有冲上前去, 再跟徐达他们干一架, 照理, 下了大朝会, 各部的官员就得回各部轮值办公去, 可今日出了这么大的事, 大人们也无心办公, 出了宫门, 就直奔往日常去的茶楼, 说得商议商议, 下次大朝会, 怎么把钟永博他们一伙人压制住, 这会儿有记性好点的大人便问了, 那是博斯的事, 咱们该怎么议, 都什么时候了, 还是博斯呢, 这事儿该让罗大人伤脑筋去, 咱们又不管互部之事, 这事儿让罗大人自己想办法去吧, 行了, 别打岔, 咱们还是得商议商议, 这田地的事儿才是正经, 诸人街道, 是是是, 还是商议天下读书人的利益, 才是正经事儿, 由于徐达这个雷炸的够大, 甚至可以说, 是大旦开国以来, 最为寂静冒险的一个改制一建议, 所以, 这事儿不到两天功夫, 就在京城传开了, 当官的凑在一起骂徐达就不是个东西, 自己捡了钱袋当了伯爵, 就不管他们这些读书人的死活, 可真是不要脸, 老百姓倒是觉得这钟永博, 不愧是平民伯爵, 倒是有几分真心为民办事的样子, 可惜, 徐达此人虽然比老百姓是高几个头, 但是放在京城, 这伯爵也不够看啊, 大伙只能摇住钟永博能顶得住那些臭酸文人的火力吧, 处于风暴眼中的徐达, 此时却悠哉得很, 早上收到了女儿的来信, 这会儿他正奋笔疾书, 忙着给幕后策划者汇报战绩, 张大夫则在一旁说着, 这几日他也不准备去人际堂了, 他去了那儿, 反而搞得人际堂里头乱哄哄的, 因为徐达的缘故, 所以很多贵妇都觉得以后还是得少跟甘德夫人来往, 可京城豪门士族虽多, 但是老百姓更多呀, 人家才不管张大夫到底是谁家的, 反正老百姓觉得他是先家的就成了, 所以一听说张大夫出诊了, 好家伙, 人际堂直接被挤破了两扇门, 吓得张大夫去了一日, 便直接歇业回家了, 正好出门上学的徐心, 见爹娘都在花亭里头, 便跑去问候道别, 徐达问他, 国子剑里头, 这两日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说不好, 徐心这么回答, 张大夫很是不解, 什么意思? 欺负就是欺负, 没欺负就是没欺负, 什么叫说不好啊? 于是徐心便耐着性子, 冒着迟到被打手心的风险, 这样那样的跟张大夫解释了一番, 原来, 倒也不是国子剑里头的学生不安适事, 完全不受家里的影响, 而是, 的确有人找了徐心的麻烦, 但是被徐心拉着去找了祭酒大人, 准确来讲, 是被大勇低流着去找了祭酒大人, 说要听祭酒大人便理明是非, 徐心说他就想问问祭酒大人, 读书人不为天下, 不为苍生, 为的都是眼前的银银狗狗, 那为何还要读书名里? 只想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那大家不如回家种得卖番薯去好了, 再不计, 去做了商人, 明明白白地赚钱做买卖, 也比如今读住书, 脑子里却只有钱, 没有天下来的好啊, 祭酒大人, 明明心里头气得要死, 手上那么多的庄子土地, 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可却也不能说徐心说的这话不对, 圣人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平日里, 他们也都是这么教学生的, 如今总不能反过头来, 骂为民请愿的钟永伯不是东西吧, 所以, 祭酒大人说了, 徐心说的没有错, 国子健是读书的清静地方, 切不可把这些朝堂上大人们, 还没变明白的事, 带到这里来, 可徐心不服气啊, 祭酒大人虽然说这事不能在国子健论了, 可他却没说这事他爹做的对还是不对, 虽然徐心知道他爹在朝上提玉次田地一事, 目的也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 现在细想来, 徐心觉得他爹提的这事本来就是对的呀, 为百姓解忧, 为农人减负, 合错之有, 所以他就盯着祭酒大人, 今日可得给个说法, 对还是不对, 都得说说道理, 变变是非, 学生今日也就请刺脚了, 全国最高学府的祭酒大人, 虽然官职不算高, 可却是天下读书人都仰望的存在呀, 这伙人被堵在自己办公房里头, 门外也被学子们围得水泄不通, 他能怎么办, 他只能支持徐达, 为民请愿啊, 不过这里越讲, 他越觉得自己之前是越过越浅薄了, 嘴上说着为万事开太平, 心里却盘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也不能说自己错了, 只能说自己是亡了, 这一说一遍, 祭酒大人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服学生, 反正他自己是信了, 哈哈,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 还能把祭酒给说服了, 比我厉害, 徐达充分表扬了儿子的战斗力, 而徐昕却很谦虚, 没有, 是祭酒大人, 自己说服了自己, 张大夫见儿子如今开朗自信, 倒也不担忧他会吃亏, 主要他们班还有个超龄儿童持音节, 跟徐昕还挺要好, 也能罩着他, 所以他倒也不反对儿子继续去学校, 不过, 走之前他也得叮嘱两句, 不要跟人家起冲突, 儿子知道, 有了冲突, 我就拉着他们去找祭酒大人店里去呗, 说完, 便拎起了自己的小书包, 喊上大涌, 匆匆往国子溅去了, 徐达忍不住在给春鸭的回信上再添一句, 三斤, 也长大了, 很快, 徐达写完了信, 说是一会儿亲自送到将军府去, 张大夫叮嘱他, 路上去配风小馆瞧瞧, 爹娘也不愿意停业, 别到时候有人找麻烦找到那儿去, 放心, 徐达拍胸扑道, 西风寻舟在哪儿, 你怕啥, 再说了, 我娘的战斗力你又不是不知道, 没事的, 可嘴上说着没事的, 徐达去送信的途中, 还是顺道去了趟配风小馆, 却瞧见了自家的配风小馆, 进进出出的客人, 比平时还要多些, 周遭百姓倒也不是急需买点啥, 主要吧, 还是叛逆, 谁让那些大官大地主不得尽了, 管他是谁, 他们反正都支持, 倒也不是平日里受了多少天大的委屈, 主要是那些人平日里进进出出药物扬威的, 老百姓虽然嘴上不说, 心里头多少有点希望他们有朝一日摔个狗吃屎的, 现在这是绊子的人来了, 老百姓自然的一丝一丝支持支持嘛, 明目张胆的不行, 买点菜干酱菜的, 总可以吧, 配风小馆, 本来定位也不是做达官贵人买卖的, 所以这两天, 莫名其妙的销量突然暴增了一把, 搞得菜市也很烦躁啊, 他就嫌弃, 送来京城货太少了, 这五六天一卖, 存货又要见底了, 剑配风小馆没啥事, 徐达便晃晃悠悠去了将军府, 把自己的信件交给了关静, 到时候王宗元会把他们两家的信件, 统一用军中的信誓送往宁海的, 不过今日王宗元也不在府中, 关静见识徐达来了, 也不用避嫌, 亲自出来招待了一番, 徐达问及王宗元这几日有没有被骚扰, 关静微微一笑, 把他们老王家的去世略微讲了讲, 原来自从那日徐达炸了雷, 王宗元为了清静, 干脆就跑去了京郊, 这几天都在练兵, 没有回府, 有王家族亲来将军府探听消息的, 都被周妈妈给谈了出去, 只说将军这几日练兵, 一直在京郊, 夫人带着两个孩子, 不便见客, 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王家可是名门望族, 家中别说为官者无数了, 连带皇后都是王家出身, 当然, 早也有人去信宫中问过情况, 可皇后只让他们不用着急, 等着便是了, 可等着, 绝不是名门望族的作风啊, 将军府和皇宫他们进不去, 那王家他们总能去的, 于是, 王家家主, 王清博就背了锅, 连番地被王家族亲讨要说法, 有气性大典的夫人, 干脆杀上门去, 找了詹氏, 问他们家王将军, 是不是准备为了讨好皇上, 拿他们当垫脚石, 詹氏那是白口莫辩, 说自己只是个继母, 那么大的儿子, 哪里是他能管的, 气得来讨说法的夫人们联合起来, 直说詹氏做不了儿子的主, 便不要做这王家的主母了, 背后还有人议论, 这詹氏真不愧是小妾抬起来的主母, 一点都上不得台面, 分不清轻重, 气得詹氏直接躺在了床上, 在不肯见外头来的母老虎们, 而王清博更是子债复偿, 被逼得没办法了, 他只能去京郊找儿子, 儿子倒是见到了, 可两人不过在军营门口略说了几句, 王宗原的意思就是, 父亲不必为子忧心, 这事能能成, 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有人来问, 便说皇上还会再定夺就行了, 急得王清博直跺脚, 人家是这么好应付的吗? 如果真的那么好应付, 我又何须来这一趟? 王宗原便反问他老父亲, 那他们想知道什么呢? 皇上是不是真的有意改制衣土地? 王清博问道, 这不是还没论好呢吗? 皇上怎么做决定, 儿子作为朝臣, 怎么好随意揣夺? 爹,您回吧, 郊外风沙大, 儿子还得练兵, 就不送您了。 家里头再来亲戚, 说得通便说, 说不通便不用多理睬, 左右也就两三次朝会的事, 这事便知晓到底办不办了, 让他们再耐心等等吧。 说完, 他也不管他老子在后头怎么喊, 头也不回的就回了军营。 倒了血眉的王清博, 看着儿子远去的背影, 除了骂两句娘, 别的也干不了啥了。 比起王家被那些蹬鼻子上脸的足亲谩骂, 永一侯府战斗力却要强上不少。 毕竟, 王清博是个和最有出息的孩子离心了的, 已退休的老干部, 可永一侯家到底还算是有点身份的, 一般的官员也不敢随便来招惹。 除了京城的那些公脖子绝架, 特别是被罚奉一年的安阳博, 就又跑去永一侯府骂娘去了。 可永一侯的态度就让人很难捉摸了。 他非但没有在朝堂上那样跟安阳博对马, 反而还把安阳博请进了家门, 好好分析了这朝堂上的事给他听。 安阳博, 你说说, 你是不是被他们窜多来了的? 永一侯请了安阳博去了茶室, 开门见山的就问, 安阳博矢口否认, 没有, 别瞎说, 我是自己想来的。 这有什么好否认的, 我又不是没混过你们这圈子。 永一侯见安阳博又要说话, 便一挥手, 你先听我说, 等我说完, 你便懂了。 咱们呢, 大部分世家都是躺在祖宗功劳部上吃饭的人, 家中能出几个有出息的孩子, 你我心里头多少都是有点数的。 可光有这名头, 有啥意思吗? 多少世家贵族, 表面风光, 那里到底亏空了多少, 人家不知道, 难道咱们心里头没点数吗? 且咱们领的, 都是虚执, 可钟永伯他们那帮人, 要么就是给皇上开疆拓土, 要么手握重兵。 或者像无首府那样的, 你们看着他好像只会拍马产妹, 实际人家才看得透彻, 要不然, 怎么会从一个小小的侍郎, 混上首府之位? 我就问问, 你混的是家圈子, 有哪家的孩子, 有这么大能耐, 可以靠一己之力, 混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你还指望巴结他们呢? 你也不想想, 笛子数子有多少? 殷亲莲金又有多少? 真有好出路, 自家都不够分, 还轮得到别家? 安阳伯被永一猴说的, 陷入了沉思。 他为啥要当着马前组? 不就是为了能在圈子里混得下去吗? 可混下去了, 又如何呢? 除了多点交际, 多点诗会茶会赛马会, 对他们安阳伯府来说, 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吗? 原本他也不想多想, 可被永一猴一提醒, 他就觉得混在那圈子里, 做个垫底的, 时不时地被喊去冲锋陷阵, 还真不如跟永一猴似的, 换个圈子混算了。 好歹, 钟永伯他们, 是真正的皇上面前的红人啊, 手里头的资源, 肯定比那些领了虚职的人多吧。 永一猴见安阳伯脸上的神色, 千变万化, 就知道这货肯定是被自己说动了, 肯定是二十祖, 更了解二十祖嘛。 于是永一猴又添一把柴, 趁着钟永伯他们一个小圈子的人还算少, 我觉得现在能入就入了, 说不定还能在皇上那露个脸呢。 毕竟, 他们这些人, 一般皇上也很少想起他们, 非得像建安侯似的, 拼了老命上战场搏杀, 皇帝才能略想起一些他们来。 可他们不是建安侯, 别说上阵杀敌了, 连把大刀都不一定捂得起来, 所以这露脸的机会, 该争取, 不还得争取吗? 两人在茶室里, 喝了一壶又一壶的茶, 直到安阳伯觉得自己再不走, 就要尿裤当了, 这才客客气气地拜别了永依侯。 带安阳伯回家, 自有与他平日比较走的, 近得施加来问, 说是永依侯有没有交代, 他道德什么消息, 钟永伯为什么居然敢如此荒唐? 安阳伯看似气愤地回答, 哎, 嘴紧得很, 耗了我大半日, 只说没什么消息, 永依侯说他只觉得, 这样对大干也不算坏事。 然后, 猪人坐在一起, 又在背后大骂了一顿永依侯出气。 五日时间, 过得颇快, 又是一日大朝会, 钟永伯的提议又被重提, 朝堂上一如既往地吵得不可开交。 可, 这气氛总觉得跟第一次多少有些微妙的变化。 首先, 骂娘的没了, 动手的, 碰瓷的, 也没了。 大伙说的话都是阴阳怪气, 拿枪拿掉的厉害。 关键是, 这敌我阵营多少也有点变化。 因为当皇上问, 前头一次大朝会的事, 还有谁要复议钟永伯的? 国子剑季九和安阳伯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站了出来, 说他们复议。 季九大人是原力觉醒了。 而安阳伯只是觉得混在京城贵族圈, 做个垫底的也没啥意思, 不如早点入伙别的圈子。 贵族圈彻底炸了。 比起永一猴, 安阳伯更令他们震惊不已。 他们不懂, 好好的一个伯爵为何要自甘堕落。 可安阳伯却说自己这并不是堕落, 而是亲自去了趟京郊农庄, 体会到了农人的困苦, 他已经免了两百店户半年的租子, 需要能帮到他们一些。 皇帝很欣喜, 立刻狠狠表扬了安阳伯。 然后他又问, 那赵子看来, 这土该之事倒也不是不可行。 不过这事繁复, 一切还有待讨论。 对了, 上次大朝会, 还有个事没论完, 八帝是什么事来着? 皇帝一脸记性不太好的样子, 朝八王爷看去。 八王爷略意思索, 才道, 哦, 好像是士伯斯独立城海关之事。 哦, 对, 那你们就先把这简单的事商定下来, 之后再慢慢论土地的事。 皇帝漫不经心地说道, 这事微臣觉得没啥好多论的, 既然这士伯斯独立了, 要比在不正史丝下头方便, 那便独立出来就行了。 微臣觉得这提议可行。 吴首府说道, 有觉得废事的, 也道, 内阁通过, 皇上点头, 这事便行了, 咱们还是得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上。 户部罗尚书急眼了, 拿着户板往前就是一大步, 微臣有异议。 皇上, 这事您就直接拿了主意吧, 咱们还是得把时间留给更重要的事啊。 永逸后抢在罗尚书后头, 大喝一句, 立刻有人附和, 是啊, 这事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 前头还有神兵营, 也是这么办的, 现在不也挺好吗? 士伯斯独立成大干海关, 和神兵营从公布独立出来, 不也是一回事吗? 皇帝好像懂了一般, 点了点头, 那行, 这事内阁拟了折子上来, 把细节再做点补充就行了, 来,抓紧时间, 忠永伯纳土该之事, 大家在各自发表下各自的观点, 朕也听听诸位过了五日之后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变化。 于是朝臣们, 连带着罗尚书, 都把大干海关这事儿给抛到了九霄云外, 一门心思继续跟徐大他们探讨这土地之事。 一说到土地之事, 明德殿内自然多了几分锅灶。 实际上, 这样的朝堂议事, 根本也议不出什么东西来。 可比起第一次议事, 第二次在朝堂上说这事儿的诸位, 明显要冷静克制很多。 毕竟, 大家的年缝基本都已经告庆了。 虽说一年也就两三百两, 好点的, 像徐大他们这一波的, 最多也就五百多两, 也顶不了什么事。 可好歹, 也不能往外掏不是。 不过最关键的是, 这回改制一派阵营里, 主要出战的, 是王宗元, 吴守府和记久大人, 人家都是读过书的人, 引经据典, 以礼服人才是他们的拿手戏。 像某些泼皮混子, 二世祖之类的, 只要管好自己, 别随便骂娘, 这就掀不起那么大的浪来了。 徐大反正都达到目的了, 就在不想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秉持着低调形势, 掩盖真相的形势原则, 就特别文静地站在一旁, 只偶尔呼应一下 我方阵营几位大人的高论。 再加上万年喷射机, 娇阳娇玉使, 被打了二十停仗, 至今无法下床来干架, 所以, 高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和八王爷, 听着底下的辩论赛, 甚至觉得有点无聊了起来。 特别是八王爷坐着坐着, 就想起了自家儿子那虽目前看着还像个窝卦, 可稀看还带着几分可爱的脑瓜子来了。 他, 想回家撸孩子了。 八王爷心知, 这关于改制衣之事, 还有旷日持久的仗要打, 可是, 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 钟永伯得给他搞回扬州啊。 不然, 甘德夫人恐怕会不满意吗? 八王爷家的小柿子, 洗衫的时候, 还特地请了甘德夫人做的收生姥姥。 虽然, 过程之混乱, 听女眷们说, 那也是生平未见, 好在孩子是安全的, 这事儿就不表了。 但是有了甘德夫人的祝福, 八王爷觉得, 他们家这宝贝金蛋蛋一定可以健康长大。 最主要的是, 甘德夫人也说了, 这京城, 人多, 富贵人更多, 他直言自己一个人也不能劈开来用, 得罪了哪家都不好。 所以, 他在京城就不再做行医之事了, 还是等以后回了扬州再说。 王妃若再有身孕, 也可去扬州养胎, 他虽保不了万无一失, 但是也定会尽心尽力。 所以, 想要甘德夫人心甘情愿地, 再开始他的行医生涯, 还得把他弄回扬州去。 若甘德夫人不再行医, 那可真是他们王府不适, 是大干, 大干的损失啊。 于是, 不管下头到底在讨论什么, 已经听得不怎么耐烦, 只想回家录儿子的八王爷突然提出, 那士伯斯既然改成大干海关了, 那主关怎么定啊? 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辩论着, 文人一顿到底能吃多少饭的众人, 突然为之一尽, 八王爷合着是完全没听他们说呀。 没想皇帝马上接口问吴首府, 吴英良, 你做过力不尚书, 你说说看, 谁能胜任这海关官长一职? 底下的人又愣了一下, 感情, 连这职位名称都想好了。 这事儿, 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 吴首府假意扫了眼朝堂上的诸人, 罗大人举着护板正想说话, 吴首府却朗声说道, 依微尘看还是钟永博最为合适。 钟永博去扬州? 正巴不得这货赶紧滚出京城的诸人, 都觉得这个提议没有任何的问题。 举着护板, 站在文武大臣中间的罗大人, 甚至产生了一种吴首府可能是个我放卧底的奇妙想法。 虽说钟永博这人在朝堂上一般不说话, 可每次说话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别看他没什么实权, 其实王宗元他们一伙人都是以钟永博马首是瞻的。 所以, 只要这货赶紧地滚出去, 那这土该之事, 估计大概率能压下去。 或者, 付出点小小的代价, 就能把皇上应付过去了。 毕竟, 这朝堂上, 懂皇帝的, 又不止吴首府一人。 罗大人此刻脑子里头正疯狂地衡量, 舍出去一个士博司, 到底值不值? 没想, 皇帝却点名点到了他。 罗大人, 你觉得吴首府的提议如何呀? 罗大人到底还是有些舍不得士博司的。 虽然他们大干现在关税不多, 但是照这个发展势头下去, 以后说不定, 海茂真能坐起来呢? 他, 犹豫了。 没想身后, 却有吏部尚书咬牙小声说, 罗大人, 你到底在犹豫什么? 士博司说来说去, 都是朝廷的, 又不是你自己的。 现在不敢忠勇博出京, 到时候他们真查地查到您头上, 那就来不及了。 您自己手里头到底捏了多少地, 您心里没点数吗? 土地太多, 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出得掉的, 罗大人心中瞬间拿定了主意, 手握护板朝皇帝做了一衣, 启禀皇上, 是由钟永博提出的, 那自然是钟永博任官长最为合适。 皇帝还假民主地问了下吏部尚书, 吏部尚书那回的更是直白, 微臣觉得钟永博去扬州赴任, 已早不宜迟, 士博司如今虽然只是个小衙门。 但是就像钟永博说的, 海茂的事, 千变万化, 咱们可不能掉以轻心, 既然定了士博司要独立成为大当海关, 那咱们还是越早办妥这事越好。 滚吧, 赶紧地滚吧, 吏部尚书心想, 最好你钟永博此生不要再入境。 皇帝这才假惺惺地跟八王爷说, 八帝, 看来诸位大臣, 对你的疑问都有自己的答案了呀。 八王爷呵呵一笑, 然后道, 不过臣弟觉得, 这事也得问问钟永博的意见。 钟永博, 你愿不愿意回扬州, 当咱们大干海关的官长啊? 这个呀, 徐大威一皱眉, 微臣远想着, 好不容易从宁海回来了, 就在京城养老, 不过既然大伙都觉得微臣办这事儿合适, 那微臣便去吧, 也算是为了大干, 再发光发热一次吧。 要不是现在这么个情况, 皇帝骑虎难下, 他这会儿就想冲下去, 把这蹬鼻子上脸的货给揍一顿。 此时永一猴立刻抱拳道, 钟永博大意呀。 吴首府也说, 钟永博辛苦了。 钟永博, 您且去吧, 这里还有我们。 钟永博, 您就留在扬州, 为皇上开拓海上版图吧, 京城的事儿, 您不必操心了。 说让红卢寺把上回大朝会罚的俸禄, 还是得还给钟永博, 因为怕他一会儿再说没盘缠, 上不了路。 只有内阁几位大臣, 一言不发, 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终于, 有看不过去的陆阁老站了出来, 他劝大家冷静, 诸位, 这士博司之事, 内阁还没通过, 细节还没商定, 怎可如此草莽行事。 陆阁老说得也对, 皇帝点了点头, 那这事儿就暂时搁置一下, 咱们再来说说土该之事。 徐达立刻应承道, 对, 趁着微臣还没出京, 可得把土该之事敲定的章程出来, 也不枉费微臣这些天挨的这些骂。 对了皇上, 微臣这些天, 就在京郊走了那么一圈, 发现京郊的土地, 除了黄庄之外, 大部分已经被, 陆阁老说话也实在是有事偏颇, 这士博司一事, 明明是在土地的事前头说的, 内阁先把这事给一定了, 才是正经事。 你们不一定, 耽误了钟永博去扬州上任, 耽误了我大干的海茂大事, 你们能承担得了这个后果吗? 说话的是, 大干如今说过仅存的最后一个国公, 于国公。 本来因为陈国公被生病一事, 于国公就很少再来上朝了, 毕竟年岁大了, 他也不想不小心被生病。 但是前几日出了这土该的一案, 他就又不得不出山, 想着万一皇帝真铁了心要搞这事, 他少不得豁出去, 谏言几句。 毕竟, 京郊的土地, 除了黄庄, 就属他们国公府最多。 有些呢, 是真的御刺的, 但是御刺八百亩, 旁边的八百亩, 他们自然也是要拿下的。 御刺一块, 侵吞一圈, 御刺一块, 再侵吞一圈, 反正基本就是半买半抢的, 国公府在京郊圈了能有万亩的土地。 所以这事儿, 怎么能查呢? 好在, 他瞧着皇帝, 好像就只是想敲打敲打, 而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办这事儿, 只要把这咬人的钟永伯弄出了京城, 他们再跟皇上动之以情, 小只仪里略出一点点血, 这危机也不是不能解除的。 可他怎么还会有这么缺心眼的, 关键时刻, 临门一脚, 还在那里搞事儿。 朝堂上的诸位大臣, 远也不太好跟内阁干架, 可一听于国公都开口了, 便也纷纷把矛头指向了内阁, 说内阁如今办事实在效率太低, 一件事儿, 从有提议到最终落实, 恨不能花上半年时间。 陆阁老吴与宁爷, 他只觉得要么是他疯了, 要么是整个朝堂都疯了, 反正总有一方不正常。 吴首府此时拍胸脯保证道, 大伙不要急, 咱们这回一定加紧一定, 落实细节, 保证一个月内, 让钟永伯走马上任。 那不行, 一个月太久了, 就是半个月吧, 五天吧。 皇帝大怒道, 你们当开个衙门, 是儿戏吗? 吴首府, 给你十天时间, 把设立大干海关的细则, 交上来。 还有, 你们别当阵不知道, 明明是在说土嘎的事, 却扯了士伯斯来做挡箭牌。 一个个国家大事, 也没见你们讨论得这么积极过, 反倒是关系到自己的利益了, 却找了百般的道理和借口, 这事儿还没完。 说完, 皇帝怒甩了袖子, 退朝走人了。 有记忆力好些的大臣, 自己就嘟囔了, 这士伯斯的事儿, 不是八王爷提的吗? 哎呀, 你管几王爷提的? 我瞧着皇上这回, 真的像要办这土地的事儿, 还不赶紧回去盘算盘算, 若手上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地的, 还是趁着皇上还没办事儿, 赶紧出手吧。 可我总觉得, 觉得什么呀, 觉得, 走走走, 咱们再商量商量, 能不能请了什么大儒出山, 好好规劝规劝皇上。 也行吧, 走走走。 此次大朝会之后, 各方势力纷纷出动, 奏折是上了一封又一封, 有各地各级官员递上来的奏折, 列出了一条条太过激进的改制意, 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更有名家大儒的谏言给皇帝, 说世家大族自有世家大族的弊端, 可皇帝想要治国, 也是哪里都离不开氏族的。 而掩藏在这一波波劝谏中, 钟永伯在又一次大朝会上, 接过了皇帝的御旨, 不日就将启程前往扬州。 京中官员, 简直要欢呼雀跃, 只要钟永伯这脚事经一走, 他们相信, 按照如今皇上这模棱两可的态度, 这改制意的事, 应该就这么过去了。 不过, 皇帝还是要面子的, 终于敲定了最后改制意的内容。 其一, 以后每两年, 大干各县, 必须交两年内更新的的榆林册, 若查出有不实与造假, 动摇国本的, 直接按判国罪论处。 其二, 原有投县的土地, 既往不救, 但是从即日起, 禁止一切地主相生的投县行为, 若有明知故犯者, 一律以偷逃税查处。 其三, 永一侯安阳博作为南北御史, 出京彻查各级官员所拥有土地的来源, 若有来源不明的, 直接抄没。 若查出有投县来的土地, 罪则今年可以既往不救, 但是, 今年的农税, 必须补齐。 要说皇帝的举措, 大概是没有, 对于以往的那些事, 他也算是争一眼闭一眼了。 但是因为徐达有了这个提议, 皇帝私下又查了查, 的确也觉得这土地的事, 再不管, 可能就要买雷, 于是遏制肯定是要遏制的。 所以, 再不引起朝臣太多富于顽抗的前提下, 皇帝便列出了三条, 还算能让人接受的改制衣措施。 对于这个结果, 朝臣自然也觉得是亏了, 但是, 要说商级根本, 那倒也没有。 只是以后这土地不太好搞了, 不过反过来想想, 这也比直接把他们的土地全部抄没了强啊。 关键文人的待遇, 明面上也没有减少, 他们也不算大亏。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是出了血了, 可朝中诸臣都觉得自己好像是赚了。 他们一时之间也搞不懂, 自己到底是吃亏了, 还是减了便宜了。 于是乎, 三条改GE方案, 也算是比较顺利地落地了。 与此同时, 徐达也已经收拾好了全副家当, 准备要离京了。 在离京之前, 皇帝还特地召了徐达入宫, 跟他进行了相对恳切的一次谈话。 你这, 回到家乡的心愿总算是达成了, 搞得朝堂上倒是乌烟瘴气了这么久, 你说说, 为你一人, 正被了多少骂名。 皇帝高坐在书案后头, 眯眼瞧着徐达。 徐达呵呵一笑, 皇上为了百姓, 微臣也是为了百姓, 悲点骂名, 咱们骄傲啊。 谁跟你咱? 皇帝白了徐达一眼, 不过郑丑话说在前头, 若你那大干海关, 干不出点样子来, 郑可还是要帮你召回京城的。 那皇上放心, 怎么好好干, 计划书微臣都已经写了三大本了。 微臣跟您立下军令状, 咱们大干海冒, 不出三年, 就能把吕宋取代了。 反正只要能回扬州, 徐达是啥话都敢说。 好, 皇帝拍桌而起, 那朕就等三年后, 那这大干的口案 到底能不能取代了吕宋, 若你做不到。 皇上大可夺绝, 徐达一脸的英勇就义的模样。 想得美呀你。 皇帝立刻催了他一口, 就想着窝在扬州过潇洒日子呢吧。 做梦。 若你做不到, 朕就发配你去北京修边墙。 徐达嘻嘻哈哈地只让皇帝放心, 自己不会让皇帝有这样的机会的, 这修边墙的美差, 还是留给镇北王来得更好。 当然了, 皇帝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把徐达放归, 这每年一次的数值, 也是必须回京的。 那是自然。 徐达点头, 微臣到时候给皇上带咱们扬州特产啊。 扬州特产是什么? 皇帝皱眉问, 厨娘啊。 徐达一本正经地回答, 又是惹得皇帝一阵怒骂, 可没了, 皇帝依旧表示, 厨娘这个不算扬州特产, 这算是他们老徐家的特产, 扬州特产, 肯定是好吃的果子, 爽口的酱菜。 这些, 等徐达在进京数值的时候, 必须待, 不然就别回京了。 都要回乡了, 徐达这心情好的, 简直快起飞了, 直说除了媳妇孩子, 皇上要啥臣都送。 皇帝下的手都一抖, 直说谁家媳妇孩子也没你家这样的, 你还是留着自己好好享福吧。 君臣二人, 最后一次见面, 相谈甚是欢乐, 徐达临走前, 皇帝还赐了他两百两的银子, 作为盘缠。 不过皇上, 咱们那海关衙门不得见吗? 那钱, 不是给你二百两了吗? 不够的, 你自己想办法去吧。 苏九, 送忠勇博出去吧。 这人也算是把抠门之举发挥到了极致。 不过皇帝这人, 除了抠门,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疑心病很重。 见徐达走了, 他还命人去找了徐州西风来, 让他们还是继续跟着徐达, 说是上回去宁海, 送回来的消息, 也算是及时准确, 这回去扬州, 还是得好好看着徐达。 若他有什么二心, 一定要及时送消息回京。 徐州立刻抱拳, 担心下跪, 说一定不如使命, 看好忠勇博。 皇帝也承诺了, 待徐达三年任期满了, 徐州和西风便可从安卫处调理, 想要进兵部的什么部门, 任他们自己选择。 徐州和西风, 代谢了皇帝, 收拾了行囊, 再次赶往了忠勇博决府。 路上西风还说, 要说咱们皇上, 除了给钱不爽力, 别的都挺好。 话不要多, 赶紧走吧, 咱们去了还能帮爵爷他们收拾行李。 徐州就一副很急的样子。 西风还嘲笑他, 我看爵爷也没你这么急, 你急个什么劲儿, 你又没有媳妇在扬州等你。 徐州二话不说, 抬腿就跑, 就不想再跟着霍多废话。 不过令徐州和西风没想到的是, 当他们拎着包裹到中勇博决府的时候, 里头居然正在办婚事。 要说中勇博家不走寻常路呢? 人家要搬家, 总得前前后后忙着做安排, 该整理的行李得好好整理, 该交接的事项也得交接清楚。 可中勇博家不, 他们先得忙着给丫头小丝操办婚事。 成亲的丫头自然是邱芬秋姐姐, 小丝自然是正下正总管啊。 虽说婚宴办得稍微仓促了一些, 但是该有的仪式和嫁娶的屁里嫁妆, 那是一点都不缺的。 邱芬自小被卖, 无父无母, 张大夫和徐达便做了她的长辈。 嫁妆自然也是张大夫给准备了不少, 补盖,首饰相拢,外加压箱底的银子, 那是一样都不少的。 因为徐达每年还要进京数职, 中勇博爵府里头, 本也需要人打理。 所以,正下他们一家, 包括兴取进门的邱芬, 之后便要留在京城, 替老徐家看着京城的产业。 张大夫也跟他们说清楚了, 正下虽然年轻, 但是他们老徐家就是那么的激进, 呃,不是,是不守旧, 所以以后正下就是京城中勇博府的总管, 邱芬负责中勇博府的一切数物, 郑山妇和方婶则负责他们老徐家之前剪漏的几个庄子。 对,没错, 就是从京城勋贵家里头, 卖出来的庄子, 大大小小的, 徐家收了三个。 庄子里头原有的店户, 都是打包一起卖的, 但是徐达买下庄子之后, 就都给他们放了几。 店户差点没吓死, 好在徐达说了, 他们以后便是自由身了, 虽然不再是庄子上的店户了, 但是庄子上还是会雇了他们做临时工的。 反正庄子里头的农活, 一年四季干不完, 中勇博府给的工钱, 也有个十五文艺工, 也不算少了, 只要肯干, 这日子总比做店户强些。 当然了, 这些零工, 找了什么新活计, 要走也是可以走的。 按照徐达这种未来人的看法, 故宫这事吧, 就跟上班似的, 反正想干可以留下, 不想干就可以走人, 他们重新再雇了人也是一样的。 他们也是从村里走出来的人, 也没什么做竹子的瘾, 能做到农户和农庄双赢, 那就最好不过了。 要说徐达怎么还敢在这会儿买地呢? 主要还是因为, 徐达他不赚钱啊。 这钱都是甘德夫人和静怡郡主赚的, 所以钟永博用着, 那是一点都不心慌啊。 所以光这三个庄子, 就够郑山夫夫妇操心的了, 别的事, 那让今日才成亲的小夫妻忙就行了。 郑家的成亲宴, 其实也很简单。 接新娘只要用花轿从后院东边, 接到后院的西边, 还好今日徐达只是被皇帝喊去叮嘱几句, 回来正好赶上了台新娘的这几步路。 小夫妻俩给父母磕了头, 行了礼, 这婚变成了。 原本正下他们是想单独租个小院, 在小院里头成亲的。 不过张大夫大手一挥, 让他们免了这些麻烦, 直接在府里头办就完了。 这老徐家吧, 到底是有些不讲究的。 所以当徐州和西风在钟永博府里头, 看到成亲的居然是钟永博家的下人的时候, 多少还是有点懵的。 而徐达见到寻州和西风来了, 倒是热情得很, 好似是自家儿子成亲一般, 硬是邀了两人来吃一杯酒。 还是张大夫抽空问了一句, 两人这是干嘛来了, 众人才得知, 这两位是又被皇帝分派了去扬州了。 对于这两位散养式的监视, 徐氏夫妇倒也没什么反感, 反正皇帝的一心病, 一辈子都不会好了, 那来了西风和寻州, 总比换了新的强。 所以, 哪怕知道这两位是皇帝派的探子, 徐达他们的兴致却是一点都没减, 对于众人的敬酒, 皆是来者不拒。 徐欣更是因为马上就要回扬州了, 所以显得格外的兴奋, 带着郑家的小草和几个年龄小一些, 平日把郑下当大哥的小厮, 大白天的就要闹洞房。 好在菜市勉强还算沉稳, 直接赏了孙子一个毛栗子, 让他滚边玩去, 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 闹什么洞房。 不过此时的洞房里头, 的确也没啥好闹的, 因为新郎正在外头做交际草。 虽说徐家不准备再在京城常住了, 但是徐达还是让郑下以 钟永伯府管事的名义下了帖子, 请了朱如武府, 永毅后府, 还有介安侯府, 郑国将军府的几家管事来吃酒的。 无论如何, 以后这钟永伯府还得在京城存在嘛, 虽然生意不多, 庄子也不大, 但是, 好不容易打通的人脉, 不都得维护着吗? 而新娘呢, 此时其实也不在新房里, 才调了红盖头, 邱芬就带着俩小丫头, 悄咪咪地溜去了库房, 开始盘点清算, 后日夫人要带回扬州的, 来自各方的赏赐。 她这活迹可不轻松, 小到一个金耳钉, 大到古董大花瓶, 满袖的大屏风, 那可都得清点清楚的。 太过大贱的, 夫人说了, 就不必带了, 到时候回京招待诸位京城的夫人还能用。 小贱的, 能带的, 这回都得带走。 邱芬又不放心小丫鬟们干, 所以这些打包盘点的事, 她带着两个沉稳的丫头, 已经干了两日了, 再有个一天, 就基本能干完了。 所以成亲这事, 对于邱芬来说, 也算是百忙之中, 抽空成了个亲。 一顿不怎么正规的婚宴, 一直喝到了天黑, 宾客才散了去。 各家的大总管皆说, 别看正总管年轻, 为人处事还略显紧张了一点, 但是奈何人家受主家重视啊, 这年纪轻轻的, 就当上了总管, 成婚干脆是在伯爵府里头成的亲, 这是何等殊荣啊。 说明正兄弟, 多少还是有点本事的呀。 反正各家主子关系都不错, 所以以后吧, 大伙还是得多照看着正兄弟点。 众人皆点头称事, 不过也只有徐家人知道, 他们老徐家是培养多少人都不够霍霍的, 正下能干上总管, 很大程度上来说, 主要还是因为老徐家人手还是比较紧缺的, 跟这人的能力不能力的, 关系也不是最大。 带宾散尽, 做了一下午交际草的正下, 和偷偷盘了半日库房的秋芬, 终于在伯爵府后院的新房里头碰头了。 正下裤子洗了大半年, 终于抱得美人归, 那紧张和局促就别提了。 不过秋芬到底也是跟春鸭混过人, 在这洞房花烛的关键时刻, 倒是比自家相公要沉着冷静不少。 只见, 他掏出一本小人书, 招呼了正下来一起学习。 要说这小人书, 可是人机堂出品的正版科普小人书, 一般人想要, 那根本要不到, 出钱也买不到。 这玩意儿, 其实在张大夫看来, 就是一个生理卫生知识的科普毒物, 他拿给秋芬, 也是给他做启蒙用的。 可谁曾想, 这小夫妻俩一本启蒙毒物, 花了大半夜学习时间, 不可谓不用功了。 第二天一早正大总管起床的时候, 那腿抖得几乎站不稳, 裤子倒是不用再洗了。 不过秋芬倒是精神饱满, 脸色红润, 往来见到小丫鬟打招呼, 也都是笑脸盈盈的样子。 表示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并觉得老郑家离天丁也不远了。 郑夏和秋芬成亲后不过两日, 便到了钟永伯一家, 回扬州的时候。 回去的船, 永一侯早就订好了。 他说, 这回也多亏了许达, 才混了个钦差干, 自己有十来年没能在皇上跟前 混上个像样的差事了。 这次去南边查地, 虽然不是什么美差, 但是好歹能实时在皇上跟前刷存在赶, 哪怕困难重重, 甚至可能还有点危险, 但是他也认了。 而没抢过永一侯包传的安阳伯, 则也特地来了码头送行, 还给徐达送上一百两的成衣。 主要皇上才给了二百两, 他们做臣子的, 也不能多给不是。 当然, 八王爷, 王宗元和关静, 吴首府夫妇, 包括人纪堂的大夫, 配封小管的金牙人, 郑家几口子等等, 都去了码头给徐家夫妇送行。 诸人反正送礼的送礼, 送钱的送钱, 搞得菜市忍不住去拖自家老头子的下巴。 徐老汉小小声地嘀咕, 怎么感觉回个家, 比做生意还赚钱, 还不是卖你儿媳的面子。 哎, 不行, 你自己下巴拖拖劳, 我得看着点去, 那八王爷看着也憨得很, 怎么跟春鸭娘说那么久还没说完? 话音彩落, 菜市便三步两步走到了八王爷和张大夫旁边。 张大夫正被八王爷的蓝猫三千问, 搞得头晕不已, 见婆婆来了, 忙一把掺住了菜市, 然后说道, 娘, 是爹等得耐不住性子了吗? 那咱们先上船吧。 机灵的菜市立刻点头, 哎是呢, 老头子说下巴酸疼, 让你瞧瞧去。 八王爷抬头一瞧, 果见徐老汉拖着下巴, 远远地站在那里, 便也不敢再多耽误张大夫。 说了声, 那夫人赶紧去瞧瞧吧, 带着土地的事办完了, 本王就带王妃来江南玩玩。 张大夫想说, 您要不然去杭州吧, 那山清水秀的, 民意大家也不少啊。 可嘴上却还是得硬了好, 还说等王爷再来扬州, 递让大儿子带王爷好好游玩游玩。 好一番硬城之后, 才掺着菜市上了客船。 还在船上与众人话别的徐达, 合在一旁与三无书社的小伙伴们告别的徐欣, 见张大夫还有徐老汉夫妇上了船, 两人便也与他们各自的小伙伴说了再见。 反正该说的事, 前几日都说完了, 说不完的, 到了扬州, 依旧可以书信往来。 徐欣也早早就把三无书社要主办的医学课程, 全部交给了迟英杰, 他还很愉快地邀请小伙伴们, 有空去大扬州游学。 带徐家一大家子都上了客船, 大客船垫起了毛, 扬了翻, 渐渐地远去了。 站在岸边的王宗元, 看着渐行渐远的客船, 问今日为张大夫送行, 却因为八王爷霸占了张大夫, 而不幸送了个寂寞的关镜, 怎么瞧着, 夫人还好像没啥离仇别墅啊。 关镜微微一笑, 陪你过完年, 我就去扬州玩上几个月, 三月的扬州, 美得很难。 顺便我还能带着孩子们去宁海瞧瞧他们舅舅去, 也不知道亲儿这仙令做得怎么样。 南姨说, 宁海别的没啥好, 就是那片海, 美得很。 我从出生到现在, 都没见过海呢, 哎呀, 啥时候过年来着。 站在一旁听了一耳朵, 今日也是送了个寂寞的吴夫人立刻大话道, 哎呀, 要说这扬州, 我也还没去过呢。 不是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吗? 妹妹, 带上我呗。 吴夫人生意如今做得大, 可有空跟我一起去。 关静笑眯眯地问道, 吴夫人拉了关静的手, 哎呀, 我那几个儿子都是混账玩意儿, 做官也就这样了, 不过让他们帮我管上两三个月的生意, 那也不是不行。 哎呀, 那行呀, 咱们到时候过了年, 一起租个船。 两位夫人就手拉着手这么走了, 完全已经忘了, 自己是跟自家老爷一起出的门。 此时在宁海的春鸭, 也收到了那二十只猪的计划已成功, 许家老少不日将回扬州的消息。 关木卿问他, 达叔和兰姨回扬州了, 你会回去吗? 他问这事的时候, 心里头多少是有点不舍的。 回呀, 春鸭点头, 关木卿硬扯了嘴角, 说道, 是该回, 改天得空, 我送你回去吧。 春鸭哈哈一笑, 你这是希望我回扬州呢? 还是不希望回? 怎么跟个小媳妇似的, 还不敢抬头了呢? 谁小媳妇了? 关木卿被气笑了, 我当然希望你能在宁海, 像你说的那样, 咱们一起搞事业多好啊。 不过, 既然兰姨和达叔都回扬州了, 扬州看样子, 能搞的事业也不少, 那我自然不能困住你。 我呢, 平日里多干点, 攒出点休息时间, 便来扬州看你。 你呢, 若觉得扬州呆得无趣了, 也能来宁海玩玩, 反正离得近, 来回也不算太费事。 虽然, 关木卿希望日日都能见到春鸭, 可是, 他也知道, 春鸭是那种无法关在笼子里的鸟, 春鸭爽朗一笑, 惦记我就说惦记我嘛, 说啥不想担我搞事业。 扬州我肯定得回, 不过我爹娘他们到扬州, 还得要些日子呢, 我等没娘他们那双梅绣方的铺子开起来了, 四义管先生都到位了, 咱们商行的新货开单了, 然后再走也不迟嘛。 放心, 小姐姐我会对你, 对宁海负责的。 说完话, 春鸭还拍了拍关木卿的肩膀, 惹得站在一旁的丁香又是一阵咳嗽, 关木卿却像吃东西噎住了一般, 笑得直咯咯。 说到双梅绣房, 扬州那头的手工作坊, 其实已经开工了。 司徒洛梅和梅姨娘两人, 现在的分工是, 一个在扬州抓生产, 一个在宁海开门店。 两人十天半个月碰上一次头, 或司徒洛梅来宁海, 或梅姨娘去扬州, 总之就是任务分主次, 但是也不是完全甩手。 梅姨娘这也没做过生意, 所以秧了春鸭, 让她帮忙把宁海这里的铺面布给支棱起来。 春鸭除了帮忙支棱铺面, 对于绣房的服饰啥的, 还给提了不少意见。 欧洲贵族这会喜欢点什么, 虽然春鸭没亲眼见过, 但是那么多的英剧不是白追的, 大致的描画, 那也是可以描画得出来的。 只是这描画的玩意儿吧, 就效果不太好。 还好关木卿写字画画皆是拿手, 关键对春鸭更是了解, 在经过春鸭的描述, 和她画的大致的轮廓之下, 帮双眉设计了不少适合做海帽的绣花花样, 和裙子的样式。 其实梅姨娘和司徒若梅 第一次拿到春鸭和关木卿 共同完成的服装手稿的时候, 内心是打了八百个问号的。 这裙子里头, 到底为啥要有个竹称? 这么捧着走路, 不觉得奇怪吗? 直到第一件样衣做出来, 他们又发现更大的问题, 就是上衣勒得紧的, 用梅姨娘的话说, 胸前那家小兔子都快被勒出来了, 这玩意儿真的是能穿出去的吗? 直到春鸭跟他们打包票, 这玩意儿她就是在书上见过, 人家就喜欢搞这么大裙摆, 把小兔子衬托得高高的, 这就是人家的审美。 虽然双眉觉得正常人肯定不能这么穿, 这不仅仅是有碍观瞻, 更要命的是, 这样也很难呼吸啊。 可既然春鸭都打包票了, 那双眉被也决定信她一回, 主要吧, 他们也不怕亏本, 反正就有钱嘛。 所以双眉秀芳的两位老板娘, 虽然内心极度怀疑, 怎么会有人喜欢这样的裙子, 但是他们还是出了五款样衣, 打算在宁海即将要开张的铺子里出样。 为了不挑战大干的工序粮俗, 双眉秀芳暂时也只接海帽订单, 毕竟他们的样裙, 实在不宜被太多人看到。 况且, 扬州的秀房多得很, 用春鸭的话说, 与其和同行在大干市场上搏杀, 不如开拓海外市场, 或许会更有前途。 原本建安侯是, 不准备再让梅姨娘干什么事业的, 毕竟, 建安侯那么多的生蚝和韭菜没有白吃, 梅姨娘已经怀了身子了。 可梅姨娘去了趟扬州, 跟着司徒夫人, 见了裴婷和余夫人她们, 这心就彻底野了。 原本她以为, 开个秀房, 就已经算是挺拼事业的了, 可一看裴婷的摘星格和各种扑面桩子, 那家伙, 秀房跟裴婷的生意比起来, 那就跟过家家似的。 秀房那也能算生意, 算不得地。 所以, 哪怕建安侯反对, 梅姨娘也是使出了浑身的泄数, 最后把春鸭张大夫等等这些人都搬了出来, 建安侯才勉强同意, 让她先做几月试试。 唉, 梅姨娘其实也挺后悔的, 早知道, 这身孕就该晚点怀, 不然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口舌, 直接说服猴也不就行了。 真正是, 怀的不是时候啊。 在得知梅姨娘怀孕后, 借着雪窝雨的空荡, 前二麻子还来悄悄来看过梅姨娘一回。 她这一胎, 不管生男生女, 她都不打算回京了。 到时候, 她会跟老侯爷分析利弊, 说服老侯爷让她和孩子留在扬州的。 自从去了趟扬州之后, 梅姨娘已经打算好了, 她以后就在扬州养老了。 建安侯府, 现在就指池英杰一脉单传, 老侯爷因为宁海剿匪一事, 立了大功, 回京若请求皇上同意立池英杰为世子, 那皇上肯定会答应的。 但是梅姨娘若这胎生的男孩, 那老侯爷不免就多了个选择, 到底立嫡孙, 还是立数子为世子, 这事儿到底也会惹出正义的。 这样的权衡和犹豫, 其实对侯府和未出生的孩子来说,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所以, 哪怕梅姨娘生了儿子, 那也还是留在扬州, 比去京城更好。 对孩子, 对侯府, 皆是如此。 若是生个女孩, 那就更无足轻重了。 梅姨娘不过只是个姨娘, 一个庶女, 放京城也是养, 放扬州也是养, 侯爷不会把这事儿太放心上的。 更何况, 扬州有钟永伯, 有甘德夫人, 留在扬州, 其实一点儿不比去京城差的。 前二麻子, 听梅姨娘如此推心致富的一解释, 立刻释怀了, 她谢谢梅姨娘的成全, 只说自己这辈子恐怕也就这样了, 可只要儿子在京城有出息, 她都会念一声梅姨娘的好。 梅姨娘看着寿削的前二麻子, 叹息道, 世子莫要这样说, 其实咱们以前在京城, 只觉京城好, 似乎离了京城就活不了了。 但是, 走出京城才知道, 这世界天大地大, 到处都有容忍之处, 你切磨把自己看得太低。 没想这个以前跟自己几乎没什么交集的姨娘, 会说出这番话来, 前二麻子突然心生感慨, 只觉自己作为一个男子, 之前过得未免也太过消沉。 她爹固然打她打得够狠, 可这也不是她日日苟且偷生的借口啊。 连她爹的一个小妾都能如此洞察世事, 目标清晰。 她虽然已经被夺了世子的称号, 可也是读过书, 见过世面的, 怎的确连一个姨娘的心胸眼界都比不上了。 好像是想明白了什么一般, 前二麻子突然抬起头, 给没姨娘做了一衣, 多谢没姨娘开导, 我明白了。 说完, 便蹭蹭蹭跑了。 站在家门口的没姨娘, 转头问自己的丫头, 她明白啥了。 丫头疯狂摇头, 她哪知道麻子的心事。 跑了的前二麻子, 其实是去四仪馆找了春鸭, 问她要了两套测试卷子。 春鸭虽不明白, 往任的学习进度慢的令人抓狂的前二麻子, 为何突然积极了起来, 可哪有先生不希望自己学生打起精神来的呢? 于是, 春鸭便要两套, 送三套, 直接给了前二麻子五套卷子, 让她做完了, 再找她批阅。 搞得前二麻子才燃烧起来的小宇宙, 瞬间压火。 这说到了四仪馆, 就又不得不提一句, 四仪馆旁边新造的, 罗伯特先生的小教堂。 要说关木青这人, 的确是个实在人。 答应了罗伯特先生要给他小教堂, 那便真的给建了一个还算挺体面的教堂。 当然, 什么十字架啥的, 需要罗伯特先生自备, 但是两列六排的长椅什么的, 关木青还是帮罗伯特先生都被妥的。 不过还没等罗伯特先生在小教堂念上经书呢, 道心却抢先一步, 迷里马拉一阵悄悄念念, 先给教堂开了光。 这可差点把罗伯特先生气得去见了他的主, 还是来凑热闹的大师傅顺手给塞了科普顺丸, 才又把人给气回来了。 罗伯特先生当场忍不住唾气, 说是你们本地和尚, 怎么欺负我这个洋和尚呢? 道心师傅表示不服, 他这才砸场子了一次, 罗伯特, 可是在他们观音庙砸了整整一个月的场子。 后来, 经过春鸭和关木青的调停, 两人终于达成共识, 互相不准再靠近对方的庙或者教堂十米。 若有为者, 倒也没啥处罚。 官宪令说了, 大家都是神仙代言人, 所以他相信两位都是守信之人。 这么一调停, 两人倒是的确消停了不少。 只是, 罗伯特先生的烦恼, 在半个月后又多了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 他那在寺仪馆边上的小教堂的旁边, 突然多了个道观的那名, 居然还叫地狱观。 里头的道长, 就是已经决定目前常驻宁海的吕道长, 还有他那胖徒弟, 小吕道长。 道观日日也要做功课的, 小吕道长人长得胖, 声音也破为洪亮, 一个人能顶五个春鸭。 而春鸭一个人, 可以顶十个女人, 一个女人又等于五百只鸭子。 这个算下来, 小吕道长一个人制造的噪音, 可比梅姨娘的鸭场还要大不知道多少。 罗伯特再次气疯了, 他觉得这是道心那破和尚的阴谋, 可他却没有证据, 因为他已经问过了, 道观和菩萨庙, 他们就是两个系统的。 他旁边多了个道观, 不能作为证据, 说明是和尚干的。 七窍生烟的罗伯特不是没想过, 干脆走了拉倒。 可是, 扬中的越来越贵的房价, 令他只能留在宁海, 接受来自佛道两教的佳机。 不过好在, 罗伯特先生的小教堂, 渐渐地也迎来了不少洋商的驻足。 洋商们也是很难在大干, 遇到正规的传教士和教堂。 所以, 对于他们来说, 罗伯特的教堂虽然很小, 但是也能承载他们很多心愿与苦楚。 因为有了信众, 罗伯特先生便下定决心, 克服困难, 一定要把教堂好好开下去。 于是乎, 这宁海突然就有了个路神仙, 成了个仙家汇聚之地。 因为宁海有各路神仙保佑, 所以这最最要紧的修路问题, 关线令也得安排上了。 多好啊, 人家开工还得搞什么仪式, 他们宁海要啥菩萨, 有啥菩萨, 直接干就完了。 海边的冬季, 虽然冷得要死要活, 可却不下雪, 冰冻虽有, 但也是早晚有点薄冰和细霜, 对于修路来说, 关木卿就找了工匠, 与工部图木斯的人做了对接, 别的地方什么时候开始修路他也管不了, 反正宁海断, 他们就准备开始干起来了。 跟着太子已经到了松江府的工部众人, 从未见过有如此丧心病狂的热爱基建的县令。 按照常理来说, 工部出了规划和核算, 户部要审核钱款, 再拨付款到位, 这过程都是按年纪的。 虽说这回不是户部给钱吧, 这过程应该也差不多吧? 所以, 工部本来觉得, 等他们把长江三角这一片都走完, 可能宁海那儿的钱款应该才拨付到位。 可没想到, 他们还没走出松江府呢, 宁海的钱就已经到位了, 县令居然还上赶着要干活。 虽然工不知道, 这回的银子是从蓝云记拨下来的, 蓝云记也不知道是个啥商户, 反正总归不简单。 可他们没想到, 这蓝云记的效率居然比户部高了那么多。 而且, 人家拨了银子下来的同时, 还拨了统筹银两的管间人员下来。 另外, 县衙也得承担部分的建设款, 关键这建设款, 必须和蓝云记的款项一同被监管。 等于说, 这修桥造路的, 县令是一点没有油水可捞的。 就这么没有水拆是, 官县令还那么积极, 看来这人修路的愿望, 应该真的是很迫切了。 公布这些人, 懂个啥? 人家官县令修路的愿望, 能不迫切吗? 待这路修好, 往来扬州不就方便多了吗? 春衙以后肯定还是住扬州多, 这路一路修到扬州, 虽说得花上几年, 但是, 能修一段是一段, 能快一点是一点吗? 宁海的壮丁们, 也是一点没闲着, 这头刚修好大码头, 那头又全被拉去造路了。 不过干活的壮丁也有自己的目标, 官县令都说了, 少家超莫田产, 除了靠近县城的几个庄子之外, 其余各乡各村的田地, 两年之后便会放开构地。 一厅可以买地, 那干活的人尽头也足得很, 试想想, 他们宁海一亩中等田地, 大概就在五两银子左右。 工人的工钱, 现在是十五文一天, 一年能得五两多的银子。 若是家里头出上两个壮丁, 省了点吃喝, 再加上家里头重点翻属南瓜啥的也能混得饱, 艰苦上一年, 就能买两亩地了。 关键这搭桥修路的, 再怎么样, 一两年总归是要的。 那到时候别说两亩地了, 劳动力多一点的人户, 买上四五亩地, 那也不是不可能吗? 这对于农户来说, 是何等好事啊? 所以一听说官县令说要修路, 工人们连带什么夯食, 锄头, 被篓, 铲子, 耙子, 那都不需要县牙准备的, 他们说他们都有, 县牙不用费那些时间再去采买了。 只要官县令喊一声, 他们哪怕躺在床上, 也肯定会半夜起来开工的。 所以当工部的官员被官木卿请回宁海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站立两排, 拿着各种工具的撞钉。 他们一个个都在问, 大人今天开工吗? 大人, 今天算办公也行, 咱们先开始干再说。 大人, 要不咱们送你一工, 关键您今天一定得说开工。 工部的大人, 面对无比热情的官县令, 和摩拳擦掌的壮丁, 还有笑呵呵, 一派天真的静怡郡主, 除了赶紧把图纸交出来, 让人早点开工, 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静怡郡主对工部的效率还是很满意的, 对于他们寻访多地, 找到的长寺灌木作为道路隔离, 更是赞不绝口。 直说这活儿还是得公布来, 不然他都不知道这大干境内, 居然还有此等防盗什么。 公布的人便解释, 这东西叫狼牙木, 别说防个把人了, 连带皮厚肉糙的野猪野狼啥的, 进了这狼牙木的灌木丛, 那也基本是出不来的。 这所谓的高速路, 只要每隔几百米设立港亭, 让专人看守, 周围种上这狼牙木, 那便万无一失了。 惹得春鸭直说, 这专业的事儿, 到底还得让专业的人来干, 看,人家这坑, 这路规划得多好啊。 既然官县令催促了, 蓝云记的钱也到位了, 静怡郡主也点头说赞得不得了了, 那宁海县通往外界的这高速路, 便这么如火如荼地开工建设了。 与此同时, 官县令新开拓的美食商业街, 也基本竣工了。 这条街, 就在永宁街旁边, 原本也做过小吃街, 不过因为风灾, 受灾也挺严重的, 所以官木卿干脆找了人, 把整条街都修上了一遍。 但是整体框架都是好的, 所以修整起来也不算太过麻烦。 自从这小商业街差不多完工之后, 去县衙问询租赁铺面事宜的人, 就没断过。 吴县城按照官木卿的要求, 大量重复性的项目基本都被过滤掉了, 整个小商业的商铺选择, 基本是以各种特色小吃, 本地特产, 或者是民俗手工品为主的。 被过滤掉的商家自然不服气, 被地里直骂吴县城是狗关。 这可把吴县城气得, 连写了三封家书回去, 说这宁海简直好得不得了, 让爹把老大老三都给送来。 正所谓有难同当, 有骂同矮, 那才是亲兄弟嘛。 吴县城觉得自己绝对不是坑兄弟, 而是这沿海一带, 确实是大有可为, 他才想让家里的兄弟都来的, 他纯粹是好心而已。 不过这小商业街虽然办得也算挺红火, 可没娘他们的双眉绣房的铺面, 最后还是选在了永安街上。 这开绣房的铺面, 是春鸭之前给自己留的, 他原是打算弃了耐火炉, 做锅盔卖早点的。 可既然有了小商业街, 那这点心铺子, 春鸭便开去了小商业街。 而这留下的前后两斤的铺面, 便转租给了梅姨娘他们。 经过十来天的装修整理, 双眉绣房, 也热热闹闹地开了起来。 绣房前头铺面展示的, 都是些精美的团扇插屏, 手帕荷包之类的小东西。 而后院呢, 没有邀请不可进入, 展厅里放的是五套精美绝伦的西洋裙装, 另外与之配搭的, 还有牛羊皮和断面的高跟小皮鞋, 外加绣工繁复的手拎包。 这一部分都属于定制货, 目前也只对洋商开放。 倒也不是因为重洋魅外, 主要是这裙子的饰养, 实在容易惹人争议, 所以双眉绣房选择低调形式。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去了几次扬州, 梅姨娘别的没学什么, 这定价的把戏, 倒是跟裴婷学了的实诚实。 一套洋装直接定价二百两, 他还觉得多少是亏了的。 定价这事儿呢, 春鸭倒是不便参与, 不过看着这绣工和充满光泽感的华丽紧断, 他倒是觉得梅姨娘这定价, 亏倒是不至于, 但是这些礼服也的确是值这个价的。 双眉绣房才开张没两天, 春鸭就帮他们谈妥了一笔订单。 这订单倒也不是洋商来下的, 而是经常往来与吕宋和大干之间的大干海商下的。 定的也是普通的团扇和插瓶, 人家付了三成定金, 约定好了, 过一月来提货。 因为第一次开张, 且一单也不过只百余两的金额, 梅姨娘那也兴奋得很, 连运吐都不吐了, 直接打翻了刨腿的小丝, 赶紧往扬州下单去。 他就说嘛, 这铺子和该让静怡郡主帮忙, 据他观察, 静怡郡主自带招财属性, 只要是他插手的事, 就没有一件事不赚钱的。 只要静怡郡主想卖, 就没有他卖不出去的东西。 这话不是夸张啊, 而是切切实实的真话。 因为春鸭那春雷商行, 现在买卖的东西, 那可真是, 花样百出, 各式各样的都有。 什么布料罐头调料酱菜之类的, 现在都算是小意思了, 连带灭狮子的药粉, 灭虫消毒的一条, 吃肠胃炎的药丸, 月月庵, 擦屁屁纸, 等等之类, 反正只有想不到, 没有买不到的。 宁海因为经过海商一轮轮的疯狂案例, 来这儿的洋商也渐渐多了, 现在只要来到宁海的洋商, 总要慕名去春雷商行转上一圈。 哪怕不买东西, 不下订单, 瞧个稀奇也是好的嘛。 这地方, 不仅仅是个商行, 在洋商眼里, 简直就是个博物馆。 甚至还有洋商在春雷商行里头, 订了上百只的, 檀鱼。 反正一个敢卖, 一个敢买, 买卖双方都觉得挺愉快, 这就是比好买卖。 至于这谭鱼买回去能能有销路这事儿吧, 洋商也说了, 实在卖不掉, 到时候就当花瓶卖, 那肯定是可以卖掉的。 春鸭顺便还问了句, 既然谭鱼都买了, 那马桶要不要来几个? 不过, 这回洋商倒是拒绝了, 主要这玩意儿吧, 万一卖不掉, 倒也不太好当做别的东西卖了。 虽然, 细想想, 硬把这玩意儿说成是水桶, 这个发财机会。 宁海的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 所以这时间过得便特别的快。 好像才得了爹娘也奶, 他们从京城出发的消息, 也没过多久, 春鸭便收到了大哥的来信, 问他啥时候回去, 算算时间, 爹娘他们离扬州, 估计也没几天的航程了。 接到了信件, 春鸭让丁香收拾了点简单的行李物品, 跟关木青说好了, 让他放了年假, 便直接去扬州, 他过年前就不回宁海了。 关木青虽然不舍春鸭, 可也没道理硬留着他, 也只能点头, 说自己一定尽早把手上的事办完, 再去扬州找他。 当然, 舍不得春鸭的, 也不止关木青一人。 沈如海听说春鸭要走, 第一个双腿打抖, 说大妹子, 你可不能撇下我呀, 杨商来了, 我这扶朗计划还没说利索呢, 可怎么整啊? 找菲德尔先生, 我都跟他说好了。 春鸭笑眯眯跟沈如海这么说, 沈如海还问呢, 那会不会太麻烦菲德尔先生啊? 毕竟他还得上课啥的? 不会, 春鸭还是笑盈盈的, 他说他很乐意的。 实际上呢, 春鸭跟菲德尔先生说的时候, 是这么说的, 您喊一些商户, 需要菲德尔先生的帮助, 如果菲德尔先生觉得太麻烦, 也没关系, 您可以跟伊万先生换一下, 您跟我去扬州, 叫我大哥, 咱们另付学费给您。 反正回扬州, 我闲着也是闲着, 咱们可以再把教材完善完善。 四驱馆现在收的学费, 还不足以支付几位杨先生的月缝, 主要当初给先生们开月缝的时候, 关木青直接开了五两银子每月, 这工钱比他自己还高。 杨先生去别的地方, 基本也拿不到这么高的工钱, 关键在大干交书, 地方干净, 吃喝不愁, 比在屎尿横流的欧洲混纳可好的不是一心半点。 所以, 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他们也不愿意轻易离开大干。 菲德尔先生听春鸭这么一说, 立刻表示, 自己很乐意为宁海的商户们排油解难, 自己上完了课, 也很欢迎商户带着洋商来让他做翻译。 免费的, 不要钱, 他真的非常喜欢宁海。 春鸭立刻对菲德尔先生表示了实质性的感谢, 直接从双眉绣房里头, 以成本价买了十个香囊送给了菲德尔先生。 这洋人吧, 大冬天的也不天天洗澡, 到底还是需要点香氛支持的。 菲德尔先生对春鸭送的香囊也是喜爱万分, 于是双方就这么友好的达成了共识。 双腿打斗的沈如海, 得知自己还能求助于洋先生, 倒也放心不少, 只说让春鸭在扬州再多找找做买卖的灵感, 这儿有他看着, 不用太着急回来。 此话, 赢得关木青白眼无数。 随后, 春鸭又找了前二麻子和另一个来学窝语的卫所士兵, 留给了他们一本教材, 说让他们这段时间里头熟读熟辈, 过了春节回来, 他是要考试的。 而关木青嘛, 则得到了春鸭亲自腾写的十套卷子。 他说了, 让关木青想他的时候就做一套, 想他的时候就做一套, 等做完, 这年假便也差不多到了。 接过卷子的关木青, 无奈笑道, 那我可能三天便能做完。 春鸭还开导他, 那不行, 你这么想我太费手了。 听那一旁的高童是目瞪口呆, 而关木青则挥手让他走吧, 赶紧的, 路上让大师傅慢点赶车就是了。 这会儿春鸭也没觉得自己说的有啥问题, 于是便乖乖上了马车, 带上了大师傅, 石金丁香和最重要的丹姑娘便上了路。 车行了半日, 坐了太久, 小孩的春鸭终于明白了 高童那放大的鼻孔和瞳孔到底是咋回事。 他们这些男的不纯洁了。 越想关木青那尴尬的表情, 春鸭越想笑, 然后他忍不住莫名其妙哈的两声, 吓得正昏昏欲睡的石金瞬间站了起来, 差点把马车顶棚给掀了。 惹得外头赶马的大师傅直骂, 坐车也不消停。 要不是因为单姑娘也去扬州, 我就跟道新一起待在宁海护法了。 哪家姑娘有你这么笑的? 听着跟头驴似的。 一听单姑娘要做饭了, 大师傅大喝一声做好, 马车便飞快地往前奔去了, 颠在车厢里的驴呀、鹅呀、母鸡呀, 又是好一阵的鸡蛙乱叫。 几人在驿站吃喝舒坦之后, 又住了一晚, 第二日一早继续赶路, 终于在晚间到了扬州。 还好, 春鸭总算是赶在了爹娘前头, 到了扬州。 此时扬州的徐府, 因为徐达夫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都会定居在扬州, 所以这会儿已经换上了钟永伯府的扁鹅。 大师傅把人给放在了家门口, 说是自己得住到自己的庙里头去。 这庙吧, 他也有段时间没回去瞧瞧了, 到心又待在宁海和罗伯特斗的是昏天黑地, 暂时反正是死活都不会回来了, 庙里就剩了俩撒扫的小和尚。 他可得瞧瞧去, 别一会儿连庙都开不下去了, 他可还指望着在这庙里养老的。 既然师傅不愿意住自己家, 春鸭自然也不勉强他, 说明日送了点心去无名禅寺。 要说这两人是师徒俩呢, 连懒得起名这习惯都是一样一样的。 春鸭在宁海那小饭馆, 之前叫无名小馆, 后来翻造了一下, 成了无名楼。 人家走过路过的商人还夸呢, 说是这家店主, 可能是个方外高人, 这馆子的名字简直是无名胜有名, 妙极妙极呀。 谁能想得到, 这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种, 连名都懒得起的人呢? 师徒两人在门外做了别, 看门的小厮听了马车的声音, 便开了脚门来瞧, 却发现原是自家郡主回来了, 忙让人进来。 正在大课堂里头说话的石头和佛保佑, 见是妹子来了, 赶紧迎了出来。 见到春鸭, 石头笑说, 得亏你今日回来了, 不然爹娘也乃明日就到了。 春鸭如今多少也学会了做个正常女孩, 朝歌嫂音行了一礼, 然后才道, 嗨, 没事, 都是老熟人了, 早点晚点没啥要紧的。 这个人吧, 外里面是稍微变了点, 但是内部装修还是保持了原始风貌。 说完话, 他便放下了手里头抱着的小菊, 让他自己玩去, 而许久未回扬州的大金, 此时早满院子撒尿去了。 佛保佑见妹妹如今举手投足间, 除了原本的洒脱, 多少还带了那么一点点点点点的淑女气质, 也高兴得很, 上前便拉了春鸭的手, 问她饿不饿, 渴不渴, 累不累, 冷不冷。 春鸭被问得哈哈大笑, 那一点点点的淑女气质直接烟消云散了。 她说自己有十斤丁香和单姑娘, 根本就是直接拥有了全世界。 可乐饿了有单姑娘, 冷了丁香恨不能当场就给她缝衣服穿, 累了直接抱着十斤睡, 又软和又暖和, 啥啥都不用愁了。 被春鸭这么一说, 几个姑娘都高兴得很, 直说都是奴婢们该做的。 佛保佑是说三的大丫头一路照顾郡主辛苦了, 喊了府里的小丫头们跟带着几个姐姐先去休息。 丁香远也不肯去, 不过春鸭看大哥大嫂的样子, 似乎有话要跟她说, 便让丁香给准备点洗澡水, 说是自己一会儿得用的, 丁香这才点头走了。 见几人都走了, 石头才喊了妹子, 带着媳妇关了大课堂的门, 并退了所有下人, 然后问春鸭, 妹子, 咱爹这突然回扬州, 是为了啥事啊? 我想也不会是夺绝吧。 这个想法, 是昨天换家中扁鹅的时候, 石头突然冒出来的想法, 徐达给大儿子的信写是写了, 可却没写到底是为了啥事回的扬州。 石头看下人换扁鹅的时候, 就突然想到, 爹爹那动不动就想被皇上夺绝的奇怪癖好, 就产生了一丝狐疑, 这扁鹅换得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 春鸭很惊讶, 嗯, 这事就没人想到跟大哥知会一声。 是的, 没错, 老徐家没人告诉石头大哥, 扬州要成立大干海关的事, 倒也不是他们故意不跟石头说, 而是张大夫以为父女俩说了, 徐达以为春鸭说了, 春鸭以为他爹说了, 然后这事就整匹刹了, 搞得石头到现在还是猛的。 佛宝佑听相公这么一说, 忙到让你别乱想, 爹爹那么机灵, 怎么会被夺绝呢? 应该是皇上体恤爹爹, 所以让爹娘回扬州养老吧。 妹子, 是不是啊? 倒也不是, 大哥大嫂, 你们听我解释。 于是春鸭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地把那二十只猪和大干单设海关的事, 跟大哥大嫂简略交代了一下。 夫妻俩听完, 反正也是一副听事听懂了, 可理解好像却不怎么能理解的样子。 石头再次跟妹子确认, 你的意思是说, 爹为了回扬州, 便让皇上单设了个海关。 然后为了让群臣忽略他的这个提议, 又提出了土地改制衣意识, 然后这事, 居然还就办成了? 这圈子绕的, 石头觉得自己但凡在谈话过程中, 开了一点点的小差, 那都是听不明白这到底说的是啥意思的。 佛宝佑也问, 所以皇上和那些大臣到底为啥会听爹的呀? 他虽然听明白了妹子说的每个字, 可是每个字组合起来的一段话, 他却又觉得自己好像不太理解。 春鸭砸巴了下嘴, 决定放弃解释, 他直接说道, 大哥大嫂不必纠结这个过程, 总而言之, 咱们老徐家现在顺利大集结了, 以后爹爹估计只要每隔几年进京数值一下就行了。 咱们老徐家终于团圆了。 春鸭说完, 就听大门咣当一下被推了开来, 门口站了徐阴徐敏和四头张家旺几个孩子。 几个孩子原本想等着春鸭他们出来的, 可以听老徐家可以团聚了, 张家旺一个机灵,情不自禁地就把门给直接对开了。 他那公鸭嗓这会儿也成了男低音, 还没等春鸭反应过来, 他便三步跨到春鸭跟前, 异常兴奋地问, 真的吗? 咱们老徐家真的能团圆了吗? 徐敏也快步走到春鸭跟前, 拍了张家旺手臂一下, 吐槽道, 谁跟你咱们? 我们, 我, 春鸭, 英子四头这些人才是老徐家, 你算哪门子的老徐家? 我怎么不算老徐家? 我是我姑, 你是我爹娘亲生的大侄子, 知道了知道了。 春鸭打断张家旺, 然后转头跟一脸兴奋的孩子们说, 以后扬州就是咱们老徐家的根据地了。 我爹娘还有徐心, 不用常住京城了。 哇, 哇哇哇, 春鸭春鸭, 那你以后也留在扬州了吧。 徐敏兴奋地捧着脸大喊, 虽然他不太明白根据地是啥意思。 徐英替春鸭回答, 那肯定啊, 以后咱们就能一起了。 回来好, 春鸭回来了, 我就能多个人一起算账了。 哎呀, 哎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 头疼, 头疼, 水土不服了, 我先休息休息, 春鸭说着话, 捧着脑瓜子就要开溜。 她倒也不是真的不想跟徐英一起盘盘手上的伙计, 她纯粹就是觉得徐英气鼓鼓骂她没良心的样子, 好玩得很, 纯粹就想逗着她玩而已。 不过如今的徐英徐敏, 早就知道春鸭就是个坏心颜子了, 根本不会信她的, 更不会轻易放过她。 两人直接一猛子扑在了春鸭身上, 差点把人给对翻了, 还好一旁的张家旺把春鸭给顶住了, 这才没让三个女孩给滚在地上。 春鸭谢了声张家旺, 还不忘问她, 你这是又搬回来住了? 没有, 张家旺摇头, 奶让我来的, 说是让我守着我辜负他们, 回来了第一时间通知她, 她可想参奶奶了。 哦, 原来是老闺蜜想老闺蜜了, 可以理解。 可惜徐敏才不会放过给张家旺记账的机会, 上达文外婆说事儿, 我看你就是看咱们家伙食好, 来蹭饭的。 记账啊张家旺, 时速算你一两, 这都是友情价。 张家旺呵呵一笑, 记呗, 以后等我做了官, 赚了钱, 就来还账。 完了, 坏账了。 徐敏说着话, 还得学老太太似的拍腿拍手, 一副痛心疾手的样子。 四头却是个棱的, 他跟徐敏解释, 姐姐且放心, 张家旺考进士可能还差点, 但是考举人应该没什么问题。 若考了举人, 坐上县城, 那每年也有三十多两的俸禄, 省吃俭用干上几年, 倒也是可以还了咱们家的账的。 看着四头一脸严肃, 分析得头头是道, 几个女孩笑作一团, 四头还问他们为何要笑, 他们也不答, 只嘻嘻哈哈地手拉着手, 往后院去了。 行了, 佛保佑拍了下挠头不已的四头的手, 别挠了, 一会儿再给自己挠秃了。 赶紧回去睡觉吧, 明日还要上学去的。 佛保佑说完, 就要赶人走。 四头走的时候还在问, 姐姐们到底笑啥呀? 姐姐们当然笑她呆了。 用春鸭的话说, 老徐的家认真劲, 全场在四头一人身上了。 不过跟着春鸭进了房间的徐英却说, 别看他人是一板一眼了点, 可是读书却是极好的, 连人家都说, 四头以后读书考学, 肯定会有一番作为的。 春鸭立刻捕捉到了关键信息, 谁? 人家是谁? 就是人家嘛。 徐英突然脸红了。 徐敏怪叫道, 陪公子。 别瞎说。 徐英捂住了徐敏的嘴, 没有,不是她。 徐敏用舌头舔了下徐英捂住她的手, 恶心的徐英赶紧把手缩了回去, 直骂一个女娃, 未美也太恶心了。 到底哪儿学来了? 春鸭姐那儿学来的? 徐敏立刻举手道。 惹得春鸭给她好一阵上下招呼, 徐英也上了手, 两人把徐敏按在床上好一阵挠痒痒, 直到徐敏喊两人娘, 亲娘,好亲娘, 两人这才停了手。 三姐妹躺在春鸭床上,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徐敏忍不住地高兴, 以后咱们谁都别远嫁, 等咱们老了, 也这么在一起玩闹可好。 好呀, 春鸭第一个答应, 我本也没想要远嫁, 我走了佩丰县怎么办? 你走了, 佩丰县多亲近啊。 徐英忍不住说道, 惹得春鸭又是对她好一阵上下棋手, 徐敏趁乱摸鱼, 三人是说一句话, 就得闹上一阵。 等闹停了下来, 徐英才问了春鸭一句正经话, 那若关小哥以后一直在外赴任, 你也依然留在扬州吗? 这个呀, 春鸭想了下, 然后说, 我可以陪她半年, 然后回扬州半年, 或者陪她三个月, 回扬州三个月吗? 反正也没有律法规定, 夫妻必须待在一处啊。 俗话说得好, 小别胜新婚嘛, 你瞧, 万一我跟关关一年别四次, 那她一年就能新婚四次, 雪赚啊。 惹得徐英又忍不住想要去挠她, 春鸭立刻讨饶道, 我好好说好好说, 说正经的, 说, 徐英抬起了自己的爪子, 我是觉得吧, 若是哪天咱们成亲了, 这男的女的互相谦让, 互相磨合,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要是谦让的, 连咱们自己都给让出去了, 或者磨合的, 把咱们自己给磨没了, 这就好像不太行, 男人们可以去拼事业, 咱们也可以去看他们, 可以支持他们, 但是我觉得, 底线还是要有的, 就是咱们自己也不能放弃自己赚钱的能力, 不过不放弃赚钱这事, 也不仅仅是为了钱, 而是这话该怎么说呢? 不放弃生存的能力, 不放弃自己喜欢的事, 都是为了让自己在以后的生活里, 保留相对完整的自己, 所以, 关关如果一直在外头围观, 我也会支持, 但是我不会完全跟着他转, 他也肯定不会这么要求我, 但是我们肯定会抽出一部分时间, 拿来相处, 其实这男女之间的相处, 我自己也在摸索着拿捏那个分寸, 再怎么具体的, 我也说不好, 我想表达的大致意思, 你们明白了吧? 明白, 徐敏立刻点头, 就是哪怕嫁给了皇上, 那也得自己赚钱才想, 其实他就半懂不懂, 反正徐敏只听到了赚钱这个关键词, 倒也不必把自己看那么高, 春鸭好心提醒, 徐敏更是点了下徐敏的脑瓜子, 你这脑子到底是不是被料师父泡药的时候给熏坏了, 皇后娘娘怎么要自己赚钱? 不过春鸭说的, 我觉得没有错, 不管到什么时候, 咱们女孩还是得自己有点本事, 这样富家也不会看清咱们, 这话虽然我不完全同意, 因为有本事这事吧, 跟婆家人看不看得起其实关系不大,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明白了我的想法,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不管成亲不成亲, 认真搞事业都非常重要, 春鸭说完这个, 还在床上站了一起来, 一副英勇就义的模样, 徐英徐敏也脱了鞋子站上了床, 搂着春鸭, 也发誓以后一定要继续努力搞事业, 三人嘻嘻哈哈说到了半夜, 直到丁香一锅洗澡水, 热成了半锅, 实在忍无可忍来劝了两句, 三人这才散了去, 赶了两天路的春鸭, 这才觉得口干舌燥, 腰酸背痛, 泡在浴缸里, 差点睡了过去, 还是丁香听房间里半天没动静, 敲门把春鸭给敲起来的, 躺在床上, 盖着有阳光味道的棉被, 想着马上就能见到爹娘爷奶了, 春鸭此刻只觉幸福极了, 他都好久没见到爷奶了, 如果见到了, 他一定还没想好一定要亲他们一下, 还是抱他们一下, 抑或是捏一下他们可爱的老脸, 春鸭头一歪, 三秒就睡着了, 因为太累, 所以这一觉春鸭睡得极为香甜, 一整夜都没做一个梦, 直到房间门被推开, 熟悉的声音传来, 春鸭, 这都中午了, 赶紧起来吃饭, 春鸭才悠悠地醒了过来, 他闭着眼睛翻了个身, 懒洋洋地嘀咕道, 娘, 再让我睡会儿吧, 我昨天半夜娘, 他瞬间弹射了起来, 睁开了眼睛, 就见张大夫一脸似笑非笑地站在他的床边, 早上咱们回家的动静多大呀, 你居然都没醒, 我都怀疑半夜里人家把你抬走, 你都不一定知道, 张大夫称怪了春鸭一句, 只穿了礼仪的春鸭, 掀了被子下了床, 紧紧地抱住了张大夫, 忍不住热泪盈眶, 娘, 我都想你了, 被春鸭一抱, 张大夫眼眶也微热了起来, 可她是谁呀, 她可是大甘朝最凶的女人, 甘德夫人, 那是绝对不会掉小金豆的, 于是张大夫把八爪鱼似的, 死命扒拉在他身上的春鸭给扯了下来, 这么冷的天, 就穿得肚兜睡觉, 你还像话吗, 赶紧地给我把衣服穿起来, 一会着凉了看我揍不揍你, 快点, 你爷奶他们都等着你吃饭呢, 春鸭这人就是有个毛病, 大冬天的就喜欢光溜溜地睡在被窝里, 特别是刚泡了早起来, 要不是怕再把丁香给吓死, 他恨不得原地释放动物的本性, 啥啥都不要了, 一听爷奶他们都等着自己了, 春鸭喊着娘你等我哈, 又让等在外间的丁香, 赶紧帮忙简单梳理下头发, 自己则边抖边去找衣服穿, 还好, 如今家里多少是有点富裕的, 这会儿房间里已经点了碳盆, 不然按照杨州这魔法攻击的冬天体感, 春鸭这光着半拉膀子的造型, 已经可以把她送走了, 张大夫见到自己惦记不已的女儿, 依旧是非常的着奏, 便也不愿意等她, 说是要伺候也奶吃饭去, 便带着丹燕匆匆走了, 骗鬼, 春鸭忍不住吐槽张大夫这拙劣的借口, 如果我娘去伺候我也奶吃饭, 我也奶估计得吓得端着碗连夜逃回三元村, 正在给春鸭梳头的丁香一个没忍住, 咯咯咯咯咯又是好一阵笑, 差点没把春鸭头发给薅下来, 春鸭在家的日常打扮很是简单, 所以这梳头穿衣动作也很快, 也不消一刻, 她便带着丁香急匆匆地跑到了前厅, 果见也奶爹娘, 连带文外婆都聚集在了老徐家的大课堂间里, 而几个小的, 据说是已经见了也奶他们回家了, 便都安安心心读书的读书, 干活的干活去了, 连带第一天回来的徐欣都屁颠屁颠地跟着张家旺去学堂了, 菜市是第一个看到春鸭笑音的走过来的, 老太太内心呢, 其实是很想这个猴经孙女的, 可是想拉念啊的, 这种话让她这钢铁直婆怎么说的出口, 所以见到春鸭, 老太太也直抿着嘴, 苦苦压抑着咧嘴的冲动, 眼见着孙女要走到跟前了, 她正准备嫌弃孙女几句呢, 就见鞋刺里冲过来个徐老汉, 扯着春鸭直说, 让赶紧让爷爷瞧瞧, 咱们家春鸭这可是长高了不少啊, 气得菜市一把扯住了春鸭的另一个手, 说凡事不都得有个先来后到, 春鸭是他先瞧见的, 你个死老头怎么还办到抢人, 徐老汉就奇了怪了, 说是你个老婆子真是不讲理, 你自己不跟孙女说话, 还能怪我抢人, 眼瞧着两人又要掐起来了, 张大夫赶紧喊了开饭, 说是边吃边说吧, 反正老徐家的事儿, 就没有一顿饭解决不了的, 如果一顿饭解决不了, 那就再多加两顿, 春鸭自然知道自己奶奶 是个傲娇的小老太太, 笑嘻嘻地就往奶奶身边挤, 一会儿夸奶奶, 你这抹额好好看啊, 是不是我以前给你买的呀, 一会儿说奶奶, 你怎么看着年轻了十好几岁啊, 这嘴边的褶子都少了, 说的傻鬼话, 菜市洋怒, 京城哪有咱们老家好, 那风吹在脸上, 跟晾腊肉似的, 我这老褶子别说少了, 这都多了好几道了, 对于自家老婆子这话, 徐老汉倒是同意的, 哎呀, 那北风起了, 还夹着煞脂往脸上扑啊, 我才去那会儿, 这鼻子天天出血, 还以为自己得了啥大病了, 要我说啊, 这京城人过得的确是苦, 惹得家中一众人很是好笑, 徐大更是说, 人家几破脑门都想去京城 弄个一关半只干呢, 二老就那么嫌弃啊, 不吃, 佛宝又忍不住笑了出来, 然后很不好意思地对公爹说, 爹, 我不是笑你哈, 哈哈哈哈, 春鸭也说, 爹, 我就是笑你哈, 京城这么好, 您在京城待着呗, 还跑回来干嘛呀, 我话还没说完, 徐达伸手道, 但是你爹爹我呢, 就不是事业型的男主, 所以京城不适合我, 你还男主, 张大夫忍不住翻白眼, 每个戏本子里的男主 不是玉树临风, 风流倜傥的, 你这肉栓如顿的, 还男主呢, 你懂啥, 徐达不屑道, 那样貌都是中看不中用的, 你看我这个虽然身高不高, 但是稳啊, 我就跟个秤妥似的, 稳稳地把握住了 咱老徐这杆子秤, 我不是男主, 谁是男主, 咳咳咳, 徐老汉咳了两下, 菜是立刻会议, 你咳屁, 你还不如你儿子呢, 几人在餐桌上疯狂惑黑, 乐得春鸭和佛保佑他们 都笑出了诸教, 还是团圆好呀, 不管在扬州是好是坏, 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总有逗不完的嘴, 说不完的乐子, 一餐饭吃到最后, 傲娇小老太太, 菜室就彻底放开了, 说春鸭在宁海到底是吃苦了, 这小身板怎么越来越瘦了, 看得怪让人心疼的, 春鸭立刻点头, 表示自己抢时抢不过大师傅和石金, 活活饿瘦的, 那可不行啊, 菜奶奶顿时坐不住了, 小生跟春鸭说, 奶以后天天给你开小灶, 不让那俩饭桶知道, 娘, 您别听她瞎说, 张大夫拍了下春鸭, 然后跟菜奶奶解释, 她最近在长身高, 抽调了, 所以看得好像显瘦了, 其实是人高了, 那更要加餐了, 菜奶奶还叹了口气, 当初她爹长身体的时候, 咱们家没这个条件, 给孩子吃好点, 搞得她爹如今长得这么矮蹲蹲的, 现在咱们有这条件了, 可得给他们多喂点, 吓得张大夫只喊大可不必, 女娃可不能塞太多, 徐老汉也说, 老婆子这是太久没养猪了, 把娃都恨不得当猪养了, 老两口又忍不住展现了一下辩论口才, 一餐饭才算有始有终地吃完了, 徐达他们因为是天蒙蒙亮的时候到的扬州, 所以那时候码头上除了一直等着他们的徐家下人, 和零星的几条渔船, 别的也没什么人, 过而此刻知道徐达已经到扬州的, 也就家里头这些人, 趁着大波的老熟人还没赶来, 春鸭先和徐达去了大书房, 说是讨论讨论这是波斯的事, 而佛保佑则带着丹燕, 拿着他那甩的一手好锅的母亲给的册子, 跟进货似的, 指挥着下人一车车地往库房里头搬东西, 不过在张大夫走之前, 佛保佑还是拉住了婆母, 问他, 娘, 房顶上那两位怎么办啊? 哦, 差点给整忘了, 给他们整理两个房间就行了, 别的咱们不用管, 他们自己会安排的。 可吃饭什么的? 没事, 他们自己会找吃的。 张大夫还拍了拍佛保佑的肩膀, 小声说, 以后咱们除了不说皇上皇后的坏话, 别的一切照旧, 没关系的。 媳妇, 别担心, 我瞧着他们俩也挺和气的, 爹说他们是暗卫, 是保护咱们安全的, 没事, 你别害怕哈。 石头也宽慰佛保佑, 我不是担心这个, 我是, 哎, 没事, 娘, 相公你们忙去吧, 我先把东西都入库去。 其实佛保佑不好意思说的是, 这人在屋顶上, 悄无声息的, 这不是干啥都被他们听到了? 不过, 既然这两人是皇上派来的, 他好像也不能把人给捅下来哈, 就只能以后多少注意点了。 此时, 坐在扬州中勇伯爵府内的一棵大槐树上的西风, 正在撸着小菊, 他跟小菊说, 你说寻州这人, 明知道自己是暗卫, 怎么也好意思一个上午去大厨房吃三顿呢? 咱们现在任务这么轻松, 又没啥运动量, 再这么吃下去, 就该变成你了。 趴在西风腿上的大菊珠, 抬起头, 冷冷地看了西风一眼, 西风呵呵一笑, 没有, 没说你, 我说大菊哥。 大菊珠这才低下了脑袋, 懒洋洋地瞄了一声, 仿佛在说, 这说得才像样啊。 跟着徐达到大书房的春鸭, 简单地问了下他爹今后的打算, 没想徐达鸭根就没啥打算, 他反问春鸭, 这怎么是我的打算? 这事儿不应该是我问你, 你的打算是什么吗? 这事儿皇上难道是派给我的? 春鸭气得要跺脚? 徐达在女儿面前, 反正也懒得伪装, 那我不管, 不过你也别急, 皇上说了, 到时候会拨了人下来, 助我一臂之力的, 你现在主要还是得把这大框架 和章程细节定下来, 这是他老人家, 怕您干砸锅吧? 春鸭忍不住吐槽, 大框架就是现在用的士博斯法条, 有什么调整的, 再在这法条上删减修补就行了, 组织架构等我再细想想。 不过皇上虽然到时候会派人下来, 可您这里也不能做光感司令, 该招募的人才, 还是得招募, 好歹你也得有几个幕僚啊。 徐达这才叹了口气, 哎, 你也奶生的还是太少, 小时候学习也没抓紧, 如今想要找值得信任的有事之事, 也不容易啊。 爹, 我给您举荐一个人, 春鸭说道, 徐达立刻想到一个很惨的人, 可别是你康表哥, 我瞧他也不容易。 说什么呢, 我那桩子也离不开我表哥, 那是哪个倒霉, 哎哎哎, 撒手撒手, 幸运幸运, 哪个幸运会被你选中呢? 春鸭邪魅一笑, 您还记得, 向主步吗? 向主步? 是辣个? 就是咱们在佩峰抗敌那会儿, 满城乱跑, 跑得跟金毛狮王似的那个主步嘛。 他现在是佩峰的县城, 这人虽然脾气一般, 但是是个实干型的, 我觉得还行。 春鸭跟佩峰县衙的官员, 不可谓不熟悉, 如今向主步已经是向县城了, 据康表哥说, 这人作风踏实得很, 比起官迷思想有点重的奖先令来说, 还是更实在点。 行倒是也行, 咱们这大干海关, 皇上说了, 官长与各部尚书评级, 下头也设左右侍郎, 不过这左右侍郎应该是皇上选的, 我恐怕过问不了。 但是总署下头按照你之前说的, 还得设什么积司部, 法规部, 关税部, 监察内审部, 积察部, 等等之类吧, 光这些部的郎中, 估计就得要不少。 这郎中的人选, 我倒是可以薄举几个。 对了, 你觉得卢远正能不能合适跟着我干? 徐达这也是实在没辙了, 他们老徐家但凡有一个能读书的, 他也不会打卢通判的主意。 大干这各部郎中, 基本都是无品的官位, 要真让卢通判做了郎中, 那倒也算是升官了。 春鸭只是觉得, 这卢通判吧, 工作态度不怎么好, 贪污腐败倒是不太会的。 要不要去问问吗? 徐达是觉得卢通判好歹也是个读书人, 关键在扬州又是社交套的存在, 他想要筹办起这个衙门, 需要的人力物力也不少, 这人倒是的确能帮上不少忙。 您不怕他随时随地罢工的话, 我一会儿要去卢府, 您就跟我一起去呗。 反正选人这事, 春鸭只给意见, 拍板还得让徐达拍板, 毕竟以后要带人干活的还是打打呀。 徐达立刻点头, 行, 但是你这几天得把组织架构给我做好, 到时候人搜罗齐了, 别连安排啥职位都说不好。 那您请我做特约顾问, 发我工钱。 这可把徐达气笑了, 我, 发你工钱? 我一年俸禄全在朝堂上给罚完了, 我还给你发工钱? 我现在全指望你们娘俩养我了, 还工钱呢? 做梦吧。 那您指定是在朝堂上撒泼了, 我猜王大将军肯定没被罚。 春鸭对徐达还是了解的, 你不知道, 不撒泼根本不行。 正当徐达添油加醋地跟春鸭说着 这朝堂上的纷争的时候, 张大夫的书房里头, 也传出了一声长长大, 啊, 什么呀, 我说的是哪里不明白吗? 坐在桌案后的张大夫, 抬头看向了坐在不远处的交椅上的大儿子, 可儿子从未听说过什么医学院啊, 这该如何操办啊? 什么事儿都是从无到有的嘛, 人家不办, 不代表咱们不能办。 之前咱们的培训班, 不是办得挺好吗? 张大夫笑眯眯地看着大儿子, 大儿子不得不据实已告, 娘, 咱们的培训班是亏的, 且只办了两届, 现在都不招生了。 很好吗? 你看, 咱们是不是已经累积了失败的经验了? 张大夫寻寻善诱, 你看哈, 咱们之前亏本, 是因为咱们那时候收的学费和给大夫的课时费, 不对等, 关键咱们那时候也没拉到赞助。 不过你放心, 娘现在多少有点名声, 好歹能拉来点赞助, 只要开办, 娘相信咱们不会亏本的。 其实张大夫根本没算过戏账, 不会亏的, 也是他自己乱说的。 反正现在子女都培养出来了, 他也不会为孩子们的生计发愁了, 他和徐达两口子手里头皇帝王爷达官贵人赏的钱财物品, 少说也有十几万两。 为儿女操心了两辈子的张大夫, 趁着自己还没老, 准备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了。 大干潮的南丁格尔, 要崛起了, 哪怕医学院要亏钱, 一年亏个两三百两银子, 他就全当是为自己的爱好买单, 也无所谓。 所以说, 这人吧, 还是得有钱, 有了钱, 才能有想干就干, 想不干就不干的自由。 石头听张大夫这么说, 便知道母亲大人是下定了决心要办这什么医学院了, 于是点头道, 那行, 那儿子这几天去寻摸寻摸地方, 娘, 您这医学院准备办多大, 招多少人啊。 嗯, 药理, 护理, 实验, 临床医学, 暂时四步吧, 以后有增加再说, 除了护理部女的招二十, 男的招十人, 别的都男女个半, 都招十五, 学费啥的, 你算算吧。 学期我暂时是想办四年八个学期, 然后学院的话需要教学, 实践, 实验, 培育, 住宿, 对了, 还得要个藏书阁, 暂时先弄个四进的院子, 带五母左右的地坝。 张大夫说完, 石头真的变石头了, 他愣了半想才说, 娘, 您知不知道, 咱们辅学才三进。 辅学的先生们学子们, 生了病还不是要找大夫, 咱们医学院, 服务人群更广泛, 比辅学大, 不是很正常吗? 张大夫觉得自己说得很有道理, 所以石头也觉得他娘说得很有道理, 娘说得好像也对哈, 那, 那您接后就不行医了吗? 行医啊, 不行医哪来的病例和经验? 我都想好了, 每月冯霜就去人际堂行医, 冯丹就去医学院教学, 医学院每月月底休息四天, 我也休息四天, 这, 就是张大夫以后的日程计划了, 他觉得这样的作息, 他可以一直干到老, 简直太完美了, 此刻他才感受到了, 女儿和徐达这些年做死做活的意义, 就因为女儿和徐达坚持不懈地搞事情, 如今他们才有足够的权, 和足够的钱, 来实现他们两辈子的梦想, 一想到这里, 张大夫又加了一句, 对了, 石头啊, 你给娘寻摸办医学院的地方的时候, 记得给你爹也寻摸个地方, 大小嘛, 跟医学院差不多大小就行了, 这是要做海关的衙门府, 石头问道, 不是, 你不用管这些, 你爹还没想好干嘛呢, 我就先给他把地方寻摸好了再说, 张大夫解释得比较含糊, 不过, 石头也不是刨根问底的性子, 他秉持的原则向来都是, 日子能过下去就行, 反正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在一起了, 要生要死的, 也不重要了, 至于爹娘妹子的计划, 就不用多问, 跟着干就完了, 想想连蓝云记都改上造路了, 人冯公公都不带多问一句的, 他还有啥能接受的, 于是, 石头也不再多问, 说了声, 我现在就去寻摸, 然后就走了, 出了书房的张大夫, 拿着在京城给宝珠买的料子, 穿上织的毛衣, 笑呵呵地便找孙女玩去了, 他就觉得吧, 回了扬州一下子就舒心不少, 今后的日子可真是令人期待呀, 石头出门之后, 春鸭带着他爹也去了趟卢府, 不过裴婷和卢远正都不在府内, 春鸭说既然如此, 那明日再来拜访吧, 结果文竹死活把两人给按住了, 说自个儿现在就去喊人, 然后手脚并用地跑出了卢府, 行吧,反正追文竹那也追不上了, 反正既来之则安之, 春鸭便和徐达两人, 就在卢家花厅里头吃茶等人, 妇女俩也没等多久, 就听外头有人喊, 妇人回来了, 然后爽朗的笑声, 也跟着传了进来, 文竹去喊人, 总归是先去喊裴婷的嘛, 妇女俩文声迎出了花厅的大门, 就见裴婷带着灌音奴来了, 这人还没到, 话音就先到了, 我天我天我天, 小原家你可打打书, 文竹个貌似的臭小子, 说话怎么只说了一半就跑了, 则, 自己刚才是不是笑得太过好放了, 裴婷这才开始觉得自己, 好像最近的确是嗓门打了些, 其实文竹是冤枉的, 刚才在摘星阁, 文竹才说了, 静怡郡主来了, 裴婷就拎着裙子跑了, 后面半句钟永博也来了, 是他根本没来的几听, 不过对于裴婷的豪迈, 比他更豪迈的徐氏家族, 根本不放在心上, 徐达朝裴婷点点头, 开玩笑道, 裴老板忙啊, 裴婷收敛了一点点的笑声, 不忙不忙, 哪有我妹子忙, 来来来, 达叔里边请, 说完, 裴婷便去勾住了春鸭的臂弯, 然后笑眯眯地问道, 你可舍得回来了, 离开都是暂时的, 回家才是长久的嘛, 春鸭说笑着, 跟着裴婷进了花厅, 三人落座后, 裴婷突然想到, 不对呀, 达叔, 您怎么回来了, 她是知道徐达从宁海回京的事的, 这会儿人怎么突然出现在了扬州了, 我天, 春鸭忍不住笑道, 姐姐, 您这反应速度绝了呀, 徐达哈哈笑道, 你听姐姐不是先紧着想你了吗, 对不住对不住, 每天这忙进忙出的, 脑子里头事太多了, 对了, 达叔您就突然回来是, 莫不是被夺绝了, 可看着徐达那笑嘻嘻的样子, 也不像啊, 裴婷无意识地摇了下头, 春鸭立马问道, 姐姐是不是觉得我爹被皇上, 没有, 别瞎说, 我就是脖子不舒服, 裴婷尴尬地解释道, 春鸭坏笑道, 我是想问, 姐姐是不是觉得我爹被皇上为以重任了, 好啊, 你个冤家, 裴婷扬怒, 拿我打去, 哈哈哈哈, 徐达倒是坦荡, 卢夫人是不是觉得我被夺绝赶回来了呀, 没有, 哈哈哈哈, 怎么可能呢, 咱们扬州一片都说, 宁海的差事, 达叔办得要多好有多好, 都不知道皇上会怎么赏您呢, 裴婷赶忙解释, 徐达倒也不客气, 宁海现在的确不错, 不过怎么扬州以后, 肯定比宁海要好, 我这次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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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个在花厅里的人, 被这放肆的笑声吓了一跳, 卢通畔, 伴随着自己那笔豪迈更豪迈的笑声, 煮着那金丝楠木的拐棍走进了花厅, 达叔, 春鸭妹子, 你们回来了呀, 卢通畔进门就是问好, 徐达点头打招呼, 回来了, 卢通畔这嗓门, 如今可真不小啊, 哈哈, 我也是听说叔回来了, 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好了, 高兴你也小点声, 咱们都被你吓了一跳, 裴婷忍不住抱怨一句, 卢通畔立马乐呵呵地认错, 说自己确实一不小心, 没控制住音量, 对这夫妻俩如今的相处模式, 春鸭也是叹为观止, 直接在旁边鼓掌, 说姐姐和卢姐夫, 真是扬州夫妻之表率, 别瞎说, 裴婷忍不住点一下春鸭胳膊, 咱们哪算得上表率, 非要说扬州夫妻有啥楷模, 那肯定也是非达叔和兰姨莫属, 你们两对是一样性质的, 春鸭乐道, 真正是, 琴瑟和明, 万一不和明, 那肯定是男的谈错了, 四人做着略寒暄了几句, 徐达便直奔主题, 反正都是熟人了, 他也不藏着掖着了, 他问卢通畔, 如今卢通畔在府衙杆的还成吗? 叔, 您太见外了, 叫我出洋就行了, 这府衙通畔, 怎么说呢, 在您面前我也不说啥场面话了, 我现在这么个情况, 想要再升官也不指望了, 但是这六品的通畔, 反正干着大意思也没啥, 可辞官呢, 咱们家那小子还没出道, 夫人手里头大家大业的, 我也说句实在话, 也不敢一点官职的都不混, 您说是不是? 所以这差事, 就暂且这么干着, 等到哪天我家俩男孩都能起来了, 我便索性辞了官, 跟夫人好好出去玩玩去, 卢通畔说完, 还深情地看了眼裴婷, 而裴婷却根本没看到这深情的眼神, 他反而问徐达, 达叔, 您这么问, 是想要提拔我家老爷? 哈哈哈哈, 还是老板娘聪明啊, 徐达笑道, 不过提拔也不敢当, 但是我这次回来, 是为了奉旨开办大甘朝的海关, 海关? 夫妻俩同时发出疑问, 啥意思? 是另一个神兵营? 但是听着词, 海关感觉好像跟海冒有关啊, 一想到跟海冒相关, 裴婷立刻眼睛放光, 忽闪忽闪地看着春鸭, 春鸭解释道, 就是之前施伯斯, 要从布正史斯玻璃出来, 六部之外, 再设大干海关, 专管海冒之事, 包括纳税基斯, 审批核定之类的, 只要跟海冒相关的, 以后都是大干海关管了, 各地施伯斯也会更名为各地海关, 这大甘朝的海关总署, 就设在扬州, 由我爹牵头开始筹备, 所以我爹今日就想来问问, 卢姐夫愿不愿意跟着我爹, 愿意, 夫妻俩想也不想, 一口同声地喊道, 那喊声响得, 吓得端着茶进来的灌音炉, 差点把托盘给砸了, 这响亮的回答声, 也把花厅里的妇女俩给吓了一跳, 徐达觉得这两人是不是有啥误会, 盲解释跟卢远正解释道, 我先声明啊, 我这最多只保你干的郎中, 侍郎是可以举荐下, 那就是我家老爷的福气, 别说什么侍郎郎中, 就是给您那新衙们干个扫地看门的伙计, 我家老爷也没二话的, 是是是, 如通盼盲点头, 既然达叔回扬州了, 那我肯定跟着达叔干, 啥官职不官职的, 有啥要紧, 不过最好还是能搞个侍郎干, 那他这就步入中层官员的范畴了, 跟司徒之府比起来, 那他也不差什么了, 不是他夸张, 刚才听春鸭说皇上居然要把士不思, 从不正十四分离出来, 还把总署设在扬州的时候, 他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事儿肯定是达叔窜多的呀, 他这人什么能耐呀, 居然能让皇上心设六步之外的一步, 关键是, 这衙门居然还能见在扬州, 这钟永伯在皇上面前, 恐他不能算是个红人, 而应该算是个子人了吧, 所以卢远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跟着徐大干, 他虽然现在软饭吃得挺顺心的, 但是怎么说呢, 作为曾经的官迷, 现在有那么好的机会, 放在他面前, 他做不到完全无动于衷的呀, 再说, 如今他想要吸引夫人的目光, 多少还得有点建树不是, 更关键的是, 这机会还是人家送上门来的, 他再不赶紧拿下, 那他坏的应该不是腿, 而是脑子了, 当然, 裴婷不可能跟卢远正想的一样, 他的想法很简单, 那就是春鸭都开始干海帽了, 那说明将来海帽肯定大有作为, 他为啥让冠音奴跟着徐大掌柜和佛宝又学杨文, 不就是因为相信春鸭的眼光吗, 如今达叔他们把这么好的机会送上门, 所谓衙门里头有人好办事, 也不说他们裴家或者卢家的商行 要做什么投机倒把的事吧, 但是好歹能及时知道海关的消息, 或者加快货物进出的速度吧, 这机会不抓住, 那他也望做裴家女了, 至于老爷愿不愿意, 其实根本不重要, 不愿意, 那就断粮, 看他能傲娇几天, 当然, 这个他们家老爷的态度, 裴婷还是挺满意的, 于是乎, 徐达和春鸭就根本没费身腰劲, 直接就把卢远正给招揽了, 卢远正还问徐达, 这扬州府里, 达叔还看中什么人了没, 徐达便问向主部如何, 卢远正一听, 正立刻拍案叫好, 说向主部这个人, 就是性子轴了点, 但是绝对是干活卖力气的人, 若达叔不嫌弃, 他可以去做个说客, 徐达一听, 立刻拍着卢远正的肩膀, 闲直都叫起来了, 妇女俩说完事, 婉拒了裴婷晚饭的邀请, 不过说好了, 等过年的时候, 一定好好来卢府喝趟大酒, 走的时候, 徐达和卢远正走在前头说话, 而裴婷则挽着春鸭的手, 走在后面, 春鸭问他, 姐姐如今跟卢姐夫过得可好, 不错呀, 裴婷看着跟个傻大姐似的, 老儿和仙儿的学业, 都是他在管, 大儿子住在府学, 一月回来个几天, 也不用操心, 我只要在孩子们 被他们的爹打手心的时候, 适时出来做个好母亲, 给孩子们擦擦眼泪, 微微点心便好了, 我觉得这样的日子, 还挺舒心的, 不过瞧着你对姐夫 好像不怎么放在心上这话, 春鸭没说出口, 可裴婷也能听明白春鸭的意思, 她微微一笑, 傻孩子, 人活在世上, 哪有十全十美的, 舍了那些男欢女爱, 我反倒是过得简单又舒心, 当然, 我不是说让你也跟我似的, 但是情爱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得知我性, 失知我命, 抢求不来, 有这些时间, 我宁愿多赚点银子, 多开些铺子, 比这男欢女爱重要又有趣的事, 这世间多的是呢, 更何况, 老爷带我也不错, 对孩子也挺好, 我觉得这样就不错, 我也没啥负担, 姐姐过得高兴就好, 春鸭握了握裴婷的手, 不过现在, 我回来了, 姐姐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扑痴, 裴婷点了下春鸭的脑袋, 我就怕你不给我找事呢, 前头你给若梅初点子开了绣房, 哎呀, 可眼红死我了, 我当下就喊了我师傅, 给他塞若梅的绣房去了, 给他要了高工钱, 我不管啊, 你可得再赔我个生意, 你说, 咱们再卖点啥给洋人, 不一定是卖呀, 买也行啊, 春鸭笑嘻嘻地说道, 说, 买啥, 姐姐有钱, 裴婷一听到春鸭这么说, 就觉得有眉目, 可春鸭却故作神秘, 急啥, 有了消息, 一定第一个通知你, 好, 说好了呀, 我是第一个, 知道了知道了, 第一第一, 比我大哥还第一, 那倒也喊你嫂子一起吗, 若梅和梅姨娘是双梅, 咱们就三朵金花, 俗气, 要叫就叫三人行, 啥呀, 还不如三朵金花, 两人嘻嘻哈哈一路, 惹得卢远正和徐达频频往后看, 卢远正嘀咕道, 也不知道他们在说啥, 肯定是咱们不擅长的事, 徐达如此回答, 卢远正瞄懂, 立刻说, 要说赚钱还是得看春鸭, 别看他一般只动脑子不动手, 可没这个脑子, 手也不能自己动不是, 可别, 算我求你, 可千万别这么夸他, 他这挖起坑来, 连自己都买, 咱们还是尽量别在他跟前提动脑子的事, 徐达也是怕了自家女儿了, 卢远正笑的夸张, 说是达叔您未免也太幽默, 这大干海关, 一定能在您手里发光发亮, 徐达暗想, 好家伙, 还好这卢远正是混扬州的, 若是也在京城混, 那说不定还会去跟五首福抢饭碗呢, 不过, 徐达面子上去还要说, 那得靠你们多多支持我呀, 父女俩从卢府出来的时候, 天色都快暗了, 家里头就等着他们俩开饭呢, 所以当两人回家时, 张大夫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再不回家, 我就喊大金来找你们来了, 徐达忙解释, 这说要紧事, 不得花点时间, 不过卢家那两口子, 实在是忒能聊了, 亭儿他们就是热情了点, 赶紧洗手吃饭, 实际上张大夫觉得, 裴婷现如今这话密的, 可能比春鸭还要密一些, 而另一头, 春鸭却已经录上了弟弟, 哎呀, 我们铁铁长高了呀, 罚钱罚钱, 张家旺立刻喊道, 铁头不能叫铁头, 要叫徐欣, 四头一本正经地说, 春鸭耍赖, 我没叫铁头, 我叫的是铁铁, 不过铁头却不干了, 我不服啊, 为啥你们都能叫小明, 就我一个人叫徐欣, 我不干啊, 我也要叫回铁头, 就是, 徐欣听了也不霸气, 铁头, 一听就投狠铁, 多霸气呀, 张家旺话音刚落, 就迎来奶奶的一记铁沙掌, 像话吗, 铁头是要做柿子的, 一个柿子叫铁头像话吗, 四两, 闻外婆罚款四两, 徐敏在一旁浑水摸鱼, 我不干啊, 凭啥就我一个不叫头, 徐欣还在垂死挣扎, 张家旺安慰她, 我也不叫头啊, 你是咱们老徐家的孩子吗, 徐敏忍不住翻白眼, 那不管, 不是老徐家的孩子, 却是老徐家的亲侄子, 反正都一样, 张家旺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这人向来如此, 徐敏不干了, 跟张家旺掰着起, 他这表的, 就不算亲的, 小柿子还在那里纠结自己的头眉了, 四头急着给他普及, 叫个正常人名的重要性, 才开始牙牙学语的宝珠, 也说着人类听不懂的话, 举着屁股哇哇哇地喊着, 春鸭则跟一旁的徐英说, 他也许可能还会再跟陪廷多门生意, 但是具体什么生意还没想好, 气得徐英开始细数自己手里头春鸭那些三角杖, 说他再敢开什么生意, 他就要撂挑子了, 总之, 徐家的大课堂间里头, 瞬间是鸡飞狗跳, 炒的都不行了, 菜是被炒的脑瓜子都快炸了, 刚想让几个小的闭嘴, 没想张大夫威严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们, 几个头, 从明天开始都给我叫正经名, 读书的, 先生刺了字的, 就用字来当小名, 头都给我收起来, 在场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缩了下脖子, 连宝珠都不吭声了, 眨巴着圆溜溜的眼睛, 瞧着发威的奶奶, 说完头的事, 张大夫又跟春鸭说, 你以后也给我叫正经名, 春鸭就是我正经名啊, 只有他才敢挑战张大夫, 来来来, 你听听留在京城的丫头, 叫邱芬, 那边那个叫夏志, 还有那个叫立东, 你叫春鸭, 听着像不像他们的姐妹, 张大夫没好气地说道, 佛宝佑立刻表示, 是他才错, 只想着避开春鸭的春字, 却没想到, 听着还真的挺像姐妹的, 这哪里是你的错, 这名原本他爹娶的时候就没娶好, 张大夫说完, 徐老汉缩了下脖子, 蔡氏更是低头不语, 这名吧, 其实是他们老两口随便起的, 徐老汉虽然读过书, 但是徐达那时候老是赌钱让家里擦屁股, 所以他也没啥心思给他闺女起名, 蔡奶奶说出生在春天, 就叫春吧, 徐老汉就同意了, 然后就一直用到了现在, 这会儿老两口倒是也觉得, 的确当初起名的时候是敷衍了那么一点点, 不过这事儿也怨不得他们吧, 主要当初徐达不做人, 惹得老两口到底还是有些迁怒春鸭了, 春鸭叫这名, 元凶还是徐达, 老两口突然抬头, 看向了徐达, 搞得徐达好一阵抬头耸肩, 完全不明白爹娘为啥要瞪他, 当然, 徐达早就忘了, 春鸭这名是哪来的, 他主要反对的是, 可叫他春晓, 这听着感觉更像人家的小姐妹了呀, 唉, 叫啥不是叫, 春鸭不是挺好, 折腾啥呀, 大大咧咧者, 向征兴地反抗了一小夏, 可张大夫这回是铁了心, 要把家里头孩子们的名搞得正规化了, 他冷笑一声道, 不用叫春晓, 既然皇上都赐名你叫静怡郡主了, 那大家以后就叫你静怡, 也不算唐吐, 叫啥静怡呀, 娘我觉得你在讽刺我, 春鸭第一个反对, 张大夫慢慢地环视了一圈徐家课堂间的众人, 然后问道, 大伙觉得怎么样, 好, 菜是第一个举手, 姑娘家家的, 就是该静一静, 静一好, 同意, 赞成, 可以, 就, 张大夫是永远的食物链顶层, 张大夫很满意, 既然如此, 以后大伙就各自记住自己的名, 刚开始叫, 肯定会有不习惯, 不过我已经想好了, 丹燕, 把东西拿上来, 丹燕应了一声, 然后跑到后院, 大伙正在说是什么东西呢, 就见丹燕捧着个盒子来了, 张大夫介绍说, 我想过了,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记忆自己和孩子们的名字, 以后, 只要谁说错一次名字, 那就罚款十两, 罚得的款项就放在这个盒子里, 到了年底, 谁说错次数最少, 就可以得到这个盒子里的罚款, 如果有次数并列的, 那就均分, 十两, 张大夫, 你不做强盗真是屈才了, 春鸭第一个表示不服, 张大夫, 你这过分了呀, 徐达也在无力地反抗着, 蔡氏也说, 十两到底也是太多了, 我们老人家记性不好, 这叫错一次罚十两, 蔡氏觉得自己能直接叫破产, 张大夫跟婆母解释道, 娘, 俗话说得好, 人如其名人如其名, 这名字还是很重要的, 孩子们慢慢都大了, 以后读书考学, 到底还是要混社会的, 咱们家的小名在村里随便喊着没事, 可真要混社交圈, 还是得住一点, 咱们总不能想着孩子们越混越回去吧, 咱们虽然可以不理人家怎么想, 怎么说, 可这非得跟普罗大众的审美降着来, 我还是觉得没这个必要, 蔡氏, 艰难地点了点头, 觉得儿媳说的多少有几分道理, 那, 那老人要不然打个折扣吧, 一旁的闻外婆瑟瑟发抖, 跟女儿申请折扣, 好吧, 张大夫点点头, 那行, 老人就二两吧, 不过你们也得言传身教, 眼儿有信哈, 我老了, 我已经老了, 徐达第一个举手, 滚边去, 徐老汉扒拉下了儿子的手, 对着笑问, 那咱们在村里叫错的话, 这事得靠自觉呀爹, 张大夫无奈当, 那行, 自觉这种事, 徐老汉天生没有, 他点点头, 说自己知道了, 放心, 蔡氏跟儿媳说, 我会给他记着的, 气得徐老汉忙说, 咱俩可是一伙的, 蔡氏挽着闻外婆的胳膊肘, 看了眼儿老板, 谁跟你咱们俩, 小佑啊, 开饭不, 吃完饭我跟你外婆, 还得上夜市桥热闹去, 诶, 好, 来人, 上菜, 此时, 春鸭还在苦苦挣扎, 娘, 我不喜欢静, 徐, 张大夫立刻捂住春鸭的嘴, 不可以不喜欢, 他指了指房顶, 春鸭只能咬碎门牙, 满嘴穿风, 好, 我认了, 所以当等了一整天, 都没等到典型的道选找上门来兴师问罪的时候, 这家里头, 反正也没几个人的名能对得上号了, 当他知道春鸭现在只能叫静怡了的时候, 直笑得合不拢嘴, 他坦言, 这就是皇帝嘲讽你的呀, 我知道, 春鸭, 呃, 不, 静怡咬牙道, 关键他觉得这名, 听着还像某种月月安的名, 不过, 如果联名带姓, 叫徐静怡的话, 感觉就像弯弯偶像剧女主角的名, 月月安, 还是玛丽苏, 他, 选择玛丽苏, 于是静怡郡主立刻宣布, 师父, 你以后就连名带姓叫徐静怡, 徐静怡, 道选皱眉, 这名是你的吗, 感觉是你路上捡来的, 你不是应该叫, 徐大锤之类的吗, 惹得一家人笑得简直要撅过去, 几个小的更是已经夸张地滚倒在了地上了, 不过好在, 这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过的用名风波, 在张大夫强势的管理之下, 总算是定下了最终的章程, 不过这事可害惨了第二天得到爹娘歌嫂回扬州, 急匆匆赶来的徐发和徐智夫妇, 在根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徐发徐智差点就被罚个底儿掉, 其实张大夫说, 兄弟们第一次不知道, 就不罚了吧, 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可以拿到奖金的徐老汉可不愿意, 直接钓鱼撒4, 把两兄弟身上带的银子全罚了个干净, 好在李氏和周氏也不在乎这些, 有钱了吗, 花个四五十两的, 给爹娘逗个乐子, 有啥不好的, 不过最重要的是, 大嫂回来了, 别的, 还有啥重要的吗, 李氏相信, 大嫂一定会带着他们, 永攀事业新高峰, 而周氏则单纯地觉得歌嫂回来了, 家里头就多了两根主心骨, 她也能安心不少, 张兰听周氏这么说, 便问她, 你这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没有, 周氏摇头, 就是, 就是家里头钱太多, 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 哎呀, 我来说, 李氏抢答, 老三家的是没见过这么多钱, 紧张的, 不过大嫂老师说, 咱们这月月安, 每月居然能赚千两个银子, 我也真是没想到, 加上蓝云计分的钱, 一月能赚之前八辈子的钱, 也不怪老三家的, 哪怕我这人胆子大些, 拿钱的时候也多少觉得手抖, 张大夫微笑道, 这都是你们的勤劳换来的, 该拿就拿着, 不用手抖, 不过现在市面上, 月月安品种也多了, 我是觉得你们现在这个规模就行了, 东西得往好里做, 但不能盲目扩大, 是这个李, 李氏一拍腿, 带头, 又废掉十两, 我大儿子叫啥来着, 李氏突然问道, 惹得张大夫哭笑不得, 徐森, 你就记, 锅盖是用木头做的, 就能记住了, 对呀, 要说还是大嫂聪明, 锅盖, 张大夫和周氏都一脸生无可恋地看向李氏, 哎呀, 又浪费我十两, 这破孩子, 不说他了, 徐英, 徐英他爹说, 咱们再说啥来着, 李氏彻底猛圈了, 月月安的生产, 张大夫忍不住捂住了脑门子, 哦, 对, 徐英他爹, 先前说让我再在安远吉那选快递, 把月月安工房干脆搬过去, 扩大上几倍, 我就没答应, 我家这老爷们, 做事多少有点不着调, 我信不着他, 反倒是嫂子说的, 事要做精, 别图做多, 我就觉得特别有道理, 嫂子, 你说, 咱们这月月安的事, 怎么还能做戏, 李氏真是好不容易把这事给说完了, 这事啊, 咱们是得好好合计合计, 之前做的月月安, 工艺上多少还是粗糙了, 三轴里又展开了一场月月安改革的探讨, 而徐家三呢, 见面主要探讨的, 还是蓝云记的事, 作为激进派代表, 徐发其实是想再跟上头申请申请, 把蓝云记再扩一扩的, 不过遭到了来自徐老汉和徐志这种保守派的打击, 今天又说起这事, 徐发徐志就想讨要大哥的意见, 徐达的意见是, 且等等, 蓝云记马上就要改之一了, 等他们开放了技术, 这不匹生意, 估计做的人会不少, 现在扩张了, 再等个一年两年的, 生意会大量分割缩水的, 你们听我的, 工厂按照现在的规模, 只可以小, 不可以再大了, 各地的木工匠人, 我之前让你们去寻访的, 你们都找了吗? 听大哥这么一说, 徐发有点忙然啊, 找是找了, 不过现在就把他们安置在厂子里修修机器啥的, 别的也拍不上用处, 现在没用, 不代表将来没用, 这些人, 技术好的都留着, 以后得用, 徐达这回说的, 是很斩钉截铁, 没什么商量的意思, 徐志也难得听大哥这么毫不犹豫地做决定, 于是他问, 大哥这是帮咱们想好出路了, 你们猜不出来? 徐达反问, 大哥觉得我们能猜得出来, 徐志反问反问的, 徐达, 徐达服了, 是我唐突了, 啥? 大哥, 你想到的是啥? 提前跟咱们通通气吗? 徐发很激动, 不过这事儿吧, 徐达准备到时候再说, 于是站起身, 你们还是继续搜罗匠人, 底下搞扩大生产吧, 然后背着手, 摇着头, 叹着气, 跟个失望的老父亲似的, 就这么走了, 之后的日子, 徐家老少是一个都没闲着, 原本大伙都觉得自己已经是忙得再抽不出半点空来了, 没想, 这时间居然挤着挤着, 多少都能挤点出来, 徐蕾, 石头, 大掌柜, 在完成自己的本职任务后, 还得忙着给爹娘寻摸风水宝地, 裴公子听说此事, 自告奋勇地表示自己想跟大哥一起寻摸, 结果非但是徐大掌柜, 赤巨资买了三套院子, 连带着裴公子, 也挨着忠勇伯爵府的街巷, 也买了三套院子, 好在裴公子买的院子不算大, 多是两进或者是东西两院的小而美, 而徐大掌柜买的大院子都比较偏, 所以这扬州的房价倒是赞稳, 没被这俩傻愣灯的货给炒起来, 徐蕾知道, 裴公子买的院子, 大概率是用来跟徐英成亲之后住的, 娘要的大院子是开医学院的, 自己多买的一套, 是以后给妹子和关小哥成亲用的, 这院子妹子住不住无所谓, 反正是他给妹子的陪价, 可爹的那四进大院到底是干嘛的, 他到现在还是猜不透, 仰外是,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妾多了麻烦多, 若是实在闲得无聊, 就多生几个孩子, 让自己忙碌起来, 这是可以的, 但是若是在外头沾花惹草, 一天到晚想着女人的事, 那就别怪她直接把这人的名 从族谱上给涂了, 这事儿吧, 对于老徐家来说, 倒也挺容易就接受的, 毕竟他们是乡下泥腿子爬上来的, 他们整个三原村就没一家那妾的, 哪怕是地主家, 那都觉得养个妾室不如养个儿子来的实用, 所以一般的地主家, 那都是宁养儿子不养妾的, 至于那些高官和乡身家里头, 想要多少妻妾, 跟老徐家也没半毛钱关系, 用徐达的话说, 自己管好自己得了, 咱们的人生乐趣不一样, 所以, 那么大的院子买来, 肯定也不是为了住的, 爹娘也不说是干啥的, 徐磊就非常的苦恼, 有一种越是不让他知道, 他就越是想知道的叛逆感, 不过吧, 徐磊这个苦恼, 很快便被另一个苦恼代替了, 那苦恼便是, 妹子居然突然管起她的学习来了, 这事儿吧, 也不是郡主大人想管, 而是徐大掌柜这个学习进度, 实在是太令人抓狂了, 当然, 为徐大掌柜的学习进度抓狂的, 不仅仅只有郡主大人, 一万先生, 那就不仅仅是抓狂那么简单了, 他是整个人都被这兄妹俩搞得裂开了,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怎么能这么大呢? 妹妹学语言, 恨不能七天就能用阳文跟你唠嗑, 而大哥呢? 七十天都不带说句整话的, 咋会这样的? 这俩是亲兄妹吗? 这家真的没有什么故事, 或者事故吗? 一万先生, 可能猜一辈子都猜不到, 这家还真是出过一个不能用科学解释的事故, 不过这事儿的主因, 倒也不是事故的事儿, 主要吧, 徐类对学习这事儿, 本就比较犯处, 再加上这舌头又不听他的, 还有因为他本身也挺忙的, 导致这颗野事上的有一搭没一搭, 几方面因素加起来, 徐类这学习进度, 也是可想而知了, 可是, 既然郡主大人回来了, 那自然是不能放任大哥自留的, 他说了, 一日之际在于晨, 现在不吃学习的苦, 以后就要上洋人的当, 大哥可得好好干啊, 那徐类还能说啥, 他只能答应啊, 一万先生为了远离徐大掌柜, 死活没住在徐家, 不过好在徐家帮他租的房子, 离徐家宅子也不远, 早上来上课也没啥问题, 当然, 既然决定了早上要开课, 那孩子们学有余力的, 自然也可以报名参加, 结果除了徐大掌柜的老同学, 冠音奴和佛宝佑这两大护法之外, 别的孩子没一个想跟着学的, 毕竟他们也都挺忙的, 不过在蔡奶奶的寻棍寻放善非右线之下, 老师人徐燕四头还是屈服了, 于是这杨文思熟, 便在徐家大院的导座房里正式开办了, 一大早的, 有路过的百姓就发现, 徐家大院里就传出了朗朗读书声, 都说这忠勇伯家的孩子们, 真的是很刻苦, 不过就是学的可能不是啥正经东西, 读的全是等, 要说这忠勇伯家发财呢, 果然是全员学了秘书的, 当然了, 这老徐家目前最忙的还是非徐达莫属, 毕竟筹办大干海关是件正经的大事, 他也不敢随便怠慢, 皇帝拨下来的人, 再过些日子就要到了, 这衙门新建那肯定是来不及了, 卢远正里里外外给找的几处院落, 多少都有些缺点, 看了几处徐达都不怎么满意, 这事倒是让他不免有些着急上火, 这衙门的房子照徐达设想, 得有点排面才行, 可无奈皇帝也不怎么给银子, 虽然之前说的二百两只是个笑话, 后头又拨了一笔钱过来, 可拨过来的也不过只两三千两银子, 真的是不够干啥的, 不过皇帝也说了, 这衙门得建, 不够的就让地方上想想办法, 好在司徒大人一听说这事, 皇上恨不能一日三问, 便非常积极地腾挪了一处关属出来, 那地方以前是河道署的关崖, 就在扬州大码头边上, 进出府城很是方便, 如今徐达急着用, 司徒之府便把河道署暂时挪到了府衙, 反正一切先紧着徐达来, 当然, 徐达也非常给面子地把这事上报给了皇帝, 皇帝收到消息, 顿时觉得司徒之府这人还算靠得住, 所以还得在扬州再待几年, 司徒大人当然不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 得了皇帝的几句赞赏, 干起活来那叫一个带劲, 一天恨不能跑三四趟正在整修的海关衙们, 简直比徐达还去得勤, 徐达甚至产生出了, 司徒大人是不是准备把府衙一并搬来的错觉, 当然了, 司徒大人搬是不可能搬的, 但是他也拍胸脯保证, 这修缮大干海关关衙一事, 他包了, 徐达自然是不可能客气的, 他的字典里就没有客气二字, 既然关衙的事由司徒大人包了, 那徐达便腾出了手, 开始招募网罗有志之士了, 虽说海关的高级官员会由吏部直接派下来, 但是一个衙门少说的有百来号的各种职位, 吏部派来的只是一小部分, 大部分的人还得在当地挑, 不过这个所谓的招人也是有门槛的, 按照皇帝的嘱托, 这大干海关的衙门里头, 除了那些站岗的, 拿人的武夫, 文职最低都得秀才起, 要不是因为徐达再三表示, 要求太高找不到人, 皇帝本来还想从举人开始补路呢, 皇帝内心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大干朝的文盲官员, 有一个那就够了, 不过海关招人这事, 也让皇帝认清了, 大干朝如今人才真的非常紧缺这个现实, 于是他大手一挥, 下了一道圣旨, 明年还得开恩科, 用徐达那不着调的货的话说就是, 如今大干, 最缺的是啥, 是人才呀, 既然手上的人才, 不过他们货货了, 那就制造人才, 继续货货, 这事导致的另一个连锁反应就是, 张家旺和徐欣, 这回都得参加恩科, 当然学得不错, 但是毕竟年纪小, 家里人怕他熬不住, 所以准备再等几年, 等他年纪再长一些再说, 至于徐咬五头的学业, 那可真是, 反正也不是啥念书的料, 先生叫他写个名, 他直接就写徐图图图, 得到了先生较棒的表扬, 为了让孩子们顺利参加恩科, 徐达便吃巨资, 让王宗元给他从京城 骗了个国子贱的先生 来家里头做西席, 孩子们婉拒说不用了, 书上有啥不懂的, 也可以去问辅学的先生 和大师傅住在家里的西席, 那真是大可不必啊, 不过作为曾经的岔生, 徐达心里多少有点扭曲, 见孩子们读书读得辛苦, 他多少得到了一丝安慰, 所以西席先生, 不管孩子们如何苦苦挣扎, 那也是必须得请的, 当然, 老徐家里头, 忙着招人的, 也不止徐达一个, 张大夫回了扬州之后, 便重出江湖, 在看病救人之余, 也开始招录医学院的学生, 他让大儿子买的那大宅子, 正式挂牌了, 取名就叫自己医学院, 其这名, 除了觉得挺好听之外, 主要也是为了 跟人际堂分割一下, 因为张大夫说了, 这医学院培养的学生, 也不仅仅是为人际堂服务的, 以后这些人, 都要走向大干的各个角落的, 全部顶着人际堂的名号, 实在是太过张扬, 他个人感觉不太妥当, 话说招录学生一事, 一般书院招录学生, 只要书院有点名气, 那都是很好招人的, 可是这新开的医学院 要招录学生, 却没那么简单, 毕竟要读四年呢, 关键读了四年书, 又不能参加科举, 而且学费也不算便宜, 一年也要五两银, 比起便宜点的书院, 这价格算是高的了, 而且读书还是男女同读, 虽然住宿是分开的, 但是很多人家 也都无法接受 这样的学习环境, 徐欣其实提出过, 现在扬州很多小书院 也收女学生, 但是上课的时候 是用屏风隔开男女, 分作两边的, 他们的医学院若是这么办, 可能能接受的人还多些, 可张大夫考虑再三, 还是拒绝了, 理由很简单, 令人生病也不挑男女的, 太过在乎男女大方, 的确不太适合学医, 于是这样的条件放出去, 招人便招得很是缓慢, 男的, 有着学费的, 大部分还是更愿意 去正经读个书的, 女的, 有着学费的, 大部分不是小夫之家, 就是贵哥小姐, 那就更没有人愿意出来 跟男子混在一起念书了, 这招收情况跟他们扬州人祭堂 第一次招生的时候, 反正也差不太多, 张大夫的招贴挂出去大半月, 响应着寥寥, 男女加起来才招了三四十人, 这离张大夫百多人的目标, 可是差不少啊, 不过这事情的转机, 却是在突然间出现的, 某日人祭堂突然来了五六十号人, 男女皆有, 都说是来报名医学院的, 细问下来, 原来是张大夫要开医学院的消息, 被郡主大人送去了京城将军府, 关静得了消息, 满京城一散播, 排不上号去京城人祭堂进修的那群小大夫, 全呼啦啦订了配封号的船票, 连年都来不及过, 就都跑来了扬州, 他们一瞧甘德夫人开的医学院, 居然扬州无人时, 差点没高兴死, 反正数有数路, 蛇有蛇到, 这些人又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通知了远远近近的朋友和共识过的大夫, 说是赶紧来捡钱贷啊, 甘德夫人开了医学院, 一年学费只要五两银, 扬州的傻子居然都不报啊, 结果就在过年前, 张大夫便墙内开花墙外乡, 原本准备招收百多人的医学院, 硬是招露了二百余人, 然后张大夫又愁了, 天爷啊, 这么多人, 可不得配老大夫来教学吗? 原本他是准备让人际堂的金大夫他们, 给那些来报名的, 没啥激活的孩子们, 丛令交起的, 可如今招露进来的大部分学生, 都是有基础的年轻大夫, 那金大夫他们, 多少是显得有些不够用了, 皇上画的时候, 夹带了一封给皇后的信件回京, 求皇帝皇后好歹支援一把, 弄俩御医来用用, 结果皇后收到了信, 二话不说, 就去找了其大夫鲁大夫, 问他们愿不愿意去扬州教学, 两位老太医, 本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不是, 墨守成规, 本来不是什么墨守成规之人, 听说是去扬州甘德夫人开的医学院教学, 即刻就应下了, 两人还说让皇后放心, 他们一定会好好协助甘德夫人, 把那医学院给办起来的, 而皇后只有一个要求, 本宫别的不要求, 就一个要求, 二位太医和甘德夫人, 无论如何, 得把那麻药, 就是像甘德夫人描述的那种, 吃了之后能直接昏睡, 然后变人是不知的麻药, 给弄出来, 反正生辣的滋味, 大甘朝也就他最清楚, 虽然他是不可能再生孩子了, 但是他也是有女儿孙女的人, 以后要是他们生孩子, 也需要动刀子呢, 这麻药, 在皇后看来, 那可是无比重要的, 二位太医知道这药, 其实是配得出来的, 但是呢, 他们也的确需要反复验证, 拍胸脯保证这种事, 他们这么严谨的人是绝对干不出来的, 不过他们也答应了皇后, 去了医学院之后, 第一件钥匙, 就是把这麻药给捣过出来, 也不枉费皇后娘娘, 给医学院的千两白银的投资, 善良的, 大方的, 怕疼的皇后, 一咬牙, 便拨了千两白银, 作为此起医学院的启动资金, 两位太医也给张大夫去了信, 说事过完年, 就搭乘了配封号, 即刻赶往扬州府, 年二十八, 关木卿提前两天, 到了扬州, 他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扬州街溜子, 静怡郡主, 然后在到达当日, 就被罚了整整二百两白银, 老徐家呢, 放在大课堂间八仙桌上的大木匣子, 直接被关木卿的银子塞爆了, 这里头, 大部分的罚款来自静怡郡主那坑爹的名字, 既然大木匣子被塞爆了, 张大夫便只能让小丝又抬出了的大张木箱, 塞在了八仙桌的下头, 按照老徐家这脑子, 张木箱子装满, 也是指日可待了, 不过在看到张木箱被抬出来的那一刻, 已经齐聚一堂的徐家人, 在徐达的带领下, 直接就PI了, 徐达说是要推翻张大夫的暴政, 这喊错名就罚款的事, 实在是太坑爹了, 没错, 这事是真的坑了徐家三刀和徐老汉的不少钱, 除了关木卿的二百两银子, 第二多的就是徐达的一百八十两, 曾经信心满满要赢取匣子银子的徐老汉, 也往里头豪制了一百二十两, 徐达徐志也各有一百两的贡献, 连张大夫也在里头贡献了差不多七八十两, 他折, 主要就折在自家女儿手里, 当然, 老徐家大部分的人都是折在郡主大人手里的, 连带道玄都往那破木匣子里头扔了二两银子, 然后他慢慢咧咧说是, 他这辈子也算是圆满了, 居然遇到了画原画到和尚头上来的人家了, 你们老徐家可真是狠啊, 这民愤积怨在那月二十八这日达到了顶峰, 老徐家人决定跟徐达干一票, 他们要推翻张大夫的决策, 不过张大夫看着情绪激动的家人, 也没生气, 只是坐在一旁, 淡淡地问, 那你们想怎么样吗, 孩子们马上都要去参加科举了, 以后同窗同僚都是读书人, 也不能啥头啥头地乱叫, 咱们家是无所谓这些, 可现如今的人家, 大部分还是讲究这些的嘛, 那这样吧, 徐达看着神情淡然的张大夫, 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自己闹的这一出, 感觉像是小孩闹脾气似的, 他瞬间就气短了, 那, 那你女儿不考学, 咱们在家还是叫他春鸭嘛, 在外头喊他静怡郡主也行啊, 他都不敢再提别人的名, 只敢说那最坑爹的名, 徐家令三个被罚得连裤衩子都快没了的, 立刻点头, 说是就春鸭这名坑人, 那匣子里头的银子, 大半就是春鸭坑的, 道选也说, 啥徐静怡啊, 鸭根喊不顺流, 是啊, 一天就喊错二十次的那位也喊累道, 徐静怡, 我都感觉跟春鸭不是一个人, 关木卿其实原本也罚不了那么多钱, 毕竟才到了半天时间嘛, 可一喊徐静怡, 他就觉得鸭根不是喊的春鸭, 所以他便破罐破摔, 一声声的春鸭喊着, 然后就被罚了四年的俸怒, 不过最过分的是, 他喊了徐静怡, 春鸭时不时的还不搭理, 不是他不想搭理, 而是他鸭根没反应过来, 自己叫这名, 春鸭也说, 十三, 现在群众们对我意见非常大呀, 可这事能怪我吗, 我都觉得自从叫了那啥坑爹静怡, 魂都没得了, 姐, 你是不是又去吃有家川菜了, 徐欣眯起眼睛, 看向郡主大人, 关关来了, 我不得带他吃点新鲜的, 要说那川菜馆子, 嘿嘿, 还是他跟陪婷新开的, 听这名, 有家川菜, 妥妥的肯定就是郡主大人起的, 徐欣, 别打岔, 咱们正Piana, 徐达不得不提醒小儿子, 行了, 张大夫其实也觉得自己叫不惯女儿什么敬仪, 每次也都觉得叫的是人家的孩子, 要是大伙实在叫不惯, 那便算了, 不过在外头, 或者重要场合, 咱们还得好好喊名, 可以吗, 春鸭这名, 也是改了几次了, 死活改不过来, 那就是命中注定, 这孩子的名, 就得是这么接地气的, 不用纠结, 跟丫头生事取了姐妹名了, 反正他们老徐家, 本来也不算是讲究人, 徐达一听张大夫这么好说话, 立刻得寸进尺, 那咱们罚款的银子, 银子怎么了, 张大夫笑眯眯地看着徐达, 这罚的银子, 我想来想去觉得光给一个人也不好, 我就琢磨着, 把这钱做了孩子们的奖励金, 或考学进步, 或学了什么手艺, 都可以从这里给献银, 以资鼓励, 怎么, 你想要啊, 没有没有, 我就随便问问, 对了, 我这儿还有五两银子, 卷, 卷给老徐家青年教育基金了, 说完, 徐达很豪气地, 把个小银钉子拍在了桌案上, 然后说的去挂灯笼, 就赶紧拔腿跑了, 而郡主大人, 为了庆祝自己重获那土的吊渣的名字, 也立刻拍上了十两巨款, 说是为老徐家的教育事业, 添砖加瓦, 在场的徐老汉表示, 没钱了, 一分都没了, 全被你们耗完了, 谁都不用看我, 看也没用, 菜市嘴里头说着, 死老头子没出息, 心中却为老头子鼓掌, 因为郡主大人的名, 能重新叫上了, 于是老徐家一下午就开始报复性地叫名字, 之前因为怕被罚钱, 徐因徐敏都直接喊了春鸭姐姐妹妹, 今日可好了, 春鸭只管叫, 不罚钱了, 徐敏甚至说, 我如今都有一种, 叫一声春鸭姐, 就赚了十两银子的错觉, 对对对, 一旁的佛保佑疯狂点头, 我也这么觉得, 春鸭春鸭, 春鸭, 春鸭哇, 我觉得自己赚了四十两, 春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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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哇哇, 我赚了一百两, 徐敏立刻起哄, 大人们瞬间被洗脑, 干啥也都想喊一声春鸭, 真的好像徐敏说的一般, 喊一声就仿佛赚了十两银子, 他走, 这家是没法呆了, 关木卿微微一笑, 朝此时对折腾女儿的名字已经悔恨不已的张大夫说了声, 蓝姨, 我带春鸭出去逛逛, 去吧, 赶紧的, 玩得开心点再回来, 这几天保障胡晚上有油胡会, 玩去吧, 玩得尽兴一点, 张大夫现在只想女儿赶紧消失在老徐家的宅子里, 他错了, 他知道错了, 再不敢了, 他此刻只想求个亲近, 一听有油胡会, 几个小的又是一叠声的喊春鸭, 我们也要去, 吓得春鸭拉起关木卿就往门外窜, 两人好容易逃出了徐家那魔音环绕的大宅子, 跑到大街上, 先是去夜市吃了宵夜, 吃饱了, 又去宝账湖租了个船, 喊了歌女唱曲, 再来上一壶酒一壶茶, 几叠子的干果, 油油胡, 看他花灯, 真正是好不惬意, 要说两人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面了, 可如今单独相处起来, 却是一点没生疏的感觉, 关木卿给春鸭倒了浅浅一杯子酒, 然后举杯说道, 这杯是祝贺郡主大人, 把名给找回来了, 啊, 春鸭大笑, 这名耐用回来, 倒也是托了关线令二百两银子的符, 那我就谢谢关线令了, 说完, 便一仰头, 把酒一饮而尽, 慢点喝, 关木卿说着话, 还打掉了春鸭想要拿酒壶的手, 只此一杯, 可不能贪杯, 不然一会儿我没法跟兰姨交代, 不过春鸭本也不怎么爱喝酒, 不喝便不喝, 喝茶也是一样的, 两人便这么一人喝茶, 一人喝酒, 懒懒散散地说着宁海和扬州,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 关木卿问春鸭, 你什么时候回宁海瞧瞧, 当然是过完年, 跟你一起回去, 春鸭朝关木卿咧嘴一笑, 关线令的脑海里, 直接放了烟花, 他很想她呀, 想她的吵闹, 想她的贪嘴, 想她的一批一笑, 一举一动, 和那一步挖三坑的本事, 见关木卿呆愣愣地朝着自己傻笑, 春鸭便在关木卿眼前摇了摇手, 想什么呢? 想你, 关木卿脱口而出, 说完还不太好意思地用右手食指揉了揉自己的鼻子, 春鸭嘻嘻一笑, 给关木卿倒了一杯茶, 然后低头说, 我有空的时候, 也会想起你, 哈哈, 关木卿瞬间又被春鸭逗笑了,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吃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有空, 看到人家店里有卖兔子挂件的时候, 有空, 每天早上梳洗的时候, 看到的全是你给我买的首饰的时候, 有空, 路过以前你们住的王府的时候, 有空, 听人提到宁海的时候, 有空, 看到张家旺和徐昕他们点灯苦读的时候, 有空, 晚上睡不着, 上屋顶和西风寻舟还有大橘子一起看月亮的时候, 有空, 石金问, 青少爷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时候, 有空, 我每天都会有空很久, 说完, 春鸭便觉鼻头一酸, 死命地忍住眼泪, 心里暗骂自己, 也不知道在矫情什么, 而端着茶杯的关木青, 那颗心, 犹如脱疆的野马, 简直要从她的嘴里跳出来, 她一直觉得, 自己爱慕春鸭, 一定是比春鸭喜欢自己要多得多得多的, 可此时听春鸭说的, 她终于知道, 在春鸭心里头, 自己也很重要, 而此时唱曲儿的歌女, 正唱道, 腊月里调情呀, 新年到啊, 我和哥哥商议们商议好啊, 爹娘要是不同意呀, 我低情哥哥, 你就带我跑呀, 歌女很慌啊, 人家正在宿中场, 她唱这玩意儿总归感觉不太正经啊, 可这十二月调情歌, 此时正正好好, 唱到这腊月, 她也不可能中间换曲儿啊, 再说了, 她是看到人家来的是一对小情人, 这才选了守他们这儿还算纯情的小曲儿来唱的, 一般大哥大爷来, 他们都是直接唱十八摸的开场啊, 这可怎么说的, 他也不是不故意的不是, 安静的船舱里, 飘扬着不怎么正经的词曲, 两个正想互诉中场的人, 瞬间就破访了, 这可真是, 哈哈, 啥呀, 哈哈哈哈哈哈, 两人被这群儿搞得直接笑场, 中场那也是诉不下去了, 春鸭更是赏了歌女二两银, 说是让唱首大佬爷们儿爱听的来, 吓得关木青立刻阻止, 你就唱春日小调, 尴尬的歌女, 立刻应了声好, 一一啊啊的又唱了起来, 而春鸭呢, 一旦不正经起来, 那就说不回来了, 一会儿问关木青, 怎么还知道点歌, 一会儿又问他, 大爷们最爱听的到底是什么曲儿, 被缠问的都不行了的关木青, 忍不住说道, 爱听什么曲儿, 你以后就知道了, 啥意思, 春鸭歪头看着关木青, 他当然知道老爷们儿爱听啥, 先前只是逗关木青的, 可这臭小子, 难道想图谋不轨, 待澄清之时, 我亲自唱给你听, 关木青也是难得不正经, 可春鸭是谁, 他可是活了两辈子的人啊, 这些算个啥呀, 他立刻回道, 好啊, 唱得好, 大爷有啥, 噗, 歌女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不过他立刻道了歉, 又找回了自己的调, 继续咽咽咽咽的唱起了小曲儿, 两人今日出来, 丁香和石金都没来得及追上两人, 关木青也不是什么不知轻重的人, 怕两人出来, 回去太晚不好, 于是游糊了一阵, 便带着春鸭回府了, 回到伯爵府, 府中已经是张灯结彩, 大伙趁着都在家, 便把伯爵府给布置妥当了, 又要过年了, 这一年, 过得可真快啊, 春鸭站在自家院子里, 看着红红火火的灯笼, 不由感叹, 关木青点点头, 今年一年, 发生了太多的事, 开年的时候, 也没想过我居然会跑去宁海做县令, 我也没想过自己还能把坑挖到窝国, 春鸭咪咪咽笑, 明年, 要干的事, 肯定更多, 关木青背着手, 侧头看着春鸭, 红色的灯笼, 散发着柔和的光, 照得平日里那跳脱的女孩, 都带着几分温柔, 放心吧, 春鸭伸手拍了拍关木青的肩膀, 我相信你的能力, 这宁海线, 在你手里, 一定会越来越好, 关木青忍不住小心拉住春鸭的手, 谢谢你来陪我, 人美心善的雅号, 也不是白得的, 春鸭笑嘻嘻地回道, 春鸭, 小关, 干嘛呢, 那么冷的天呆院子里干嘛, 赶紧地进屋休息了, 正在叮嘱家里头下人, 小心火烛的张大夫, 又喊了声, 春鸭, 听到了娘, 不用喊那么多声, 春鸭放开了关木青的手, 跟他小声说了声, 晚安, 你能早两天回来, 我真的很高兴, 然后呲呲地跑了, 关木青站在院子里, 看着春鸭远去的背影, 小声说了句, 能早些见到你, 我也很高兴, 雷春鸭, 那傻小子, 是不是牵你手了, 跟着春鸭往后院走的张大夫问道, 而春鸭决定不回答, 他用问题解决问题, 娘, 你不用每句话都喊一遍春鸭吧, 春鸭, 娘错了, 娘觉得你叫这个名真的挺好的春鸭, 娘, 您不会是跟米一样, 觉得多叫一声, 就多赚十两吧, 没有, 怎么可能呢, 春鸭,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春鸭, 啊, 救命啊, 春鸭捧着脑瓜子, 飞也是地逃了, 大年三十这日, 已经几年没过上一个团圆年的老徐家, 总算是齐聚了一堂, 里里外外开了三桌, 把老张家, 康家也都一起喊上了, 张家的两个弟已经成亲了, 今年第一年做新媳妇, 过年自然得再婆家, 不过昭帝却跟着老王家来了, 这回他们来, 还带着个给燕子和徐森盖头定下婚妻的任务的, 李氏说了, 反正大嫂他们这会儿都回扬州了, 那孩子的大事儿, 便得跟大嫂商讨商讨, 吓得张大夫忙摆手说, 这事儿还是得爷乃拿主意, 结果乃却说, 这事儿你们几个小的商量就成, 我个老婆子本也不懂什么的, 他反正已经想好了, 大儿媳都吃上皇帝家的饭了, 他跟小老太太还做啥主, 这家里头, 谁官大, 听谁的呗, 既然老母亲都这么说了, 李氏便拉着张大夫和周氏, 又喊上燕子娘, 说这婚事要合计合计, 到底怎么办, 李氏和燕子娘几乎都是天天碰面, 帖子拿来送去的, 都觉得麻烦得很, 所以此时干脆坐下来当面商定好, 只要大规矩没错, 别的小细节两家都说不用太讲究, 哎哎哎, 你们商量就不要上商量去, 别在这呆着了, 说话声大的, 我都听不清前头唱戏的了, 蔡奶奶现在只想听大戏, 而孙子有大儿媳, 人生真是难得的自在乐呵, 要说这唱戏的, 还是文外婆给请来的, 她斥资五十两句款, 请了个小戏班, 在伯爵府的西二搭了台, 说是让大伙都热闹热闹, 万年甩锅王张大夫, 如今也只能接了婆婆甩来的锅, 带着几个做娘的, 去她的小书房讨论办婚事的事, 几个小的, 团坐在一起, 也站了个桌子, 听戏倒也听得津津有味, 偶尔还能调笑调笑燕子, 说她马上要成了他们的嫂子了, 没想燕子如今, 在配风跟着哥嫂干活帮工, 偶尔也会去帮徐森盖头干活, 性子也是放开了, 一听春鸭他们小声喊自己嫂子, 燕子直接回, 哎,乖妹子, 好好听戏, 嫂子给你们包瓜子, 惹得几个女孩咯咯咯直笑, 说这嫂子简直厚脸皮, 蔡氏回头怒道, 你们当自己脸皮薄, 府城的城墙见了你们都得失了三分色, 还听不听戏了, 不听就跟石金他们到后头叫场比试去, 奶, 这戏文您听得很是德法呀, 潜词造句都高级了不少, 春鸭的马屁如约而至, 听不听, 不听找石金练射箭去, 蔡奶奶扭着脖子问春鸭, 闻外婆也喊, 别吵别吵, 乔三娘怒砍复心汗了, 一听砍人, 几个小的瞬间闭嘴, 齐刷刷的全看向小舞台, 坐在最前头的俩老太太小声嘀咕, 你说让女娃看这个是不是不太好, 会不会学得太彪悍, 台上演的, 哪有你外孙女彪悍啊, 蔡氏很疑惑的看向了自己的老闺蜜, 老闺蜜一想, 也是哈, 就是另几个, 放心, 哪有看的戏文就能影响新兴的, 要真是看戏都能影响, 那说明这孩本来新兴就不行吗, 再说, 女孩子家家的, 凶点也好, 能把住家, 你瞧你女儿, 我实话实说啊, 凶是凶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不妨碍她有出息啊, 有出息也算不得, 就是金大夫那儿学的一手艺术, 真是不赖, 闻外婆想到自己女儿, 也挺骄傲, 随着台上一声黑鸭, 坐在屋子里看戏的猪人, 都闭了嘴, 就看那台上的人腾挪翻转, 好不热闹, 年代以前从来不看戏的春鸭, 那都是看得津津有味, 不过, 这屋子里头, 心思不在这戏上的, 却也有一人, 二表姐, 你不爱看戏呀, 一段精彩的戏过后, 春鸭小声问, 坐在旁边桌, 目光涣散的昭地, 昭地微笑摇头, 没有, 好看着呢, 不过张家旧母却忍不住了, 跟你妹子有啥藏着掖着的, 你问吗, 娘, 先看戏, 一会儿再说, 昭地说话的时候, 多少有点尴尬, 张家旧母也不管这些, 脱口而出, 你二表姐到现在还没, 看不看戏, 不看去厨房帮忙去, 闻外婆很不耐烦地打断张家旧母, 旧母父是只能撇撇嘴, 不再说话, 佛宝佑打圆场, 表妹看着有些热, 我正好去瞧瞧洗面准备好了没, 一会儿要开年夜饭了, 表妹随我出去透透气, 昭地点了点头, 跟着佛宝佑便走了出去, 张家旧母也想跟了去, 却被一桌上的徐芳一把拉住了, 说是这些事儿让孩子们操心去, 他们就好好想想服救世了, 张家旧母没办法, 只能又坐了下来, 继续听洗, 等走到了外头, 佛宝佑才轻声问昭地, 表妹这大过年的, 是跟大牛不开心了, 没有, 昭地摇头, 哎, 是我不好, 孩子的事儿到现在还没着落, 佛宝佑一听, 便握了昭地的手, 微微笑道, 我娘都回来了, 你还担心个啥? 皇后王妃卢夫人我娘都看的, 你这小姑娘家家的, 哪有什么看不得的病? 且放宽心吧你, 我会不会耽误了姑母的事儿? 昭地问是这么问, 但是眼中还是闪烁出了期待的光, 成亲都这么久了, 吃药看病, 她是一点不敢耽搁, 虽然家里头爹娘相公都让她放宽心, 可她一日怀不上, 这心真的一日都放不下来, 白日里忙, 倒也不会胡思乱想, 可是一道夜深人静, 或者是看着庄子里头的婶子, 带着孩子满庄子跑的时候, 那种心酸, 她甚至都没法跟大牛说, 不过她也不敢直接说让姑母给她瞧病, 就怕耽误姑母办大事, 所以从进门到现在, 她整个人的心思就全散了, 佛宝佑听昭地这么问, 便答说, 别看我娘平日里略微有一点点凶, 但是人却是再好不过的, 一会儿我陪你去她书房, 先陪我去大厨房瞧瞧去, 说完, 她便勾了昭地, 说说笑笑地往大厨房去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昭地瞬间就被安抚了, 只觉只要姑母愿意给她瞧瞧, 她的心愿便一定会达成的, 两人在大厨房忙了一番, 跟厨房管事吩咐好了事, 佛宝佑便带着昭地去了张大夫的书房, 此时书房里头的几个娘已经商议好了, 徐森和燕子的婚事就定在了五月里, 佛宝佑一听, 便问, 那我二叔和王叔那儿都没问题吧? 唉, 她爹意思更简单, 反正选择天气好的世界就行了, 不过他们这会儿正挨你爷训呢, 来云金那儿的账不是冯公公派人来查, 还不知道错了几笔呢, 这事儿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再跟他说就行, 五月里的日子最好了, 天气好, 地里活又少, 咱们说到底还是庄嫁人, 挑着日子成亲, 好得很, 来年等徐茵嫁人, 若他们陪家问上来, 我也得挑个五月的日子才好, 其实陪家原本今年就想把孩子的婚事给办了, 可李氏却记得大嫂说的, 女孩生孩子太早, 伤根本, 李氏反正是张大夫的脑残粉, 他常跟自家男人说的一句话就是, 我这人大本事没有, 但是这辈子唯一做对的一件事就是, 凡是不跟大嫂宁着来, 大嫂说啥就是啥, 你瞧, 咱这小日子不是没起来了吗? 那不是啊, 这小日子没起来, 是我听我大哥的, 跟着我大哥干才没起来的好吧, 徐发就不同意自家婆娘的说法, 你懂啥, 大哥还不都得听大嫂的, 所以归根结底, 咱们不都听得大嫂的吗? 那不是, 我大哥也, 哎哎, 说归说啊, 可不行扭人啊, 你别的都能学大嫂, 这可不能学啊, 哦哦哦哦哦, 行了行了, 都是大嫂对大嫂对, 夫妻两人, 在非常平和的情况下, 达成了大嫂说啥都是对的一致想法, 一听徐森和燕子挑在了五月成亲, 佛宝又立刻表示, 这日子的确不错, 主要家里头也有时间准备准备, 张大夫也说, 燕子他们那边也得缝了被子整套啥的, 但凡不是跟春鸭那手艺似的, 五个月的时间也准备得过来了, 诸人皆是笑个不停, 还是周氏是个厚道人, 说春鸭这手艺, 比以前缝遍口袋都缝不利索, 可是进步不少了, 几人略说笑了几句, 见佛宝又是带着着地的, 几个当娘的心中都能猜出几分什么事来, 李氏便说时间差不多了, 自己得去帮忙下晚饭的事, 就带着周氏和燕子娘走了, 佛宝又在张大夫耳边小声道了句, 孩子的事, 便也跟着李氏他们走了, 其实周氏才进府的时候, 张大夫就想问问他情况了, 可因为之前人多口杂的, 这事也不好多问, 他就想着一会儿找了机会再说, 这会儿周氏来了, 张大夫不用问就知道是为了什么事了, 他朝周氏招了招手, 来,这坐, 周氏略带着几分羞涩, 坐到了张大夫旁边, 然后说道, 姑,我吃药吃了这么久, 可孩子还是没能怀上, 这话一说, 他眼眶变红了, 张大夫微微一笑, 转身去拿个麦枕, 你这事啊, 就跟种庄稼似的, 原本你那土地, 就不够肥沃, 养上个三四五年的, 才能成中等田, 成了中等田, 在耐心伺候, 小心养护, 过个几年, 才能成好田, 不要急, 慢慢来, 你先不要说话, 我给你把个麦再说, 说完, 张大夫便仔仔细细地 给赵地把了麦息, 赵地紧张地都不敢呼吸, 过了大概能有一盏茶的功夫, 张大夫才收了麦枕, 笑着对赵地说, 其实比起你才成亲那会儿, 已经有了起色了, 但是你底子薄, 就得慢慢来, 若是现在急着要孩子, 反倒是怀上了容易保不住, 放心, 以后你跟大牛每十天来我这儿换方子, 姑一定给你调养好, 让你以后生个十个八个的, 你公婆相公如果问起来, 就说我说的, 你且得再调养两三年呢, 不然怀相不好, 更要吃苦头, 赵地忽闪着眼睛, 解释道, 公婆和相公从来没说过这事, 反而还安慰我, 让我不要急, 是我自己, 想着都二十来岁了, 二十来岁又不大, 以前咱们在乡下, 那是遨游班的日子, 才急着生娃, 就怕年纪大了更不好生, 可是你家如今日子过得不错, 到二十二三岁生, 完全来得及, 怕什么, 张大夫跟赵地说话的时候, 始终带着微笑, 就是为了让他放宽心, 不要有压迫感, 老张家的女孩里, 赵地吃的苦头最多, 身体底子最差, 所以现在慢慢把身体的亏空不起来, 才是要紧, 听张大夫这么一说, 赵地心头的阴霾, 直接少了大半, 微笑着直说, 我都听姑母的, 张大夫顺便夸了夸她的手艺, 跟她说如今反正也别急着想孩子的事, 没事就多想想那些菜干酱菜的事, 听春鸭说, 他们的春雷商行, 连酱菜都能卖给养商, 一说这事, 赵地就高兴得很, 说以前在娘家, 家里头也没啥吃的, 不过就是瞎倒过些咸菜萝卜干什么的, 从没想过, 这萝卜干还能卖出肉价来, 那你是没见过你妹那坑人的本事, 没开张的酒楼都能赚上几万两银子, 好好跟着她干, 你这精气神医上来, 心胸一开阔, 啥毛病就都好了, 张大夫在诉说女儿坑爹的时候, 还不忘鼓励一把侄女儿, 两人在房间里头说了会紫话, 直到外头远远近近的说着要开饭了, 两人这才出了屋子, 准备吃年夜饭去, 好不容易盼来的团圆饭, 老徐家自然是吃得热闹, 佛宝又拨了整整五百两的银子给善姑娘, 让她直管买, 如果钱不够, 就再问她这便是了, 老徐家席开四桌, 因为都是近亲, 便也不用拦了屏风之类的, 只分了男女桌, 连带着菜头和宝珠都上了桌, 菜头因为年纪太小, 所以老徐家一致通过这娃道念书之前, 还是可以叫小明, 而另外几个男娃, 在过年之前, 也都请先生给刺了字, 还不如别次, 为啥呢? 因为风格跟徐欣是一样的, 三金, 三蛋, 三木, 三火, 更过分是徐咬五头, 叫三吐, 其中, 三十三木, 张家旺号称是自己特地请辅学先生 给两位大哥起的名, 书院先生, 当然是不可能这么给他们起的, 奈何钟勇博家的孩子们, 坚决觉得这么叫好着呢, 说是这次含了五行八卦之意, 绝对驱邪必在, 那先生还能怎么说, 只能说, 嗯, 不错, 真不愧是钟勇博爵俯出来的孩子们, 原本可以逃脱三的命运的张家旺, 却不愿意被排除在外, 要不是徐欣和徐燕跟他拼了, 他原本是想叫自己三元的, 因为这俩人坚决不同意, 张家旺就只能让先生给正经起了个字, 就叫乐康, 张大夫拿到先生送来的帖子的时候, 差点没气效, 这字起的, 算是对自己无声的反抗吗? 他问那几个导弹的, 是不是胁迫先生给起的这破字, 几个导弹的坚决摇头, 死活都说不是的, 没办法, 张大夫又不能打死他们, 这次非得叫成这样, 再难听也是他们自己的事, 他只同情, 还不怎么懂事, 跟着哥哥们嘿嘿哈哈哈哈的三吐, 先生那里, 张大夫只能让佛保佑, 多送些节礼过去, 以抚慰先生受伤的心, 老徐家的年夜饭, 在徐老汉医生开整之后, 便热热闹闹的开了席, 现在这家里头是富裕了, 孩子们嘴壮归嘴壮, 但是好歹不像以前小时候似的, 吃起来狼吞虎咽了, 大伙也是边吃边说笑, 回顾了今年, 展望着明年, 明年, 徐大最大的心愿, 自然是把事不思顺顺利利办起来, 张大夫则是希望医学院的开办也能顺利一点, 徐大掌柜只求自己明年能把福朗基语学学好, 生意上别出什么岔子, 佛保佑, 希望明年能再生个娃, 也好给保住作罢, 春鸭说他没有什么大的心愿, 大伙松了一大口气, 但是他又说, 小心愿倒有五六七八个, 急得徐云赶忙去捂他的嘴, 老两家希望明年儿子能顺利成亲, 后年抱上大胖孙子, 老三家没有任何心愿, 他们只想抱紧大哥大嫂的腿, 李氏立刻表示, 大哥的腿是谁的他不管, 但是大嫂的腿肯定是他的, 终是想抱着抱大嫂的脚丫子, 搞得一桌的人都笑喷了饭, 老徐家老两口, 说他们没啥心愿, 他们就指望着一大家子死活都待在一处, 热热闹闹的, 比赚多少钱都要紧, 徐大立刻表示, 要爹娘你们这么说, 我明天就去把差事辞了, 然后带着一大家子游山碗水去, 惹得菜市直骂你个魂球, 敢辞官老娘打断你狗腿, 徐老汉补充说明, 他们老徐家主要也不是为了权和钱, 主要他们是乐于奉献, 大师傅听得直乐, 让徐老汉赶紧地闭嘴, 他要悠了, 众人热热闹闹说着明年的理想和计划, 春鸭剑做官木卿边上的徐瑶 已经吃饱了, 跟小丝们在院子里撒欢了, 于是他便悄悄坐了过去, 小生问官木卿, 官县令, 新年有啥展望不? 官木卿转过头, 凑到春鸭边上, 小生道, 赶紧把路修好, 来回看你方便些, 我听到了, 坐在官木卿旁边, 喝了几杯酒的张家旺说, 我听到了, 官小哥说要修路来瞧春鸭, 什么毛病, 春鸭瞪了一眼张家旺, 修路有啥不对吗? 还值得你这么嚷嚷, 是不是想念姐姐的铁拳了? 你们要成亲了吗? 张家旺歪头另问一句, 臭小子, 喝了两杯酒就浑说, 闻外婆从隔壁桌拔地而起, 说着话就要去救张家旺的耳朵, 春鸭倒是皮厚得很, 张家旺这么问, 他压根不放心上, 反正他跟官官的亲事早就定了, 问问有啥? 不过吗, 想让他正面回答那也是不可能的, 他用反问回答反问, 你这么关心, 我们成不成亲, 难道你也想成亲了吗? 嗯, 没想吃多了花雕的张家旺, 老老实实点了点头, 搞得正杀不来的闻外婆措手不及, 要不是徐明手快掺了闻外婆一下, 老太太腿一软, 差点摔一脚, 大伙被张家旺老实的回答, 给逗得哄堂大笑, 康大表哥问他, 家旺啊, 这是看中哪家闺女了? 张家旺却说, 还不能说, 得再等等。 被他这么一回答, 大伙就更好奇了, 都问张家舅舅, 说这愣小子到底是看中了谁了? 不, 不, 不知道啊我,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张家舅舅这一着急, 好转不少的口吃又来了。 张外公却说, 小孩家家懂啥, 先考了学, 再论这事儿也不迟。 他还指望着孙子考了公民, 取个书香门第的孙席呢? 女桌上的周氏跟李氏互看一眼, 大嫂在他们也不好多说啥, 但是他们心里头都明白, 张家旺这孩子的确不错, 不过这爷爷妈反正跟他们老张家一亲, 且得慎重。 闻外婆见大伙都在问张家旺话, 便说这臭小子今日肯定是喝多了, 让小丝带他去隔壁院休息去, 自己则解释道, 这孩子比春鸭还大一岁呢, 男娃娃, 到了年纪总归脑子里头乱七八糟的, 今天听该该成亲的许。 孙, 春鸭替外婆捏把汗。 对, 听说那孩子马上成亲了, 明年许云也得嫁人, 春鸭估计这两年里头也快了, 不免有些自己的想法, 大伙别放心上哈, 你们继续吃。 康秀才立刻表示, 男子还是要以学业为重, 这孩子才十几岁, 先考上两次科举再说。 张家外公觉得康秀才所言甚是, 不过闻外婆却不干了, 说这回恩科, 甭管考得上考不上, 反正考完了就得一亲了, 哪怕是男娃, 也没有十六七岁都不一亲的。 趴在房顶上的两位,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徐州跟西风说, 你先看着, 我去大厨房吃口饭就来换你, 那你可得快点, 别老跟着娘们儿似的, 吃个饭还得花小半个时辰。 最近越来越娘了, 作为同事, 他还是得提醒一句的。 徐州也不回答, 只呵呵笑了一声, 便下了屋顶。 春鸭和关木青对未来的展望, 被想娶媳妇的张家旺给打断了, 不过带大伙九足饭饱, 三五人一堆手碎的时候, 春鸭和关木青还是在徐磊新修的小花园里, 找了个打三面墙的水泻, 一边烤火, 一边开成不公地聊了聊。 他们的话题, 很直接, 说的就是成亲的事。 反正徐达和张大夫是穿来的, 所以关于这种事, 他们是比较尊重春鸭的想法的, 春鸭只要自己决定好了, 告诉父母, 父母大概率都是支持他的。 所以, 他问关木青问的也很直接,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什么时候成亲? 成亲之后, 咱们应该怎么相处? 想过呀, 当然想过, 略带微醺的关木青, 拉起了春鸭正在烤火的手, 虽然我很想, 现在就娶你, 但是, 但是我爹娘估计不会同意, 毕竟我年岁还小了些。 春鸭说着话, 那不安分的小手, 却在关木青带着茧子的掌心里头, 转来转去。 关木青无奈笑道, 是啊, 我真是担心兰衣他们会留你到二十。 哈哈, 这个倒也不会, 最多十八吧, 也没个两三年了, 你再坚持坚持。 春鸭安慰关木青。 好, 关木青点头, 一定坚持, 到时候我差不多也能从宁海离任, 我想好了, 到时候有机会就往扬州走, 若扬州不行, 就尽量往扬州靠。 到时候咱们成亲了, 你想爹娘也奶, 姐妹兄弟了, 或者扬州的生意有什么事了, 来回也方便些, 若你在扬州住得无聊了, 再去任上找我也能近一点。 你会不会觉得, 因为我依恋娘家, 反而束缚了你的发展? 春鸭就是怕关木青, 有朝一日会跟她说, 是你的存在, 让我没法有长足的发展。 关木青把春鸭两个不安分的小手, 全给攒在一个手掌里, 空出个手, 乱揉了她的脑瓜子一把, 说的什么鬼话? 你的存在, 就是我的光, 没有光, 我就没了, 这个是束缚吗? 我朝你而来, 那是求生啊。 一听这话, 春鸭心里头的那头老鹿, 趴鸡, 直接撞死在了她的心头上。 她老脸通红, 颤巍巍地问关木青, 小哥哥呀, 你这话, 是哪个画本子上看来的呀? 画本子上的, 嗯, 扑通扑通, 扑通扑通扑通, 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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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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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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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她的气息, 有点酒味, 有点淡淡的沉香味, 还带着一点点冬日暖阳的味道。 她那笨拙的动作, 不免让春鸭又觉得有点高兴, 很好, 动作不熟练, 加一百分。 此时的关木青,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风魔了, 她的气息, 比糖还甜一些, 是淡淡的花呀朵呀的味道, 不知道为何, 能如此深深地吸引着她, 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听到, 她胸膛里那笔鼓声还要响的心跳声, 很好, 她没有抬手揍她, 那她就不算唐突。 郡主, 板栗没有, 去拿板栗来烤的丁香, 还没走到小蟹门口就喊了一声, 立刻就听到小蟹里头乒临砰砰砰的声音, 吓得她赶紧跑了过去, 绕过了油廊, 她就见到探盆居然被踢翻了, 关公子长山的下摆居然还得点着了, 而郡主大人正拿急着去找洗手的水盆, 然后着急忙慌地往关木青的腿上浇, 吓得丁香赶忙扔了手里的番树, 上前急问, 郡主, 关大人, 怎么了这是? 没事没事, 吁吁吁吁, 不小心翻了火盆, 你别嚷别嚷, 也不知道是不是做贼心虚, 两人刚才听到丁香的声音, 吓得直接就赶紧分开站起了身, 不知道两个人是谁, 不小心踢到了火盆, 溅出来的炭火, 直接把关木青给点了, 好在衣裳只烧掉了一脚, 春牙喊丁香别叫, 然后转头问关木青, 腿没事吧? 没事, 关木青苦笑道, 是我冒失了, 什么冒失了? 正好来后头, 喊春牙赶紧去前院, 准备要放鞭炮的徐达, 这般问道, 春牙立马解释, 不小心踢翻了探盆, 没事没事, 关关你去换下衣裳吧, 你会前院而见, 说完, 便扯着徐达走了, 而关木青出了水泻, 往东走了几步, 还没走远的丁香, 转头看了眼, 喊了声, 关大人, 走反了, 关木青这才又调转了方向, 往西超劲道, 朝自己的房间去了, 等关木青换好衣服来到前院, 所有人都在问他, 小伙子, 你烤火怎么把自己给点了呢? 道玄更是说, 可不能让他放烟花, 一会儿再把自己点了, 春牙走到关木青身边, 指着指乐呵呵的徐达, 大嘴巴, 是我, 我唐突了, 关木青此时看到春牙, 居然不好意思了起来, 而春牙则像个渣男一般, 手里头夹着个点燃了香, 左手瓶托着右手的转弯溜子, 砸巴了下嘴, 放心, 姐姐会对你负责的, 姐姐你要负责啥? 突然冒出来的徐欣, 把春牙吓了一跳, 手里的香一抖, 不偏不倚的掉在了关木青的手背上, 春牙赶忙给他拍掉, 嘴里头还念叨, 哎呀我去, 光光你今年没孕都在此刻了呀, 明年一定顺顺顺, 文生走过来的张大夫, 忍不住悠悠地说, 不愧是你呀春牙, 这把人给烫了, 人家可能还得谢谢你呀, 你不用跟我客气, 哈哈, 春牙多少有点尴尬地, 朝关木青笑道, 关木青却终于憋不住, 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被关木青这么一笑, 俩人之前之前的那点点小尴尬, 瞬间烟消云散, 春牙也跟着哈哈哈哈个不停, 被这俩疯子吸引了眼球的猪人, 都问张大夫, 他们为何笑哭了, 张大夫淡淡地说, 我早说了, 能娶春牙的也不是一般人, 我等凡人猜不透他们, 话音才落, 远处传来新年的帮子声, 也没人管关木青和春牙俩人能不能笑死了, 几个小的呼啦啦拳跑去点了鞭炮爆竹, 徐家三刀则拿了香, 抖抖霍霍地跑去点烟花, 徐发再三问徐达, 这玩意儿肯定没拿错, 不是炸钥匙烟花吧, 在你心目中, 我是不是就是个傻子, 徐达很气愤, 徐发连忙摇头, 说不是不是, 为表自己内心的坚定想法, 他直接把烟花给点了, 跟他一起跑来点烟花的徐达和徐志瞬间开马, 也来不及点自己分配到的那个烟花了, 赶紧先跑吧, 扬州城中, 瞬间被暴竹和鞭炮声给填满了, 新的一年, 就在这暴竹声中来了, 四日一早, 孩子们给长辈们磕头要红包, 小辈们也包了红包给老人家, 一时间, 家里头那红包盘的春鸭直接晕菜了, 而下人们初一也给主子们磕了头才能领赏, 佛宝佑大手一挥, 让人抬出来五框的铜板, 男的一人抓一把, 女的一人抓两把, 大家就各凭本事, 各得赏银, 当然, 被改了名的夏至和立东, 佛宝佑赏了他们每日多抓一把铜板, 虽说母亲和妹子都没想要给丫头改名, 但是他这当家主母不能不办这事, 而两个被改了名的丫头也高兴得很, 主家改名是再多件不过的事了, 可改名还能拿赏钱的, 也是少有呢, 都说钟永伯爵府, 虽是扬州城中最高位分的人家, 但是总不够气派, 可只有在这儿当差的人才知道, 在这家做丫鬟小丝的, 有多书信, 他们这些下人, 别的心愿也没有, 他们盼只盼伯爵府能永远这么热闹荣耀下去, 好似感应到了丫头小丝们的心愿, 钟永伯爵府自初一开始, 便络绎不绝地有人送来拜帖, 徐达每日迎来送往的, 不只有扬州官场上的那些老朋友, 更有徐类认识的那些豪商巨家, 还有从苏州赶来的陪家的聂债, 和他带领的苏质商户代表团, 再加上从广州千里迢迢赶回来, 差点颠死在路上的董家家主, 和跟着他一起来的几个儿子侄子, 卢远正很好奇地问董家大老爷, 你们家不是混广州的吗, 那如今不也退行海貌吗, 你这个, 好像也没必要千里迢迢地赶回扬州来吧, 董老爷立刻垂胸顿足地表示, 自个儿在扬州府打拼多年, 当初回广州, 那也是因为家里头的纷争多, 为了理清家事才回去的, 现在广州的事都办妥了, 他也留了大儿子在那打理果园和罐头的生意, 自己则回来准备在钟永博的带领下, 把扬州的生意好好打理起来, 实际上呢, 哪怕像董家这样家大业大的商骨, 想要认识什么总督巡抚不证时, 那也很难的, 想维系好跟官府之间的关系, 董家每年的花销, 基本都是两三万两打底, 花费少了人家直接连你的败帖都不收, 他其实已经有几年喂回扬州了, 可收到家里夫人的来信, 说是钟永博要在扬州搞大干海关, 人都回来了, 他跟甘德夫人倒是能说上两句话, 就问老爷有没有什么主意, 在广州生存的压力也不晓得董老爷, 得了这个消息, 当机立断, 马上收拾了东西, 带着几个儿子侄子赶回了扬州, 眼看着皇上这开海知识越搞越大, 他们在广州开的海帽商行, 规模不大, 这会儿自家太太都搭上伯爵府了, 那他便准备干脆把海帽挪到这儿来算了, 没看那裴家臭不要脸的, 以前跟他们董家可不是一个级别的, 这才几年功夫, 就是抱对了钟永博的大腿, 就已经得了个裴半城的称号了, 那半城, 可是苏州半城啊, 大干最有钱的府城之一啊, 董老爷心想, 瞧瞧那裴小产妹的样子, 呸, 老子也会, 他反正是下定决心, 以后就死不要脸的抱着钟永博的另一条腿了, 而自由散漫的钟永博, 其实是不太想接那么多帖子, 接那么多人的, 但是春鸭去劝他, 想要办好大干海关, 还不得先把海帽搞起来, 你不搞海帽, 哪来的税子收吗? 接待这么老老老些人, 您就当成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吗? 大干人民的福祉, 您可得负起责任啊, 徐达说自己这种学术性人才, 到底还是不太喜欢过度社交, 虽然吧, 让他社交那也完全没问题, 但是他这嘴, 自己也不怎么管理得好, 所以一般不太熟的人, 他也很难拿捏那个肚, 春鸭一听, 立刻给配备上了卢远正和关木青俩护法, 让他们仨组成了扬州社交三叉戟, 自家大哥, 插不了人, 但是做个盾也可以, 这组合简直可攻可守, 可讲理可无赖, 更可装傻充愣, 扮猪吃老虎, 要说学问, 他们有上届科举传卢, 要说身份, 他们有御风的伯爵, 要说不要脸, 他们有扬州软饭天团顶流卢远正, 要说装傻充愣, 有些敏感问题得假装听不到听不懂, 他们就有徐大掌柜, 这组合, 春鸭说就两个字, 无敌, 别说接待什么官员商户了, 哪怕接待外国使团, 那都是妥妥的没问题, 哦, 除了语言有障碍之外, 钟永博接待商户官员, 忙碌得很, 而干的夫人自然也没闲着, 要不是徐家这宅子不大, 裴婷都恨不得带着娘和嫂子住下了, 董夫人来这儿拜访, 更是连不太出门的女儿也带着了, 还有司徒夫人带的官员夫人们, 那都足够凑上七八桌码掉的, 当然, 为了支持干的夫人开办医学院, 诸位夫人太太, 也都纷纷慷慨挤囊, 特别是董夫人, 因为董小姐如今生活已经完全可以自理, 所以她说她非常感恩于张大夫之前的治疗, 于是豪制了五千两银票, 专项用于孩童疾病的研究, 张大夫非常感动, 直接去自己库房里扒拉了一个皇后赏赐的金香玉的祥云簪, 说是给董夫人留个纪念, 吓得董夫人都不敢接受, 还是司徒夫人帮她接下, 说是皇后宅心仁厚, 又关爱妇女孩童, 这医学院的建设, 皇后也是赏了银子的, 还说董家捐钱给医学院的事, 要是让皇后知道, 那肯定也会赞扬董家是良善之家的, 说这话的时候, 裴家女眷也都在场, 毕竟, 她们也是没有一天不在的, 裴老太太一听, 这不做好事吗? 咱们裴家也绝不能落于人后的, 于是也捐了三千两给了自己医学院, 说是给贫困且有天赋的学生的帮扶金, 裴老太太觉得积善之家这类的风头, 还是让给千年羊毛董家就行了, 裴家只要不要太过落于人后就行了, 既然裴老太太都掏钱了, 裴婷哪儿又不捐款的, 顺势也跟着捐了两千两的银票, 这事都搞成这样了, 那在座的太太夫人们多多少少都表示, 要支持干德夫人的医学教育事业, 纷纷慷慨紧囊, 虽然干德夫人再三表示, 大家真的不用都给钱, 却也拦不住人家太太夫人良善, 大年才过了四五天, 干德夫人就已经为此类医学院 拉来了一万五千两的赞助了, 徐大掌柜深深臣服于 自家老母亲拉赞助的能力, 不过干德夫人却说, 她这不算啥, 要臣服还是臣服你妹子去吧, 要说辛辛苦苦挖了一年坑, 不是, 搞了一年事业的春鸭, 这过年过得可比她爹娘开心多了, 如今她财务也自由了, 她娘也不管她的钱了, 她自然就要带着家里头的孩子们 到处玩去啊, 各种买吃买喝买穿买带, 高高兴兴地玩了三天, 全她买单, 好在他们一群孩子出去, 吃喝全爱吃街边小摊, 买东西也都喜欢逛小杂货铺子, 春鸭三天就花了五十两银子, 却把孩子们全给哄高兴了, 当然, 把孩子们哄高兴的同时, 她也不忘轰轰接待官员, 客商忙得不可开交的官公子, 好玩的指振, 奇怪的百件, 新奇的比加山, 多少也给她搜罗了几件, 见春鸭给官官买东西, 却不给自己买, 徐达顿时就有意见了, 他说自己可不得比小官辛苦, 咋就没个奖励呢? 春鸭直接一句, 给您这也用大不上这写字用的东西啊, 便给他打发了, 不过他说的也的确是事实, 徐达给皇帝的回信, 前几次吧, 还是徐达自己写的, 可自从皇帝知道徐达招揽了卢远正之后, 便强烈要求让卢远正给徐达带笔, 于是现在大部分给皇帝的书信都是由徐达口述, 如远正带书的, 所以这书房里的家伙事儿吧, 徐达的确不怎么用得上, 不过最后, 为了表彰达达在为宁海和扬州招商引资这件事儿上做出的努力, 春鸭还是给他亲手织了个羊毛线的, 口罩, 收到礼物的达达, 捏着个口罩, 挑眉问春鸭, 你这是给小官织围巾, 织了几牌没耐心了, 所以缝了两个绳子, 假装是口罩送给我, 对吧, 我没猜错吧, 春鸭一把抢过口罩, 别没良心啊, 我这可是熬了一夜给你吃的, 不想要就算了, 说完, 便拿着口罩跑了, 跑的时候, 心里头还在想, 爱马, 达达啥时候便这么聪明了, 没想, 徐达在身后大喊了一句, 别想骗我, 我这脑瓜子, 可是技术人员的脑子, 过了正月初时, 关木卿便要启程回宁海, 董家派了二儿子同去, 当然, 郡主大人这回也要跟着去, 原本想着, 春鸭最近都没搞啥心坑的徐英, 在春鸭临走前, 再三叮嘱她, 他们手上的三脚杖已经够多了, 可千万别再喂男人了, 放心, 春鸭拍了拍徐英的肩膀, 这回我不卖, 只订购, 咱们买点新鲜的洋玩意儿回来玩, 你不会跟卢夫认识的, 筹办什么洋货行吧, 徐英捂着胸口问, 春鸭吸了口气, 倒也不是不行, 不行, 你才回来多久, 就又开了一个餐馆, 一个茶楼,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徐英后悔自己多嘴了, 不是说好了吗, 餐馆让你大哥来帮忙打理, 茶楼也是开了, 也外婆奶奶他们听戏方便的, 不求赚钱, 只求保本, 咱们就是开热闹, 你不用有压力哈, 放心吧, 洋货行我们目前也不打算开, 生意总不能让咱们一家做了, 对吧, 徐英这才放了心, 表扬春鸭这是长大了, 会做人了, 让他路上千万小心, 有什么需要的, 记得把鸽子放回来, 这会儿春鸭要去宁海, 张大夫和徐达也没啥可担心的, 因为他跟着光路青走, 又有大师傅和石金一起, 老徐家觉得只有他们去抢人家的, 根本不怕人家来抢他们, 不过张大夫还是叮嘱了下石金, 路上多照应这点没用的郡主大人, 石金英的可爽快了, 因为他这年过的, 可以用收获颇丰来形容, 老徐家那些三门, 和以大勇为代表的小私门的红包, 基本被石金搜刮掉了大半, 这倒也不是石金抢他们的, 而是他们自己尚赶着要送的, 怎么送的呢? 他们自己要求跟石金比射箭, 比鸡铁, 这等于就是白送给石金银子, 要不是石金人好, 这群货可能连裤衩子都要输完, 也就大勇吧, 在比鸡铁的时候, 把自己比射箭时候输掉的红包, 赢了一点回来, 过个年, 吃吃喝喝不算, 还赢了几十两的银子, 石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呢, 所以张大夫说照顾好春鸭小姐, 那石金肯定妥妥的没问题啊, 临走前, 春鸭还特地关照了伊万先生, 教学进度一定不能被学生的拖拉索影响, 重点关照他大哥, 如果这学生不听话, 或者用钱贿赂先生, 请先生一定不要被金钱所迷惑, 一定要上报给张大夫, 原本已经给伊万先生准备好红包的徐大掌柜, 顿时一正眼辞道, 什么话, 大哥不是那样的人, 唉春鸭乐了, 反正从学习态度上看, 你肯定是跌跌亲生的, 不过玩笑归玩笑, 这生意上的事, 兄弟俩之前也聊好了, 反正宁海那里有缺货的, 春鸭会及时通知, 大哥那里的货源和品控, 也一定要把好关, 如果遇到品控不好的供应商, 千万不能心软, 该解约就解约, 有空的话, 大哥也可去周边多跑跑, 看到有利润有产量的新货的话, 也可以送样品到宁海市销, 而徐达和关木青也在一旁说着, 前几日来访的那些个商户, 拿几个查下来挺靠谱的, 可以勾搭了他们去宁海开办买卖, 一家人在家门口叨到了快有一炷香的功夫, 直到道玄大怒, 走不走, 走不走, 不走我也不走了, 反正单姑娘也不走, 老实说我还懒得去呢, 春鸭这才挥别了家人, 跟着关木青和道玄上了路, 为了春鸭以后来回宁海方便, 徐达这回还特地给他定制了一架大马车, 还配了双马, 皇帝的御驾用的是六匹马的马车, 王爷最多可以用到五匹, 徐达他们这样的侯爵贵族, 最多的可以用四匹, 但是因为徐达只是个伯爵, 一般最多用到三匹, 所以这会给春鸭用上双马的马车,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所以这双马拉的马车, 徐达定制得非常的大, 就是大到那种再大一寸, 就要为之的程度, 马车里头反正吃的喝的, 桌板笔墨焰台蜡烛, 那是一应俱全, 用张大夫吐槽达达的话说就是, 你怎么不给你女儿造房子拉着走呢? 房子倒是夸张了, 不过春鸭带着俩丫头和关木青道玄一起坐进去了, 这马车却的确还空了不少空间, 对于这种享受之势, 道玄一般就是骂一句徐达这个破包发货, 然后舒舒服服地往铺了羊羔皮垫子的座位上一躺, 美滋滋地就睡了, 春鸭他们和董家的车队在城门口碰了头, 一行人马便一路急迟, 在次日傍晚到达了宁海, 已经差不多两个月没回来的春鸭, 回到宁海第一件事, 就是滴柳着关木青去看看那高速路修得咋样了, 天爷呀, 不管是不是豪华马车, 这路不行, 照样能把人给颠个半死啊, 所以春鸭现在就关心, 那路到底啥时候能造完, 关木青临走前, 就跟留在宁海的高童和吴县城嘱咐好了, 工人的假期放到正月十五, 让他们在家好好过个年, 再回来干活,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当他带着春鸭走到高速路的时候, 那里头就已经有工人在干活了, 而被留在宁海的, 孤独又苦闷的高童正在监工, 他远远就看到, 他们家亲少爷带着令人头大的郡主来了, 便急忙跑上前跟两人做一问好, 关木青问他, 说好了十五之后在开工的, 怎么提前开工了? 他是着急着工程进度, 可也没说不让工人休息啊。 大人, 高童无奈解释, 不是咱们让他们开工的, 是他们自己跑来县衙, 非得吵着开工的。 原本初三他们就来了, 还是吴县城顶着压力, 硬拖到初五才让他们开干的。 这造路的活迹, 是按天算钱的, 关键还包饭, 虽然饭也就煮点番薯粗粮啥的, 但是好歹管饱啊。 工人们在家休息了三天, 就觉得浑身不得劲啊, 虽然过年很重要, 但是, 哪有赚钱重要啊? 关键这些干活的工人, 都是本地人, 几乎天天都回家的, 所以, 私乡私人之类的, 压根没有这种事。 年三十二吃个团圆饭, 初一给爹娘拜了年, 兄弟姐妹聚了聚, 初二跟着媳妇回个门, 给岳父岳母大舅哥小舅子道生过年好, 然后初三就可以开工了呀。 待在家里, 要不就是赌, 要不就是蹲在门口扯乱谈, 还不如赶紧地干活存钱, 也好早日买地造访。 想想造路一天能赚十五文, 有的人家爷俩爷撒出门干活, 一天就要赚四五十文, 每天家里头还能省上一升两。 工人们越想越觉得这开工的事儿, 不能耽搁, 于是大伙一合计, 远近村里的人那么一喊, 就跑去县衙要求复工了。 行吧, 关木卿无奈道, 想干便干吧。 既然是过年, 那高桶你让县衙的厨子去买上一扇猪肉炖了, 我请大伙吃顿肉吧。 春鸭一听, 也笑呵呵地说, 那我一会儿去媒妞娘那儿买上两三百个鸭蛋, 每人两个自己吃, 或者带回家给孩子吃, 大家自便吧。 正在干活的工人们听闻, 简直去悦呀。 虽说过年他们也吃了肉和蛋, 可这白来的吃食肯定比自己买得香了。 看看, 看看, 到底还是得出门干活吧。 只有干活, 才能有好运啊。 看完道路的施工进度, 春鸭便和关木卿分了两路, 一个去了县衙处理这十多天积攒下来的宫市, 一个则急匆匆回了海丰阁, 准备石岛石岛找媒妞娘买鸭蛋去。 不过一回海丰阁, 春鸭就发现鸭根不需要去找啥媒妞娘, 人家就在这儿呢。 因为王巡过年寻房任务比较重, 所以司徒若梅过年是在宁海过的, 见安侯这几年都回不了京, 媒妞娘自然也是要留在宁海陪老侯爷的。 过年期间, 王巡和老侯爷都得回位所轮值, 所以媒妞娘和司徒若梅没事就做个罢, 顺便论论这双梅秀芳新一年的工作计划。 春鸭乐呵呵地给两人拜了年, 转头就问俩老板要红包。 你当真不知道吗? 连带着我那放你们铺子里卖的咸鸭蛋都快供不上了, 说要发红包, 也得你发我, 咱们才是。 一进门就被司徒若梅拉着说话的春鸭, 早把鸭蛋的事儿给忘到天边去了, 这会儿听媒妞娘说起那咸鸭蛋, 才拍了脑袋说要买两三百个鸭蛋, 不知道媒妞娘那里有没有。 还好是过年, 媒妞娘那规模日益增大的养殖基地里头的临时工都放假了, 所以暂时没人淹咸蛋, 媒妞娘现在对春鸭的一些反常举动都挺好奇的, 她就觉得吧, 商机都在春鸭的反常举动里头, 春鸭便说是要赏给修路工人的, 媒妞娘大手一挥, 这还要什么钱, 当时我赏了他们了, 我也希望这路赶紧地修吧, 路程咱们先且不论, 但是路修平整了, 坐马车也不用受那老罪了, 这破关道, 估计得有八百十年没修了吧, 颠的我都不敢坐马车, 走个水路最近我又运吐得厉害, 遭罪, 说完话也不等春鸭拒绝, 媒妞娘就喊了丫头, 让他们去找小老大, 他们要压蛋去, 司徒若梅立刻表示, 姐姐宁老还是安安心心在宁海安泰, 有什么事她往返宁海和扬州就行了, 洋商不过年, 所以他们宁海的大部分商铺过年都没休息, 双媒秀芳也接到了两单定制裙的单子, 虽然媒款只订了五件, 但是因为定价高, 所以两单生意倒是有了千两银的成交额, 这洋商是之前跟着陪家来的那小年轻丹尼尔, 谈单子的时候, 就说是跟春鸭他们都是认识的, 吴献成也说这小伙子的确之前就来过, 媒妞娘这才收了三成的定金, 接下了单子, 反正不管认识不认识, 定金多少都得收一点, 要不然, 这货做出来, 万一洋商反悔了, 这小兔子恨不得端在外头的衣服, 放在大单巢也没人穿啊, 那他们岂不是损失就大了, 这洋商渐渐也多了起来, 但是洋商坏的也不是没有, 做生意的确还是得小心着些, 春鸭说这话的同时, 脑子里却又冒出了别的设想, 司徒若梅立刻点头, 之前咱们就听卢夫人说过, 以前他们陪家也不是没被洋商骗过, 洋人狡诈着呢, 咱们的确该当心点, 其实说到狡诈, 这玩意儿也不分人种, 洋商付了定金来大干订货, 其实风险也挺大的, 所以一般他们认准了哪家商户, 基本就在哪家商户订货, 也很少会换人家, 现在洋商唯一能认的, 就是暂时还未更名的士博斯, 发出来的抬账册子, 但是士博斯在认证资质的时候, 一般也只能以书面的一些资料, 比如缴纳税款的证明, 或者是县衙出具的一些文碟之类的, 来验证海商的资质, 特别是外地来的, 这实际规模到底如何, 的确是很难认证的, 所有这里头漏洞是很大的, 加之海茂的货物, 不可能像平时上街买东西一般, 今天买一件, 明天买三斤, 一般一次海茂交易, 少则几千两, 多则十数万两, 也不是没有, 所以几乎每次交易, 洋商担心被骗钱, 本地商户担心被骗货, 双方都要玩一把心跳, 大干潮这地连店都没有, 更别提什么跨国银行开个信用证啥的, 这往海外淘金, 是勇敢者的游戏, 这话是一点都不假的, 春鸭, 想啥呢, 跟你说话呢, 梅姨娘用手在春鸭眼前晃了晃, 啥, 春鸭这才收回了她那飘了几万里的思绪, 梅姨娘问我啥, 我问你, 你这回回来, 是又想到了啥买卖吗, 梅姨娘无奈又问了一遍, 春鸭摇头, 不开心买卖了, 我怕我表姐夫忙不过来, 我那堂姐是我的管家婆, 这回回去, 因为三脚账太多, 差点挨了她的揍, 这小笑话一讲, 立刻引得梅姨娘和司徒若梅咯咯咯笑个不住, 等两人笑停了, 春鸭才继续说, 买卖是不打算开心的咯, 但是得求人买点东西, 实际上按照春鸭的性子, 她觉得就该自己上吕颂瞧瞧去, 不过现在吕颂实际是掌握在弗朗基人手里的, 她怕自己去了, 这招货的体质, 再惹出点什么事来也不太好, 万一一不小心, 把吕颂给直接收了, 这可怎么好, 不得行不得行, 还是太太平平等人家给消息吧, 这人嘛, 多少还是得稳着点来, 万一步子跨得太大扯了蛋, 那也伤身体嘛, 脑子, 我还是你的脑子吗, 我怎么不太像我了呢, 春鸭说想买东西, 双眉自然是觉得春鸭那春雷商行, 准备开始做洋货生意了, 这也无可厚非嘛, 于是两人也不再多打听, 转而说起了太子殿下去了松江府, 直接住进了上海县衙, 准备大干一场的事来了, 要说这人是真命天子呢, 真会选地方, 春鸭如是想, 三人这好一阵聊, 直到戒安侯那儿的人来报, 说侯爷都回来了, 问姨娘啥时候回去, 没姨娘这才着急忙慌地走了, 不过王荀却要在卫所过夜, 关木卿也让高童来跟春鸭说了, 衙门里头事比较多, 晚些回来, 所以晚饭春鸭便是陪着司徒若梅一起吃的, 而时金呢, 早就被得了消息的庞大人给约出去了, 没了善姑娘的海风格, 对于大师傅来说也没啥意思, 所以在庞大人顺口问了声大师傅去不去一起吃饭的时候, 大师傅当机立断, 立刻点头答应了, 等到春鸭吃完晚饭, 关木卿这才回了海风格, 回来的路上还给他带了红豆饼回来, 两人便在春鸭的卧室外间边吃边聊, 然后春鸭就说起了, 想要从吕宋采买的东西, 土豆, 关木卿咬了口还有点温热的红豆饼, 这个好吃, 你赶紧吃, 哇, 春鸭点头, 果然, 红豆没全碾成豆沙, 里头还放了陈皮, 哇好好吃啊, 哪儿买的, 你那点心铺子里头买的, 关木卿好笑道, 不错不错, 果然还是善姑娘的方子对我胃口, 春鸭又咬了一口红豆饼, 你前头问我啥来着, 关木卿无奈笑道, 土豆, 问你土豆是什么, 明天再给你买核桃, 炒了吃, 下回咱们聊天, 话题不能加在一起聊, 哦, 对, 土豆, 是我以前在我爷爷的哪本杂技看来的, 说是这玩意儿跟番薯像, 好像有海商去捋送, 还看到了这东西, 我就想着, 能不能让人去找找, 你想, 番薯这东西本就产量高, 如果就像书上说的那样, 土豆跟番薯似的, 又好重, 产量又高, 那咱们大干的粮食不是更有保障吗, 对了, 除了土豆, 还有叫玉米的粮食, 书上说产量高得很, 这些都可以去让人找找去, 春鸭反正把啥都往爷爷的书上按就对了, 要问书名叫啥, 哎, 本金鱼, 忘了, 这说到粮食的事, 关木青也来劲了, 如果真的有这么个东西, 专门让人去找导也算值得, 不过杂技上的事, 也不能全当真吧, 春鸭故作神秘地说, 当初咱们去福建搞番薯, 也是我爷当年藏在家里的杂技上写的, 你想, 番薯都说准了, 土豆怎么能不准, 肯定能有, 我爷那本杂技, 可是本棋书呢, 徐老汉以前是跑单帮的, 遇到的人和事可能比较多, 这个关木青是知道的, 只是杂技很多都是想象出来那能让爷爷给我瞧香的杂技吗, 那不得行, 春鸭摇头, 那可是我爷爷的一生珍藏, 我是他最爱的孙女, 他才见了我三天, 我爹他们都不够资格的, 这真真假假的话, 听了关木青都有点晕菜了, 不过到底人家也是个传奴, 大甘潮第四聪明人, 最后的理智还是有的, 那我就又有个疑问了, 既然那本书是奇书, 你又通过这本书找到了番薯, 那么爷爷为什么还要把这书藏起来, 不是应该拿出来, 把书上记载的神奇之物都找到吗, 咱们这不就去找去了吗, 说完, 春鸭还朝关木青疯狂地眨巴着眼睛, 逻辑闭环, 完美, 是这样吗, 关木青觉得自己现在有点乱, 他等礼一礼, 不过春鸭哪能等着他理清思路呢, 他把自己手里的红豆饼一放, 双手握住了关木青没拿饼的手, 关大人, 你不用想那么多, 咱们现在的重点是, 得找了信得过的人, 去旅送把土豆和玉米给寻摸回来, 关大人, 大干潮的百姓能不能吃饱饭, 全靠你了, 关木青像被吓了降头, 想也不想, 就这么乖乖点了头,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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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丁香发出警告, 春鸭心想, 这揪咪都揪咪过了, 牵的手小丫头紧张啥呀, 不过为了丁香那嗓子着想, 春鸭还是放开了关木青的手, 乐呵呵地继续吃他的红豆饼, 边吃他还边问, 所以咱们找谁去呀, 高童和吴县城吧, 关木青也不用思考太多, 反正他手下也就这么俩人, 他倒是想带着春鸭瞧瞧去, 可宁海现在也离不开人, 春鸭去了, 到时候再把人扶朗鸡人给干翻了, 他也不知道 大干目前能不能承受得起这个后果, 所以这想法在他脑壳里 停留了一口茶的功夫, 也就烟消云散了, 春鸭接话茶, 再把菲德尔先生带上吧, 两位也不会说个洋话, 行, 于是, 这寻粮组合就这么草率地定下了, 第二天, 当高童和吴县城得到这个 他们要被远派去旅送的消息的时候, 两个人都是很困惑的, 为啥呀, 咱们大干那么多的豆和米, 为啥还要去找豆和米, 红豆绿豆大扁豆, 小米大米高粱米, 这都不够郡主重的吗, 被逼急了的吴县城, 这说话就跟说顺口溜似的, 而高童只问了一句, 青少爷, 你真的用不着我了吗, 就很受伤吗, 没有爱了, 关木青被这两人的表现给逗笑了, 他拿出春鸭昨天随手画的图, 解释道, 据说这土豆不是豆, 玉米也不是米, 郡主是说长这样的, 你俩拿着这个去找吧, 一会儿我再去是不是帮你们问问, 有没有信得过的商户要启程去旅送的, 到时候你们就搭乘他们的船去, 再带几个捕快一起去, 去了那儿也好有个照应, 海商往来旅送多, 也许他们会知道哪儿有这种种粮, 到时候找好了商船, 你们跟海商多打听打听, 高童, 这次让你去, 不是因为我用不上你了, 而是因为太用得上你, 一般粮食作物, 很难从别国手里头拿出来, 菲德尔先生虽然在大干时间长了, 但是总是个弗朗基人, 所以最多只能替你们提供点吃住上的方便, 探访两种, 还得靠你们自己, 这两种, 关系到我们大干潮的根基, 二位既然去了, 就务必要耐心寻找, 我这间不能扛, 手不能提的, 去了好像也没啥用了, 无限程一听要暗访, 这腿都要打抖, 高童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 那这样, 你留在这儿吧, 我跟高童去, 说实话, 关路清要不是当了这县令, 宁海县开了年又会有不少新商户入住, 新的商户还会带来不少新的采购商, 就县城也要开始规划扩建, 造路的事儿也得时刻关心着进度, 这一庄庄的事儿, 让他实在是分身乏术, 不然他倒是的确很愿意跑这一趟的, 这宁海县的事儿, 庄庄渐渐要打交道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上到太子不证时, 下到平民老百姓, 吴县城也不是不知道的, 再加上这事儿, 前头关木清说了, 关系到大干的根基, 他这人, 学识也就这样了, 想要再往上走, 可不得靠点政绩, 反正他综合考量了下, 比起在宁海累死累活的干, 还不如去吕宋跑一趟呢, 于是他最终也妥协了, 点头应了此事, 其实要不是因为他是无首府的儿子, 关木清多少给了几分面子, 按照常理, 这县太爷派下来的任务, 哪还有二愣子, 敢说个不得, 不过吴县城指着春鸭在画纸上的玩意儿, 关大人, 你确定这长了虚的棒锤, 叫玉米吗? 这土豆就是个圈, 高童也很疑惑, 关木清顿时失笑, 他拿起画笔, 在那俩图案上改了改, 我听郡主说, 好像这米片是黄色的, 就长在这棒子上, 外头有一层一, 这土豆可能跟番薯有点像, 不过可能要小一些, 你们就按照这个方向找吧, 两人拿起关木清改过的图, 这才大致稍微有了一些些的概念, 既然说定了让吴县城和高童去一趟旅送, 那衙门对外说的, 就是他们俩准备去旅送招个商, 顺便再看看人家那大岗是咋建设的, 董家那儿儿子得了消息, 便说他们董家在如高就有新船, 自己愿意跟着两位走一趟, 船和船员都由他们提供, 春鸭这里也跟菲德尔先生说定了, 让他跟着去一趟, 先生不在的这段时间就由春鸭来带客, 临走之前, 他还跟菲德尔先生聊了聊, 大致就是他们大干潮, 也是很求贤若渴的, 如果说他在弗朗基有认识什么特别的人才, 也希望他能把人家介绍来大干, 他们愿意为各类人才, 搭建施展才能的舞台, 也愿意为各种研究, 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和资金, 这事儿, 当然大干潮的皇帝是不知道的, 皇帝甚至不认为, 那些引雷的, 搞爆破的, 玩乱七八糟颜色的事迹的人, 是什么人才, 不过来自未来的人都知道, 现代科学, 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多重要, 菲德尔先生倒是实话实说, 如果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 在自己的家乡过得很好, 那肯定是不愿意远渡重阳来陌生的, 愿意远渡重阳而来的, 一般都是冒险家, 或者一些新兴的资本家, 所以, 即便我写信邀请, 也很难邀请到真正功成名就的人, 但是如果熟练的工匠或者手艺人, 也是人才的一种的话, 我这次去捋送, 倒是正好可以拜托商队寄信回去, 询问一番, 关键他觉得再大干的生活, 比他们在弗朗基的生活要好不少, 如果真的有朋友收到了他的信件, 愿意来大干, 那他也算是办了件好事, 春鸭立刻点头, 若是真的是能工巧匠的话, 我们一定欢迎, 以大干如今的实力, 如果有别有用心之人, 想要上门挑衅的话, 其实直接把吕送收了, 好像也没什么不好, 建安侯一定很愿意这么干, 既然春鸭都这么说了, 菲德尔先生便说这事就包在他身上了, 董家的船来得很快, 不到五日, 船就已经停靠在了宁海码头上了, 这船是条新船, 因为也要走内河, 所以造的不算很大, 走远洋可能够呛, 但是想要往返于宁海和吕送之间, 倒也是足够了, 既然船也到了, 人也准备好了, 关木青便选了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直接把吴县城带领的大干巡粮团给送上船, 临近船开, 没想大师傅拎着他的小包袱也到了码头上, 春鸭倒是吃了一惊, 师父, 您这事也准备去旅送, 是不放心吴县城他们, 口吐芬芳, 我也是倒霉血没了, 认识你们这些货, 想好好养个佬都不行, 你瞧瞧这姓吴的, 脸上恨不能写上四个字, 我是傻子, 来, 再瞧瞧高同, 脸上写的就是另外四个字, 快来骗我, 这能随便放他们出去吗? 我不去, 能行吗? 吴县城和高同敢怒不敢言, 春鸭和关木青想笑不能笑, 只有董家二公子想要缓和气氛, 和和笑说, 吕颂也没那么夸张, 大伙都是出门做生意讨口饭吃的, 没那么多想害人的事, 大师父翻个白眼, 你哪知道洋人肚子里藏的到底是啥, 你连洋话都说不利索, 还打啥包票, 闭嘴吧你, 大伙都尴尬地悄悄看向了站在旁边的菲德尔先生, 不料菲德尔先生却耸了耸肩, 我不是洋人, 我是大干人, 我姓费, 费钱的费, 他反正是不准备回扶朗基了, 大干待着他就觉得挺好的, 四驿馆里头还给先生单独造了小院子, 每日还有小厮打扫呢, 这在他们扶朗基, 也就贵族中的有钱人, 才能有这么好的待遇, 而且大概要啥就能买啥, 简直无所不有, 小县城大城市都还挺干净的, 可比他们那儿动不动窗口倒是盆子强多了, 吴县城其实一直很担心, 菲德尔这洋人会不会到了扶朗基, 就把他们给卖了, 可现在大师父也去了, 菲德尔看着也还行, 他这悬着的心总算也有了点逐落, 所以上船的姿势也潇洒了几分, 还对船下哭哭啼啼的小妾说, 别哭了, 也给咱家正功名去, 小妾哭得可伤心, 爷, 您带我一起去吧, 你敢带那婆娘我现在就把你踹下去, 站在吴县城身后的大师父咬牙说道, 他最烦老娘们儿哭哭啼啼的了, 吴县城呵呵尬笑两声, 然后才严肃地喊道, 你再浑说, 我让人把你送回京城去, 那小妾的哭声才戛然而止, 在关木青和春鸭的音音嘱托声中, 董家的商船, 起了毛羊了番, 就这么渐渐消失在了海港的地平线上, 不过船还没开多久, 就见有大干的舰艇追了上来, 两边一对话, 才得知原来舰艇是建安侯安排了给大干商船护航的, 反正大干舰船时不时地要在近海巡航, 所以看到往来的大干商船都会随机护航, 用建安侯的话说, 这就是彰显大干的国力, 用道玄的话说, 这就是臭嘚瑟, 没想还会有建船护航, 吴献成不知道为什么, 激动的眼泪都要下来了, 你这人到底是不是吴英良的儿子, 多少还是有点见不了大场面啊, 大师傅提出了合理质疑, 我替皇上感到高兴啊, 咱们大干终于有实力强大的海军了呀, 你个八品的献成, 还替皇帝高兴, 你这玩意儿口吐芬芳, 我要吃饭了, 赶紧地弄饭, 大师傅就是永远地这么暴躁, 宋走了寻粮队, 春鸭自然也不会闲着, 春雷伤行因为家伙神实在太多, 所以他准备把这地方再阔一阔, 另外寺一馆里头, 早上窝宇客, 下午辅朗吉宇客, 晚上还得给关木青加客, 春鸭忙得也是不可开交, 那关木青就更别提了, 过完年, 宁海往来的商户就如同雨后春笋一般, 一茶茶地都来了, 这县城里头客栈的客商, 恨不能迭起来住, 好多沿街的人家都把自家房子给拿出来放租了, 宁海远也是有官府驿站的, 但是那驿站去年年头大乱的时候早就毁了, 于是关木青就干脆在城外拨了五亩地, 准备平地再造个官办驿站来, 当然, 造驿站的前还得关木青去曹大人那儿讨来, 县城里头路是修过了, 但是排水之类的沟渠都很老旧, 很多地方还堵塞坍塌了, 根本跟不上这突然暴增的人口, 所有关木青准备一并把隐蔽工程给修了, 里外里一算,也是很大一笔开支了, 那他们县衙肯定没法承担, 他便只能一次次地往杭州跑了, 曹大人现在一听关木青来了, 那穿得比猴还快, 不过又有谁能想到, 一个文官,五亿还很是不错呢? 于是, 曹大人每每都会在不正史思的后衙门口被拦下来, 气得他冲关木青直嚷嚷, 我下头管着的, 又不止你宁海一线, 光把钱给你了, 让我怎么跟别的知府县令交代? 关木青的回答也很另辟蹊径, 那人家也没问您来要钱吗? 那是人家没你皮厚啊? 曹大人发出哀嚎, 既然大人知道下官皮厚, 那便成全了下官嘛, 不然我明天还得来来大人一遭, 您说这后门口那么多人来来往往地看着, 影响多不好啊? 关木青就, 很体贴吗? 差点没把曹大人气出个好歹来, 反正每次关木青来要一万两, 他就给五千两, 要五千两, 他就给三千两, 也算以泄心头止恨了。 每每被关木青拉了一块肉, 曹大人回去还得问木聊, 难道我真的不能写本参他吗? 算了算了, 木聊劝他, 大人又何必跟自己的前途开玩笑, 这钱说到底, 最后也不过是要花掉的, 只是给谁不给谁的差别而已。 您这上了本, 大概率也是参不了这位的, 皇上不就是因为这官县令的身份, 才把他放到宁海来的吗? 他身后的, 可不仅仅是他姐夫, 更有钟永伯和太子殿下, 就且忍忍吧。 当然, 曹大人心里头是清楚的, 他只是这辈子只有被追着送礼的, 过,这人就是一时气急而已。 不过关木青才不管曹大人气不气, 他只管一门心思办他的差事。 再说, 作为深安二十只猪知道的老学家未来的女婿, 要钱的时候, 怎么会不用这法子呢? 反正他不亏, 县衙建设的钱足够, 那就成了, 曹大人脸黑脸白, 他基本也不怎么关心。 不过话说回来, 以前他总觉得, 春鸭一会儿要造这个, 一会儿要见那个, 是性子跳脱, 说的都是孩子气的话。 但是自己做了这宁海县令, 真正开始管理宁海县了, 他才明白, 搞基建, 促贸易, 能多么快地把一个破败的海边小城给扶起来。 宁海县城, 从最低谷时候的二三十家商户, 花了大半年时间, 就发展出了一百多家商户, 且每天还有一茶茶来参观考察的临近府县的人来找商机。 他这修建新街铺面的速度, 都跟不上商户来租赁的速度了。 特别是过了正月十五, 新商户几乎天天都有开业的, 这海边的小城, 突然爆发出了惊人的火力。 很早之前, 春鸭总叨叨着要修路, 可关木青也总说, 修路可是件大事, 千万别想得多。 可从织布机仿杀机的改造, 到蓝云记的开办, 再到蓝云记投资建设道路等等, 把这些事都串联起来, 关木青有时候想着想着, 就会觉得头皮发麻。 不会吧, 这一切不会是因为春鸭想修路, 才一点点搞出来的吧? 不会不会, 他那时候才几岁啊? 可是, 如果不是早有设想的话, 这一步步走来, 每一步都踏在了事实的节点上, 难道真的这要巧? 喂喂喂, 春鸭推了下关木青, 大哥, 活儿丢了呀。 刚从杭州讨饭回来, 思路不小心飘到天边去的关木青, 这才回了神, 他问春鸭, 你前头跟我说啥? 我说, 四乙管月底休息, 若梅姐姐正好回扬州, 我明日跟她一起回去一趟, 你有啥要带吗? 春鸭再次问道, 关木青摇头, 我不缺东西, 不过你回去是跟达叔说那事儿。 是啊, 春鸭点头, 这宁海的商户看着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这些日子帮着谈单子, 想要成交一笔, 的确双方都有不小的风险, 那事儿还是得早些办妥了才行。 每次春鸭提出一个新的建议, 关木青都会深深地震惊很久, 他静静地看了春鸭很久, 才开口问他, 呀呀, 你老是跟我说, 你到底是不是咱们这个朝代的人? 不是啊, 春鸭坦然承认, 早告诉你了, 我是几百年后的人, 跨过时空穿越而来的, 你不也早承认自己是个前串子了吗? 难道你是为了哄着我玩, 瞎说的吗? 说完, 春鸭就双手还胸, 一副本郡主没有胡周, 并且真的生气了的样子。 见他这样, 关木青便忍不住要笑,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春鸭这人身边好似有什么神秘的结界, 靠近他就让人由衷地想笑。 他笑嘻嘻地从怀里掏出个玉智小百贱, 没瞎说, 你若是穿越了几百年来的女强人, 那我肯定就是你一起带来的前串子。 瞧, 给你买的, 桃子大王。 呀, 真的很像啊, 也不知道去年咱们嫁接的水蜜桃, 今年能不能接上好果子。 玉米土豆如果能找回来种粮的话, 天暖和了倒是正好可以种上。 去年咱们还有好多梨树没有嫁接, 今年也得搞起来。 这么一想, 今年可真是忙碌的一年呀。 春鸭手里头捏着个玉雕的小桃子, 笑眯眯地憧憬着今年一年的美好计划。 只听关木青非常同情地感叹了一句, 那康大表哥, 趁着天还冷, 还得多不不身子。 惹得春鸭直都呢, 自己也不是啥地主老财, 自然不会让表哥太过操劳, 到时候他会自己亲自上阵的。 关木青对康大表哥的同情, 瞬间到达了顶峰, 不过嘴上还是夸说, 郡主大意。 两人说说笑笑, 又学了一阵, 今天因为丁香被爆发户时金拉去逛夜市去了, 所以关木青狗胆包天的, 临走之前还亲了春鸭一下额头, 然后才说了声, 早点休息, 明天我送你。 然后立马夹着自己的功课, 在春鸭你个臭小子你胆子大了的喊声中走了。 次日一早, 关县令先起床洗了衣裤, 然后才到了春鸭院里, 再三观照他, 路上千万别跟金宝闹得太高兴, 不然到时候又被喷一身奶。 回家办完事, 也想着点学生们早点回来。 司徒若梅小声在春鸭耳边说, 舍不得你呢? 我的错, 太招人喜欢。 春鸭大言不惭道。 然后他又转头跟关木青交代了几句, 正巧沈东福急匆匆地捏着要补货的单子和前几个月的账本来了。 春鸭一瞧补货单子, 惊讶道, 我去, 这谈鱼生意这么好的吗? 可能当花瓶卖了吧? 毕竟这玩意儿, 比这儿八斤的百件花瓶卖得可便宜多了。 沈东福是这么理解的。 行吧, 反正能卖就行, 管洋人干什么用啊? 于是, 春鸭揣好了补货单, 化别了关木青和沈东福, 带上丫头, 坐上了自家的豪华大马车, 跟司徒家的马车组成了个车队, 往扬州去了。 王巡因为最近操练的任务很重, 据说是上海县那里的码头建设已经开始了, 太子决定从扬州军在宁海这儿的队伍里头, 抽掉一部分人过去, 新设一个金山位。 所以, 这事正在紧张筹备中, 虽说可能时间上还得要个大半年或者一年左右, 但是既然太子说了, 那他们军中也肯定不能懈怠的。 故而, 这人现在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这回司徒若梅回去, 王巡昨夜特地回来跟司徒若梅交代了几句, 送了对人马过来说给做护卫, 今天一大早就又走了。 不过司徒若梅已经把这事当家常便饭了, 主要他精力也有限, 又要想着绣房的事, 又要管金宝的日常起居, 有时候王巡三四天回来一次, 他都觉得好像昨日才见过。 就像吹鸭说的那样, 人一旦忙起来, 还真是顾头不顾定, 顾上了自己孩子, 相公就顾不上了。 那相公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得了。 春鸭是个社交牛AC症患者, 所以跟他走一路, 司徒若梅只觉得时间过得快得很。 不知不觉间, 两日路程就走完了, 两人在城门口到了别, 春鸭便乘坐着他那异常嚣张的马车回了家。 回家的时候, 天色都擦黑了, 可没想到家里头爹娘大哥都没个影子, 也乃书神也都回向了。 张家旺和徐燕正被新来的西席拎在书房里头做功课。 徐英倒是在家, 不过徐敏因为说廖师傅要蒸黄金糕, 一日一夜不能离人, 今晚就得跟无胶泡药房轮值。 哇, 黄金糕好东西。 哦, 好了, 给我留点。 他冲管家婆徐英说道, 一旁的佛宝又好笑道, 你小小年纪, 吃什么黄金糕? 娘不是说了吗? 小孩子, 药补不如食补, 想吃什么让丹姑娘给你做。 哦, 我们还没吃饭呢, 丹姑娘在大厨房吗? 我想吃扬粥炒饭。 这丹姑娘的名字就跟山楂糕似的, 令人开胃。 春鸭说着话就拉着徐英往大厨房走, 徐英说自己吃过了, 跟在后头的石金却说, 英小姐, 吃过了还可以吃宵夜。 而佛宝又则像的慈祥的老母亲一般, 转头帮春鸭准备睡觉的被褥去了。 几个姑娘走到大厨房, 就见善姑娘围着围东, 微笑地看着正在八仙桌旁大口吃饭的寻粥。 哇, 好香, 寻粥吃啥, 善姑娘也给做一份吧。 石金的洪亮的喊声, 吓得寻粥手里的勺子都差点飞出去。 寻粥起身一瞧, 就见春鸭和徐英两人, 正站在门口, 一脸笑嘻嘻地看着她和丹姑娘。 丹姑娘倒是很镇定, 前头牧春庄才送来的新鲜菜, 我正好炒了一盆炒饭, 给寻护卫尝尝。 是, 见丹姑娘稳住了场子, 寻粥便也点头, 我是正巧来厨房问丹姑娘要口吃的。 咱们也没说啥呀, 是不是鹰? 春鸭一脸坏笑地问徐英。 徐英也别笑道, 是啊, 不过寻护卫我大伯也不在府里, 你这是替我大伯守护厨房吗? 哈哈, 我正好吃好跟西风轮换, 我先走了。 善姑娘, 谢谢。 说完, 寻粥便在春鸭和徐英调笑的眼神里头, 抱头逃了。 丹姑娘到底是不为煎炸蒸煮的厨房花木兰, 她就非常淡定地收拾了碗筷, 还用高汤给春鸭做了碗面, 炒了盆饭。 见丹姑娘如此淡定, 倒是搞得之前觉得寻粥和丹姑娘有戏的姐妹俩, 怀疑了起来, 不会是她们搞错了吧? 所以两人也不敢多调笑这事, 就怕人家姑娘脸皮薄, 一会儿再把人说哭了, 春鸭上哪儿吃这么好吃的丁蹄面去? 这面真是要了命了, 丁蹄已经脱了骨, 结了冻, 切片放在热热的面汤里头一化, 那皮就跟果冻似的滑溜, 都不用咀嚼, 你两下就能咽下肚了, 瘦肉卤的也入味酥烂, 鲜香扑鼻, 把肉那么一吃, 红汤面再来一口, 春鸭眼泪都快下来了。 连喊着自己已经吃过了的徐英, 都忍不住往春鸭碗里挑了好几筷子。 扬州炒饭丹姑娘炒得更是一绝, 米饭松软, 蛋丝蓬松, 配料加了火腿笋丁, 出锅撒了把小葱花, 石金说这回回宁海, 他就准备把善姑娘给一起扛走。 待春鸭吃完了饭, 又把沈东福给的账本交给了徐英, 让他算算这些时间跟大哥之间的分账, 然后才回了房, 热热地泡了个澡。 直到春鸭洗完了, 都准备睡了, 外头才才来报, 说是老爷大爷, 还有夫人回来了。 春鸭便裹了个披风, 摸到了徐达和张大夫房门口, 就等着爹娘开门了。 前院的人, 听说春鸭回来了, 也急急忙忙到了后院, 一瞧自家那宝货正在房门口等他们呢。 人还没走近, 徐达格老远就问, 怎么突然回来了? 出了什么事吗? 进去说, 有大事。 春鸭故作神秘地说道, 一说有大事, 夫妻俩外带一起跟来的徐类佛保佑, 转身就走。 气得春鸭直嚷嚷, 还过不过了? 还过不过了? 不过我明明就嫁人, 干脆跟着关关混的了。 转身,过过过。 好妹子,别气别气, 嫂子主要是被你大哥拽的, 我没想转身。 佛保佑权衡了一秒, 就觉得这事还是让自家相公背锅比较好。 张大夫也只能拉着徐达转了身, 走到春鸭身边问, 又是什么大事? 说好啊, 我真的没空了, 你听我这嗓子, 这些日子光排课采买准备开学, 我都快累趴了。 这事跟娘没关系, 我找我爹说, 不过大哥最好也听一听, 以后用得到。 春鸭如此回答, 一听没自己事, 张大夫顿时就觉得心下宽松不少, 让佛保佑叫下人去大书房那儿把火盆点上, 赶着耶撒赶紧商量事儿去, 学院马上开学了, 他还得备课呢。 于是, 耶撒便被赶去了大书房, 一进书房, 徐达就单刀直入, 说吧, 啥事儿, 大概海关再过几天就正式挂牌了, 你爹我可忙死了。 这事儿还真跟海帽有关, 但是也关系到蓝云记的将来。 春鸭说完, 猜不透。 于是, 春鸭继续说道, 这些日子, 我观察一下宁海海帽签单的情况, 发现按照如今的交易方式, 买卖双方都承担了挺大的风险。 所以, 我想爹跟皇上禁言, 让蓝云记开设银行。 你中间跳了步骤, 爹恐怕是没法听懂的。 徐达无奈道。 徐蕾也问, 银行, 就是钱庄吧。 对, 春鸭点头, 银行这叫法, 也是古来有之, 不过现在的确叫钱庄得多, 不过我总觉得叫银行听着大气些。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咱们让蓝云记开设银行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给买卖双方做担保。 买方, 就是洋商, 可以把保证金, 就是银两, 存放进银行, 然后由银行开具信用凭证, 证明它的确有这么一笔货款放在了银行里。 到时候, 他们可以拿着这个表明有货款在银行的信用凭证, 交给卖方。 等卖方把货物交付给了买方, 是博斯, 就是海关, 可以开具货物以装传的单据, 然后凭着装传单据和信用证明, 买方就可以去银行提款。 这样, 买方把钱托管给银行, 不用直接给卖方, 资金安全就有了保障, 而卖方, 有了信用证明, 就可以放心地去准备货物, 不用怕被骗货, 或者准备好了货, 货主却跑了。 这个法子, 可以很好的保护买卖双方的利益, 你们觉得怎么样? 其实现代贸易, 用信用证解款的就很多, 交付的单据, 除了一般的相单发票信用证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船东出具的体单, 就是货物装传的单据。 但是, 现在大干的码头上来往的货船, 大多都是买主租赁或者自有的船只, 这个装传单据, 让船东出具明显不合适。 所以, 春鸭想来想去, 觉得既然都让蓝云记开银行了, 那用海关出具的装运清单来作为结算单据, 应该是更有权威性的。 在大干还没有出现真正的超大规模的运输集团之前, 由朝廷背书, 才是对买卖双方来说最有利的保障。 所以各地海关, 到时候估计还得多个出具装运凭证的部门。 当然, 这个还得跟查验部门相结合, 以求尽量避免货物在装运清点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货不对版之类的问题。 不过一般货物在装船的时候, 买家一般都会到场或者委托专人到场监装, 基本很少发生货不对版的事。 当然, 这些都是细节问题, 现在最要紧的是, 蓝云记得把银行开起来。 可是春鸭说了那么多, 得到的回应就是爷俩, 一个头向左歪, 一个头向右歪, 同时回了一个字。 啊,什么? 哪儿没听明白? 我再给你们再解释解释。 春鸭也是难得耐心好。 徐达却说, 好像听明白了, 好像又不太明白。 这还是因为春鸭穿来之前是干这行的, 徐达偶尔听春鸭说过什么幸运症啊, 复会啊之类的事, 这才听了个云里雾里。 那啥都没听说过的徐达干脆说, 都听了, 都没听明白。 于是春鸭又耐着性子, 给两人解释了一遍, 连带着关系草图都画上了。 关键的关键是, 蓝云记照里明年就要放开制补机的技术了, 到时候这不批买卖, 肯定会被迅速瓜分的。 徐达一拍腿, 所以嘛, 我准备让你二叔三叔卖部的同时, 再卖制补机, 很聪明对不对? 聪明啊! 徐达立刻眼睛亮了, 还可以卖给洋人。 傻子啊! 父女俩同时跳了起来, 徐达戳着儿子的脑袋瓜子, 好不容易超音赶美了, 你就要把技术送出去。 你要不是我生的, 我真怀疑你是洋人派来的细作。 爹, 接下来, 制补机之类的技术类产品, 都得上禁止出口名录。 春鸭立刻保护起了知识产权。 徐雷立刻服输, 对对对, 还是爹和妹妹想的周到。 不过, 咱们之前不是在说什么银行的事吗? 哦, 对, 春鸭一拍脑门, 爹, 别打岔, 说到哪了? 哦, 说到这蓝云记技术开放, 收入骤减。 骤减也是皇帝的事, 他这几年可真的没少赚啊, 不过神兵营可能会困难点。 徐达说道, 怎么是皇上的事呢? 蓝云记没钱了, 咱们还造个屁的路, 您再打岔啊, 我叫我娘了呀。 春鸭威胁道, 徐达立马用手势拉上了自己的嘴, 徐雷更是做了个请的手势 春鸭这才继续说道 蓝云记反正不能没钱 皇上也不能穷 所以咱们不得给皇上想想办法赚钱吗 虽说修高速路可以收费回本 但是这个建造时间长 投资回本时间也长 所以你们想想 蓝云记开银行 一来能解决海贸买卖双方信任的问题 二来大把大把从海外来的白银 就可以汇入蓝云记 那蓝云记不就有钱做各种投资了吗 你们可别忘了 咱们在蓝云记可是占了股份的呀 搞 必须搞 徐达立刻来劲了 就是这折子 你得给我说说怎么写 可是既然织布机的技术都开放了 皇上还能不能让咱们继续占着股份 要知道咱们之前可是靠着织布机的技术入的股 徐雷想的也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春鸭点了点头 大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但是不管在咱们老徐家有没有钱分 大干的路就必须造 哪怕皇上把蓝云记股份全部收回了 咱们其实也已经赚了不少了 这就够了 但是银行不能不开 有皇上背书的银行是多么强有力的保障啊 这对促进海茂真的是利好啊 这话说的把人探子都说感动了 西风还说呢 要说忠勇博家满门忠烈 可还真不是说假的 你瞧郡主这觉悟 一会儿写报告可得好好写 满门忠烈的意思是都做谷了 寻舟对这搭档多少也是有点无语的 然后西风就把忠肝一胆 满门豪杰 啥啥啥啥都用上了 惹得怀里的胖菊给他来了一圈 他才消停了 而屋子里的徐达则拍了胸脯说 行 你连夜起草 爹亲自腾血 还真是辛苦您了 春鸭咬牙道 现在 徐磊就剩下一个问题了 爹 敢英超美是啥意思 你懂得啥 等你懂了 我就老了 去去去 歇着去吧 徐达在女儿的白眼中 赶走了大儿子 春鸭一封奏折 写了大半个时辰 虽然他不太懂大干开银行的讲究 不过好在 这不是他想要说的重点 重点其实还是银行开展担保业务 对海茂的促进作用 按照达达和大雷子的理解程度 春鸭还得酌情解释下 这担保业务的具体内容 和具体的操作办法 于是 才回房间的三十 又被喊了回来听课 最重要的是 他还得在奏折里铲铭 如今这业务 还得皇帝的权威来背书 洋商和大干的贸易商 才能放心无语 顺便还得展望一番 这银行开出来之后 从海外汇入的这些银子 和贸易商那儿吸收到的部分货款 可以为银行带来多少的投资收益 虽说如果蓝云记开银行 盈利的钱到底怎么花 还是得由皇帝来定夺 但是春鸭和徐达 还是比较了解这个皇帝的 如今大干年号德安 这德安帝 也算是挺符合他这年号 小得一般 大得倒算是过得去 这人是个死扣没错 但是在神兵营砸起钱来 那也是一点不手软的 所以对于提出让蓝云记 开设银行一事 春鸭和徐达 基本也是没什么大的顾虑 他们相信 这个死扣 应该是愿意在这一时空的历史上 留下点好名声的 其实穿越至今 老徐家赚的钱 和如今的身份地位 是足够足够让他们和下一代 甚至下下代 下下下代 一时无忧了 但是春鸭和他爹娘 想的却不仅仅是钱的事 没钱就想钱 有钱就开始琢磨着天下事 他们老徐家 对什么政权之类的 没半毛钱兴趣 春鸭关心的 就是他啥时候能坐上火车 用上抽水马桶 而徐达关心的 则是他啥时候能攒个汽车出来 而张大夫则关心 他那消毒全大干的计划 到底啥时候可以正式上线 春鸭现在挣钱 基本都是捎带手 全家也就三十还关心着点赚钱 所以他听了那么多 还是想问一句 咱们现在说的高兴 可万一皇上不让咱们当股东了 这不都白搭吗 咱们暂且不说赚钱吧 但是到时候 恐怕连业务决策 都没咱们啥事 好歹他也算是老徐家的正常人 考虑的也比较现实 不过徐达却说 蓝云记也不能开个光感银行啊 原始资本总得有 我瞧了皇上还挺不富裕的样子 到时候咱们拿钱出来 求个小股东 他老人家 总不能闲钱有味吧 那行 我现在手头大概有六十万两现银 到时候拿给跌投资 徐蕾也不是啥藏着掖着的人 他反正一直觉得 自己是金钱的管理者 而非拥有者 虽然他手上每月都要过不少银子 就感觉已经不是食物 而是个数字了 所以现在徐蕾哪怕拿出 所有手上的银钱 他实际上都是没啥感觉的 不过徐达却大手一挥 哪能要你的 爹有钱 五百两一年吗 春鸭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 徐达纠正 五百五十两 不管五百两还是五百五十两 您都被罚完了 忘了哈 春鸭非常好心地提醒他爹 徐达想到瓜子一转 你知道什么叫夫妻共同财产吗 你娘的军工张力 可不得有我一半的功劳 行了 咱们先不扯这个 来来来 我先给你们补一补 这海帽的基本常识 春鸭此话一出 爷俩赶忙站了起来 没想春鸭早就知道 他俩会逃 已经快他们一步堵在了门口 明天我就得走了 你们俩今天听也得听 不听也得听 别到时候一个做什么官长 一个干什么海帽 懂得却没人家码头挑夫多 父子俩能怎么样 他们要敢说不听 那保管春鸭会 立马把张大夫招来 于是三人重又坐下 春鸭便给他们 开始讲这海帽的基本规则 从货物价格的组成 合同的定力 货物的交付 风险的转移 到最后的收账 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 那都需要有一定的标准 否则瞎搞 不利于发展 春鸭作为正规军 实在是无法忍受 如今连个风险 都画不清楚的海帽交易 关键这会儿 海运也没个保险 不说明风险怎么转移 到时候万一发生了货损 那可不得扯皮扯没完 另外 大干港口的货 有的是买家委托了卖家 把货直接送去 旅送中转上大船的 有的是买家直接开船来装的 这里头的运费 自然要算清楚 不可能运输路程不同 价格却是相同的吧 总之说起来都是做买卖 但是这海帽里头的事 比一般的买卖 却要多不知道多少 光光给爷俩解释通了这些 就说到了后半夜 直到春鸭嗓子冒火 徐雷和徐达 总算是理清了他们的思路 徐达便说 这样你就出了指导意见吗 咱们海关挂牌之后 大伙论证下来没问题 就以此为标准条款开始推行 装运港 传闲 进行风险交割 那算是传闲这边呢 还是传闲那边呢 徐磊还在纠结 过传闲 春鸭哑着嗓子回答道 经过春鸭的一番紧急洗脑 徐大掌柜这才意识到 以前自己还是把海帽想简单了 这会儿自己就生出了紧迫感来了 要不写下来吧 以后合同上都得写上 别急 我明天再你个契约文本 到时候咱们家以后做海帽买卖 就按照这七月签 等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到时候再慢慢推行开来 既然海帽这事儿 皇上准备好好发展 那势必得慢慢规范起来才行 这三人一说说到了天蒙蒙亮 春鸭这才捏着鼻梁回房倒头就睡 徐大回房 张大夫问他到底什么事儿 怎么会说了那么久 嗨 你女儿职业病犯了 号称要给皇帝开银行 不过这事儿我听得倒也可行 我跟你说啊 当我没问 天还没大亮 赶紧的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张大夫自己每日都忙不过来 根本不想管春鸭徐大的事儿 这会儿听又要搞什么银行 他听着就觉得是个惊天去坑 自然不愿意多搭理 徐大一听张大夫招呼要睡觉 赶忙拖鞋上床 结果被张大夫直接给赶了下去 去去去 你都一天一夜没洗了 睡他去 我都给你铺好了 去吧去吧 张大夫 我劝你不要太过分 被踢下床的徐大显然有点生气 张大夫一卷被子 翻了身 怪了 别闹了 我再睡一会儿就得起了 今天上午还有门诊 下午还得去学院 哦 那你睡吧 徐大嘟嘟当当地抱着枕头 走到了铺好的罗汉塔边上 其实你也别太熬着自己 差不多得了 这大干没了 谁也照样转呢 那你自己 还不是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 不是说了吗 我也不图改变这世界多少 可手里头的本事 不拿出来 总觉得白来了这一趟 呼噜噜噜噜 口吐芬芳 人家昏过去 也没你睡起来快 张大夫怒斥一句 翻了个动静巨大的身 这才宠又迷迷糊糊地睡了 次日因为赶时间 春鸭不得不早早起了身 吃罢早饭 便开始草拟合同饭本 这东西以前都是有格式规范的 条款背书非常多 但是很多是不适用于大干的 春鸭只能按照现在大干如今的现况 结合下自己还记得点啥 简略地总结归纳了一下 这事儿反正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也不行 反正边干边改 慢慢来吧 到时候什么外经冒尾冒醋会 说不定都得有呢 想到这儿 春鸭疯狂地摇了摇自己的脑袋 别想别想 越想越乱 还是着眼于当下最重要 而徐达上午一起床 也没急着去衙门里 而是认认真真的趴在书桌前 腾写着昨天春鸭给写好的奏折 他自己也觉得奇了怪了 自己不是读过书的吗 为啥这首就不怎么听自己的呢 这位可能忘了 读书的美好时光 他基本都是在读场里头度过的 哎呦我去 算了算了 徐达正想着自己手残的事呢 又是一大块墨汁 印染在了张二轩上 这都已经写费第三章了 徐达崩溃了 他决定装作没看到 一旁正努力整理思路的春鸭 无奈道 这张二轩落在您手上 可真是此 不得其所 您听 仔细听 有没有听到这五两一刀的纸 在哭泣 别废话 你赶紧地写你的草拟合同和贸易条款 到时候 咱们开了牙 还得跟诸位大人商量地推广呢 我这也没写坏嘛 你瞧 只要这一横够粗 你瞧 这一点就被盖上了吗 好险好险 省了一百文 你嫂子也真是 老家弄点构树纸来写字 不也一样吗 这什么赵二轩 为啥怎么贵啊 吓得我手都拿不文笔 大嫂也是给您争面子 您用作约约安的纸 给皇上写奏折 是准备 让咱们一大家子 全穿越回去是吧 春鸭似笑非笑地看着徐达 我就这么一说吗 顶真过啊你 这么当真 行了 我写好了 一会儿就去找楼衣衫 把信送出去 徐达说着话 还吹着手里头的奏折 春鸭很好奇 怎地不交给冯公公 嗨 得了痛风呗 都有痛风石了 最近被你娘扣在人际堂了 说试过两天 准备给她拉一刀 把脚上的痛风石给拉下来 徐达解释道 哇 那冯公公能愿意 春鸭惊问 不愿意也得愿意 不然这腿就走不了道了 你娘说了 最近她针法了得 冯公公这拉一刀 可能不会那么的痛 徐达说是这么说的 但是心中还是为冯公公 点了三根蜡烛的 话说 说到麻醉针法 春鸭又想起个事 两位太一道了吧 他们对那个麻醉剂 有啥看法 徐达会说 好像说还是得搞 但是里头得用你懂的 那不太好的玩意儿 所以到底怎么种 怎么熬制 还得有个章程上报给皇后 要的 春鸭点头 虽然不能阴夜费时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严格管控 不过爹 您这奏折 要不然还是再写一个吧 您这年缝都扣完了 我怕到时候皇上看了生气 再让您倒贴 徐达看着自己手里的奏折 还是挺不服气的 写得很好啊 横是横 竖是竖的 就这么低吧 我一会儿就得出门了 今日力部派来的人都到位了 我得分派岗位 还得简单给他们阐述下 各个岗位的职能 不用一个月 咱们大干所有的士博司 就得改名为海关了 说完 徐达便飞快地把奏折给收了起来 免得被春鸭再挑刺 皇上能看懂就行 我下午就得走了 你一会儿跟娘说一声 学生的教学进度不能落下 春鸭这回回来 主要还是怕自己烧信过来 大哥和老爹无法完全理解 所以特地赶回来解释清楚的 再怎么样 蓝云记的将来 也许会影响很多人 这事还是得慎重 徐达听春鸭一会儿就要走 便把随身的荷包给了他 拿着买吃的 一会儿爹就不送你了 你一路小心些 让大勇送送你们 哪儿要啥大勇啊 您上教场瞧瞧去 那群小子今早又来找十斤笔射箭 这会儿估计连鞋子袜子都输光了 春鸭其实是想说 裤衩子都没了的 但是她现在走输女路线了 裤衩子她尽量要求自己 不要随口胡说 徐达一听 哈哈大笑一场 也不管府里的那些臭小子 会是如何下场 乐呵呵地便走了 这女儿吧 来来回回的以后会是日常 她觉得她跟张大夫 都得提前适应起来 不用每次都哭唧唧地送别 反正这会儿走了 要不了多久 女儿便会回来的 现在这样 反正跟春鸭以前出门上大学 也没差吗 徐达走后 春鸭又把写的东西过了一遍 腾抄了两份 一份自己带着 一份给了佛保佑 让她转交给大哥 然后她拿上了徐英 给她的一包账本账册 另外还有早上回来 这会儿正睡得香的徐敏 给她的炒黑豆 还有大嫂给准备的 两大盒的蔬果糕点 边又带着石巾和丁香 喊上两个赶车的小丝 虫又往宁海去了 上了车 春鸭便问石巾 怎么样 这回赢了多少 二两 石巾呵呵一笑 丁香补充道 这还是石巾姐姐人好 给她们放了水 这才赢了二两 细水长流嘛 石巾也有自己的处事哲学 赢得太狠 下次就没人跟她玩了 惹得春鸭直嚷嚷 石巾现在也狡猾了 再不是那个单纯的石巾了 石巾挠头一笑 嘿嘿 郡主教得好 春鸭启程回宁海的同时 徐达那奏折 也以八百里加急之宿 往京城飞驰而去 不晓几日 皇帝便收到了徐达的折子 当然 如今从扬州到京城的折子 几乎隔几天就有 主要是皇帝询问 大干海关筹办情况的 一般都是当天送信的人 会把徐达的回信直接带回 但是这回来送信的 却是冯喜那头派出来的信使 皇帝下了早朝 听闻此事 都来不及换大朝服 便着急忙慌地到了御书房 打开了徐达的奏折 一开奏折 那熟悉的字体 让皇帝眼前一晕 这是出了啥大事了呀 能惊动钟永伯这货 给他写狗耙字 苏九 给郑气一杯杭白菊来 加点枸杞 没办法 看这货的字 就得清干明目 苏九应了声势 赶忙让下头的人 去把茶给端了上来 很快 一杯散发着淡淡菊花香的 清干明目茶 被放在了皇帝的书桌上 而皇帝在泡茶的这段时间里 才看了两排字 照平时的速度 他现在应该已经看完五本奏折了 他劝自己冷静 这奏折中提及了蓝云记 看来跟他的司库有关 他得尽心看下去 站在一旁的苏九 就眼看着皇帝脸上的神色 一会儿豁然开朗 一会儿皱眉沉思 就非常的分裂 直到茶都不冒热气了 皇帝才揉着太阳穴 掐了一口菊花茶 说道 去 把无英良算了 王宗元也喊上吧 把他们给郑宣来 是 不明就里的苏九 刚要出御书房 再去找个教书法的先生 找个好点的 能教明白的 派去扬州 就说是镇赐给徐达的 这货要是赶不收 就让他给我滚回京城来 是 苏九憋着笑 急匆匆走了 没过多时 无首府先到了 然后皇帝把徐达的奏折 往无首府跟前一扔 就说了一个字 看 镇不能一个人瞎 无首府只能接过奏折 认认真真的看了起来 然后牙关越咬越紧 啥呀 这都是啥呀 他敢保证 他家的四岁的孙子 都比这货的字写得好 横不平 竖不直 这在他家是要被打断狗爪子的 虽然他的几个儿子 考学不太行 但是写字却还是不错的 可看看徐达 这内容明明写得极好的 可这字和所表达的内容 完全看不出 是同一个人的水平 无首府很疑惑地看向皇帝 正巧皇帝也在看他 皇帝先问 怎么样 钟永博一首字 很不错吧 还 还行吧 他也不知道回答好还是不好 还行个 这货当年是你手里过的同生是吧 你怎么培养的 皇帝这属于迁怒 可无首府还能怎么办呢 他只能承认自己错了 当初没好好教中永博写字 这会儿让皇上受了老罪了 不过 兰云记开银行这事 微臣倒是觉得可行 无首府决定赶紧转移话题 这事儿 应该和朝堂无关吧 这兰云记 现在算是在谁的名下 皇帝其实一般只管拿钱 别的事儿 基本都是逢喜再管 甚至连账策 他一般也都是给皇后过目 自己只要知道 小厮库里头 还有多少钱就行了 这事儿 无首府是不怎么很清楚的 好在这会儿 王宗元已经匆匆赶到了 于是 皇帝又问了一遍这事儿 王宗元便回 兰云记名面上的东家是司徒夫人 我家夫人 还有卢远正的夫人 外家徐家大儿子徐� 吴夫人虽有合作 但是股份是不占的 他拿的是差价 不过皇上问此事事 皇帝二话不说 又把徐达的折子 甩给了王宗元 反正他的痛苦 得让每个人都知道 好在王宗元 平日里接触文盲接触得多 徐达在他们军营里头 都能算文化人了 所以奏折看得很快 看完之后 王宗元便直接作一说道 这事儿主要还是 要看皇上的想法 钟永博的建议虽好 但是所谓信用证明之类的业务 在大干的钱庄里头也从未有过 皇上才是兰云记最大的东家 所以这事儿说到底 还是得皇上定夺 吴首府悄悄瞄了王宗元一眼 好家伙 抢饭碗啊 于是他也立刻表示 他们钱不钱的都好说 皇上您自己别吃亏就行 皇帝这才缓缓点头道 其实徐达说的也没错 若是明年兰云记 要把支部机技术公开 到时候兰云记收入必定会大减 修桥造路的收益 也没那么快显现 再加上投入又大 确实 开银行是个不错的法子 不过这样的话 会不会显得朕 太过执着于银钱之势 皇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王宗元一脸惊讶道 皇上开设银行 也是为了大干的海茂发展 才做出的决定啊 吴首府立刻跟上 就是啊 皇上都是为民考虑啊 皇帝满意地点头 两位爱亲 还是比较理解朕的难处的 虽然朕也拿着小金库 给公主办了嫁妆 皇后修了宫殿 但是 大部分的钱 还是花在了正道上的吗 他觉得自己真的是个不错的皇帝 徐达的这个提议 也挺符合自己的利益的 既然如此 那朕就硬了 不过份额的话 任凭皇上决定 王宗元公身说道 皇帝略想了下 觉得现在这蓝云记的运作 还算是流畅 关键这些人家处理起事来 都干净利落得很 他不打算做太大的改变 但是吴首府这里 皇帝倒是想拉他一把 毕竟朝堂上的口舌还不得有吗 想要喉舌说话好听 也不可能一滴不漏吧 叫他自己让出来 那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大手一挥 让他们五家 按照认领的百万两 启动资金的比例来分股 这银行的名字嘛 皇帝让苏九准备了一张的 长幅撒金间 拿起一只黑檀木的提斗 大手一挥 上书四个大字 拦晕银行 去 苏九你替朕送去趟扬州 让徐达把这事筹备起来 总行就设在扬州 一应手续 让司徒和卢远正给办妥便是 苏九赶忙接过了皇帝的亲笔题字 让人给好生收了起来 半月之后 徐达便收到了京城来的一打子信件 还有亲自送来皇帝手写招牌的苏九 外加 一个教书法的先生 听苏九把皇帝的口语一说 徐达很疑惑地问道 启动资金是百万两 然后让咱们五家认筹 那皇上岂不是一分都没出 嗨嗨 苏九紧张地咳了一下 他这回来 可是带着护卫的 可不能乱说话 对 这是皇上对诸位大人的 提携 哦 徐达忍着翻白眼的冲动 点了点头 那行 那咱们家要不认二十万两 王家和吴家也是这个意思 苏九微笑道 那司徒家和卢家那 我去知悔一声 对了 你师父最近动了个小小手术 可能伤了嗓子 你去看他的时候 给买点利焰的补品吧 徐达也是好意提醒 苏九盲问 我师父脖子被干的夫人拉了 别瞎说 徐达皱眉 你师父开的是脚 取了痛风时 效果可好了 那为什么会嗓子疼 不会是生拉的吧 怎么可能 就是张大夫的新针法 效果不是特别明显而已 苏九默默为他师父居 一把同情的泪 不过 徐达还有个疑问 皇上是不是对我的自有意见 为啥要特地赐我一个先生教写字 我觉得我不需要啊 皇上说 若您不要 就得回京城去学写字 苏九如是说 行吧 这不收也得收了 徐达为我认命 既然皇帝都已经同意了 那蓝云银行的推进就很快了 三天之后 消息传到了宁海 春鸭还寻思着得慢慢找地方 给应该会马上到来的蓝云银行宁海分铺用呢 裴婷和司徒夫人派来的管事 和几个打头阵的大掌柜二掌柜就到了 怎么会来得这么急 扬州那头别告诉我已经开张了 这办事效率连坑王都惊呆了 这回来的管事 是司徒夫人当初陪嫁时候的小司 深得夫人的信任 名叫王兴 她听春鸭这么问 便躬身回答 回郡主的话 咱们银行扬州总铺 正在准备中 银库赞就设在府衙里头 夫人说 等咱们银库修好了 再挪过去 冯公公这些日子坏了嗓子 不太好主持开业 再等个三日 正好有吉日 咱们铺面整理 估计也能完成了 到时候冯公公嗓子 咕摸着也好些了 总铺便能开业了 冯公公也说了 既然这银行开了 是为了做买卖信用保障的 那宁海的也得抓紧筹办 小的们 这就是为了筹办而来的 别的钱庄业务小的 带的这几个掌柜 都是熟知的 就是那信用凭证的业务 还请郡主再跟他们讲讲 其实要开个钱庄 并不是很简单的事 因为要接各地成对业务 所以分铺自然是越多越好的 不过蓝云银行才开业 这会儿几个股东商量下来 就先开京城 扬州 宁海三地 如果运转良好 再把越民两地的业务 也都带起来 三地的铺子 这些日子都得紧锣密鼓地开张 京城那儿由吴夫人负责 周妈妈都办 地后负责 暗戳出去拉点存款业务啥的 而扬州的存款业务 则由裴廷司徒夫人 他们负责 宁海这里的新兴业务 自然是由春鸭来负责了 这回来的六个掌柜 等办顺手了业务 只留两个在宁海 其余四个 会各自去到京城和扬州 推广信用凭证的办理 其实说到底 这信用凭证业务 不仅仅能保护海貌买卖双方的利益 对于交割时间长 金额大的业务来说 也都是适用的 春鸭对于皇帝的反馈速度 和冯公公的办事效率 还是很欣喜的 该说不说 对于赚钱 皇帝的确也是很积极的 于是他也不推辞 好 既然大伙干尽十足 那王总管放心 这开展新业务的事 就包在我身上了 这豪言壮语一放 关木青就得跟在他屁股 后头忙的底儿掉 担心业务 是不是得有地方开业 这地方还得带着前后院 最好还要有空间 修前控密室 装修也得上点档次 这种地方在扬州京城 倒是好找 可这是宁海啊 又不是啥大地方 要说有 那也早就被有钱的商户租了去了 县造时间又不赶套 关木青好一番抓而挠腮 整个县城逛了三圈之后 便决定把宁庆园 分一个院子出来 直接拨给了蓝云银行用 这园子 其实因为关木青剿匪有功 皇帝是赏了他的 但是后来 因为这人二皮脸 死活要跟春鸭他们住一起 这才很好心地贡献出来 给太子暂住 现在这园子也是空置着的 地方也够大 园子东边 正好有个二进的小院 只要把小院和大院之间的月亮门一封 这就是个独立的院子了 侧门开出去 这地方离永安街也不远 用来暂时做个银行的营业场所 也不是不可以 银库便跟扬州一般 暂且先放在县衙就行了 气派的 崭新的银楼 自然要建 但是这不得花时间吗 反正有就先用着呗 春鸭和王管市 对关木青的选择 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于是蓝云银行宁海分铺的位置 就暂定在了宁庆园的小院里了 既然郡主大人都首肯了 关木青便派了他们衙门下头 新成立的施工队 入住了蓝云银行 说到这个关府的施工队 也是由于宁海要建设的项目 实在是太多 关木青好好一个县令 便生生被迫做了包工头 这施工队 其实是县衙招了人 临时组成的 主要就是干一些 修缮县衙衙房租出去的商铺 整修整个县城的排水系统 维护道路日常通行 例行检查码头等地方 是否需要修缮 等等一系列看着不重 但是又特别琐碎的活迹的 关木青就是觉得 每次整修这些玩意儿 大干律法也没规定说 衙门不准组建后勤部门 所以他就拨了两个衙役 装管着十来人的衙门后勤队伍 这玩意儿 用春鸭的话说 就是原始版的防管物业部门了 宁海物业维修队 只用了三天时间 就把宁庆园的小院修整完成了 主要这里头本就因为太子来住 之前就维护修整过 所以改造整理起来也快得很 几乎在同时间 扬州京城和宁海的三间蓝云银行 也已经准备妥当 于是蓝云银行的三间铺子 相隔也就几天功夫 便这么火急火燎的开业了 京城蓝云银行开张的时候 很多钱庄先前甚至连一点风声 都没听到过 他们就很奇怪 怎么会有钱庄 如同开个烧饼店一般 无声无息的就这么开张了 原本看看招牌 他们又以为是蓝云部装 又搞了什么奇怪的副业来了 可走到里头 发现真的居然是个钱庄 真是 很是惊喜 很是意外了 卖不得 怎么还开了钱庄了 关键钱庄就钱庄 为啥还叫银行呢 奇奇怪怪的 莫非是骗子吧 不过还没等京城的百姓吃完瓜 就有八王爷府的车架 敲锣打鼓的来了 生产完孩子之后 久位在外露面的八王妃 居然出现在了蓝云银行门口 有吃瓜群众小声嘟囔了一声 也不知道王妃是来干啥的 见鬼的是 王妃身边的宫女居然搭话了 自然是来存银子的 来人 把五万两白银抬进来 说完 果见有王妃太监护卫 骑刷刷的从马车上 卸下了不少的箱子 颇为吃力的抬进了蓝云银行 还没等吃瓜群众反应过来 后头就有无手辅家的马车到了 吴夫人打扮得格外珠光宝气 跟八王妃一样 也是喊得家丁 从后头马车上卸下了几个箱子 然后大声的说着 哎呀 可是开业了 就等着蓝云银行开业了 来存钱呢 都小心着点啊 里头可都是真金白银啊 说完 便把头上的不摇甩的飞起 也跨进了蓝云银行 吃瓜群众很想讨论啊 可他们来不及啊 因为跟在吴夫人后头来的 是郑国将军府的马车 一年到头 不出现在大众视野里头的将军夫人 破天荒的 也出现在了蓝云银行门口 当然 后头家仆也抬了一箱箱的重物 跟着将军夫人进了蓝云银行 紧接着 建安侯府当家主母 永一侯府当家主母 安阳伯府当家主母 和钟永伯府的女管事 都带着一箱箱的重物 进了蓝云银行 瓜吃到这里 围观群众都进了 啥呀 这是 这是啥人开钱庄啊 倒是 这里头 是在举行什么神秘的仪式吗 为什么半个京城的有钱人都来了呀 光这些府里头的马车 那都停满了整条街呀 有京城资深吃瓜群众 在银行门口不停张望 然后拍腿道 哎呀 我知道了 骑马一半的吃瓜群众 迅速集结在了资深吃瓜群众的身边 像一个个茶一般 小声而密集地问着 啥 知道了啥 啥啥啥 资深茶故作神秘道 你们知道那蓝云记 是谁的产业吗 谁的 不是说是钟永伯家的吗 有茶回答 资深茶一拍大腿 钟永伯踩哪到哪啊 那蓝云记 可是皇后娘娘的私产 真假 吃瓜群众立刻激动了 那这什么银行 难道还是皇后娘娘开的 这不废话吗 谁还敢蹭皇后娘娘铺子的名头 而且 我刚看到蓝云记的管事妈妈 周妈妈了 她可是皇后宫里出来的老嬷嬷 你咋连宫里头的嬷嬷都识的 我二姨的小姑子的表弟的媳妇的三堂哥 是给宫里供菜的 他们早说了 那蓝云记的周妈妈 就是皇后宫里出来的嬷嬷 猪人被这人际关系搞得一晕 还没反应过来 就听有锣鼓声传来 大伙转头一瞧 好家伙 太子府的车马都来了 要知道 自从太子去了南方 太子妃可是除了宫里头 哪都不去的 看吧看吧 就是皇后娘娘开的钱庄吗 资深查小声而坚定地说道 于是乎 不管这蓝云银行和一般的钱庄 在业务上有啥不同 在京城吃瓜群众的心中 这蓝云银行直接立压了 大干境内的所有钱庄的 这银行的利钱高不高 碰面多不多 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把钱存进去 就跟皇家产生了关系啊 这玩意儿 想想就有点让人心潮澎湃呢 也就几日功夫吧 京城蓝云银行 连会信用证业务的掌柜都还没来呢 其他的业务 就这么风风火火地办了起来 当然 扬州的蓝云银行 开业之后的业务 也是相当的喜人 本来蓝云季在扬州就开得红火得很 又有裴婷司徒夫人张大夫这拨人的大力支持 董夫人更是豪置20万两 扔进了蓝云银行 于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 蓝云银行在京城和扬州 就变得炙手可热了起来 而宁海的业务 肯定不能跟扬州和京城的比 但是好在新的业务模式 却在新更名的宁海海关和县衙的大力支持下 推进很快 其实 现在商户要签什么跟扬商的契约 基本都要去四驿馆找春鸭帮忙捣固 春鸭顺势就把这信用证支付货款的事 给推广了一把 不过 扬商也不是傻子 平白无故的 也不会轻易相信谁 但是他们 在宁海下船落地 都是要海关给文蝶和县衙给敲张的 不然 他们是不可以在宁海县内随便乱走的 所以 在洋商去办文蝶的时候 先会在海关被洗脑一次 然后到县衙敲张的时候 又会在县衙再次被洗脑 所以 对春鸭推广的这个蓝云银行的信用证支付业务 他们大部分人 是可以接受的 当然 死活要见后付现银的也有 春鸭也不勉强 反正商人们都可以自己选择 有些叛逆点的 觉得你逼我 我就不干 哎 你不逼我 我就干了 反正奇奇怪怪的商人到处都有 春鸭只劝自己 有颗看戏的心就行了 办理这个信用证业务 银行当然也是要收钱的 收费标准 经过春鸭的建议 几家股东的讨论 最终定下来的方案是 根据担保的货值 按照白两取一两的收费标准来收费 十两起收 最高收到五十两 更改一次 收五两更改费 这价格虽然不低 但是相对于动辄千两万两的交易金额来说 这也算是个良心价了 还别说 单单就这一项业务 宁海蓝云银行一个月获利 就突破了三千两大关 顺便又因为扬州传来的蓝云银行实力雄厚的传闻 吸收了不少直接存在银行里头的货款 这一仗 在帝后王妃太子妃和诸位有钱夫人太太的通力合作之下 赢得实属漂亮 用春鸭的话说就是 果然有钱人赚钱是一件信手拈来的容易事 一月之后 四位掌握了新本领的掌柜 便各自奔赴向了扬州和京城 这两地虽然不是信用证业务的主战场 但却是蓝云银行吸收资本的主战场 所以无论如何 业务都得保证全面 这蓝云银行步入了正轨 大刚海关那头 徐达也已经全部从不正史丝手中接管了过来 各地的衙门招牌也都已经换上海关二字 虽然因为人手实在短缺 很多部门的人员都是身兼数职的 但是皇帝也说了 让他们再坚持坚持 他准备把秋为提前一点 到时候考完了 便有新的人力可以填充进海关的队伍中去了 宁海的一切发展的都还算顺利 不过春鸭却左等右等等不来大干粮食探索队 又是一日晚间补课的时候 关母亲听春鸭又提起这事 便说明日寻歌和建安侯要出海去跟半次郎做交易 到时候要不然让他们派了舰船打探打探去 不太好吧 春鸭摇头 到时候人家弗朗基人当咱们要夺岛怎么办 那就夺呗 关母亲回得很顺口 春鸭忍不住挠头 弗朗基人毕竟海盗出身 跟倭寇比军火实力也要强不少 要真打起来 咱们海防也不算太完善 到时候新建的港口 花大力气搞的海茂 不都白忙活了吗 没想关母亲却笑了 咱们家郡主长大了 知道坑不能随便挖了 你 春鸭气劫 我跟你说认真的 你居然敢逗我 本郡很生气 后果你自己看着办 错了 我错了 看 我今日找吕道长去算了一挂 大吉 说高同他们三日内避讳 说完 关母亲便把今日去地狱灌球的签子给了春鸭 春鸭瞪大眼睛问道 你个读书人还信这个了 这事儿真是说来话长 主要是吕道长他们和罗伯特先生 大了一架 下头的人见罗伯特先生是洋人 就让我去处置 我就顺便求了一千 关母亲如此解释 春鸭更是惊讶 这俩怎么还能干起来呢 吕道长做法事 影响了旁边去教堂祈祷的人 罗伯特先生就去找他理论 结果两个人也不是很说得通 再加上赶来看热闹的 道心师父的推过助澜 反正闹得不怎么很愉快 关母亲解释的时候 也是憋着笑的 那谁赢了 这佛道两家 夹击神父 春鸭只关心这一点 小吕道长仗着体型优势略胜一筹 惹得春鸭立刻破功笑了出来 他捏着关母亲顺道求来的上上签 做了决定 吕道长还是靠谱 那咱们且就在等三天 如果三天之后 师父他们还不回来 我就得找出去 关母亲点头 行 应了你 反正他哪怕被罢关了 也是得陪着春鸭去的 所以应得也是格外的爽气 可也没等关母亲辞官 大师父他们一行人 就坐着董家的商船 在第二日中午回来了 春鸭接了在大码头那里 等了整整一个来月的小司来报 便急匆匆地就赶往了码头接人 不过当见到道玄他们几个之后 春鸭忍不住惊叹 你们这是吃了啥呀 人都肿了 只有一万先生 看着还正常点 道玄顺手甩了春鸭个包裹 吃了啥 吃了个屁吃了啥 啥呀 春鸭差点被分量拖重的包裹给砸晕 他见肥先生正跟懂二公子说话 便用身子护住包裹 然后打开一看 果然是他想要的 啊 他激动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一大包的玉米 高同顺势也把土豆给递了过来 小声道 郡主要的土豆 吴献成也递上一个小纸包 这小纸包里头 是咱们去旅送的这些日子 吃的各种水果的种子 也都留了 春鸭幸福的 简直要尖叫 有心了有心了 拿着种子不容易拔 吴献成远远看了一眼肥先生 见他正在把自己的行李 一件件打开给海关查验人员看 这才说到 土豆玉米的确来得不容易 水果到处都是 咱们去旅送吃了两顿饭菜 就上土下谢 后头就靠酱油炒饭 和各种水果过活 明明什么肉都没吃 结果人还肿了 吴献成觉得委屈极了 他真的觉得自己都快冤死了 明明每天吃的跟个猴也没啥区别 可越来越紧巴的衣裳 却时刻提醒着他 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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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别说 旅送的水果味道还是好 甜得很 他知道 他娘是从卖郡主的罐头开始 才在家里横着走的 所以 这回吃到的水果 他都给洗干净带了回来 吴献成这么一解释 春鸭便明白了 这是糖油混合物加上果糖 把人生生给摧肥了 他即刻表示 回去就让厨子给杀两只鸡 让他们好好吃肉 已经走老远的大师傅 回头怒喊 就两只鸡吗 你瞧瞧我这脚脖子 都肿了两圈了 就两只鸡吗 再加两只鸭 春鸭朝他师傅喊道 还不赶紧回家食捣饭去 大师傅大声喊完 还嘟嘟当当 善姑娘也不在 这一趟真是亏大发了 大师傅走后 已经让海关检查完 行李物品的肥先生 也跟春鸭打个招呼 上了董家派来接人的马车走了 之后 春鸭便开始跟文迅赶来的 原提取示范 今后从海外进口植物 需要点什么证明材料和手续 首先 他提交了海关总署开具的 允许进口动植物证明 然后提供了植物种植的用途 填写了种植范围 仅在牧村庄内 再把两个包裹都打开来 让海关查验人员认真检查了 植物上是不是有虫 期间查出几株玉米杆上 的确有牙虫 便当场燃烧销毁了 原提取做一步 继一步 起先杨州那发布禁止进出口 和限制进出口名录过来的时候 他还觉得 钟永博多少有点多事 能不能买卖的东西 是不是当初的法条上不都有吗 植物动物 有啥好禁止或者限制买卖的呢 可是当玉米上检查出了牙虫 并且说这些都是两种的时候 原提取觉得 或者是自己狭隘了 这动植物的检查 的确还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 世上虫子千千万 能防一条是一条吗 查验完了带回来的两种 春鸭跟原提取告了别 才准备跟着高童和无限程走呢 就听后头本来就有点肿 现在更肿的 董二公子问 那那船上三个旅送人怎么办 为啥还有旅送人 春鸭一脸惊恐地看向高童 高童叹口气 说来话长 这事一会儿想说 这三人我先带去县牙关押 等关大人下牙了 回海风格再说吧 他是绝对不会想要错过晚饭的 无限程也说 他也得回趟衙门 换个衣服洗个澡 他都能闻到自己身上的咸鱼味了 春鸭点了点头 喊了董二公子一会儿来吃饭 便跟石金一人拎着一个包裹 回海风格去了 到了海风格 他先把包裹放到了自己房里 虽然知道没人会偷 但他就是忍不住想要藏起来 这两大包东西 春鸭还没听他师父说呢 就觉得来挺不容易的 藏好了重粮 他这才在倒悬一叠声的饿死和尚 被雷劈的叫喊声中 跑出去买了一大篮子的菜 扔给了厨房的厨娘 无名酒楼生意好 人多嘴杂 他作为东家 思索再三 还是决定在家请大家搓一顿算了 还好 司徒若梅因为时不时的来趟宁海 所以买了几个下人在这府里 不然赵老徐家俄罗斯套丫鬟 一丝多用的做派 春鸭说不定还得自个儿烧水煮饭 带厨娘做到了一桌好菜 道选好好泡了热水澡 搓干净了一身咸味的姿泥 处理好三个被抓来的 吕颂人的关木青 也带着高童和吴县城来了 换了一身干净衣衫的董二公子 没过多久也来了 众人便入席就做 席间就春鸭一个女汉子 所以也不需要分桌之类的 反正大伙举起筷子就是干饭 两个多月了 总算是吃到了一顿家乡菜 吴县城眼泪都要下来了 没出京之前 他根本就想象不到 自己有朝一日会过得这么刺激 出海的几人中 只有无限成嘴还有点空闲 于是他就简略地 把三个吕颂人的来历给说了说 其实三人的来历也很简单 就是被高童和大师傅给劫回来的 现在的吕颂 牢牢地掌握在浮朗基人手里 他们拥有吕颂的大部分田地 而这些田地里种植的庄稼 自然全部是浮朗基人掌控的 尽管种地的是吕颂人 但是浮朗基人只把他们当工具 根本不会轻易把高产的粮食种子 给吕颂人的 工具人一般都只能是奴隶 生杀大权都掌握在浮朗基人手里 只有小部分的吕颂贵族 或者二鬼子 手里头有点两种 但是那也是绝对不可以在市面上流通的 吴献成带着肥先生 原想要通过正常的渠道去采买两种 却直接被浮朗基人拒绝了 浮朗基人不做粮食生意 他们的生意大部分都是从大干 或者各个小国贩卖茶叶丝绸之类的 高价物品回欧洲 然后再用手中的粮食和枪炮 控制住东亚一堆的小岛国 既然吴献成和菲德尔的正常路子走不通 只能由道玄和高同不走寻常路了 吴献成见在吕颂做买卖的窝人不少 所以他就给高同和道玄出了个主意 让他们先去截了俩窝人 换了窝人的衣衫和窝刀 再往各种田间地头去逛 两人觉得这主意不错 于是很快便截了俩窝扣 换了窝装 就开始在吕颂满世界地转 有时候两人转到人家守卫森严的庄子上 被人发现了驱赶 他们便骂骂咧咧点听着挺像窝语 实际上啥也不是的鬼话 毕竟高同也经常蹲在 关木青和春鸭的小教室外头 话虽然不会说 但是语音语调还是说的挺像那么回事的 然后在某个夜晚 这两人摸到了那三个吕颂人 看守的一片农庄边上 两人一阵排摸 发现这地方守卫没那么严格 探查下来好像只有两个看守 甚至连条狗都没有 于是两人当机立断 略商量了两句 准备一个动手薅土豆玉米 一个制造噪音引开看守的人 不过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正当道玄和高同说话的时候 包米地里正躲着个人在方便 关键这人还喊了句 来人 道玄当机立断 把拎着裤子才准备跑的人 一个手刀给砍晕了 真是不巧 这人居然还是个大干人 不过那拉使者的动静 还是惊动了不远处的另两个看守 高同也只能顺手把赶来 查看情况的人给劈晕了 直接把人杀了 高同和道玄 倒好像也没有那么丧心病狂 但是留着活口 他们又怕这两人 把他们大干人的身份给暴露了 于是两人只能在偷了两种的同时 把人也一块给掳了回来 事儿 就是这么个事儿 春鸭听得连连翘起大拇指 直夸师父 真是好聪明 这还用说 道玄好不容易放下了手里的筷子 安逸地掐了一口酒 我得回扬州休养一阵 让你娘给我好好调理调理身子 这次去履送 差点把我轻功都给废了 那可不咋的 你眼瞅着可泡了不少啊 春鸭想是这么想的 可说去不敢说 他只能点头说 是是是 师父辛苦了 我明日也准备回扬州 你好不容易带来的粮种 趁着春种还没结束 得赶紧地种下去 今年秋天 咱们就有新粮食了 而吴献成也泪眼婆娑地看着关木青 吓得关木青一个机灵 吴献成这是想干嘛 关大人 我知道你每隔五日 就会给太子殿下 告知咱们宁海县的情况 您可千万记得 把咱们这事儿 好好跟殿下说说 也不枉费他在吕送被蚊子钉的八千个包 和不知道怎么长出来的一身镖 等郡主把这粮食种出来了 一定会帮你们请公的 放心吧 关木青拍了拍吴献成的虎背 是 春鸭点头 这事儿若是真的办成了 在座诸位 都是大功臣 我以茶代酒 先谢谢诸位了 那 郡主啊 您会种地吗 吴献成就很怀疑吗 一口酒才喝下去的道玄 赶忙转身 扑吃一口全喷了出来 干什么 春鸭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认真说道 我不会种 但是我可以学啊 谢谢啊 两种就这些 可别糟见了 道玄这嘴也是很伤人的 关木青乐呵呵地 看着春鸭和道玄斗嘴 直到两人都快跳起来了 才说 春鸭不会种 可爷爷会呀 让爷爷帮忙吧 徐老头啥受贿的 道玄侧头问春鸭 是啊 我爷爷 哦 春鸭这是突然想起 玉米土豆的锅 是按在他爷爷头上的 不过这事问题不大 爷爷不会没关系 他爹娘肯定会 哦 啥 道玄就觉得 自家这徒弟 脑子多少有点不好使 回答的问题 都是前言不搭后语的 哦 就是 大家放心 这两我一定想办法给种出来 不会让大家白费劲的 春鸭信心十足 可道玄却觉得 自己可能还得去一趟旅送 而吴献成 则小小声地问关木青 咱们郡主靠谱吧 靠谱 吧 关木青僵直着脖子 他也不敢点头其实 一直没插上话的董二公子 趁着空档插了一嘴 那什么 郡主如果种粮成功了 可以在咱们家庄子上推广啊 咱们家有万母粮田 足够种的 春鸭呵呵笑道 好说好说 以后这两种的推广 必然离不开董家的支持 另外 关木青还提议 明日春鸭若真要回去 就把吕送鲁来的三人一并带走 关押到沛丰县去 到时候真要遇到什么疑难之事 倒是可以问问他们 当然咯 这样肯定也有风险 但是只要分组是种 种的差的有惩罚 好的也有奖励 估计他们也不会胡搞 反正用春鸭的话说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关键春鸭想着 这会儿手里头还有不少 热带水果的种子 京城的玻璃暖房 这会儿估计也已经到扬州了 把这三个吕送人带回去 玉米土豆倒是不用他们浇 但是热带水果 倒是可以问问他们种植的法子 于是 三位被从吕送掳来的人 虽然还在大牢里抠脚 却被郡主单方面任命 为了种植顾问 因为着急着春种的事 所以次日一早 春鸭便准备出发往扬州赶了 这回回去 除了丫头和师傅 她把三个从吕送掳来的人 一并带上了 关木青还喊了一对牙役 护送他们回扬州 其实赵大师傅的想法 把人帮马车后头得了 带啥牙役不牙役的 简直影响赶路嘛 不过春鸭为了她的热带水果着想 觉得还是得让这三人 好好活着才行 坚决阻止了大师傅的魔鬼操作 一路上闲着没事 春鸭便打开了 无限程给的那个牛皮纸包 开启了探索新世界之旅 这是啥 春鸭捏起一颗不规则的种子 问道玄 什么瓜的吧 道玄侧卧在铺了厚厚垫子的座椅上 毫不负责地回答 然后石巾也捏起一个圆圆的痕 问道玄 那大师傅这是啥 哦 这个我知道 道玄砸半了下嘴 是长了毛的荔枝 挺甜 不过香味比荔枝差点 哦 应该是红毛丹了 春鸭在心里头嫌弃了一下 这玩意儿还没荔枝好吃 种这个还不如种荔枝 算了算了 先放一遍吧 然后他在一大堆种子里 拿出一个很大的盒 略带期待地问大师傅 师傅 这又是啥 这个呀 道玄一下子做了起来 这玩意儿可恶心了 猫实味的 哎 你给我拿得远一点 我现在想想就想忧 无音良的儿子 我去 口味太重了 非说好吃得很 上船还偷偷带了仨 差点把咱们一船人给熏翻 赶紧的 把这种子扔了 道玄化刚说完 就要去抢春鸭手里那种子 没想 春鸭却把种子死死护在怀里 是要与种子共存网 猫实味儿 这不就是榴莲吗 怪不得无限成种三圈 肯定是吃这玩意儿吃多了呀 前辈子因为这东西糖分太高 春鸭也吃不敢吃 这辈子 它可得趁着吃啥都不胖的年纪 多吃点 虽然不知道一棵榴莲树 从种下种子到结果需要多少年 但是 不过多少年 只要种了 好歹就有个念想了不是 怎么的 如今大旦的吃食是满足不了你 你非得吃猫食 才能过日子了是吧 道玄看到 图儿那没出息的样子 很是生气 他的徒弟 怎么能吃食呢 春鸭却抱着种子死不撒手 想说您懂个啥 他就好这一口 可他又不能暴露 吃过榴莲这事儿 于是春鸭只能非常虚伪地说 咱们不是得啥都是种种吗 万一这玩意儿到了 咱们大干就不臭了呢 菊生淮南则为菊 生于淮北则为止 这臭果子 到了咱们大干的土地上 说不定变成香香果了呢 我呸 道玄压根不听它的 猫食到哪都是猫食 给我拿出来 史金 藏屁股底下 春鸭把几颗榴莲和 往史金屁股下头一塞 哦哦 史金听大师傅说的这味儿 也有点不乐意了 这种子是不是猫食味儿的 我才换了衣裳 春鸭辩解道 傻丫头 你想想 如果这玩意儿不好吃 吴献成能把自己吃胖两圈吗 史金 咱们是不是一起吃过八百次饭 你能不能信我 史金 你想想 万一好吃呢 要是不种出来 岂不是错过一样人间美味 史金 史金 要不是这马车里头腾挪不开 大师傅现在就准备动手 把史金给搬了 可搬这姑娘的运气 她怕一会儿再把马车的车底板给踩她了 春鸭在气地挠她 很快 史金便做出了决定 大师傅 您放心 我觉得春鸭小姐不一定能种得出来 您就让她试试吧 一直在旁边缩头看戏的丁香 忍不住扑吃了出来 然后赶紧捂住了嘴 嗡声嗡气地劝大师傅 大师傅 您就让咱们家郡主试试吧 反正史金姐姐说的也不无道理 而且要是郡主万一真的种出来了 她也很想知道猫屎味的果子到底是啥样的 看着眼前三个小丫头 倒悬像突然想通了什么一般 行 爱种种呗 说完便看似很好说话的往后一退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 继续侧卧在马车座椅上 闭目养神 春鸭眯缝着眼睛说道 您要是想着把我的果树一壶开水浇死 那我就给单姑娘找个京城的驼驾 当然这也只是威胁她师傅的话术 实际上谁远嫁 单姑娘也绝不能远嫁 倒悬撑着脑瓜子的手歪了一下 险些栽下座椅 她坐起身 清了清嗓子 嗨嗨咳 说什么呢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自己师傅呢 哎 外头那俩赶车的 怎么这么慢啊 照你们这么速度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扬州啊 起开起开 都起开 我来 说着 倒悬就推开了车门 坐到了马车前头 抢了赶车小丝的活迹不说 还把车赶得飞快 春鸭赶忙把水果种子虫又包了起来 就怕里头的小纸包和小粒的种子再给颠飞了 一行人吵吵闹闹回到扬州 倒悬跟着春鸭进了徐家 宁海的牙翼则揣着棺木清洗的蚊蝶 带着三个旅送人 直接往佩峰去了 一进院子 迎上来的佛宝佑 被倒悬那胖了两圈的脸给吓了一跳 他知道大师傅是出了趟远门 远想着出远门 肯定得吃苦啊 可谁能想到 这人还能发起来呢 可大师傅嘴里嚷嚷的却是 哎呀 赶紧的让丹姑娘把看家本事拿出来吧 我这趟可遭老罪了 佛宝佑虽然心里头疑惑得很 但是 哎 管他呢 大师傅说遭罪 那就遭罪呗 于是 他转身喊了小丫头 让丹姑娘赶紧背一桌洗面 就说 大师傅和石金都回来了 大师傅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说自己得先去瞧瞧 他那懒得起名的庙咋样了 一会儿到了饭点再回来 空空静静地送了道玄出门之后 佛宝佑才问春鸭 妹子这两个月在宁海忙得很吧 这回回来多住些日子 休息休息吧 不不不 生命在于劳动 我这回是赶回来春种的 明日便要去配风 嫂子 离开饭还早着 你带我去我爹内海关 和我娘的医学院瞧瞧去呗 因为留在宁海搞事业 春鸭既错过了海关总署的挂牌仪式 又错过了慈己医学院的开学典礼 想起来 她都想挖的一声哭出来 特别是徐英的信上写了 慈己医学院开学典礼之后 张大夫为了酬谢成为诸位夫人的慷慨解囊 还特意在摘辛格办了场打谢宴 丹姑娘特地为此新开了几张菜单 极度的眼泪 从春鸭的嘴角流了下来 不过海关总署因为资金有限 挂牌之后 徐达请了大伙 吃了碗张基辣馄饨就完事了 没办法 一个衙门百八十号人呢 徐达这被罚了一年新凤的官长 也请不起别的了 春鸭听了 他爹只混了碗馄饨 心里倒是不那么寂寞了 既然妹子要去见爹娘 佛保佑自然应允 他让丁香帮春鸭把房间整理下 使劲也不用跟着了 春鸭让他就在院里自己玩吧 就是记得细水长留四个字就行了 姑嫂两人 很快就坐着马车出了门 这扬州城的街道 自然没有关到宽 常用的小马车 此时正值春日 时间虽已是下午 日头正要下落 可这风光却依旧美好 春鸭便把车厢窗帘撩起了一个角 吹着这春日里带着青草味的风 跟大嫂说说聊聊 好不畅快 佛保佑告诉他 最近他大哥学习可上心了 虽然学习速度一般 但是有晚上做梦说梦话 都在这儿可以看出 大哥也是尽力了 准备要参加秋围的张家旺和徐昕 就更不用说了 那真是日读夜读 学校读 回家读 徐昕已经开始问他爹 准备什么时候退休 要不然还是早点把爵位 直接给他得了 他已经向现实低下了头颅 决定做一个不学无数的二十组了 不过在经过张大夫细心的教育下 孩子还是收起了妄想 表示自己今后一定跟张家旺学习 好好念书 张家旺表示 你说话就说话 能不能别带上我 没看到我前日才被我姑细心过 两人说着家里头孩子们的事 嘻嘻哈哈笑了一路 很快 马车便缓缓停在了 大干海关总署门口 此时大干海关开办才一月有余 衙门口进进出出的 倒是没有太多人 佛保佑带着春鸭 才想让守卫进去通报 却见曾经的卢通盼 如今的卢郎中 带着从佩峰被吊上来 向主部正要出门 见是春鸭来了 卢远正直接把向主部给指使了出去 自己主了个拐 说是要带春鸭参观参观这海关衙门 春鸭忙说 您忙您的呀 我找我爹去就成了 哦 你爹正在搞啥培训 这会儿可能不得空 我原本也只是要去府衙一趟 没事没事 让向都办去就成了 走走走 姐夫带你参观去 那什么 雷子媳妇 一起瞧瞧去吧 佛保佑以前是裴婷的贴身丫头 也是喊了卢远正好多年老爷的人 关键以前裴婷跟他不对付的时候 佛保佑背后没少骂这个负心汉 两人这么面对面说话 多少还是有点尴尬的 不过既然卢远正都递了橄榄枝过来了 佛保佑如今也是当家主母了 大气得很 点头笑打 那就劳烦大人 带咱们俩瞧瞧去了 只是不知道这事合不合规矩 这有啥 卢远正举着个管说道 瞧瞧 咱们衙门是不是跟别的衙门不同 随着卢远正的指引 佛保佑和春鸭向衙内看了过去 果然 这地方与府衙线衙不太一样 一般衙门进去 基本都是个前堂 不过这海关衙门进了衙 就是个院子 除了朝南的大门之外 三面都是分隔开的一间间屋子 屋子门口 接挂了木牌 有积司的 查验的 积查的 税务的 审批申请的 开证办证的 七七八八围了一圈 皆由抄手游郎连接 春鸭问道 看样子 这前院是对公众开放的呀 这样子 还挺像个敞篷版的海关办事大厅 是啊 卢远正点头 只要是来办事的 大门口查验身份无误 便可进门办事 不论男女都可以进来 当然咯 后衙是不可以随便进的 游郎那儿有专人看管 不过 咱们这儿是海关总署 也不可能样样事都办 基本都办些行政负益 统筹协调 集思稽查之类的事 一般商人来办的话 还是办货品进出审批的比较多 毕竟现在各地人手有限 业务能力有限 这种审批大事 决业说还得在咱们这儿统筹着办 过个三年五载的 这事都屡顺了 那到时候咱们再把权限往下放也不迟 春鸭点头直说大人们说的对 干得也非常之出色 几人边说边走 已经到了后院和前院之间的交接处 春鸭远远瞧了一眼 就见里头模样跟外头差不多 办公房分了好多间 还有不少纹利 正在来来去去的走动 卢远正还想带他往里头去呢 可春鸭却说 里头咱们就不去了 咱们就是路过想来瞧瞧 这回也算开了眼界了 就不进去打扰大伙办公了 来都来了 不跟你爹打个招呼啊 卢向导也是热情的很 春鸭摇头 不了不了 一会儿姐夫要是得空 来我家吃饭 好啊好啊 得空得空 一会儿下了牙 我带你姐一起来 卢远正乐呵呵的就硬下了 于是春鸭和佛宝佑 便在衙门口跟卢姐夫话了别 上了马车 佛宝佑小声道 要放在几年前 真是打死我都不相信 卢大人居然还有 这么热情似火的一天 哈哈 今时不同往日吗 我听姐姐把卢姐夫的腿 打折的那回 肯定打通了这位的任多二脉了 你瞧 人这经脉一痛 脑子都灵光了不少 如今这无品的郎中一坐 我瞧他脸上笑出来的褶子 都多了几条 可不是 佛宝佑硬喝道 以前做通判的时候 时时说不干了不干了 可他心里头清楚着呢 卢家大公子还未出道 他这官职 也不是想不干就能不干的 他要真敢辞官 到时候另一条腿 说不定也得糟糕 佛宝佑说这话时 那气嫌弃 又憋笑的神情 瞬间把春鸭逗乐了 直说婷姐姐说不定 真能干出这事来 妹妹 刚才卢大人喊你进去 你怎么不进去 佛宝佑忽佑问起这事来 他是听公爹偶尔提起 开着大干海关 自家妹子还出了不少点子呢 妹子难道就不好奇 里头办公的地方 是啥样的 春鸭洒脱地回道 衙门后衙 又不是咱家后院 我其实也就看个热闹 这地方说到底 都是皇上的地盘 进去了还打扰人家办公 算了吧 他吧 现在就是想学着做个人 想办的事 能办成就行了 别的 他也不想多管 这地方虽然不是京城 但是冯喜带着楼仪山 还都蹲在这儿呢 他跌回扬州 皇帝放不放心 还两说呢 反正别把皇帝的衙门 当自家后院就行了 跟皇帝沾边的事 总归小心为上 想到这里 春鸭突然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一本正经地跟佛宝佑说 嫂子 我觉得我稳重了 再不是那个 翻墙爬屋顶的女子了 佛宝佑鼻孔里头喷气 直接乐了 一般喝醉的 都会喊自己没醉 姑嫂俩参观完了海关总署 又一路说说校校 赶到了新开的慈禁医学院 正巧赶上了放学的点 学校门口摆了一溜的小吃摊 才放学的医学院的学生 便都涌在一个个小吃摊前头 买吃食解馋呢 佛宝佑带着春鸭 逆着人潮往前走 到校门口的时候 还有门房喊他们 哎 你们哎 是大奶奶来了 大奶奶来接夫人啊 大爷也在里头呢 因为佛宝佑时不时地 会来送点心 所以门房都认识他 他也不多解释 微笑回了声势 便带着春鸭走了进去 进的医学院 里头都是三三俩俩 穿着统一白底蓝边的长衫 扎着蓝色发带的学子 春鸭拉了下佛宝佑 拢了下嘴 小声问道 嫂子 那位 也是学子 是啊 佛宝佑虽然也觉得有点搞笑 但是还是一本正经的回答 娘说了 只要肯上进 愿意学 哪怕这位已经五十了 也能做咱们医学院的学子的 相公也说了 只要考核过了 有钱付学费 都能来学 那那个呢 那孩子还没捉腿高 春鸭看着这医学院里头 参资的学生 突然觉得 皇后好像有点所托非人啊 佛宝佑忍不住 拍了下春鸭的胳膊 妹子可别瞎说 那小孩到底还是比捉腿高些的 你可别小瞧这孩子 别看他才六岁 但是能读会写 家里头送他去学堂 他不愿意 非说要行医 学了医生玄乎就是 像他这样的孩子 娘这儿也有十来个 最大的不过八岁多 大多都是家里头 想他们学医 或者自己发自内心 想学医的 不过这些孩子 跟别的医馆 行过一两年医的大夫 基础不同 所以娘开了个苗苗班 专门教导这些孩子 还让吴放 做了他们的那什么 班班主任 苗苗班 还班主任 合着他娘 还顺手开了个托儿所 佛宝佑一边说 春鸭一边听的 也是一愣一愣的 他们很快便到了 张大夫的办公房 两人推门进去的时候 张大夫正跟徐磊 正说着要多订几套金针 两位御医那儿 还吵着要手术刀 也得给他们 去多订制两套 见春鸭来了 张大夫惊喜不已 乐呵呵地招呼女儿过来 都好几天没见了 娘瞧瞧 黑没黑 宁海海风大 张大夫就老是担心 春鸭吹成个茶叶蛋 不过好在春雷商行 啥啥动脉 当然包括人机堂的 各种丸子和美白产品 春鸭咧嘴朝他娘笑 张大夫忙得 都没空想我了吧 什么叫好几天没见 明明快俩月了 俩月了吗 张大夫皱眉一想 好像是啊 这每天忙得连轴转 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 不行不行 我明日得回趟村里 这徐森眼见着要成亲了 我得赶回去瞧瞧 你们二婶 有什么要帮忙的没 徐磊非常为难地说道 娘 明天您约了十个门诊 关键都是一个多月前就约的 没事 春鸭随手拿起 张大夫住案上的课表 然后说道 我明日会配风 到时候我回村瞧瞧去就行了 我也两三个月没见野奶了 是得瞧瞧他们去 不过娘 这实验课是啥 张大夫解释道 这个牙 就是咱们繁殖了一批小老鼠 用来验证一些 已经不太用的骨方和残方 不过这还是刚开始 以后等张大夫定制的东西都齐全了 实验室准备好了 他们还得开始练习 解剖 春鸭不由地说一句 教学科目很全面吗 那是 不管干啥 咱们可不得严谨吗 走 娘带你去逛逛 咱们这医学院去 说完 张大夫便带着春鸭往门外走 徐类夫妇紧随其后 四人边走边说 路上到处有学生恭恭敬敬地 喊着张先生 这医学院 前后四进 前两进分了不同的班 专门用来教学 第三进拦了两个院 一边是先生们的办公区域 另一边是学院食堂 最后一进便都是学生住宿的社间 拦了围墙 分了男女院 另外后院的两个小园子 就给了苗苗班和两位御医住 当初徐类买这地方的时候 就觉得这么大的院子 别说用来办什么医学院了 就算是办个辅学 都绰绰有余 但是现在真正用起来 居然还不够 因为张大夫要的什么实验室 藏书阁 都没地儿了 导致他们还得想办法 跟边上的人家打商量 补偿人家钱财 把人家的院子给买下来 才能把整个医学院修缮完整 一圈走下来 春鸭不得不感叹一句 大哥大嫂 还有娘 你们都辛苦了哈 这地方那么大 功能还挺齐全 搞起来真是不容易 我是还好 主要还是你大哥大嫂跟着我忙 张大夫突然情商在线 吓得徐磊夫妻俩 忙摆手说自己没忙什么 家里一切都得仰仗爹娘 大哥大嫂 娘说你们辛苦 你们就应该说 是啊 都忙死了 不然 一会儿娘再甩个啥锅过来 你们是接好呢 还是不接好呢 春鸭说完 还没等张大夫骂死丫头 她便拎起裙子撒鸭子跑了 这人吧 一回到爹娘身边 年纪就会自动下降20岁 张大夫一边气得牙痒痒 一边还得跟儿子媳妇解释 娘没有 娘不是 你们不要多想 夫妻俩老老实实地点了头 忙说他们从没有过妹子 说的那种想法 在医学院转悠了一圈之后 张大夫便带着儿女们 坐了马车 回了伯爵府 回到府中 她才想起来问春鸭 回来是干嘛来了 带春鸭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一说 张大夫才知道 道学员他们出了烫海 把玉米土豆 都给倒过回来了 看着地上摊着的玉米和土豆 才回家的几个小的 都很好奇 徐欣问春鸭 这就是府朗基人吃的粮食吗 是啊 春鸭点头 等姐姐给你们种出来了 你们尝尝味儿 听说味道很不错 春鸭以前大学门口 有卖烤番薯和烤玉米的 大冬天来上 那么一根鲜甜多汁的大玉米 那幸福感简直飙升 见春鸭这么信心满满的样子 张大夫不得不提醒一下 号称要做农民 却连两种都认不清的女儿 这粮食化了环境重 味道也许就不同了 好不好吃的 给种了才知道 张大夫蹲下身 捡起一个玉米棒子 扣了一颗玉米下来 心里头呵呵两声 他真是这辈子都记得这玩意儿 这压根不是啥甜玉米糯玉米 而是他小时候一直吃的糙玉米棒子 这玩意儿 跟甜啊糯啊 半毛钱关系没有 吃起来除了拉嗓子 就是费哑口 吃饱是可以吃饱 但是跟好吃完全不沾边 这玩意儿才是真正粗粮中的王者 他小时候一根能吃上大半天 不过搞成粉 倒是可以做面试吃 虽然这粉没有啥筋性 也没啥粘性 不过做成玉米糊糊 烙个玉米饼 粗糙是粗糙了点 但是填饱肚子是可以的 也成吧 总归都是粮食 张大夫告诫自己 千万不要用小时候的惨痛经历 来歧视这粮食 好歹靠着这东西 他当年也成功有了胃病不适 是没饿死 不过孩子们却在春鸭的保证下 对这玉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头甚至拿起一根玉米棒子 说要让善姑娘当场煮了吃去 然后得到了春鸭的一颗毛栗子 还没等春鸭把东西收起来 徐达就下牙回家了 见到地上放着的玉米和土豆 他呆不冷灯地看了眼张大夫 又看看满地的孩子 这才确定自己没穿回去 没办法 最近这个思想冲击太大了 一会儿海关一会儿医学院 一会儿基斯科一会儿实验室的 他脑子里现在全是那些现代名词 时不时的都要问自己一句 这是又穿回去了吗 见徐达来了 春鸭笑嘻嘻地看着他 喊了声 徐官长业务办得不错嘛 哦 你下午来过吧 怎么也不来喊我 喊你干啥 我就是路过 那办事大院看着真不错 皇上有没有夸你 没有啊 达达摇头 还让我每次上奏折 就一起送十张腾钞的字贴上去 不能代笔 不然就按欺君论罪 说完 达达还嫌弃地撇了撇嘴 用春鸭以前做的那探条笔 不是挺好吗 非得用毛笔吗 怎么 看不起探笔吗 小心他一生气 研究个圆珠笔出来 要说硬笔字 达达觉得自己写的还是很大气的 看着达达一脸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春鸭就觉得回家真是好 老爹可爱 弟妹好骗 大伙都热热闹闹的 他拍了拍徐达 看着就挺生气的肩 您慢慢练 练上十年 估计也能写得跟我一样好了 姐姐写字有十年了吗 徐心嘛 就是听话很会听重点 不过好在春鸭已经习惯了弟弟的路子 呵呵一笑 你姐姐我 天才 我练一年 顶人家练三年 哦 呦 毫不意外地 遭到了众人的嫌弃 徐敏更是说 他给春鸭的明明是增白的香膏啊 怎么的 还有增厚脸皮的奇笑 孩子们在前堂嘻哈都闹一番之后 道玄师傅就带着他一碟声的饭好了没来了 紧接着 卢远正和裴婷也都扔下了摘星格来赴宴了 春鸭还迎上前问裴婷 姐姐今天不用镇守摘星格吗 有缘而在吗 他能干着呢 说完便笑呵呵朝徐英眨眨眼 徐英忙说帮嫂子准备去 一溜丫跑了 待诸人入席之后 道玄便开始说起了这回去旅送的事 裴婷一听 春鸭又搞了新粮食 马上跟春鸭打商量 薛青山家的种粮食厉害得很 你那种子要是培育成了 记得给咱们大眼妆也种上哈 虽然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种 可是春鸭搞回来的东西 不弄点回家 他总觉得是亏了 春鸭弄回两种 本来就是为了推广种植的 既然培廷主动要种 那他哪有不乐意的 他忙拍板说 给 要多少给多少 猪人乐乐呵呵地吃着饭 特别是道玄 当他看到丹姑娘端上来的一盆金丝尖虾饺的时候 毫不夸张地说 徐达甚至在他的嘴角 看到了闪烁的泪花 徐达很奇怪 大师傅 作为一个和尚 您是怎么做到如此热爱美食的 说话也不耽误道玄吃饭 呱唧呱唧呱唧 也许是老那怀有一颗慈悲心吧 春鸭发誓 这是近几年 他听到的 道玄说话最接近和尚的一刻 哪怕他嘴里还在嚼拌着 虾仁猪肉馅的尖角 和解 徐达就想听听这脸盘子都宽了 还说自己没吃没喝的和尚 会说出多少外力 道玄咽下嘴里的虾饺 一本正经地说道 帮这些虾啊猪啊的 早死早超生啊 卢郎中强忍着 马上要喷不而出的笑意 问道 大师傅 您这么讲道理 菩萨知道吗 我念经烧香 吃肉喝酒 都是我自个儿的事 跟菩萨又有啥关系 道玄回答得很是理智气壮 回答完 他还继续塞了个尖角进嘴里 可在场的人 却沉默了 怎么回事 一下子觉得 很有道理是怎么回事 不行不行 这样不对 这肯定是歪理 读书最多的卢郎中 赶忙岔开话题 说起了新建海关闹的不少笑话 诸人反正也不管好笑不好笑吧 赶紧跟着笑就对了 我那边 张大夫也说起了医学院今后的安排 差点被道玄给带歪了的众人 赶忙继续吃吃聊聊 一餐饭 除了差点被大师傅带跑偏 其余时间倒也算聊得畅快得很 当晚 春鸭还在张大夫和徐达那 取到了如何种玉米的精 于是次日一早 他便带着种子和丫鬟们 出发前往配风了 大师傅这回是说什么都不走了 他说这回出海 亏了身子 费了几年轻功 得在扬州好好补补 张大夫却说 这费了的轻功 捡个十来斤的肉 就又回来了 大师傅就好好在他们家捡捡吧 吓得大师傅立刻反悔 说要跟春鸭去配风 好在张大夫再三保证 三餐有肉有鱼又有虾 这才把大师傅给留在了扬州 春鸭在当天傍晚 到了配风县城 别说 这从府城到配风的路 虽然只是小修小补了下 但是比之前坑坑洼洼 可好走多了 也许 是向主部的上调 刺激了蒋县令 又或者是卢远正腾出来的通判位置 让蒋县令看到了一丝希望 总之 这位大人的工作 突然积极主动了不少 回到文院街的徐宅 看门的家丁 已经完完全全认识了郡主大人 见是春鸭来了 忙开门卸了门槛 引着小厮把车往屋子里赶 配风的徐宅 依旧还是那粗广豪迈的样子 就是原先的厨房 阔出来了一间 当成了饭厅用 看来康表哥们 还是忙了 这院子看来 每个十年八年的事 修不好啊 不过家里头倒是留了两个婶子 打扫收拾 斑斑抬抬的下人 也有两三个 春鸭问 忙着要去给她收拾房间的婶子 我表哥他们是在庄子上 哎 被问话的婶子点了点头 康庄头和二庄头都在呢 最近春更 不到天黑 他们也回不来 于是春鸭当下就决定不去了 这会儿 太阳都快下山了 去了牧春庄 也干不了啥事 不如明天再去 于是春鸭便跟婶子说 让他们先别急着准备晚饭 她一会儿去买菜回来 婶子们在准备晚饭 然后留了丁香下来 帮忙使倒下住处 自己则带上了石巾 石巾带上了被篓 两人便出了门 时至傍晚 两人一路走一路瞧 只觉这配风线 比他们上回回来更热闹了 虽然这会儿应该是 大家回家吃饭的时间了 但是码头上的脚夫 却还在挑着扁单来来往往 大街上的店铺 各种幌子都有 吃饭的住店的 卖粮卖部的 卖酒卖茶的 银楼钱庄 点心杂货 那是样样都有 春鸭甚至还看到了 修脚捏脚的幌子 街上来往的行人车马 虽不比辅程 但是比起一般的县城来 但是这热闹程度 在远远近近的 十来个县城里头 也算是头一份了 这不就是个小羊粥吗 配风这些日子的变化 让春鸭看得目不暇接 只觉得三个月不来 这儿都能多上不少商铺路人 这中等线 看着比人上等线 也不差什么了 她这十七百户的梦想 这会儿马上要到饭点 满大街各种香味 和偶尔的偶尔 飘过来的一丝丝耐人寻味的味道 更是让无所适从的使劲 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春鸭小姐 咱们到底应该先买啥吃 十斤欲哭无泪的朝春鸭求救 春鸭前后左右一看 心下有了主意 说是先去拿烧鸡的号码牌 然后再去贺仙居买酱鸭摇肉 回来路上再买点酱肘子 虫都回来 刚好一炉烧鸡才出国 热热乎乎带回去正好吃 他一会儿买了东西 正好还要去县衙 去看一眼 路上经过集市 再买条鱼就行了 石巾握紧了拳头 硬了一声好 然后就往前头挤了不少人的烧鸡摊 快步走了过去 明明是买点吃食 两人却买出了奔赴战场的豪迈之气 由于时间分配得当 不出半个时辰 两人就买了满满当当一箩筐的吃食 回了文苑街 婶子们好一阵摆盘切配 然后把鱼一炖 再炒俩素菜 一桌饭菜变妥了 等大伙都回来之后 看到摆得满满当当的一桌子吃食 和坐在桌子后头 对着他们笑呵呵的春鸭 只觉一阵头皮发麻 康表哥先问 表妹怎 怎么突然回来了 来看看这春羹如何呀 春鸭说完就给康表哥扯了个烧鸡腿 看表哥这容光焕发的模样 看来咱们牧春庄春羹很是顺利 倒也还行 康表哥说话就很留有余地了 顺不顺利的 主要得看看表妹这回来 是干嘛来了 康表哥是个直肠子 夹起个鸡翅 啃了两口 嘟囔一句 这肯定是三娘烧鸡 他们配风烧鸡最好吃的 就是这家 主要这鸡是他们 庄子里投出去的 鲜嫩 不过夸完了自己养的鸡 他还得直接问一句春鸭 表妹这回来 肯定不只是来瞧咱们种地的 种的有啥好瞧的 不过就是些插养肿疗的事嘛 呵呵呵的确 春鸭点头 这回 我带了些从吕颂才弄回来的种粮来 灶边小桌旁和丁香他们一起吃饭的时间 把两袋子肿粮拿来 原本吓得心扑扑跳的康表哥 一瞧石巾拎上来的两个袋子 那小心脏即刻就安稳了 这么小俩麻袋 倒也不费什么事 大表哥一下子心态就稳了 不过还没等他开口 春鸭便说 咱们这回除了从吕颂带了两种 还带了三个吕颂人来帮忙 康二哥很惊奇 表妹好本事啊 居然还能说服吕颂人来投靠你 不是 我师父掳回来的 这会儿在配风县衙关着呢 他刚才买菜的时候 已经去县衙问过了 说是人好好的 在大牢里头能吃能睡的 康大表哥忍不住问 掳回来的 那咱们说话他们也听不懂 再说 这人也不一定能配合咱们啊 于是春鸭只能把这种粮 到底怎么来的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了一遍 最后总结下来 就是这人不掳也不行啊 反正掳都掳回来了 就物尽其用嘛 三目听得直乐呵 说是这事儿 的确是大师父能干得出来的 接着 春鸭还把他总结的 他爹娘给的很大陆的 种植方法 往桌子上一放 非说自己是野史上看来的 康平之一瞧那纸条 就简单地写了 什么玉米四月种八月收 种子先晒后 泡好发芽之类的 很普遍的种植方法 土豆那就更简单了 就写了一句 与番薯雷同 这玉米 感觉跟豆子种起来差不多 康平之皱眉问道 但是长得完全不同 您瞧那大棒骨子 长跟豆子可差远了 您实在不懂 可以让吕宋人来瞧瞧 他们上一辈 都是大干逃难过去的 都会说大干话 之前大师傅 在船上就问过他们了 这几人的爹都是 跟着大船做劳工 一路到的吕宋 也算是半个大干人吧 怎么说呢 虽然是被逼无奈 但勉强也算曲线回乡了 春鸭又让康平之 定个讲成的法子 总之 让这几个吕宋人 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就是了 行吧 康平之不点头 那也不行啊 那我改天就去 挥挥那几个吕宋人 这两袋子种子 表妹就交给我吧 其实 还有春鸭看着大表哥 那有黑的脸 倒是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啥 康二表哥问完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去捂自己的嘴 春鸭顺势就让丁香 把自己的 放种子的盒子 拿了出来 然后笑嘻嘻地说道 这些种子 也都是从吕宋带回来的 但是除了这两个 我大概知道是啥 别的就得种出来 才能知道了 不过即便我知道 这俩大概是傻 其实 我也不会种 所以得空我跟表哥 一起去衙门 把三个吕宋人 请去咱们庄子上吧 康大表哥欲哭无泪 咱们非得种吗 倒也不是非得 但是怎么说呢 咱们的黄桃 也不能永远卖二十两不是 听说扬州城里头 好几家庄子 今年都开始培育黄桃了 咱们这果园 这光有一个拳头产品 种 康大表哥 现在也是很有骨气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 被春鸭洗脑的结果 他现在就觉得 我们牧春庄出品 就必定是大干农产的精品 居然敢有人 挑战他们农庄的地位 做梦 他们牧春庄 就得立刻马上 用春鸭的话说 分分钟培育出新品来 康大表哥却说 那也不对呀 听说吕宋热得很 咱们这儿虽然冬天 不比北边大雪封山 但是冷起来 早上霜也很厚的 这果子 能适应咱们这儿的气候吗 有暖房啊 春鸭指着这饭厅一旁 堆着的一个个木箱子 那是从京城发来的货吧 这东西 还是徐森去码头接的 他连忙点头说是 春鸭不提着查 他们都快忘了 因为佩峰号传老大 说的是伯爵府送出来的东西 说先放在佩峰宅子里放一下 所以大伙都没敢拆 那就对了 那是我让京城宅子里 拆回来的玻璃房 到时候 咱们在牧春庄建个小暖房 专门陪众用 还能做死做活的 吃反忌输果呢 想想就美得很 这暖房 除了小了点 就没有别的毛病 一听是玻璃暖房 可差点把大表嫂给吓到 他颤巍巍地问 就是一个杯子 能卖几十两的玻璃吗 是啊 吹牙点头 咱们当初买京城的宅子 看重的就是这个暖房 人家以前是种兰花用的 这么金贵的材料 就扔在田间地头 合适吗 表嫂听着就心加颤 一个杯子几十两 才多少玻璃 他们家现在堆了 半屋子的箱子 里头都是玻璃的话 那玩意儿得值多少钱 就这么放在田里 一桩子的粮食 估计还没这暖房贵吧 春鸭眼珠子一转 康平之心头一颤 就听春鸭说道 那不然咱们桩子里 修个一种院嘛 他就知道 这丫头的眼珠子 转不得呀 不过一想到 这暖房建起来了 他们牧春庄 不知道还能产出 多少好东西 康平之也认命了 他心里头略算了下 如果修小一点 三间房价一个月的那种 估计也得半个多月 那没问题 我这回准备等到五月 我三木哥大婚之后 才回宁海 这些日子春种 我便待在沛峰帮忙吧 反正菲德尔先生 也回宁海了 教学的事有人办了 学窝语的前二麻子 和关木青 他会时不时地 送点卷子回去 让他们做的 离徐森成亲 还有不到俩月 就当给他的窝语学生 放个春假吧 一听春鸭要留在沛峰 康大表哥只觉得眼前一黑 而康二表哥只说 田里不好玩啊 晒成黑木炭啊 除了吃灰 就是吃土啊 表妹还是回扬州玩吧 春鸭断然拒绝 扬州虽然好玩 但是我也得干正经事啊 搞事业的人设 绝对不能崩 两位表哥 只能无奈跟春鸭打商量 咱们今年就搞着心中的事 别的新业务 咱们暂时就不开拓了 表妹大人 你看行不行 行 春鸭爽气地点头 今年咱们若是中得好 我给表哥们发红包 康二表哥立刻表示 大表哥没空的话 二表哥一定竭尽 所能为表妹服务 二表嫂桌子底下 直踢她的腿 有病吧 也不知道含蓄点 然后她笑呵呵地 给春鸭加了个鸡腿 要啥大红包 妹子年底给咱们的红包 就够大的了 我这辈子没见过 谁家二装头 有这么大的红包的 你二表哥 就是嘴上没个把门的 我看她那对牛腿 就是欠跑 妹子你有啥要跑腿的 尽管让她去跑 逗得大伙都要去 瞧二表哥的腿 餐桌上气氛活跃得很 就大牛和招地花少一些 所以吃完饭 春鸭还特地跟他们聊了聊 两人皆说 在这儿过得好得很 招地每月现在 是去两次扬州看诊 现在她脸色也好得很 以前手脚冰冷的毛病 也好得差不多了 除了每天按照张大夫的主妇 锻炼吃药之外 别的时间 几乎都铺在了酱菜园里 大牛更是养鱼养虾出了名 非但配风的饭馆酒楼 爱用牧春庄的鱼虾 连带着摘星格 两三日也要来拿一次火 春鸭为他们感到欣喜无比 更是把张云他们 在宁海的近况带给了招地 招地听说 姐姐做了家里头的女掌柜 姐夫和外甥也学起了扶朗基语 也是满脸的高兴 他还说 之前去见了叛帝莱蒂 说是两姐妹跟自家男人 现在也没想着孩子的事 他们现在就一门心思地 待在厂子里头干活 准备多层点银子 到了明年 厂子里头不再对纺织机管控了 他们两家打算 各排一个仿杀机 一个制布机一起开个小作坊 在刷物场上开个小门面 张家的姊妹 都是困境里走出来的人 最知道没钱的苦 所以一有机会 就都愿意使出十分的气力 使劲地向阳而生 春鸭听了这些姊妹如此上进 简直感动得要掉泪 给太多的金钱支持 会磨灭人的斗志 但是行动上的支持 春鸭倒是可以给的 他让招地给莱蒂他们带个话 就说如果两家真的要买机器 到时候就去找达达 让达达给他们搞个好的 打个折扣 招地眼泪都要下来了 只说他们姐妹几个前半辈子吃苦 原来就是为了 等着姑妈家发财呢 搞得一时有点泪目的春鸭 扑吃一下 鼻涕泡都出来了 次日一早 春鸭跟着康平芝他们出了门 不过到了牧春庄外 春鸭便跟他们分了两路 康平芝今天主要任务 还是得抓紧找了人 去把狱种小院搭起来 再不抓紧 恐要错过春耕 到时候种出个寂寞 他就怕春鸭 摆着责任赖他头上 而春鸭则是准备回一趟三园村 瞧瞧爷爷奶奶 顺便看看 忙于事业的三母的婚事 准备的怎么样了 另外 他还把得了新两种的事 跟爷爷说说 他老人家背了太多的锅 一点不给他透消息 也不太好 从县城到村里 马车不消一会儿就到了 最近村里也正忙着春耕 村头便鲜少会出现闲聊的人群 春鸭透过马车的车窗 看着这田野乡间 一派浓忙的景象 大声问前头赶车的小丝 咱们村里 现在条件这么好了吗 羹牛这么多 赶车小丝 就真的是个专门赶车的小丝 因为伯爵府里头 经常需要什么 宁海府城县城老家来回 徐达他们平日里用车也多 所以佛宝又干脆搞了个车队 专门配了几个小丝 和马匹马车 就只赶车 这回给春鸭赶车的小丝 就是专跑府城老家这一路的 来回的次数多了 这老家的情况也很是了解 他一边吃灰 一边回答 回郡主 前阵子老太爷和康庄头都说 要买几头羹牛 决于说 北边的牛羊养得好 价钱也比咱们在这买便宜 所以就拖了咱家北京的朋友 说是要定些牛羊 咱老太爷热心肠 跟村里头一说 人家一听 价钱得比咱们这卖的便宜上两三成 便都要跟咱们一起定 老太太虽然不太乐意 不过后来还是听了老太爷的 一下子定了好多牛羊 如今三人村里头 干活的机会多的是 凡是愿意干的 基本都能攒上几个钱 有些人家 女的去来云记 男的去立山 或者牧春庄干 小姑娘买了十二的 就去造纸房干 有成算些的 一个月就能攒上五六两银子呢 买个牛车 根本不在话下 春鸭听完就乐了 我爷这组长当亏了 何该他做个县太爷 你个好好的小伙子 怎么连村里人赚多少钱都知道 这么能聊的吗 赶车小思 呵呵傻笑两声 会说 老太爷热心肠 有时候我赶车来送东西 有村里人想搭咱们家的车 老太爷爱着面子 基本都答应 人家一路聊 我就一路听 然后就啥都知道了 这算是爷爷派出的间谍吗 春鸭想想自家爷爷那些小心思 就觉得小老头怪好玩的 很快 小思便把马车停在了门口 春鸭带着十斤丁香敲了门 不过屋里头除了个老妈妈 就还剩下个带菜头的婶子 其余人等 接拼事业去了 这老妈妈 还是在扬州的时候 张大夫给张罗来的 见春鸭来了 喊了声郡主先里头坐 便立刻甩下了手里头 春鸭都没反应过来 人就跑没影了 没一会儿 春鸭还没逗菜头两下呢 就见门口菜市滴流这个小篮子 一溜烟跑了回来 跑到门口 见春鸭正乐呵呵地逗孩子玩呢 这才杀住了脚 问春鸭怎么回来了 没事儿啊 就回来瞧瞧你和我爷呀 顺便我娘让我问问二婶 三目哥的婚事 还有啥要准备的没 待春鸭回完话 菜市这才把放了鸡蛋的小篮子 塞给了老妈妈 然后抱怨一句 你个婆子说话说一半 差点没把我吓死 老太太 里头好几个蛋碎了呢 石金瞧着篮子里头的鸡蛋说道 菜市上上下下扫了 变石金 然后才说 碎不碎的 反正不都得进你肚子吗 早上燕子 送了不少也寄菜来 一会儿给你们煎蛋吃 说完 便拉着春鸭进了堂屋 石金则乐呵呵地 跟在那老妈妈后头 说要帮忙烧火 祖孙两人才说了两句话 徐老汉和李氏周氏他们 就前后脚都回来了 原是徐老汉是听说老婆子 被突然喊回去了 以为出了啥事 就赶回来看看 而二婶三婶 是听说老太太老爷子 突然撒鸭子跑回家了 也以为出了啥事呢 就也扔下了手里的火 回来瞧瞧 合着刚才那老妈妈 去喊人 就喊了菜市一个 几人听说没啥事 这才坐下说话 如今村里头正忙着春耕 春鸭便说起了 村里头耕牛多的事 一说这事 菜市便有土不完的草 本来咱们就只要买十来头牛 最多再多几匹羊 结果你爷爷可能准备开了恩科 去考了举人进士的 要做县令去 咱们全村的牛他都张罗 这给买了 对了 考不中进士没关系 你爷爷可以去做个芽人 专门买卖牲口 反正他喜欢 徐老汉忙碌头说 没完了没完了 这事没完了是吧 我那也不过是随口一提 哪里知道他们都这么有钱 一个个都要买 再说了 老大都没说这事难办 你啥也不干你还嫌麻烦 废话 菜市就看不上徐老汉的嘚瑟劲 你大儿子自然不会说 爹你真是烦死了 你就啥都大包大懒地干呗 你瞧着 哪天你不愿意干了 他们是骂你的多 还是说你好得多 你想想 原本咱们家只要买十多头牛 最后整整加到了五十多头 运回来麻烦不说 中间还死了一头 这死牛的钱平摊 有几个还不情不愿呢 要不是他们骂不过我 你看有没有人说 咱们是赚了钱的 我还真不如让老大去干二道贩子呢 好歹还能真赚上几个钱 一把年纪 这都米恩生米仇 还用我跟你说 该拒绝的时候 就得拒绝 有啥不好意思的 又不欠他们的 这会儿我且不跟你说这事 等办喜宴的时候 你大儿媳回来 我让你大儿媳跟你说 徐老汉立刻讨饶 说是不干了 这种事以后再也不干了 买牛的事大儿媳不知道 你们敢跟大儿媳说 我可活不下去了 奶 我也知道错了 春鸭从中调和 爷 以后咱们家有啥事 您可得搂着点 像王三叔他们 跟咱们关系好人品也不错的 你帮帮忙也没关系 但是平日里 人品一般关系普通的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拒绝 也没有道理 咱们家非得上赶着帮忙的 以后照我说 收棉花的事 咱们也别带办了 就让他们自己 往南云记交去的了 你们二老年岁也大了 是该多休息休息了 反正一件帮忙了 另一件就不用帮了 爷也得学着拒绝 村里人也得知道 并不是每件事 都是他们老学家应该的 菜式立刻拍板 就照春鸭说的办 今年开始 棉花咱们家不带收了 累个半死 还得跟他们解释 这棉花好不好的 以后这种事 让他们自己 上来云记掰着去 行 但买牛的事 你们不能告诉老大家的 不知道为啥 哪怕老大家的 从来不骂他们 但是徐老汉看到他 总归有点饭处 结果一拍即合 这本来已经没啥事 被春鸭一回来 又挑起了菜式的愤恨的事 就又没事了 不过如今村子里的人家 的确日子过得都不错 因为徐老汉说 村鼠已经太小了 康姑父准备 再把院子扩一扩 他都联系好 以前的学生了 准备再招个先生过来 多开一个班 虽说村鼠能教得有限 但是启蒙是足够的 村里头 但凡有点余钱的人家 不管男孩女孩 基本都会送来读书 因为菜式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就是我们家能发财 就是因为孩子们 都能读书识字 特别是春鸭 这读书写字 比人家学起来快 那赚钱的点子 可是一个又一个 比男娃不知道强多少 村里人也不指望 家里头能出个春鸭 但是能出个徐英徐敏这样的 他们也满足了 但凡去过佩峰 和扬州的村民都知道 徐英手里头 管着多少徐家的产业 这女孩虽然年纪小 可手里头过的钱财 比一般的掌柜 不知道要多多少 徐敏吧 跟他接触 危险是有点危险 但是好的泡药师傅多金贵呀 人家说 人机堂为啥开出来的药 就比别的医馆有效 就是因为药好 想想徐敏以后真学成了 该多有出息 再加上蓝云记那里 好多管事都是女的 但是她们想上岗 也要求得先认了三千字 所以哪怕大大女孩 不能考科举 但是三元村里头 读书的女孩 却是越来越多了 其实春鸭觉得吧 村里头大多数的人家 还是挺好的 平日里干活也积极 大师小琴 也愿意听徐老汉劝几句 但是十家好的 也遭不住一家奇葩 适度地保持点距离 其实也算是个生活哲学吧 春鸭就喜欢她奶奶这点 人看着骂骂咧咧 没心没肺的 但是心里头 啥都知道 你但司令 永远是你的但司令 说完那村熟的事 春鸭便问李氏 徐森的婚事 准备的咋样了 二婶就把安排好的猪啊 羊啊 鸡啊 鸭啊的一说 然后还说被套枕头啥的 除了新娘要带来的 她也准备好了几套 什么金银细软的聘礼 也都已经送到王家了 反正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她让春鸭给张大夫带话 说是让嫂子早一天过来就行 别的她都准备好了 蔡氏也说 他们村里这些婆娘 大部分还算可以 到时候来帮忙的人也多 就让张大夫自己忙自己的就行了 周氏更是表示 自己和徐志虽然啥都不会 但是布置新房 打打下手是没问题的 让大哥大嫂千万放心 听婶子们和奶奶他们这么说 春鸭便放心地点了头 反正她娘爸 的确不太擅长管家里事 别到时候来了 反而帮倒忙 她说了句缺少要啥尽管招呼 然后就换了话题 说起春更种新凉的事来了 一说要种新凉 徐老汉就激动了 怎么个说法 这闹干旱才多久 这又是要怎么的了 春鸭赶紧解释 没有 不是 她就是想把新凉先培植起来 防患于未然 也被吓一跳的蔡氏 这才拍拍胸口 骂了生死老头子 忙忙躁躁什么东西 然后表示 完全支持孙女 这未雨绸缪的行为 还让徐老汉一会儿吃了饭 跟着春鸭去配风瞧瞧去 蔡氏就觉得 在开发新事物这事上 听春鸭的准不会错 至于什么新凉种 老两口反正也没听说过 但是松土施肥之类的浓活 徐老汉可知道的多着呢 总之跟着春鸭瞧瞧去 也没啥坏处 徐老汉也是二话不说就硬下了 然后跑去地里 把下午的要干的活 跟他的老司 兼未来的亲家王老三交代了下 回来的路上 还遇到了笑的 恨不得把整副牙银都露出来 跟他打招呼的徐大山 笑啥笑 都是你个臭小子害的我 说完 徐老汉还白了他一眼 哼了一声 才背着手走了 就是这臭小子 给他拍马屁拍得飞起 让他糊里糊涂 就包挽了全村买牛的事 因为这事 自家婆娘不知道骂了他几次 真是想想没面子 徐大山被徐老汉的一记白眼 搞得莫名其妙 他万一旁牵着牛车的儿子 咋吗 你徐爷爷干嘛摆我 我说错啥了 嗯 徐大山的儿子沉思维下 感觉不对劲多了点张扬 少了点和煦 你T&D说不说人话 爹您笑得太嘚瑟了 徐大山最近买了头新的耕牛 帅气得不得了 看着比儿子都顺眼 然后又买了两只羊 院墙也修了 还多盖了一进庄马房 所以他的确觉得 人生到达了巅峰 这脸上的笑 就有点控制不住 对别人嘚瑟 好像也没啥 反正他们村里这个嘚瑟病 的确已经出现了 人传人的现象 他不嘚瑟 都觉得不是三元村的村长了 但是对着徐老汉 徐大山仔细想了想 的确不应该太过嘚瑟 于是他立刻听取了 儿子对自己的意见 决定以后见到徐叔 还是得保持低调谦卑 徐家老宅今日做的午饭 非常的简单粗暴 就是打了15个鸡蛋 放鸡菜炒了 又蒸了腊肠咸肉 煮上一锅番薯米饭 就是一顿非常粗狂 却好吃的农家饭菜 真是果不其然 菜市早上捡的一篮子鸡蛋 不管破了的没破的 都进了他们的肚子 吃完饭 菜市就催着徐老汉 赶紧地瞧瞧去 说让春鸭一会儿 再回来住几晚才准回家 春鸭回说 奶放心吧 我且待扬州呢 等喝完我三木哥的喜酒 我才回宁海呢 他奶这才满意地笑了 也停下了往春鸭马车里 疯狂塞腊肉香肠的手 当祖孙俩吃完饭 赶到牧春庄的时候 高效率的康平之 已经把药造育苗园的地方 和工人一起圈好了 这地方就挨着酱菜园 离他们庄子的大门近 进出比较方便 春鸭对康平之的 办事效率非常满意 马屁拍得飞起 康平之都觉得自己 可能是神农转世了 而徐老汉却疑惑了 这种的傻粮是这么金贵 还得专门造了房子育苗 不爷爷 咱们这个地方 是专门给新带来的 果子育种的 不只有院子 咱们还有暖房 等搭建好了 您就知道了 春鸭对徐老汉笑得很神秘 而实际上 那些对于春鸭来说 也非常的神秘 他压根不知道 自己能种出点什么来 一听是种果子的 徐老汉立刻来劲了 什么果子 品相好不好 能不能做成罐头 这还得种了才知道 徐老汉这才知道 自家这个宝货 压根不知道 种子能接出什么果来 他看着春鸭盒子里 装的小纸包 小心翼翼打开一瞧 啥呀这是 怎么那么小啊 这小纸包里头的种子 看着像芝麻 可却小得过分 几乎比香菜 忌菜的种子还要小 春鸭耸肩 还是那句话 种了才知道 还有各种大一点的 圆的 三角的 不规则的 乱七八糟的一堆种子 也都是 种了才知道 春鸭提议爷爷 还是问点他知道吧 那什么是你知道的 徐老汉无奈道 一旁的康平之 指了指放在 不远处的两个袋子 那些表妹知道 对 爷爷来看 这玉米棒子 我娘说得 把种子弄下来泡水发芽 这土豆 也得催芽切块埋土里 康平之咒没问 不对呀 你给我的纸条 不是说土豆 跟番薯一样种的吗 是啊 不都得催芽吗 春鸭一副表哥 你到底在质疑啥的样子 是啊 康平之点了下头 又摇头 但是番薯咱们是栽苗的 整个土豆埋土里 有了苗就取苗一栽 没有切的呀 嗯 农忙点头 对 但是土豆还是得切 谁说的 徐老汉发出疑问 你也不能说是 徐达和张大夫说的呀 春鸭也不知道 自己梦游的时候 为啥要携与番薯雷同 可能是守不怎么 听脑子的话吧 你说的 康平之无语问苍天 春鸭摇头 我猜的 要是现在站在跟前的 是老徐家的孙子 而不是春鸭 徐老汉这会儿 可能已经动手了 这种地能靠猜 别急 春鸭突然想到 牢里那三个人 种地的 咱们一起弄回来了 我去趟县芽 马上回来 说完 春鸭便带着丫头 转身跑了 徐老汉还不明所以地 问康平之 啥意思 当康平之 总算把种子的来龙去脉 交代完成之时 春鸭带着三个旅送人 和县芽的一干人马 包括蒋献令 正好回到了牧春庄 看着眼前的这些人 徐老汉暗自叹气 还真T&D不愧 是他的亲孙女 瞧瞧 多厉害呀 种个地 还能种出那么多的人和事来 蒋献令先跟徐老汉打个招呼 徐老汉这才扯了个略带疲惫的笑容 没错 他来牧春庄才半个时辰 就已经疲惫了 呵呵 怎么还惊动蒋大人了呢 说啥惊动啊 本县就是来瞧瞧 郡主带回来的种粮 是什么 当初卢远正的媳妇 因为一个番薯 得了个告命 还给儿子换了个五品的中郎将 好不容易盼着郡主又找了梁众回来 蒋献令觉得自己再不抓住机会 那他就真活该做一辈子的献令了 像主不都调职了呀 他真是千年的献令 熬成老树皮了都 这次培育两种的事 他说什么都得掺上一脚 说完 他踢了旁边一个吕颂人一脚 刚才在大牢里头 怎么答应本县的 可不要忘了 哎 被踢了的那个点头道 我一定好好答话 答话就有烧鸡吃 关键的烧鸡真的 是他们这辈子 吃过最好吃的烧鸡 三个吕颂人已经达成了一致 反正来都来了 总得先想办法活下去 光悲伤也没用啊 再说 他们在吕颂给浮朗鸡人看重职员 别说吃肉了 吃饭也不过勉强吃饱 这大干果然是好地方 饶饭都能吃烧鸡 回不回吕颂的 到时候再说吧 见吕颂人回得爽快 春鸭便问他们 这土豆到底是切还是不切 IT的吕颂人非常肯定地点头 有了牙点就照着牙点切 切完埋土里就是了 很好种的 春鸭对大表哥摊手 看 我说的吧 那你写的跟你说的也不一样 哎呀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 很快 在吕颂人的帮忙之下 发了牙的土豆被切块种下了 而没发牙的 则由徐老汉和康家两位表哥 亲手给放在了玉牙床上 春鸭倒是很想帮忙 却遭到了大家的一致拒绝 玉米的处理倒也算简单 跟很多豆类啥的 还是有点类似的 徐老汉就按照浸泡催牙之类的办法 在泡玉米的水里 还撒了点草木灰 很快就都给处理完了 至于那些水果种子 春鸭说这个得等到 暖棚搭建好了再说 这儿春天的温度太低 他怕热带来的水果 到时候长不好 另外 蒋仙令那里也说好了 以后这三个旅送人 每隔四五天就让他们来一次 如果这回种的粮成功了 春鸭就保证到时候给他们一笔钱 并且送他们回旅送去 处理完了庄子里头的事 徐老汉便急着要回去 可春鸭行李包裹还在县城 玉米泡了 明天还得种 春鸭便让小四先送爷爷回村 自己过两天 等这儿的事都办完了 再回去陪二老住几天 待徐老汉回到村里 菜市不见春鸭回来 便问了他 这种粮到底怎么回事 白天在蓝云记的徐发徐志 也听自家媳妇说了大概 于是也凑过来听 徐老汉便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的把事一说 徐发不得不感叹一句 我去 还是春鸭他们想的周到 去两种还能把人给一起结回来 厉害啊 而菜市只想知道一件事 那水果能不能做罐头吗 老两口 反正就都比较务实 呵呵 看缘分吧 徐老汉 累了 跟着春鸭干半天 比指挥儿子干半个月活都要累 好在还有个康家俩傻小子 陪春鸭折腾 才想去睡觉的徐老汉 转头就跟菜市说 你再熬点鸭膏 改天让你二儿子 给康家那俩小子送去吧 菜市一听就明白 点头说明天多熬点 跟着春鸭干活 消耗的可不仅仅是体力 次日 徐发早早的就把蔡奶奶 熬了一晚上的一缸鸭膏 给送到了文院街 没想一大清早的 春鸭已经跟着 康家俩倒霉蛋上工去了 郡主大人的工作热情之高 令徐发直替俩外甥捏把汗 此时的春鸭 已经是一身的便装 看着撒旅送人和表哥 一起排种子 倒也不是他想偷懒 石金和丁香可以为他证明 他是被表哥他们赶到一旁的 当然咯 石金也是不被允许的下地的 因为大表哥说了 石金踩过的地 非在更不能用也 不过这玉米种子 种起来颇快 没多一会儿 五个人一起地就种完了 种完玉米 康大表哥就赶着春鸭回去歇着 可春鸭却说长久没来了 得到处逛逛 他还很客气地 让表哥管自己忙着 这逛庄子嘛 他自己逛就行了 康表哥能怎么办 他又不能把春鸭轰出去 只能让郡主大人自己逛着玩啊 春鸭带着石金和丁香 一路逛 一路瞧 跟有社交牛AC症似的 看到干活的沈子大叔 还得跟人家胡乱攀谈 今年牧春庄重的东西 跟去年也没啥大区别 粮食是大头 棉花之类的也有种一些 不过最最重要的是 去年从北方引来嫁接的桃树离树 不知不觉 春鸭带着石金和丁香 便走到了种果树的山坡上 站在山坡的最顶端放眼望去 视野没有任何的遮挡 可以看到不远处 庄子里头的农人正忙着春耕 春鸭只觉自己心口豪情万丈 朝着下头大喊一句 今年一定是个丰收年 没想底下正在干农活的人 听了春鸭的喊话 远远地唱起了山歌耗子 高高低低的男生女生 在这木春庄里头飘飘荡荡 很是一派春日的好风光 春鸭随即就说 要在这山顶修个小楼 以后回了扬州 没事就能来度个假 写个声 简直不要太惬意 好心人丁香提醒他 康大爷也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住 可以的 康大爷一定可以的 丁香你瞧 春鸭小姐的庄子里头 好多好多羊啊 站在这儿看得可清楚了 在石金的世界里 还有什么事 能比自己亲眼看着 食物慢慢长大更快乐呢 春鸭也点头 咱们要相信大表哥的管理能力 不行就让观观 给咱们介绍个施工队 说起观观 也不知道这臭小子 有没有想我 我这都走了几天了 他也没个信 听得丁香和石金 都说小姐这话使不得 郡主这话不可以说 春鸭自己这几天 因为要种粮种果子 烦恼得不行 白天基本抽不出空 来想他们家关关 可怜的观木青 只能分到他睡觉前 几分钟的思念 而观木青呢 在宁海也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他可比春鸭有良心多了 春鸭人才到扬州 中勇伯爵府上方的空域 就又变得繁忙无比 可郡主大人一回扬州 不是就下乡了吗 所以观木青的思念 目前也只能躺在 春鸭扬州闺坊的书案上 既然石金都收到羊群了 春鸭不免也得带着 他们瞧瞧北边来的羊 味道 就是样子长得怎么样 三人又一路 几里咕噜滚下了山坡 直奔羊群而去 还没走进大牛 找人搞的巨大的羊圈呢 春鸭远远就见 莱克里那几只狗子 奔了过来 那尾巴甩的 整个狗都扭曲了 春鸭也就被狗扑了 四去六七八下吧 要不是石金顶在他后面 今天这莱克 肯定是要把人 扑在地上添了 大牛跟在狗子后头 乐呵呵地 朝忙着 挡莱克狗脚的春鸭喊 妹子来了呀 喂 来瞧瞧 春鸭大声回道 不过大牛哥 你先控制一下狗 大牛打得嘴哨 莱克居然真的 领着一群狗 乖乖地跑到了大牛身边 春鸭心中 默默喊了大牛一声 好样的 狗大王 等走到春鸭跟前 问了两句好 大牛才笑说 前阵子姑父 让人从北京 送来了一批羊 说是让咱们 跟胡羊杂交试试 他说什么混血的羊 也许比本地羊好痒一些 春鸭摸着下巴 神情严肃 味道应该也会不错 石金也在后头拼命点头 大牛笑道 那表妹可能 还得等些时候 等天气再热一点 咱们就能给他们配种 今年冬天 可能可以吃上羔羊肉 涮火锅一定好吃 春鸭看着羊群 眼泪都要下来了 他就馋着一口 热乎乎的涮羊肉 冬天到底什么时候能来 现在混血羔羊肉 是不用想了 不过大牛还是给春鸭 搞了两兜子的新鲜鱼虾 有了鱼虾 当然也要有蔬菜 于是三人到庄子门口 又去找了招地 摘了一篮子的蔬菜 借了给工人做饭的铁锅 起里咔嚓 现摘现炒 制冷了两个小桌子 满满当当 也弄了好几个菜 庄子上中午 本来是放饭的 毕竟是干体力活的 肯定不能像在扬州家里那样 中午只吃点点心 康家表哥 还有大牛夫妻 被春鸭喊来一起吃饭 大表哥还很欣慰 觉得表妹这是懂事了 这逛庄子 也没逛出幺蛾子了 没想春鸭却说 表哥这会儿先紧着农忙 等忙完了这阵子 咱们就在那果园的山坡最上头 造个两层的小楼 康平之默默收起 自己的心中 对表妹的夸奖 点头说他知道了 一切包在他身上 既然外公外婆都想你了 你就赶紧地去三元村 陪陪老人家吧 一会儿大表哥骑了马 亲自送你回去 可我果子还没种呢 那梁种也没出苗呢 春鸭似乎不太愿意走 大表哥拍胸脯保证等 梁种出苗了 一定第一时间通知妹子 那陪苗的院子 等搭建好了 妹子再来也不迟 那行 那一切就劳烦大表哥了 春鸭笑眯眯地看着康平之 他都想好了 等回了扬州 就给大表哥 买点人机糖的黄金糕 来给大表哥补补 这人嘛 干活得干 但是补也得好好补嘛 于是饭后 康平之把事都交代给了弟弟 亲自送春鸭去文院接拿行李 然后看到了早上二舅送来的 据说是熬了整整一晚 已经酥烂脱骨的鸭膏 家里头帮忙的婶子说 二舅老爷说是老太太亲自炖的 专门给您补身子的 大表哥 你保重啦 春鸭很同情地 拍了拍康表哥的肩膀 这鸭膏 就是黑暗料理界的王者 因为这玩意儿 是加了红枣核桃和冰糖 和鸭子一起炖烂了 冬天专门用来补充能量吃的 甜味的鸭肉 非常之让人下头 不过这玩意儿再怎么下头 都是长辈对小辈的关爱 康家两兄弟 是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 可怜康家表哥 半天之内 受了不知多少打击 他现在唯一的念想 就是赶紧地把妹子送回村里去 当康平之把春鸭 送到三元村的时候 菜师还问他呢 那鸭膏吃了没呀 够不够甜啊 甜甜甜 康平之疯狂点头 不过外婆 您下回可别做了 太费事了 已经开春了 这玩意儿也放不住 这回太匆忙了 等今年过年 我再杀头羊 给你们熬羊羔吃 黑暗料理之王菜师 如此说道 吓得康平之麻溜地滚了 说是还得去村熟 看他孩子去 让表妹在村里多玩几天 玩好了 直接回扬州就成 庄子里的事 他一定会安排好的 菜师看着骑着马 一溜烟讨了的康平之 转头问春鸭 你又把你表哥怎么样了 没事没事 走 奶 上栗山瞧瞧去 咱们的老根具体咋样了 康表哥吧 看样子不仅仅对自己有意见 对奶奶的压高 感觉意见也不小 但是老人家的创作热情 怎么能随便打击呢 杨高 听着就停补的 康家表哥 值得拥有 之后两天 春鸭便天天地处在野奶跟前 说要尽孝 说了陪野奶奶嘛 那春鸭就觉得得认真陪 自己这两年也忙得很 鲜少有机会在老人跟前尽孝 他就非常自觉地 给自己分配了任务 那就是上午陪奶奶聊聊 下午陪爷爷唠唠 晚上和野奶一起谈谈 所以他早上 就跟着奶奶去捡鸡蛋 挖野菜 等中午时机买了肉回来 便张罗着做菜做饭 下午没事 还带着丫头们 上山挖了好多笋子 说要给野奶做烧买吃 下午 他就跑去田里看爷爷他们种地 为了与爷爷找到共同话题 顺便也能让老人家 感受到一些人生的成就感 龙邦小白就针对种地的事 各种提问 一个下午可能提了800个问题吧 徐老汉刚开始还回答得乐呵呵的 可随着交谈的深入 徐老汉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 孙女居然问他 南瓜和冬瓜能不能杂交 寒瓜和黄瓜能不能杂交 梨子和桃子能不能杂交 总而言之 就各种蔬菜水果 能不能乱搞 真的 徐老汉觉得 要不是眼前站着的 是他们老徐家的大功臣 换作是自家儿子 这会儿早被他一脚 踹到水田里头玩泥巴去了 回家的时候 徐老汉只觉得自己口干舌燥 陪孙女儿简直比重得还累 可春鸭一旦打开了这个新思路 那想法就跟脱缰的野马似的 只也止不住 晚饭的时候 他就问菜市 奶 咱们家那菜园子 能滑拉给我一点地方吗 你干嘛 菜市很谨慎 培育瓜果新品种 说完 春鸭还朝徐老汉挑下梅 徐老汉立刻说 明天你就搞这事吧 可别来地理了 明咱们铺底肥 臭得很 你就在你奶菜园子里玩吧 菜市皱眉问 啥意思 培育啥新品种 然后春鸭便把自己 信马油浆的想法一说 二叔立刻摇头 那你品种不一样的果蔬 硬搞在一起 到时候说明都不刮果 肯定不行的吗 也许成呢 徐老汉就想给孙女儿 找点事干 老婆子给春鸭安排上 李氏也瞪了 自家男人一眼 说春鸭聪明着呢 说明就成了呢 不过菜市响的却是 二十两个桃子 春鸭都折腾出来了 那说明到时候还能折腾出个 二百两个南瓜呢 不搞感觉亏了呀 这么一想 奶奶也立刻同意了 说好了明天带着春鸭去 再种一起瓜果 等五月到了花期 春鸭就能回来瞎搞了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化身为农女的春鸭 便背着自己的小箩筐 拿着个锄头 跟奶奶下地了 石金说要帮忙 一锄头下去 差点凿穿地心 那扒拉出来的坑 菜市说能把一头猪给填进去 当然 这个肯定是说的夸张了 但是石金还是被剥夺了 厨地的资格 菜市给了丁香一个篮子 让这俩丫头捡鸡蛋去 自己带着春鸭 干活就成了 在丽山上干活的婶子们 见菜市跟春鸭干活 想来帮忙 可菜市却拒绝了 她说既然春鸭 想培育新品种的菜书 那不可能自己完全不会种地 他们老学家的孩子 不管啥身份 这种地的本事 总不能丢了 说的春鸭很是激情澎湃 拎起锄头 就是一阵袍 虽然袍着袍着 这地就袍歪了 但是用春鸭的话说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这土袍松了 能种就成了 祖孙俩埋头苦干一上午 种了一骑的瓜果 才想回家 就见赶车的小丝来喊人 郡主 说是京城来的贵客 家里头有人来 催您回去呢 贵客 春鸭扛着个锄头 问道 谁呀 对于他们家来说的贵客 难道是 别跟我说是黄园外 菜市眯缝着眼睛 看着小丝 小丝摇头 不是园外吧 说是来的将军府的夫人 啊 才捡了满满一篮子鸡蛋的石巾 在后头喊了一声 我家夫人来了 春鸭小姐 咱们赶紧回去吧 春鸭一听是关锦来了 也高兴得很 急急忙忙回了老宅 拿了行李就要走 菜奶奶看着石巾拎着鸡蛋 却假装自己好像完全忘了拎着鸡蛋的样子 忍着好笑说道 你既然设不得这鸡蛋 那就带回去给你家夫人吃吧 然后又给带了一大篮的新鲜蔬菜 和腊肉香肠 这才送了春鸭出门 奶 等菜瓜的花开了 我就回来了 春鸭把头从马车车厢里头伸了出来 跟菜式告别 说了那么矫情干嘛 我过几天也得去府城呢 跟你外婆约好了听信 老姐妹有约 老太太肯定得去吗 春鸭一听 老太太们业余生活过得很是丰富 也替她们高兴 于是挥手跟奶奶说了再见 说自己在府城等她 所以 等下午徐老汉干完活回来的时候 春鸭早已经出发走了 前头在家的时候 她觉得自己都快被那孩子烦死了 可人走了吧 就又有点想她了 徐老汉在课堂间吃了杯茶 然后跟菜式说 春鸭这孩子 品性倒是好得很 咱们在京城的时候 看到了那些个有钱人家的小姐 哎哟 吓人啊 好像多走几步路 腿都能断了似的 跨了门槛 还得让人掺着 还是咱们春鸭好 哪怕现在都是郡主了 你乔该种的就种地 该挖野菜就挖野菜 一点不矫情 菜式冷哼一声 那是自然 我教出来的 品性怎么会差 你教的 徐老汉不服气了 是我老徐家的女孩 自然是我老徐教的 啊 说得好像没有我们 你们自己能生娃似的 你现在是不能够了 你仨儿子也够呛 但是你孙子还在壮年 你倒是让他们自己大肚子 自己生孩子呗 说完 菜式甩了手里头的抹布 呵呵两声 就走了 她怕啥 她有大儿媳撑腰 每天老徐家男女分阵营干假 她大儿媳一个手指头 就能把他们全部干翻了 一想到这里 菜式赶忙回了房间 这眼看着开春了 大儿媳别的都好 就是干不来针线活 别的也就算了 贴身衣物 她可得给大儿媳和春鸭 多做几件 而春鸭那头 也是紧赶慢赶的 终于在日落之前 赶到了回了府城 进府的时候 春鸭穿的是一身 方便劳作的短袄粗布裙 后头十斤拎着一篮子的鸡蛋 丁香拎着一篮子的蔬菜腊肉 三人活像是刚从乡下赶来跑亲戚的 正在前堂跟张大夫说话的 关静和吴夫人 见春鸭这身打扮 便都问她这是干嘛去了 春鸭很自然地转了个圈说 姐姐和吴夫人没瞧出来了吗 我是中的去了呀 吴夫人很惊讶 她这辈子没见过能种地的郡主 她问张大夫 咱们郡主居然还会种地 哪会呀 肯定是给她表哥爷奶捣乱去了 这会儿咱们是把人喊回来了 若是不喊回来 再不用三天 她肯定就被她爷奶赶回来了 张大夫觉得自己 还是比较了解女儿的 不可能 春鸭招呼着时间上前 瞧 乃说我种地种得好 特地赏的鸡蛋 石金把鸡蛋给小撕吧 赶紧瞧向你家夫人去 夫人 石金咧嘴走上前 井儿和哥儿没来吗 这些鸡蛋是我在丽山捡的 那儿的鸡鸭 都是吃得山泉水长大的 这蛋可好可好了 给井儿哥儿吃啊 石金 春鸭扯了一把石金 怎么跟我说漏笑了 一屋子人都被这俩活宝给逗笑了 关静更是搂着石金 瞧了又瞧 说还好还好 除了黑了点 高了点 也没胖没瘦 石金拍拍胸口说道 夫人放心 我照顾自己 照顾春鸭小姐 照顾得可好了 关静看到石金 就像看到自家妹子一般 高兴得都不行了 他说哥儿姐儿刚才在这儿玩累了 值饭困 已经让下人送去王家在这儿的宅院了 一会儿让石金跟他一起回家 石金看了看春鸭 春鸭挥手道 去吧去吧 明天带着你们家哥儿姐儿一起来 好 那我整理包袱去 说完 石金便和丁香一起退下了 春鸭还是留在课堂间里 陪关静他们说说话 关静倒是对扬州熟悉得很 可吴夫人却是第一次来 当初张大夫从京城离开的时候 她的确想过 跟关静一起来扬州瞧瞧 但是那种想 就仅仅只是停留在想的层面上 她哪里知道 关静说干就干 过完春节 就来找她说 租传来扬州的事 吴夫人这辈子没单独出过门 本能地想拒绝 可吴守府却捏着儿子的信 想了半天 还是让夫人来趟扬州 顺道再瞧瞧儿子去 她想知道这小子 为啥去了个宁海 就像变了个人 以前读书读书不行 做官做官一般 天天的不学好 跟个街溜子似的 整日不着假 但是 现在写回家的信 不是说爹您辛苦了 就是说爹助您长命百岁 吴守府得让夫人瞧瞧去 自家儿子是不是在宁海隔屁了 现在这写信的另有其人 当然 这个只是她内心的想法 她跟夫人说的是 你儿子也是个不能干的 我出金不方便 你去宁海瞧瞧去 若是过得不好 缺啥少啥的 就回来跟我说 她还亲自去找了几个武行的师傅 让自家夫人带着一起下江南 吴夫人一听自家老爷说的 倒也觉得 好似有几分道理 便就这么跟着官进来了 今日一到扬州 可把她震惊坏了 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 吴夫人就一直觉得 这扬州的景应该是极好的 可她万万没想到 这地方除了景好 我去 也 太 发 达了 他们的大船 到达扬州的时候 是在晨熙微路之时 城外的摘星阁 在水雾和朝阳的衬托下 远看着就像一座金塔 这场景 直接把吴夫人震惊了 她问官进 那楼是纯金的吗 官进答的是 听说只是贴了金 但是里头的吃食和买卖的东西 比黄金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带得上了岸 这扬州城的繁华喧闹 更是把吴夫人认为的 京城是天下第一城这个观念 给积了个粉碎 相比于京城的端庄大器 扬州更像是水墨画中 画出来的地方 要说京城满城的权贵 一城都是权力的气息 那扬州应该就是满城的买卖人 一城都是金钱的气息 吴夫人坐在马车里 偷偷看着窗外的景象 到处都能看到各种的商铺幌子 杂而不乱的街巷 有各种喊着买卖的人 她从京城走的时候 京城积雪还未融化 城中多少还显得有些萧瑟 可如今到了江南 江南的柳条已经发芽 路上行人更是熙熙攘攘 摩肩接踵 她都已经无法判断 到底是京城好 还是扬州好了 果然 她还是得多走出来看看乔乔 这大旦境内 真的有跟京城比 也不像上下的地方的 怪不得 钟永博宁愿放下京城的权势与蝗虫 也要回到家乡 原来 他们的家乡 果真像张大夫说过的一般 充满着活力与生活的气息 吴夫人也是个话娄子 说话也挺实诚的 她把自己出到扬州的震惊 都说给了春鸭和张大夫他们听 友朋自远方来 就拼命夸你的家乡 你该怎么办 自然是请客呀 于是张大夫说 那吴夫人 明日咱们就请了我们在扬州的朋友 给您和静儿接风吧 就在春鸭那摘心阁 可好 那里倒是可以俯瞰扮作扬州城 那贴金的楼 是你们家的 吴夫人惊讶的门牙 都要掉下来 哈哈 和开的 也不全是 春鸭很低调地说道 吴夫人立刻点头 好 那就烦请郡主 带我看看眼界了 于是几人说好 明日去摘心阁吃个晚宴 春鸭和观景带着吴夫人 在扬州晚上几日 再去宁海渐渐无限城去 第二日的接风宴 直接又给吴夫人 给整的整个人都裂了 要说她这级别 已经是一品的告命夫人 平日里皇家宴席 那也吃得多了 可她发誓 自己此生没到过如此坑爹 却坑得让人心服口服的地方 最初听说来着摘心阁吃饭 还得先付笔银子的时候 吴夫人内心其实是觉得 这忠勇博家 未免也太过要赚钱了 不过在跟着裴婷他们 逛了一圈摘心阁之后 她就觉 那入会的银子 感觉收不收的 好像也没啥要紧 因为能买得起这地方东西的人 也无所谓纳入会费 而在意纳入会费的人 也不会来这摘心阁受虐的 这么想来 其实收了 也不过只是不想 让那些买不起的人 受到暴击而已 这摘心阁里头 卖的什么偶丝做的布料 金线枝的团扇 珍珠香边的点粹关子 十二生辰时攥出来的簪子 琉璃的屏风 品质之奇特 样式之华丽 吴夫人都觉得自己 可能不是从京城来的 而是从什么村里 才敢来长剑似的 据说这摘心阁 为了培育出 最鲜亮的翠鸟毛 专门搞了个白鸟园 裴婷说 我春鸭妹子也是个轴的 非说不能把鸟毛 说是把鸟毛拔完了 鸟也会死 以后咱们 就都没点翠首饰带了 所以咱们每天 就只能捡羽毛 这翠鸟抖落下来的羽毛 也都是参差的很 做一个点翠关子 时间精力 可比人家杀鸟 取毛的废事 不是一心半点 还害得我不得不 养了上千只的翠鸟 要不是这订单 都订到三年后了 我可真不想 再干这麻烦事了 有夫人应贺 卢夫人可不能撂挑子 咱们这都等着呢 虽说外头点翠的首饰 多得很 但是咱们都是念佛的人 想想为个头饰 杀了个鸟 多少是有点不忍心的 还是你们摘心阁的 点翠首饰好 时间长些 咱们也愿意等 吴夫人震惊了 这个首饰做得慢 居然还慢出道理来了 现在的这些夫人太太 十个里九个半 说自己是吃斋念佛的 这到底是何种营销鬼才 才能想得到这种主意 春鸭和张大夫 还在旁边捧人家呢 说到底 还是大家族出来的夫人太太 心太善了 仿佛一会儿 他们吃的是素宴似的 简直了 当然 逛精品店 不过是个开胃菜 等真正开席的时候 吴夫人才真正地大开眼界 同时一起大开眼界的 还有酒喂回扬州的观景 什么鲜卤后 蒸在炸的小牛排 香得直勾人的魂魄 裹了面衣 炸了的大颗牡蛎 一口爆汁 鲜甜的备注 煎得两面金黄 痰嫩微甜 再又刷了酱汁 放在炭火上 烤出全部油脂的鰻鱼 铺在用碧梗米 山泉水煮出来的一小口米饭上 吴夫人一句再来一碗 是死死咬住了牙关 才没喊出来的 正餐过后 那甜点更是不得了 桃味牛乳烙子 不但味道好 那模样更是和桃子一模一样 三层色三层味的水果冻子 看好的都不知道怎么下嘴 更有不说 根本不知道是仿做的核桃酥 一口下去 更是齿家留香 吴夫人不知道 为什么同样是核桃酥 人家做的怎么就能那么微妙微笑 还那么的香 再配上一杯新茶 一杯气味清新的 口感微酸的果子酒 吴夫人觉得自己 本也不算贪嘴之人 都吃得要偷偷放开点裙子的腰身 虽然没娘的豪员的豪还吃不了 但是养豪的工人 几乎每天都会出海逛逛 但凡有什么品相好的食材 裴婷跟没娘早说好了 说她全都包园了 这海鲜从宁海送出到扬州 虽肯定是活不了了 但是加了冰块 新鲜度也能保持得很好 所以摘辛格现在海味用的也多 这回想着 吴夫人从京城来 所以裴婷特地留着备注和豪没有卖 就是为了好好招待这位首府夫人的 一顿饭吃的吴夫人简直佩服 说是宫里的御膳 吃的是名贵 但是也没这么新鲜的做法 这火候调味更是一举 她都开始忧愁 今后回了京城该怎么办了 张大夫便客气道 既然吴夫人喜欢 那就在扬州多玩几天吧 咱们扬州好吃好玩的 也不仅仅只有摘辛格一家 一般招待远来的朋友 不都这么客气的吗 其实张大夫心里头明白 这位还得去宁海看儿子呢 扬州就是个中转站 明天吴夫人就应该出发去宁海了 没想 吴夫人却一口答应了 说是既然来了 就得好好瞧瞧 反正儿子就在宁海 也跑不了的 还真心想在这儿玩啊 张大夫多少是有点惊讶的 但是她还是很热情地表示 自己虽然没空 但是女儿闲得很 为了防止她再去霍霍家里人 还是让春鸭带着吴夫人和关静 在扬州好好玩玩吧 吴夫人和关静都表示 那就不能再好了 之后的几天 两人一个把弟弟给忘到了九霄云外 一个把儿子抛到去了后脑勺 一头扎进扬州的灯红酒绿 今天有个保障壶 明天登个大明寺 后天去海关医学院瞧瞧 大后天去东关街买买买 特别是关静 仿佛这辈子就没在扬州 过过日子一般 看啥都稀奇得不得了 春鸭就更稀奇了 逛街的时候她就问关静 姐姐 之前住扬州的那个人 其实不是你 而是你的双胞胎姐妹 你们现在是互相换过了是吧 不然无法解释 你怎么会跟吴夫人似的 连吃块我就加的臭豆腐 都会惊奇半天 哎呀 你个小鬼 居然敢来 也有我来了 以前我住这的时候 总觉得什么时候都能来逛 所以也没想着一次逛个够 可谁曾想 这皇上要我三更走 我也留不到五更天啊 走在一旁的吴夫人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怎么说的跟言老爷似的 关静叹口气 唉 反正你们懂就行了 那时候总觉得 啥都可以明天去干 但是真想要到处走走了 却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京城了 而京城呢 总归是京城 人多眼砸得很 规矩也大些 总不能再像扬州一般自在 所以这回我得逛个够 京城也还行吧 我觉得挺自在的呀 春鸭的确觉得 自己在京城的时候 好像也没啥不方便 吴夫人忍不住笑道 郡主您家是自在了 但是人家却不自在了呀 要我说静妹妹说的一点没错 这扬州别的不论 单论这自在二字 是京城绝对不比了的 吴夫人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抛妇气子出来耍 只觉人生从未如此畅快过 是的 他已经完全忘了自己 是来看儿子的 只记得自己明明就是 跟关静出来耍的 于是两位又是一拍即合 反正别的先都放一放 什么都不能阻止他逛街买买买 好在关木青得了春鸭的消息 左等又等着没见吴夫人来 后来又看春鸭的《飞鸽到宁海》 写的是 吴夫人玩得很是畅快 就觉得这可能是把自个儿子给忘了 于是非常人性地 给吴献城放了三天假 让他去扬州看看他娘去 所以在吴夫人在唱完五日之后 终于见到了从宁海赶来 见老母亲的儿子 而在见到儿子之后 吴夫人这才想起 哦对 自己这回是来瞧儿子来的 他看到儿子的第一句话就是 娘给你一千两银子零花 但是你可不能跟你爹说 我没去宁海 知道吧 儿子听不懂啊 就问老娘到底啥意思 老娘只问他一句 要不要钱 要是要的 那就要学会闭嘴 毕竟张大夫说了 夫妻之间要以和谐为主 有些不用交代的太详细的过程 不说也没关系 反正儿子现在好好的 虽然黑了 可以胖啊 看着就过得挺不错的 那不就好了吗 自家老爷没有必要知道 他因为忙着玩 而忘了去宁海这样的细节 年缝只有三十两的无限城 看在老母亲千里送钱来的面子上 也点了头 保证说自己给父亲的信礼 只会写见到了母亲 而在哪里见的这种细节 老爹的确没啥必要知道 不过娘 你要不然请儿子摘星格吃一顿吧 吴献成果然很会得寸进尺 吴夫人当着徐家众人的面 直接拒绝道 你一年年缝才拿三十两 还想吃三百两的宴 想啥呢 他儿子根本不配那么华丽的宴席 下牙回来的徐达 看吴献成也不容易 拍了拍他的肩说 大侄子 你说我刚开始 每年也就五十两银子 没事哦 等你媳妇发财了 你就有钱了 吴献成当场就想哭出来 那他这辈子是没啥指望了呀 不过 徐达在戳人心之后 又给了课堂 直接留了吴献成在家住一晚 他还说 自家厨娘就是摘星格的首席厨娘 此刻就在他们家大厨房里 这饭菜吧 在哪吃不重要 重要的是吃啥 和谁吃不是吗 才被戳了的吴献成立刻表示同意 并很愉快地吃了顿大餐 次日一早 吴献成便说没要走 春鸭让他帮忙给关木青 带了一堆吃的喝的 和号称他亲手缝的荷包 和亲自出的试卷 他娘甚至都没有什么 很想挽留他的意思 只说让他路上小心点 记得好好干 赶紧走吧 一日半后 收到春鸭荷包的关木青 非常的感动 心想着 这丫头也算没光顾着玩 就忘了自己 可一旁的高童 却看着青少爷 安慰他 这荷包 好歹不会有人偷 也算是个优点吧 他是觉得 青少爷的神情 应该不是感动 而是无奈 因为在他看来 收到如此扭巴的荷包的男子 多少应该是不太满意的 我瞧了还挺好 说完 关木青便转身 找出了个大盒子 把荷包给放了进去 大半个月后 连带三元村都去过了的吴夫人 这才装了一船的行李 恋恋不舍地挥别了众人 他此时就很羡慕关锦 居然还能在这儿多留一个月 而他却还要回去 打拼京城的事业 不能再就留了 女强人 到底还是要回归到现实中去的 不过走的时候 他也跟张大夫 他们约好了 明年三月 他会再来看儿子的 这跟儿子在不在扬州 没什么关系 儿子不在扬州 也可以让他跟这次一样 赶过来吗 当然 深度合作之类的事 吴夫人和裴婷 还有春鸭 也谈了谈 自从见识到了摘辛格之后 吴夫人已经对低价市场 没啥兴趣了 她打算回去之后 把家里头的钱财攒一攒 饭管子是别想开了 因为哪怕有像摘辛格 这样的厨子 她也留不住 但是跟摘辛格似的 开个精品店 她倒是可以试试 到时候 事情有了眉目 她跟裴婷说好了 大家到时候再互通有无 如此 吴夫人便带着创业的渴望 和对扬州的无限留恋 踏上了归城 与此同时 春鸭和关静 外加个司徒若梅 则踏上了去往宁海之路 原本春鸭是准备 等过了五月再回宁海的 可关静第一次去宁海 她总要陪一陪 外加司徒若梅 也要去宁海送样衣 于是三人就组了个团 走之前 春鸭还很不放心地 问来要钱的康平之 大表哥 我这么走了 那阳光房啥的可咋办 你去吧 安心地去 大表哥已经找了 好几个能工巧匠 保管把你那阳光房 搭的严丝合缝 种果子之类的事 你也尽管放心 那三个吕送人你也看到了 配合得很 种的土豆 玉米啥的 也都发芽了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 对了 还有那小楼的预算也出来了 麻烦妹子也过个木 把钱给了 你就安心上路吧 说完 康平之觉得不对劲 又把最后一句改成 你就安心去吧 然后又绝不对劲 好一阵转耳挠腮之后 才说 你就玩去吧 气得春鸭在一旁直哼哼 就这么不待见我吗 表哥 你甚至对我有意见 有 也不敢说 在一旁看戏的徐英 到底也是要帮大表哥 说句话的 可康表哥却直摇头 没有 不是 英子你可别坑我 一年二百两啊 地主都没他赚得多呀 春鸭的暴风雨 哪怕再来得猛烈些 他都自己也是能扛得住的呀 其实 原本大金 也想扒拉上春鸭的马车的 张大夫也准了 因为他说如今城里 只要是靠近他们家周围的狗 十只里头有八只是带黄毛的 他就觉得这事不太对劲 不能让大金再在城里头混了 可春鸭就拒绝了 他的理由比张大夫更绝 咱们这一片 十只狗里八只黄色 您觉得多对吧 但是宁海城里头 这半年多里头出生的小狗 十城时的都是带着黄毛的 哪怕是花狗 那也是黑黄 白黄 三色黄 然后张大夫便是一叠声的 要死要死 赶紧把所有狗洞都给我堵上 躲在暗处的西风跟寻舟说 你瞧瞧 这狗比人都过得潇洒 这大金看着没啥脾气 本事倒是不小 唉 我们真是连他都不如 你守着吧 我去吃口饭 一会儿直接去海关了 说完 寻舟便一个月起 没了踪影 西风撸着怀里的大橘子 像是问自己 又像是问猫 这人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一天得吃六顿饭 烫了可怎么做探子哟 不知节制 你这猫怎么还会白人眼啊 唉 哪去呀 一路上 三人也是热闹得很 主要是关静把他们家的哥姐都带上了 好在拼事业的司徒若梅 把金宝给留在娘家了 不然春鸭的豪华马车的车顶 恐怕也得被掀了 其实 关静本是认识司徒若梅的 但是接触的不多 以前总觉得这姑娘过分的文静 但是这回再接触 就发现这姑娘比之前多了几分干脆爽力 进春鸭者 都会逐步压话 这话是一点都不假的 三人走了一天半 总算到了宁海 才到海峰阁没多久 行李才从马车上卸下来 堆了满满一院子 关木青就来了 春鸭第一个瞧见他 哎 关县令怎么这个时候下牙了 想你了呗 关静抱着儿子 嚷了春鸭一把 只把春鸭嚷得往关木青怀里扑 时经见状 立刻抱走了关静手里的孩子 丁香也披了包裹 牵着节儿往课堂间去 边走还边说 乖孩子 咱们不看哈 看了眼睛疼 而被关木青衣把扶住的春鸭都气乐了 关姐姐 你但凡手劲再大上那么一点点 我就被你对门外去了 刚才咱们还姐妹情深呢 你这会就忘了 姐姐这是着急了 司徒若梅说了一句 也带着丫鬟和妈妈溜了 连行李都没来得及拿 关静忙道歉 对不住对不住 我一下子没控制好力道 不急 我不急哈 你们慢慢聊 说完 反正行李也不管了 啥啥都不要了 第一次来都不知道往哪儿走 还是时经在课堂间喊了一声 关静这才急匆匆跑了过去 剩下两人傻不愣灯的人站在院子里 照理说 多少应该是有点尴尬的 可春鸭是谁 大旦第一化劳症患者 社交牛AC正顶流啊 他随便找了个关静的行李箱就坐下了 然后拍一拍旁边的箱子 示意关木青也坐下 关木青才进门的时候 心里头多少还是有点离仇别墅的 这小丫头骗子 真是没点心肝 往往都要他写三四封信 他才回上一封 真是把他气够呛 不过见春鸭 这女土匪式的样子 关木青心里头那一点点的埋怨 就立刻烟消云散了 你回去忙了点啥 你在这儿忙了点啥 两人同时互相问道 春鸭一乐 先说道 那可多了 接待贵宾 耕种粮食 归化木春庄 还顺道赔了我也奶 对了 今年也许是咱们大干农业历史上 最具有转折性的一年 关木青点头 懂了 看来没少折腾康家表哥和也奶 胡说 明明是带领大家 走上了农业革新之路 你呢 最近忙了点啥 跟本郡主汇报汇报 春鸭说完 便双手往腿上一撑 完全是一副黑帮女老大的样子 天哪 关木青不知道为什么见到这丫头 表情就容易失控 她咧嘴一笑 然后说道 可忙了 京城又送到一批鸡血食客舰 我还在县衙办了场拍卖会 让菲德尔先生主持的 效果倒是不错 主要是这回来的鸡血食客舰 京城的工匠按照太子的要求 雕了一些非常华丽的文样 洋人喜欢的倒是挺多的 我还因为送银子 去了次松江府 建了下太子 这批鸡血食卖掉之后 这笔钱就够启动修建边墙的工程了 恭喜你呀 心愿正在慢慢达成 春鸭拍了拍关木青的肩膀 很不错嘛 小伙子 很会举一反三 本郡主没有看错你 你还是有点聪明才智的 上海县那里 如今建设的怎么样啊 咱们能不能去买点 房产投资投资啊 虽然现在买房 过个几百年 也不过市场空 但是 不管 哪怕差了几百年 好歹他也算是 拥有过上海房产的人了 再说这历史的事 也难讲得很 这大干潮 不就整匹差了吗 到时候 万一他买的房 能熬过动荡 直接传世呢 那就赚大发了 以后他的孙辈的 一次方 就可以跟孙辈的 次方说 孩子 你们现在能在上海 拥有这么大的宅子 可得感谢你们的祖奶奶 次方啊 你们瞧瞧 小老太太多有先见之明啊 这房子现在价值20亿 可都是你们祖奶奶 次方给你们留下的呀 春鸭想到这儿 就直接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压根没听关木青说了啥 关木青也被春鸭 猝不及防的笑声给逗乐了 跟着春鸭哈哈笑出了声 见关木青莫名笑了 春鸭就更绝搞笑 他一边哈哈大笑 一边问关木青 你到底在笑什么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你在笑什么 哇哈哈哈哈 有病吧 哈哈哈哈 你给我停下来 哈哈哈哈 不行不行 你快别笑了 我气儿上不来了 哈哈哈哈 你先停了 不然我停不下来呀 哈哈哈哈 躲在课堂间的关静 很疑惑地转头问石金 你青少爷在这宁海 压力很大吗 石金摇头说 没有 青少爷虽然忙 但是因为春鸭小姐在 不知道多高兴呢 夫人 这两位时不时就这样 您习惯就好 我要不先带您去客房瞧瞧 咱们这儿都是自己瞧 中哪间房就中哪间房的 好 我也实在不太懂 现在年轻人怎么出对象 走吧走吧 弟弟跟着二傻子似的 他也瞧不下去了 两个二傻子 哈喽不知道多久 眼泪都流了一脸 这才冷静了下来 关木青才有机会跟春鸭说 上海县比咱们宁海当初 也好不到哪去 但是他们那儿倒是产烟 不行就在几个眼码头那儿买呗 现在关木青的习惯就是 春鸭想干嘛 在他能力范围之内 就尽可能地会帮他完成 上海县的宅子 一百两就能买个两三斤的 反正也不贵 鸭鸭想要 多给他买几个也没事嘛 春鸭这会儿 倒是觉得自己有点荒唐了 但是要肯定还是要的 如果不太麻烦的话 咱们就买两个 到时候改成苏式的园林 没事还能去玩玩 为啥 关木青不太懂 有啥好玩的 也是哈 春鸭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 便胡伦地说 就想到处瞎玩吗 没想关木青 却狐疑地看着春鸭 问道 鸭鸭 你好好跟我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才能 或者是什么大先转世 是啊 春鸭点头 说了 是从未来来的吗 怎么了 有什么困扰 需要我为你解答吗 他这人说话就是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浑说一气 所以这种莫名其妙的话 他说起来 也一点不觉得会暴露自己 你想在上海县买房子 难道是因为 知道太子殿下 有意让我两年后 接任松江知府之职 关木青问完 还捏着自己的下巴 认真的看着春鸭 啊这 春鸭这回只能说实话 这个是真的不知道 不过你七品的县令 能跳那么多集 一般不行 关木青补充道 可我也不是一般人啊 春鸭哈哈一笑 直夸关木青 不愧是他的官官 这后脸皮 简直跟他是一样事的 这两位坐在行李箱上 聊了半天 直到司徒若梅 实在是忍不住了 要来拿行李 两人才起身 准备往屋里去 不过关木青 最后还问了一句春鸭 既然你说 你从几百年后来 那几百年后 大干啥样 大干啥样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嗯 人可以成了铁盒子 在天上飞 从这儿到京城 只要一个时辰 还有个小方块 可以用来通话 哪怕你在京城 我在扬州 咱们不见面也能对话 还能看到彼此 路上到处都是 开着的小铁盒子 从扬州到宁海 可能就只要两个时辰 还有更厉害的 铁盒子加铁盒子 在铺设好的铁轨上跑 自溜一下 从京城到扬州 两个时辰就到了 啊 我的高铁 我的飞机 我的手机 到底啥时候才能有 春鸭心中无限感慨 哦 对了 还有不用点蜡烛 就能亮的灯 只要按一下墙上的开关 那灯就亮了 对了 织布仿杀 也都不需要人操作 关木青跟看傻子似的 看着春鸭 心里头确定了 这娃就是心智不太成熟 思绪飘起来比较远 跟啥未补仙芝之类的不沾边 不过 该捧场的 关木青还是得捧场 于是他摸了下春鸭的脑袋 哄孩子似的说道 没想到 你还是从铁盒子国来的小仙女呢 于是 春鸭也顺势装风卖傻 切 你懂个啥 以后咱们小仙女的事 你少打听 说了你也不懂 铁盒子国的小仙女 和一串铜钱说完了话 便开始处理一地的行李 关锦和司徒若梅 这才又出现在了院子里 开始挑自己的香楼 这个一会儿送去卫所吧 都是给准备的换洗衣裳 司徒若梅指着个箱子 跟来帮忙的小司说道 关木青这才想起一件事来 寻哥这几天不在宁海 跟着老侯爷出去了 怎么回事 司徒若梅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又打仗了 这事该怎么说呢 关木青先摇了摇头 打仗的话应该也不算 啥意思 正在让下人搬台东西的关锦 也停下了脚步 让关木青好好说 这事说起来 跟大师傅他们可能还有点关系 关木青说道 之前大师傅和高童 不是冒虫窝扣 偷了种子 掳了人回来吗 这事应该是被扶朗基人给发现了 但是他们以为是窝人干的 于是便抓了几个 在吕送行商的窝商盘问 没想抓的其中一个窝商 是京都大明的二儿子 在扶朗基人的再三盘问下 他还一命呜呼了 然后两方就冲突了起来 江安侯也是听来 做交易的半次郎提了两句 咱们自己推断出来的 所以两天前 江安侯已经带着王勋出海了 他们应该是准备伺机而动 看能不能把谁搅得更混一点 春鸭听愣了都 这都可以 这不是无心插柳柳成音吗 他问关木青 照这意思 江安侯是准备帮吕送百姓 脱离扶朗基人的掌控 他们应该也没想这么多吧 关木青摇了下头 只是抽空去瞧瞧 能不能捡个荷包 春鸭一拍大腿 好事啊 吕送那干起来了 对咱们这儿的港口可是利好啊 窝口也是内忧外患 更没精力来咱们这儿了 但是这会儿形势比较混乱 港口进出的船和人 可得好好查验 放心 关木青说道 江安侯走之前 咱们就安排好了 海关这儿人手不够 借掉了卫索一队人马 专门查验身份和靠驳船只 县城每日也加了两组人马巡逻 安全是无余的 关锦看着弟弟在宁海磨练了这段时间 处事还算老道 心中也高兴得很 他拍着关木青的肩膀说 不错不错 多少有点跌跌当年排兵不振的风范了 就是不知道 这回建安侯和王寻大哥 混水里能摸什么鱼回来 可别把吕颂给咱们摸回来 春鸭开始了畅想 别乱想了 关木青青拍了下春鸭那充满 各种幻想的脑瓜子 还真当弗朗基人在吕颂这么些年 就只会种番薯土豆啊 能让窝国战线转移到吕颂 或者让吕颂的往咱们大干靠 就是最好的大鱼了 关大人说的是 一听打仗 就觉得揪心的司徒若梅 揪这个帕子说 最好就像关线令说的一般 去搅和 搅和浑水便罢了 能不正面对抗 还是不要正面对抗的好 哎呀 不行 一听着打仗什么的 我心里头就扑扑直跳 这行李 我一会儿再收拾 我先去烧个香去 司徒若梅要说烧香 丫头马上问道 夫人 咱们去哪家烧香 嗯 三家都去吧 烧香这种事 可不得广撒网吗 春鸭好奇问了一句 罗伯特先生那教堂 姐姐去不去呀 我琢磨着 杨神仙也听不懂 咱们大干话吧 再说立场也不太一样 还是算了吧 妹子你们先忙 我去去就会 说完 司徒若梅便带着丫头走了 虽说他扶朗继续还在学 在扬州也找了杨先生教的 可是这才学了多久 太复杂的心愿 他怕自己表达不好 适得其反 那杨菩萨的香 就算了吧 如今来宁海做生意的人多 所有无论是观音庙 还是地狱馆 亦或是妈祖娘娘那 白白的人都不少 所以那三个地方旁边 自然而然就多了些 买卖香火的小商贩 所以一般去上香 空着手直接去 到地儿再买也没事的 第一次来宁海的观景 非常的惊奇 这么小的地方 能有三个庙 还有洋庙 于是春鸭便把三个 不同类型的心灵寄托场所 介绍给了观景 另外一个教堂 春鸭说是 如果姐姐有兴趣 我也可以陪你去瞧瞧 罗伯特先生 自从拥有了他的小教堂 就一直致力于传教事业 无奈导弹的实在是太多了 只要他想劝人 一起来做礼拜 好家伙 旁边的地狱罐 就可以给他整个大法式 敲锣打鼓 喷火撒粉 哼刺哈刺 搞得简直比庙会还热闹 有几个意志不怎么坚定 好奇心又特别强的洋人 就去瞧热闹嘛 结果瞧着瞧着 还有倒入了道教的 而且每到初一十五 或者佛教的节日 观音庙就要讲经 搞大法会 大法会这种事 道玄不怎么再行 道心可是最拿手的 他讲的到底多好呢 这么说吧 当场削发为僧 决定跟着和尚干的人 也不是一个两个 他就直接把人讲皈依了吗 以至于现在 罗伯特先生 已经觉得发展会员不是 是发展信众的想法 他现在能做的 就是尽量阻止那些教徒 跑去信道教佛教 至于礼拜啥的 不得偷摸着来啊 可千万不能 被那些敲锣打鼓的指导 再给他人做嫁衣 观景虽然对认识杨菩萨兴趣 不是很大 但是杨庙嘛 他还是很有兴趣 见识见识的 于是 他把行李一股脑的 给了观木青 连带着看到观木青 就咯咯咯直笑的 大姐二哥都给了他 说让他先体会 体会做老父亲的艰辛 自己则扯着春鸭 出门乔新仙去了 宁海现在虽然热闹得很 但目前依旧还是个小地方 所以出门不用车马 也不打紧 春鸭和观景两人 便这么一路巧 一路说 很快到了菩萨集散地 正巧 今日是个礼拜天 教堂大门繁琐紧闭 罗伯特先生正在里头 非常低调的 带着几个洋人做礼拜 突然响起的敲门声 把罗伯特先生吓了一跳 他原是不准备开门的 但是听外头春鸭喊 罗先生 是我 春鸭 咱们不是来砸场子的 就是来听听 我还带了个人来 春鸭这一嗓子 吓得罗伯特先生 赶紧来开门 把人给放了去 郡主 您不要这么吵吵啊 罗伯特在大旦待久了 说话就渐渐有那味儿了 对不住啊 不过您这做礼拜 怎么还锁门啊 咱们没打扰您吧 春鸭小声回答道 不锁门 万一旁边又不说这个 你们要听坐后面 不要出声 要不是怕信徒听一半 又瞧热闹去 他至于锁门骂他 好 春鸭小声应了一句 然后拉着关静 在后头坐了下来 罗伯特继续讲他的 关静则非常好奇地 看着这屋子里的几个洋人 还时不时地小小声问春鸭 台上那人说的都是啥 没办法 春鸭只能小小声地 坐起了同船 虽然时不时地会出现 哎呀 反正就是那么回事 他就让你信他得了 这样的话 但是总体来说 关静还是听明白了 这杨菩萨是啥路子 等罗伯特先生讲完 他还兴冲冲地 跑来问春鸭和关静 怎么样 二位感觉如何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不了吧 关静摇头 总觉得你们家的菩萨 好像有点 不适合我 那个 大师您忙啊 我们先走了 说完 关静拉着春鸭 就走出了教堂 罗伯特先生也不去追 他现在对于发展新成员 已经没啥欲望了 今天没有丢一个教徒 隔壁没有敲锣打鼓 那就是幸运的 被主恩宠的一天 从罗伯特先生的教堂出来 走不了几步路 就能到隔壁地狱馆 距离虽短 却挡不住关静的吐槽 我总觉得吧 咱们这佛道 两家的菩萨神仙 还是挺讲道理的 一般都是你爱信不信 信我就给你掰扯清楚 妨碍我得到 这羊菩萨我总觉得 讲的是故事不是李亚 怎么跟咱们这么不一样呢 关于这事吧 春鸭觉得 大家信的东西不一样 这事也说不出个好坏来 于是他也很大方地 背了一次锅 说可能羊菩萨是想掰扯清楚 可他学艺不经 没把羊菩萨的意思 给转达出来 关静想了想 表达了下对罗伯特的同情 这羊和尚也不容易 他是怎么想的呀 怎么跑到大概念经来了 这事吧 一句两句还真说不清楚 地狱惯到了 姐姐要去烧香吗 古代的传教士 也是探险家 这些人东奔西走的目的 也的确很难说得清 但是既然现在这儿 有那么多眼睛 盯着罗伯特的教堂 春鸭也觉得 不用过多纠结传教士来的目的 反正教堂那儿的动静一大 地狱观和观音庙 保证动静比他大十倍 这就行了 不过最主要的是 大干的国力边防 需得多多增强 才不用惧怕任何人 于是在地狱观烧香的时候 春鸭齐的愿 便是希望大干的国力和边防 能真正地强大起来 这愿望就非常的高伪证了 搞得春鸭烧香 也烧得非常激情澎湃 带上完香 春鸭便问小吕道长 吕道长哪儿去了 哦 闭门修炼呢 小吕道长说道 师父说 最近大干必定无事 他又新得了金丹 昨日才服了 准备修炼三个月 哪儿来的金丹 谁给的 这不坑人吗 春鸭顿时就急了 关大人说 是京城王将军 向皇上讨的赏赐呢 关静想起这茶来了 王说 对对对 我知道这事 那咱们赶紧走吧 别打扰了吕道长修炼 两人出了地狱观 春鸭才问关静 那金丹真的是皇上赐的 要笑会不会很厉害 金丹 听起来就重金属 很超标的样子 不会什么青亥李皮鹏 碳蛋养福奶 那美铝归林 刘绿亚甲盖 都给凑齐了吧 那他是不是应该开始帮忙 准备吕道长的 飞升扫尾工作了 关静神秘一笑 放心 皇上还得用吕道长呢 不会让他死的 听说那金丹里头 有千年的紫身 比头还大的猴头姑 跟滑盖式的灵芝 捕着呢 说是齐大夫鲁大夫 在出京城前 忙的就是给皇上 做这碗药 光把原料蒸制晾晒 就要重复一百次 最后听说 总共做了二十颗丹药 你想想 那么多名贵材料 才做出二十颗丹药 这不是金丹还是什么 好吧 原来此金丹 飞比金丹 虽然感觉有 晃点吕道长之嫌 但是这样也好 起码人活着 以后再找重金属丸子 也还是有机会的嘛 两人出了地狱观 又跑了一趟观音庙 拜访了一下 修了几年闭口禅之后 报复姓成了画牢的道心 他问春鸭 我师兄怎么不回来 因为丹姑娘没回来 春鸭如此回答 没想到心立刻感同身受 嗯 倒也是 不过丹姑娘 还是让我带了点素点心给您 您在这守着 也辛苦了 其实素点心是临行前 春鸭让善姑娘做的 去的时候 他还瞧见了一天 就一直在吃饭的寻舟 好人道心立刻高兴了 说是在这儿 能照看小老大 他们几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还能继续办他的法会 劝人向善 守护佛教的发扬光大 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 要不是因为看到 道心师父嘴角的泪水 春鸭差点就感动得落泪了 观景就不怎么了解 这白嫩嫩的胖和尚 当即就感动得不行 直接捐了五百两银子 说是要给孩子们 和相公弟弟 还有春鸭他们一大家子 点了莲花灯祈福 白胖和尚收了银子 喊来了新剃度的徒弟 当下就帮夫人 把事给办妥了 他说 这跟五百两银子 没啥关系 主要还是被夫人的 善心所感动 所以连手脚都马里了三分 原本两人 还想再去妈祖娘娘那儿 瞧瞧的 可从观音庙里出来 天都快黑了 春鸭只能答应观景 明天带她去 虽然现在天气还冷 呼吸呼吸 带着咸味的空气 对观景来说 也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所以她很是期待 当两人在宁海城里头 逛一大圈 回到海风阁之时 没想海风阁里头 还有个意想不到之人 正等着观景 这人就是庞云 庞大人 因为司徒若梅之前 让人送了衣物去猥琐 所以庞云便听说了 时今他们已经回了宁海 一起来的 居然还有观景 这真是老天给他的机会啊 庞云觉得自己 绝对不能再等了 所以他立刻就撇下了 手头的事 决意今日一定要提亲 并且不管怎么样 都必须成功 没想他来的时候 关木青说姐姐出去了 但是应该快回来了 但是这一块 就让庞云等了小半天 在等待的时候 关木青还因为有急事 被高童给喊回了县衙 搞到最后 他明明是来提亲的 却硬是和时今 带了半天的孩子 回到海风阁的观景 见庞云出现在海风阁 心里头就预感自家的 大大大白菜 恐怕是要被这猪给拱了 所以他都没心思吃饭 便喊了庞云 到了自己房间旁边的 小课堂间问话 原本春鸭想借着 给关木青送晚饭 去的借口开溜的 没想去被关景喊住了 春鸭你别走 时今 把孩子交给奶娘吧 你也一起来 于是被喊住了的两人 便只能乖乖地 进了课堂间 依次坐在了关景的右边 而一起 被请进去的庞云 则被关景安排在了 左边最靠近门口的 一个交椅上 臭叫他小子关景 都觉得都亏得慌 这货号称自己二十级来着 长得怎么感觉 跟他公爹似一叉的 嘿嘿 关景严肃地清了清嗓子 听说庞大人找我呀 是 夫人 心情异常忐忑的庞云 一下子窜了起来 吓得正在专心喝茶的春鸭 杯盖都差点飞出去 关景也说 我问你话 你坐着答救世了 吓谁呀 怎么办 更看不顺眼了怎么办 关景悄悄看了一眼石巾 没想石巾却眼睛 看着庞云 手上却乐呵呵地插着幸福吃 看来这蜜饯 是眼前这人买来的了 庞云能怎么办 他只能赶紧坐下 然后说道 夫人 我今天来 就是想来跟您求取石巾的 扑 春鸭好不容易吃到的一口茶 又猝不及防地喷了一半出来 还好对面没坐人 不然真是失礼了 他赶忙掏出帕子擦了嘴 才想问庞大人说话怎么的 连个扑垫也没有 去听关景抢在了前头说 庞大人多少也讲点规矩吧 咱们石巾 好歹也是我身边的大丫鬟 你提亲也得让你老子娘 或者请了没人来吧 是在下冒昧了 不过 家父家母实在离您海远了点 若夫人 您今日首肯了 咱们回了京城 一定把里补足了 庞云这话 便掏出了一达信件 但是夫人 我爹娘也是真心希望 石巾能加入到咱们老庞家来的 这里头都是家父给我的来信 您请过目 说完 他便把信件双手承给了关静 关静嘴上说着 你老庞家的信给我看干嘛 可说话却一点都没耽误 他翻阅信件的手 才看了两三封 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 笑了出来 庞大人的家父 倒是挺急哈 说完还把信递给了春鸭 给完了才问 能给我妹子看看吧 信都捏春鸭手里了 庞云难道还能说不吗 于是他只能点点头 行 春鸭翻开信件一瞧 也乐了 就见庞老爷那字 写的是龙飞凤舞 一张纸就硕大几个字 什么时候回京 跟王夫人提亲 再翻一张 若石金看不上你 你就别火了 又翻一张 你啥时候滚回来提亲 隔壁家那瘸子都生三胎了 你是准备孤独终老吗 再来一张 你若再不回京提亲 老子亲自到宁海来 打断你的狗腿 反正再不成亲 你也是个废人了 情绪之激动 措辞之直接 一看就是亲爹写的 看得出 庞大人的亲爹 的确是挺看重石金的 春鸭觉得庞云这人 跟在石金屁股后头 一路走来 倒也的确是有几分真心的 不然他也不会 跟着石金这么一位 对感情不太上心的姑娘 这么久的 关静这会儿 就又有点嫌弃了 庞云 你爹脾气很坏吗 没有没有 只是对我脾气坏 不过主要也是我不争气 都二十好几了 也没娶上的媳妇 一切都是我的错 夫人也看出来了 我是真心喜欢石金 并且想娶她为妻的 还请夫人成全了我吧 说完 庞云便起身 朝关静做了姨姨 那屈黑的老脸 看着都红了 关静看向石金 见她虽然不吃幸福了 但是还是一副 神游天外的样子 便问 石金 既然庞大人自己来提亲了 那咱们也不讲究 别的虚理了 我问你 你愿意嫁去庞家吗 那我今后 还能待在夫人身边吗 石金问道 那肯定不能了 你都是庞家的儿媳了 他们家好歹 也是有官身的 怎么好再让你 来将军府坐下人 关静主要也是心疼石金 希望他以后 也能摆脱丫鬟的身份 正正经经的 做个正头夫人 不料石金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 那不行 说好了陪夫人一辈子的 我不能实言 庞大人 我虽然也跟你说过 觉得你这人还挺不错的 也愿意跟你过日子 但是凡事有个先来后到 既然我先跟夫人说好的 那我还是得跟着夫人 咱们下辈子再约吧 庞云下的忙白手道 不不不 石金你若喜欢在将军府做事 那你去嘛 没关系的 早出晚归 跟咱们当班似的也行啦 夫人 这样也可以吗 石金问关静 关静就不明白了 这丫头 到底是不是真的 中一旁云 怎么好像 有没有这人 都没啥关系似的 这个问题嘛 春亚早就问过石金了 他看出了关静的困惑 于是便道 关姐姐 其实石金心里呢 喜欢的东西有很多 你是第一个 头等喜欢的 好吃的排第二 庞大人可能排第三 石金 我能不能排第四啊 其实春亚觉得 石金这样的人生排序 也没有什么不好 反倒是把情爱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人 比较容易受到伤害 呵呵 春亚小姐并列第三 石金又展现了一下 自己的高情商 石金又展现了一下自己的高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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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金不是不想嫁人 而是想嫁人 却又不想离开自家夫人 是这样吧 对对对 春亚小姐好聪明 石金双手交握 抵着下巴 双眼亮晶晶的看着春亚 他从来不知道 原来被那么多人喜欢着 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 曾经 因为他太能吃 而成了被家里卖掉的第一个孩子 可也许是爱吃的人运气好吧 就这么幸运的 被青少爷也买回了家 对了 并列第三的 还有青少爷 石金补充道 哈哈哈哈 春亚抿嘴笑道 你这第三 位子挺多呀 没了 就三个 石金说完 还冲春亚眨巴眨巴眼睛 关静看了看石金 他能感觉到 现在的石金是高兴的 也是幸福的 他又抬眼看了下站的笔直 眼睛却时不时偷瞄石金 神色里头带着几分宠溺的旁云 关静沉思了一小会儿 在做出决定之前 他还有个问题要问 但是石金 若庞大人以后 一直在宁海任职怎么办 夫人放心 皇上调令已经下来了 再过半年 咱们沿海一线的装备 都配备齐整了 神兵营就留一只小队在此 大部队还是要回京城的 皇帝怎么可能允许 神兵营一直不在 他的眼皮子底下呢 特殊时期没办法 如今既然仗都打完了 神兵营自然是要回京的 好了 这回关静也实在 没什么理由反对了 他最后一次问石金 石金 我再问你一次 你想仔细了再回我 若是以后 让你白天来府里陪我 晚上回旁家 那你愿意嫁进旁家吗 石金因为跟旁大人 已经很熟了 便也没有丝毫扭捏地回道 愿意呀 旁大人除了月钱少了些 其余都挺好的 这个你不用愁 我总不会亏了你就是 关静忍着笑 跟石金说道 他是把石金当妹子的 压箱底的铺面银钱 总不会少了他的 反正旁家怎么样他不管 他只管石金嫁去旁家 不会把旁家吃垮就行了 旁云因为听挂了石金的直言直语 所以也一点都不带生气的 石金说的是 我以后一定多搞点副业 争取天天让你吃上八个菜 那你爹娘怕不会有意见吧 关静探问道 不会不会 旁云立刻摆手 夫人放心 我在京城有个小宅子 不过就只一进外家个后花园 虽然委屈石金了 但是那小宅子离宁府上近 以后要是跟石金成亲了 咱们就住那 他来来回回也方便些 这下关静就满意了 石金虽说是个丫头 可洗衣衣服坏 洗完完全碎 他就怕这丫头进了人家家门 再把公婆惹得不快 一听他们以后不和公婆住一块 关静立刻就放心不少 说是旁大人考虑的倒野周全 不是他们家实际不能干 主要还是还是 主要还是 我爹不待见我 不想让我住家里 旁云立刻给关静找了梯子下 关静立刻说 小两口自己学着当家 也没什么不好 但是过年过节的 还是得回去给老人家静静笑 旁云立刻点头称是 而关静对这人 倒也算是看顺眼了几分 于是石金这婚事 便就这么定下了 要说这婚事定得随便吧 还真随便 连个媒人都没有 自己给自己提亲 倒也算是个新鲜事 要说不随便吧 也真的不随便 这婚事可是石金 处了很长一段时间 并且自己也同意 关静默默考察了 人家身家背景 以后婚后怎么生活 才定下来的 不过不管随便不随便吧 反正石金挺高兴的 虽然男人不是 石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但是 有个伴一起吃吃好吃的 鄙视鄙视舍剑 再养两个像大脚二哥 这么可爱的娃娃 他也觉得很是不错嘛 春鸭给他总结下来 就是心大之人 总有福气会找上门的 石金那肉嘟嘟的脸盘子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当关木青从衙门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突然好似 年轻了几岁的庞云 正在欢快地帮关静搬台家具 即便石金说放着我来 庞云也一定要尽上 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看到关木青来了 庞云还乐颠颠地 跑过去跟他说 一山凶 成了 夫人答应了 哈哈哈哈 恭喜呀 关木青苦涩地笑道 可沉浸在喜悦中的庞云 完全感觉不到某些人的苦涩 他还鼓励关木青 一山凶 我觉得既然你都跟郡主定亲那么久了 要不也试试去提亲呗 你这也老大不小了 关木青咬牙道 庞大人 你都在这待了一下午了 神兵营里头事不是也挺多的吗 哦 我帮石金腾得完家具就走了 哈哈哈哈 一山凶 抓紧哦 说完 庞云还乐呵呵地 拍了下关木青的肩膀 气得关木青往自己肩膀上 啪啪拍灰 啥人啊 有没有点眼力劲啊 是他不想提亲吗 啊 你这么是怎么了 发什么呆呢 快来吃馄饨 才买回来的 要说咱们家那小吃铺子 生意真是好的很 我这东家 去 排队都排了小半个时辰呢 春鸭拎着个跟镂筐一样大的篮子 篮子里头放得跟钢一样大的砂锅 还得腾出手来招呼关木青 关木青这才从惆怅中回过神来 赶忙上前帮春鸭拎了大提篮 小心在烫着你 我没发呆就是刚和庞大人聊了两句 他还在呀 那让他也来吃点宵夜再走啊 我把咱们铺子里最大的砂锅给拎回来了 不用喊他 极度已经使关木青面目全非 有石金在呢 他神兵营还有事呢 走 咱们放厨房吃 某些可以娶媳妇的人 就友情饮水宝吧 吃啥馄饨 他这会儿就是小心眼子了 怎么样吧 两人才说要把砂锅拿去厨房 闻到香味的石金就跑出了关键的屋子 一看有馄饨吃 就赶忙招呼关锦说去吃宵夜 庞云也乐呵呵的想跟着石金去 却被关木青直接推了出去 说他这大半天的都不在神兵营 事都堆起来了 赶紧的走吧 石金也附和 是啊 正事要紧 庞大人去吧 明天咱们再约 这才一砂锅馄饨 得为保这么老些人 庞云不过是石金心头的并列第三 石金心想 大人您就走吧 别跟他抢好吃的 被这提亲的事一搞 他都没吃上晚饭呢 要不是因为顾及这夫人和春鸭小姐 这一砂锅馄饨 石金觉得自己一个人就能干得完 不过庞云虽没捞上一个馄饨 但他也挺高兴 石金约了他明天吃馄饨呢 呵呵呵 是明天哟 不是下辈子哟 姐很快就分完了一大锅的馄饨 吃完 关锦就赶着春鸭和关木青 快点去互帮互助学习去吧 他得给弟弟创造良好的恋爱空间 没看见长得跟门神似的 庞云婚事都有眉目了吗 自家弟弟怎么这进展 就停滞不前了呢 不行 他不能再等着弟弟 这愣小子慢慢来了 他要主动出击 于是他又喊了丁香他们几个手脚 轻一点的小姑娘帮忙 在春鸭卧房外头的小书房里 给两人点了桂花香 捡了院里的石榴花 给插在空花瓶里 还搬台了一些司徒若梅花园里的秋水仙过去 关锦也不追求什么艺术观赏性 反正放热闹嘛 而春鸭和关木青两人 就坐在小书房里头 看着丫头们进进处处地布置着 弄得差不多了 关锦才喊了声 行了 都走吧 不要妨碍关键令学习 说完 关锦还扯着丁香说 要给他点绣花的样子 硬是把人给拽走了 其实今天关键令 的确得抓紧跟春鸭老师学习 不然这人再过不久 又得回扬州吃喜酒去了 下次回来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可是 被关锦这么一烘托气氛吧 春鸭和关木青二人 多多少少是有那么一点点尴尬的 关木青清了清嗓子 嗨嗨 这秋水仙不错 春鸭一瞧 桌面上摆了一盆绿植 立刻笑了 哦 这是秋水仙啊 你不说 我还奇怪呢 关姐姐摆盆算 在这是几个意思 啊 关木青一下就被春鸭逗乐了 秋水仙花季还没到 到了花季开的花还是好看的 改天送你几盆 行呀 春鸭点头 全当是你交了学费了 不过今天看你听说 庞大人提亲成功 好像就对他不怎么看得惯的样子 你这是 也想成亲了 可嗨可嗨 嗨嗨嗨嗨嗨 关木青平地呛口水 脸壳的通红 不过很快 他就冷静了下来 然后看向春鸭 反正门口丁香也被拉走了 他便带了胆子 转过身 握住了春鸭的爪子说道 想的 想时时刻刻和你在一起 春鸭笑呵呵说道 想多了吧你 既然太子殿下主义 让你做松江府的知府 那哪怕成亲了 我肯定也是扬州松江两边跑的 说完 他还抽出了一只爪子 拍了拍关木青的肩膀 姐也是有事业的人 我不赚钱 咱们怎么吃香的喝辣的 关木青扒拉下了春鸭搭在 他肩膀上的手 继续放在自己 略带着老茧的手掌里头盘着玩 我知道 我也没想着 你能跟个小跟屁虫似的 天天跟着我 你是大老板吧 懂得 但是 如果咱们成亲了 咱们就是一体的了 我也就有家了 春鸭看着关木青略带落寞的眼神 心想这货几日不见 演技好了不少啊 不过关木青说的呢 的确也是事实 自从关键成亲之后 关木青因为就一个人 便一直跟着姐姐姐夫 住在将军府 可那毕竟是郑国将军府 不是关府 春鸭想 关木青应该是没什么归属感吧 以前他们在北京倒是有家 但是早就被打子扫平了 所以这孩子 的确跟着流浪儿童似的 连个家都没有 过年过节 就老挨往老徐家蹭着过 看关木青如此 春鸭心底里头 不舍多少还是有一些的 但是 不舍归不舍 原则性问题还是要说清楚的 我娘说了 等我到十八 咱们才谈婚事 你现在这个泪光在闪烁 恐怕也是没用的 我说了不算啊 关木青的肩膀瞬间往下一塌 其实你也急急了 现在开始筹备起来 也不算早嘛 不行 春鸭立刻拒绝 关木青问 为什么非得十八岁 因为不满十八岁作者会被骂死 不管是不是古言 不过春鸭当然是说 因为张大夫觉得十八 极力 十六也很极力呀 我们小农小户出来的人家 更喜欢一路发 躲在一旁偷听的关静简直要气冒烟 自家弟弟是不是傻子 到底为什么要跟春鸭争论十六还是十八 这有啥好讨论的 何该十五 就现在呀 他还问蹲在最下面一层的丁香 蓝一真的说过 要等到春鸭十八 他们才能成亲吗 丁香点点头 不止春鸭小姐 咱们家以后女孩都得等到十八呢 哪怕张家的女孩 也是十七八才成亲的 夫人说了 成亲早 生娃就早 女孩生娃太早 对身体不好 关静点点头表示理解 然后还嘟囔一句 原来不是一路发呀 我想呢 蓝一也不会说这种没头没脑的话 然后她直起身子 跟石金说 既然蓝一都说生娃太早对身体不好 那你也到了十八再成亲吧 反正今年肯定是不行了 等明年再说吧 一心想着 今年抱个大胖媳妇回家的庞云 突然后脖颈一凉 跟旁边的人说了句 哟 估计我爹在想着 打断我大腿了 你先看着点 我得赶紧写封信回家 说完就乐颠颠的 满心欢喜的 跑去写信去了 其实关木卿本来心里头 就对和春鸭的婚事 是有点数的 他知道蓝一答书 肯定舍不得让春鸭这么早出嫁的 昨晚提那么一句 纯属是碰碰运气 但是既然没碰着 那他也就不会多纠结的 十八就十八 反正春鸭他们喜欢按虚碎算 那他便也按虚碎算 再有个两年多 就能娶了他那小猴子媳妇了 到时候差不多 他也应该已经调任松江之府了 虽然郡主嫁给他 也算是下架了 但是怎么说呢 下了三级台阶 总比下六级台阶好些 想到这里 关木卿又充满了干劲 为了春鸭嫁给他的时候 少跨几步台阶 他也要努力拼事业才行 再过个两三个月 宁海的新驿站马上就要造好了 之后这批造驿站的人 就要马不停蹄的 开始在二七码头不远处 开始建造宁海海茂交易大厅 地方关木卿已经选好了 知府那里也同意了 但是资金方面的问题 因为是额外的建设项目 所以府衙能给关木卿的预算 也非常有限 但是知府知道关木卿的本事 便说若不正使私 能批下一半的资金 那他那里也能拿一部分出来 毕竟如果这宁海海茂交易大厅 真能办得成功过的话 也算是正极一件 知府大人能支持 总是会支持的 所以关木卿最近一直在忙这事 该腾挪的人家 赔钱的赔钱 给地的给地 目前都已经腾得差不多了 选地的时候 关木卿也特地选在了码头仓库旁边 那离县城略有段距离 人家也不多 海茂大厅建造在那最为合适 虽说那一片 现在没煮成这热闹 可只要去的人多了 设施跟上了 那地方自然也会热闹起来的 关木卿在忙碌的时候 春鸭则带着关镜和俩孩子 把宁海这个小县城逛了个遍 妈祖娘娘也拜了 风嘎嘎大的海边也完了 要不是因为天气还比较冷 别说绝着 定非要下海的带劲了 这辈子第一次见到大海的关镜 自己都想往海浪里头踩两脚 他跟春鸭说 我终于知道 轻儿为什么老说您还好了 站在此处 看着这辽阔的海面 再想想那些细枝末节的 银银狗狗之事 简直都带着几分可笑 可不是吗 人生就该如海一般开阔 不是有句话这么说的吗 我们不能决定人生的长度 但是能决定它的宽度 每个人都应该豁达地活着 这样的人生才能足够丰富啊 春鸭说完 还用双手拢在了嘴边 朝大海哇哇哇喊了起来 惹得姐儿哥也哇哇哇地大喊 反正这海边也没啥人 关镜便也跟着春鸭发疯 时今见自家夫人疯了 自己便也跟着疯 一群人就这么站在海边 哇哇地喊 吓得海鸭场里的鸭子 都快起飞了 关镜一直觉得 春鸭是小孩心性 他很喜欢春鸭不假 但是有时候也担心 弟弟跟春鸭成亲之后 春鸭能不能当好家 但是今日听的春鸭这一席话 让他坚定了这豁达乐观 又带着点跳脱的姑娘 一定能够把以后的生活 经营得很好的 几人吓完了鸭子回到县城 春鸭又带着关镜 去了他那豪华版的杂货铺里 瞧热闹 不过关镜对于杂货铺里 卖痰鱼这事 到底还是有点无法接受的 毕竟人家也是个正常的夫人 但是已经被春鸭 完全洗脑的沈姐夫却解释说 夫人不用觉得这痰鱼不干净 人家洋人买回去 都是当花瓶装饰用的 咱们这儿卖得可火了 老实说 要不是他极力阻止 他这位啥都敢干的表妹 恨不能连棺材都卖 还美其名曰 升官发财好兆头 其实对于这么出口项目 春鸭还是有点遗憾的 这表姐夫是不知道 以后的以后 他们大东山的曹县 可是承包了 窝国九成以上的深厚事啊 这真的是个大项目 一点不带开玩笑的 不过由于沈姐夫的极力反对 春鸭便也没有坚持 他现在别的也不怕 怕就手里头的掌柜流失啊 如今 春鸭在宁海有春雷商行 无名酒楼 还有写了点心店招牌的点心店 虽然两家卖吃的都有掌柜 但是沈姐夫却是 同管宁海的账务的 所以他不能失去他的姐夫啊 所以姐夫的意见 偶尔还是得听听的嘛 在关静带着孩子们 三步一惊喜 五步一惊吓地 逛着杂货铺的时候 春鸭还找了表姐夫 问了几句 最近的生意如何 挺好的 昨日还订出去了一批布料 和一批罐头 成交了能有小万两 签的合同条款 都是妹子之前写好的 咱们只要光光往里头 填金额数量就行了 付款也是用的信用证 别说 这么付款真是不错 也不用你担心我跑路 我担心你骗货 双方都放心 也就是小半个月时间吧 你再去莱运银行门口瞧瞧去 有时候人多 他们里头四个掌柜都不够用 王管师还得搭进去一起开证呢 可忙了 听沈姐夫这么说 春鸭这种一点不注意收敛的人 多少还是会有点得意的 可锦衣还需夜行 做人不能太高调 毕竟 她也是个十五六的阿姨了 就听她说 这兰云银行 也不知道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法子 真正是不得了 幼稚鬼就是这样的 哪怕不能明着夸自己 暗暗夸两句自己天才 她也开心 当然 沈姐夫的连连附和和夸奖 让这幼稚鬼就又高兴了两分 几人从春鸭的铺子里出来之后 又跑去隔壁双眉绣房串了门子 正好遇上司徒若梅和梅姨娘 上新样衣 这回司徒若梅回去之后 便一头扎进了绣房里头 和裴婷的师傅 一起设计了一套非常华丽的样衣 大朵大朵鲜红的玫瑰 从上身一直绣到了裙摆处 裙子的上身 布料用的是上好的白色锦段 而下半身则用了整整八层薄纱 裙子里头再加上裙称 让整条裙子看起来华丽却飘逸 美艳又带着点清新 关静说 她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裙子 简直是夺人眼球 却根本没法穿出门 这裙子真的能卖吗 若是卖不掉 关静觉得真是太浪费这华丽的料子 和精致的绣工了 梅姨娘撸着肚子笑答 这些裙子卖得比咱们预想的还要好 咱们上回预定出去的十来条裙子还没交货 就又有商人来定了二十来条 付了三成定金 别的也都是信用证计算 我这会儿都想把这铺子略观一观 压着三十条裙子的定制活 我都不知道咱们绣房能不能坐得过来 毕竟咱们家的裙子还挺费工的 姐姐多虑了 司徒若梅赶忙阻止美娘 杨州那儿的针线女工好找 到时候若生意真的好 咱们再招人也行 哪有生意找上门不坐的道理 关静听了这两人的对话 不禁想插一句 这俗话说得一点都没错呀 什么俗话 司徒若梅好奇地问道 屋里头的人也都看着关静 俗话就是 春牙走到哪儿 哪儿就会被传染伤人病 瞧瞧 若梅妹子都开始说什么 哪儿有生意找上门不坐的道理这种话了 这话 以前不都是应该卢夫人说的吗 关静说完 惹来屋子里的人大笑一场 多好啊 与其天天围着相公孩子打转 不如出来赚钱 顺便还能发扬发扬 咱们大甘朝的刺绣和手工工艺 你们知道大家族里头 为啥那些女的 都一个个天天斗得跟乌眼鸡似的吗 春牙问在场的这几位夫人姨娘 司徒若梅说 要么争宠 要么争管家权 还有就是争东西争钱 无非就那些事呗 她是大家族出来的人 深知这里头 说来说去 大多都是钱的事 春牙点头 可不是 不过主要还是闲的 像咱们这样 天天想的 都是怎么来点创意 赚点钱 根本没空 也没心思管家里头那些 今天你多了蝶鲍鱼 明天他多了盏窝这样的事 真正的俗话是这么说的 自有自便当 自己赚了钱 想吃啥 自己买不就行了 有钱 使我们豁达 豁达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人就是个营销头子 动不动的就来这么一出 搞得关键很激动啊 说是妹子 你可是我的亲妹子 姐姐虽然不用宅斗 家里都是我自己说了算 但是我也很闲 你搞钱可不能忘我呀 春牙当即表示 挖坑咱们可是专业的 姐姐别急 等坑挖好了 我自然会通知你跳的 姐人这么一聊 只聊到大姐喊饿 二哥睡了一觉都醒了 春牙这才跟关锦 跟双眉说了声晚上见 带着孩子们往海丰阁去了 才回到海丰阁 就有小司说让春牙去趟县衙 说是关大人找他有事 于是春牙连午饭都没吃 就急匆匆地往县衙去了 不过他也不会饿着自己 再去县衙的半路上 买了两个油饼 然后滴溜着他的油饼 找关木青去了 到的县衙 春牙才知道 自己被关木青 这么火急火燎地找来 原来就是为了看公布 才送来的宁海海冒交易所的图纸的 你先吃 吃完了再看 关木青倒也不是嫌弃 春牙吃油饼 他就怕这下巴容易漏的家伙 既然春牙现在号称自己走淑女路线了 于是他便要了茶水 碟子和筷子 号称要丝丝闻闻地吃他的油饼 捣弄的关木青 给他好一番张罗 又拿了准备晚上带回去的蜜尖藕给他 都摆好了盘碟 春牙这才假模假样地坐下 咬了三口 一张饼便解决了 关木青还感叹 这么小小一张嘴 怎么几口就能塞下一张饼 你让我来 就是为了看我吃饼的哈 春牙碾了片关木青 递过来密尖藕放进嘴里 才假意瞪了他一眼 主要还是让郡主来给咱们指导指导 你瞧着这海茂大厅设计的如何 若还缺点啥 我让工不改了 再找曹大人筹款去 顺便 把太子的手书 也一并交给曹大人 请他多多支持他们宁海的海茂事业 既然是公布的手稿 那春牙这种连画个水墨画都够呛的人 也提不出什么别的大意见 这海茂大厅的图纸吧 按照关木青的意思 设计的就是个四方体 都是纯木结构 要往大了造 其实也是非常耗时费工的 因为体量比较大 所以从夯地基开始 到最终完成投入使用 基本也得花个一年左右 那那批学杨文的孩子 教学进度得抓紧了 我一会儿就去四乙馆 跟菲德尔先生和罗伯特先生 再把课程调整调整 别到时候大厅造完了 交易员却上不了岗 春牙就是个说干就干的人 一想到这儿 他便让关木青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自己则抬腿往四乙馆去了 之后的日子 春牙便扎在了四乙馆里头 拉着俩杨先生改课编教材 忙得可谓是不亦乐乎 两位先生却一直悄悄地问 时不时来看春牙的关木青 郡主啥时候走啊 这位郡主热情如此高涨 先生们觉得熬不住了呀 不过先生们的抱怨不值钱 关木青也是安慰他们几句 之后该怎么熬 还得咱们熬 十日之后 关静辞别了春牙和关木青 准备直接启程回京了 这回回来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看看弟弟 顺便催催那愣小子 赶紧地把婚事提上日程 不过看弟弟是看了 可婚事这事 估计没个两三年 徐家也不会答应 这事 除了等 也没啥别的办法了 按照原本的打算 关静是想要回扬州 再待个十天半个月的 可看着春牙也挺忙的 一时半会儿 估计也不会回扬州 他也不好硬让春牙陪着 加之庞云之前又跑来提亲 所以现在他就准备回京 帮石金筹备筹备 反正他想好了 该有的礼数 庞家肯定不能缺了石金的 等到明年春暖花开 按照嫁一昧的规格 他要把自家这傻丫头 风风光光给嫁了 而且这次回去 关静需得把石金 也一起带回京 这丫头虽然拉弓射箭 跨马骑行都不在话下 可居家过日子 也没有夫妻天天比射箭的吧 该会的女工 石金多多少少 也得稍微学点 这回出门也快两个月了 加上回去又得坐船 再不回去 关静怀疑王宗元快找出来了 听闻石金要走 春牙自然射步的 不过再怎么舍不得 他也不能拦着石金去背架呀 于是临走前 春牙给石金包了个大红包 说是石金成亲 他怕事赶不去京城了 但是鸭箱底肯定是要给的 石金一点不觉得 需要跟春牙客气 乐呵呵地就收下了红包 他还说 谢谢春牙小姐 不过您放心 我成亲您可能来不了 但是您成亲 我保准来 关静离仇别叙也没有多少 他揭察说 不是成亲才来 这回回扬州 我只觉还是这儿 比京城更自在些 反正我府里也没仆母公爹要伺候 以后每年来住上两三月也行啊 那我让下人们 把扬州王宅实实打扫着 关木青背手说道 好 你好好干 争取三年干上的知府 不然 达叔他们也不放心 把春牙嫁给你 春牙是不是 临走关静 也不忘爷鱼春牙一下 不过春牙疲后 根本不怕爷鱼 立刻回说是爹娘怕的 恐怕不是关木青做不到知府 怕的 只是自己嫁不掉 砸他们自己手里 说什么呢 关木青假意 瞪了春牙一下 要不是我下手快 上你家提亲的 估计这会儿 能从扬州排到京城了 夫人 我先上船了 石金 等等我 主仆二人 带着几根 落荒而逃 春牙站在岸边 眯眼看着关木青 关关 你说 你是不是被 无限城传染的 这般油腻 油腻吗 关木青挠了下腮帮子 哇 大哥 你没看到自己那油花子 都把姐姐给油跑了吗 没呀 她本来不就准备走了吗 不是啊 是被你啊 大哥现在 是在大码头上啊 快放了我的先先御守 哈哈哈哈 小猪蹄子 还先先御守 不是先先御守吗 你仔细瞧瞧 仔细瞧 走吧 回去再瞧 嗨嗨嗨嗨 嗨嗨嗨嗨嗨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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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香要不是怕打不过关木青 真是恨不能上去 把两人的手给掰扯开来 大庭广众之下 牵着手走路 哎呀 羞死人了 放手啊 你再不放手 丁香要咳死了 关木青这才转头跟丁香说 丁香 你去仁祭堂 找下苗大夫吧 这样咳下去不行啊 说完 他便拉着春鸭直接走了 而丁香 索性也破冠破摔 不追了 算了 眼不见为尽 苗大夫不用找了 他准备去买些老农才摘来的琵琶 一会儿晚上 郡主熬夜也能吃 关静走后 司徒若梅其实也是想回扬州的 但是因为王寻一直没回来 所以他便只能等着 再怎么拼事业 自家相公的安全 司徒若梅到底还是很挂心的 江安侯他们说是去捡漏去 可这一去也快十多天了 虽然送回来的消息 说是真的捡了个大漏 魏索纳黎也正在不断地增派战船和武器过去 但是具体是什么大漏 他们不是军众之人 也打听不到太具体的 为了让司徒若梅放宽心 春鸭还特地让关木青请了陪餐将来吃个便饭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就想听陪餐将说说 江安侯他们现在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是不是安全无虞 陪餐将让他们放心 江安侯他们正在趁乱抢地盘 由于大干那个无地霹雳炮 火力实在是过于强劲 而那地方盘踞的弗朗机人 又因吕宋那儿的弗朗机人和窝寇 正干得不可开交 所以守地盘的那批人 没有后续的火力补充 目前基本是处于被大干军吊打的近况 接到江安侯和王寻的消息 他们宁海卫已经派了近20艘战船 我们霹雳炮去支援了 另外福州卫 全州卫 也都带着各自的战船火炮前去支援了 相信很快就能有好消息了 再详细的计划和过程 陪餐将就不能再多说了 春鸭听得只觉得头皮发麻 他缓缓地问出了心中疑问 咱们抢的那地盘 莫不是琉球 陪餐将一惊 你怎知道 我怎么知道 我去 妈呀 我的天哪 春鸭疯了 琉球 是双湾省的古称啊 陪三将说 有战船从福州 泉州卫所前去支援的时候 春鸭就已经差不多猜到是双湾省了 按照时间来算 这会儿双湾省沿海 大概就是被弗朗基人 就是后市和南河西班牙人给占了 这么一想 事儿就对上了呀 一想到 建安侯他们现在捡得漏石流球 春鸭就情不自禁地跟可云似的 把手指插进了头发里 觉得这命运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穿越了几百年 他居然要亲眼见证 这伟大的时刻了吗 他还没准备好啊 救命啊 关木青见春鸭像 突然得了石心风一般 薅自己的毛 吓得赶忙把他的手 从头上给扒拉了下来 然后紧张地问他 你这是怎么了 想到什么了吗 琉球怎么了 琉球是咱们华夏大地 永远不能分割的一部分 春鸭说这话的时候 由于太过激动 都喊破音了 关木青都被他喊傻了 应该说一屋子的人 包括裴参将和司徒若梅 都被春鸭给吓了一大跳 既然春鸭都猜到了 裴参将也就不再遮遮掩掩了 说是郡主你别激动 如今咱们占着主动拳 赶走盘踞在琉球沿海的浮朗基人 和周边小岛上的窝人 也用不了多久的 关木青也说 前朝澎湖 就是泉州府近江县所下 浮朗基人士 趁着咱们这儿乱的时候 抢着咱们的地盘 你别急别急 监安侯和王寻 一定再给收回来 连等着王寻消息的司徒若梅都说 春鸭你别激动 既然裴参将都这么说了 咱们就等着监安侯和寻哥 他们的好消息就是了 好在如今梅姨娘试睡 晚上一般不出门 所以今天没来 不然春鸭还得下这个孕妇 疯了的春鸭 缓了好久 才渐渐平复了心情 她端起桌上的一杯茶 一饮而尽 然后才呼出一口气 跟裴参将说 若是军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裴参将尽管开口 钟永伯爵府 一定鼎力相助 为啥呀 裴参将不是很懂 当然 关木青和司徒若梅也完全不懂 春鸭为何会因为一个小岛 而如此激动 但是他们也不敢问啊 就怕这孩子 再把自己好秃了 裴参将也只能点头说 有困难 一定会找钟永伯帮忙的 其实裴参将知道 把沿海的扶朗鸡人打跑 岛不算太费劲 费劲的是 后续怎么把这地方清理干净 再好好管理起来 要说这地方 真是前不着村 后不着地儿的 难搞得很 自从前朝乱了之后 这地方就一直没怎么有人管过 三天两头的被抢来抢去 一会儿被海盗占了 一会儿被窝人抢了 后头又引来了扶朗鸡人 总之也算是命运多舛了 不过 既然大干准备要好好发展海茂 那这地方肯定得好好管管 这地方对于大干发展海军 的确是很有战略意义的 这事 等家安侯回来了 他们一定会好好再讨论 怎么跟皇上建言 如何处理后续的事的 说完了这事 裴餐将也不便久留 毕竟钱都正干账呢 他们后备军 是一直要时刻警惕的着的 所以说 吃减餐 就是真的就简单吃了点 裴餐将就骑马走了 原本有点心神不定的司徒落眉 被今晚砸了毛的春鸭 这么一衬托 这心神就显得镇定很多 他跟春鸭又说了几句 妹子你别急 这事肯定会有好消息的 便跟关木卿一起 把春鸭送回了房 关木卿吩咐丁香 今晚留意着点郡主 便跟春鸭到了晚安 转身要走 可春鸭却喊住了他 你知道 我今日听到琉球 为什么会如此激动吗 为何 关木卿顺势转身进屋 坐在了外间的小书房的圆桌旁 等春鸭说话 他原也是想问的 但看春鸭情绪不太稳定的样子 便想等几日 等他消化了 这消息再问 春鸭道也想解释 可话到嘴边 一时却组织不起来语言了 这几百年后的事 让他怎么解释呢 可他又特别想让皇上太子他们 赶紧重视起这事来 于是他在脑海里 组织了半天语言 才缓缓说道 其实 当初在海图上 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地方对咱们大干来说很重要 这地方 可以说是咱们大干海岸的前哨了 反正不管是不是吧 这会春鸭说他是 他就得是 不然 怎么能让太子皇帝他们 感觉出这地方的重要性 怎么能让太子皇帝 产生出危机感来呢 关木卿点点头 说的 也没错 得到了关木卿的肯定 春鸭便继续加柴烧火 另外你想想 弗朗基人 都已经到咱们家门口了 咱们却直到现在 才想起 折手清理家门口的这些事 这回是正好碰巧了 我师父他们在吕宋那儿 搞了场风波 所以 建安侯他们才正好捎带手 捡了便宜 把这地方给收了回来 可若是没有这些事 你想想 咱们是不是过于后知后觉了 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呀 现在 既然建安侯他们 对收回琉球充满信心 那在咱们 作为大后方 也得多多支持他们 你若是得空 要不然去趟松江府 把这事跟太子说说吧 虽然枪支弹药神兵营那儿 可以提供 但是后续的粮草兵马 外加怎么守住 这收复回来的地方 还是得皇上定夺 不给皇帝洗脑 春鸭就怕到时候 他们不重视 想不重视 那肯定不行 所以 他决定明天就回去 把这事 跟达达也说一下 他爹着人 对什么抗击倭寇 收复双弯省之类的事 那可是 比他都激情澎湃的 到时候看看 能不能找人一起 给皇帝建言 让他一定要重视这个事 不管是让官木卿 给太子建言也好 让徐达给皇帝建言也罢 春鸭的目的 就是要在皇家的脑瓜子里 刻上琉球 一定不能丢这几个字 春鸭不是特别懂 春鸭为何对琉球 如此的执着 但是他说的那些话 的确也算有理有据 关键是 直觉告诉他 春鸭的执着 一般都会指向 一个正确的结果 所以他想也不想 便答应了春鸭 说是一定尽快抽空 去一趟松江府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 官木卿便起身告辞了 他让春鸭早点睡 看他晚上这一惊一炸的 眼睛都泛红了 可春鸭躺在床上 却是一点睡意都没有 这事儿 怎么就这妖巧的 被他们遇上了呢 打打搞什么火枪大炮 说服皇帝开海 他还让道玄他们 跑去旅送找两种 等等这一系列的事儿 难道就是为了 今天收复双湾省 这个大动作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意 他们全家被大金 给搞来这儿 难道就是为这儿 不行 春鸭心想 既然是命中注定 那他就要实现 自己曾经吹的牛逼 于是第二天 他在出发回扬州前 顶着两个黑眼圈 找了官木卿 说出了他想了一晚上的事儿 什么 多少 官木卿以为自己听错了 条件反射地 挖了挖自己的耳朵 春鸭又说一遍 我说 我要定制两千块戒杯 等江安侯他们有了好消息 就让人 把这两千块戒杯 插满牛球岛 官木卿这笑 也不是笑戒杯 他只是觉得 这要求多少 有点荒诞 可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一词 从昨晚到现在 一直不停地 在他心中回荡 小仙女的事儿 你别打听 是菩萨让我这么干的 哪个菩萨 官木卿很想知道 春鸭到底准备 怎么忽悠他 可春鸭却小戏 胳膊一挥 菩萨的事儿 你也少打听 这是两千两 戒杯是我个人 捐献给朝廷的 就这样吧 我先走了 你可千万记得 好好跟太子 强调下流球的事儿 还有我三木哥成亲 你别忘了回来喝喜酒 说完 便翻身上了自己的马车 丁香跟在他身后 正准备上去呢 官木卿却小声叮嘱他 看好郡主 好好照顾他 他这两天多少有点 我好着呢 你不懂 春鸭探身出来 一把拉上了丁香 赶紧去办公吧 别忘了去太子那儿 知道了 姑奶奶 路上小心 回家给我信 次日傍晚 赶了一路的春鸭 还没进家门 就问门口的小思 他爹娘回家没 小思点头说是 今日老太爷他们来了 所以 爵爷和夫人都回来得早 这会儿都在大客厅 商议三木少爷的婚事 徐森的婚事 不是说都准备好了吗 这会儿是来商量啥 春鸭脑门上 顶着个问号 抬腿就去了课堂间 而此刻课堂间里头 的确热闹得很 诸人围着一堆礼单 正在仔细分辨 到底哪家是哪家 印安县县令谁呀 徐达捏着个帖子问徐发 徐发达说 大哥 你别开玩笑了 你都不认识 我怎么可能认识 爹 那印安县不是您的封地吗 正跨进门的春鸭 听了个话茶 便接了一句 徐达抬头一看 是女儿回来了 忙问他 你不是说等小关一起 回来喝喜酒吗 怎么这会儿回来了 有点是 春鸭含糊道 什么事 张大夫一听春鸭说有事 就很紧张 屋里头猪人 也不讨论帖子的事了 一个个等着春鸭说 又搞出什么事了 春鸭赶忙解释 是王寻他们出海打仗的事 我回来就跟爹说一下 这个事 打仗跟你爹说啥 你爹不是干什么官长了吗 不会又让你爹攒炮去吧 徐老汉跟着紧张了起来 没有没有 就是江安侯他们 跑去抢了个好地盘 别的也没啥事 我爹跟这事没关系 对了 你们讨论啥呢 怎么说到盐安县去了 打仗的事 还真是一句两句的说不清 所以春鸭选择直接扯开话题 徐发指着桌上一堆帖子说 咱们家这些日子 陆续收了不少礼贴 什么八倍钱的亲戚 远近相邻这些 倒也算了 可这外县的县令员外的 我也不认识啊 就拿来给你爹瞧瞧 这些人算是要请 还是不要请 他知道 这些人肯定是冲着大哥来的嘛 所以自己也不好擅自拿主意 于是就带着爹娘媳妇来讨主意来了 李氏也说 我都快丑死了 就这半个来月时间 我娘家那儿也不知道 打哪儿冒出来那么多的亲戚 我大哥又是个抹不开面子的老实人 出了五福的亲戚 都说要来喝喜酒 要不是我嫂子来给我报信 估计徐森成亲那日 咱们都得抓下 蔡氏忍不住亨记 你娘家那儿也真是滑稽得很 什么表姨家儿子的儿子 表沈家女儿的女儿 这都是啥呀 怎么不说 把你们李家村村头的狗都牵来 李氏只能尴尬地笑了两声 然后保证 娘放心 等大哥把这些帖子都过了木 该回的我都去回了 到时候多拿点喜糖 回我娘家便是了 哦 原来是负在村里有人知啊 这事反正也轮不到春鸭操心 他便让长辈们继续讨论 自己先去把行李收拾下 众人光认帖子上的名头 都认了半天 也才认得一半 张大夫渐渐失去了耐心 这些人 咱们大部分都不认识啊 其实我觉得 这么费尽心思 想要来咱们家凑制热闹的人 人品估计也不怎么样 我的意思啊 二弟和二弟妹自己瞧着 有哪些人家值得结交的 收了他们李 送张勤帖去便也罢了 你们的决定 不用顾着你大哥的颜面 实在是不认识 都想结交的这些人家的李 便退了吧 你大哥以后 也不准备在正式上费精力了 更不宜大张旗鼓地结交那么多人 说完 他还往上头指了指 是啊 徐达点头 退礼的时候客气些 就说咱们农门出身 婚事都办得简单 多谢他们看得起 也就不收了 再送点喜糖喜果去就是了 徐达也知道 那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家 突然送了李贴来 那肯定是冲他来的 这些人家应该是怕自己身份 够不着忠勇伯爵府 平日里也没什么结交的途径 所以就另辟蹊径 准备在依旧是农户身份的 徐老二那找个路子 这些人脑瓜子里转的弯 可真是不少啊 真是人怕出明珠怕壮 达达也很烦恼啊 原本很要面子的徐老汉 一看儿喜往上头指 就明白 大儿子在外头胡乱结交 皇帝那可是都能知道的 于是老爷子面子也不要了 他一拍大腿 就把事给定了 老二 就照你大哥说的办 叫我说 咱们就给佩丰县那些个 县衙的官爷和园外 送了请帖去就完事了 别的地方的 就送还了礼品 再送点喜糖喜果去 谢谢人家就行了 徐发点点头 行 都听爹和大哥的 而李氏则心里头 直骂那些个想投机取巧的 害得他还得搭进去 不少喜糖和喜果的钱 不过好在 他们烦了好几天的事 今天也算是得了 大哥大嫂的准信了 那后头的事操办起来 他们心里头也有底了 商量完徐森的婚事 吃完了晚饭 徐大和张大夫 才又空喊了春鸭进房间 问他到底回来干嘛来了 按照这两口子 对女儿的了解 这人肯定不会因为说 这么个跟他们家 没啥关系的消息 而回到扬州的 于是春鸭便开始 跟两位汇报 那好似命中注定一般的事 可他才说到如此这般 连这般如此 都还没来得及说 激动的徐达 就已经站起身 说是也要奔赴前线了 见证历史 张大夫冷冷地瞧着他 怎么 准备游过去呗 不行不行 张大夫你给我把个麦 我激动了都不行了 这心扑扑直跳 徐达说完 便一屁股坐在了张大夫旁边 光当一个大粗胳膊肘 就甩在了张大夫眼前 春鸭给徐达倒了杯茶 递到他跟前 爹 你别激动 这事裴参将说了 收复是板上钉钉的事 你没去 但是您那无敌霹雳炮 已经替您出战了 四手五入 你也算是加入了 收复的战斗了 这地方听官官说 自从前朝 把澎湖收入 进江县管辖之后 咱们大旦建朝之后 根本就没怎么管过 主要也是国力有限 所以一直是 你方畅霸我登场 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 您得跟皇上强调强调 在琉球设衙门 放守军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对了 我还让官官给定了 两千块的戒杯 到时候 我要把戒杯插满琉球岛 徐达一把拿起春鸭的 放在他眼前的茶水 还撒了半杯 在张大夫袖子上 惹得张大夫咬牙说 就你这样还上前线 弄不好上 回眉丢在北京的手 再给丢到海里头去 不过此时 肾上腺素入脑的徐达 完全听不到张大夫说的啥 他一听 春鸭订了两千块戒杯 便立刻表示 两千块怎么够 再订六千 凑满八千 钱跌出 虽然不能去亲眼见证 双关省的回归 但是 把戒杯插满整个岛 是父女俩共同吹过的牛逼 当然 他们以前说的是国替 跌 不是我想打击您 主要您的年缝 在上一轮明德殿 善战群辱的时候 已经告庆了 虽然不告庆的话 也是不够的 夫人徐达转头 脱腮看着张大夫 张大夫面无表情地说 要钱可以 但是不准恶心我 为了庆祝收复双关省 花上点钱 他也认了 好媳妇 讲道理 徐达说着话就站了起来 我现在就去写奏折 上书皇上 前线战报还没发回来呢 我先酝酿起来 那你好好写呀 张大夫捂着个脑瓜子 抬腿就往门外走 这屋子就让给这爷俩了 他还是找弟妹去 看看徐森的婚事 自己还能帮点啥吧 五日之后 宁海卫收到了 建安侯带领的 大干海军大姐的消息 他们已经扫清 弗朗基人 在琉球岛海岸边的 各个据点 顺利登岛 关木钦一接到消息 就立刻让哥哥特派对 春鸭给起的 给扬州送了馅 而他自己则马不停蹄地 赶去了宋江府 准备给太子殿下建言 扬州那头 徐达是在收到消息之后 被春鸭死活拽着强忍了三日 才把自己的奏折 送到了冯公公那里 说这玩意儿是个急剑 得赶紧地往京城送 同时送往京城的 还有几封给京城诸位老友的书信 冯公公一听是急剑 也不敢多耽误时间 立刻让楼衣山把剑送了出去 跑很快的八百里加急 在四日之后 把奏折和信件 都送到了各个收件人的手里 扬州来的奏折 按照皇帝的吩咐 是不需要进私礼剑或者内阁的 秉施出 但凡收到来自扬州的奏折 都需立刻送到皇帝跟前 一刻都不能耽搁 所以徐达这奏折 是一点没耽搁的 进了京就送到了皇帝面前 原本说是徐达送来的奏折 皇帝还以为 徐达又搞出什么 赚钱的新项目来了 他异常兴奋地打开折子一瞧 原来是花钱的新项目啊 皇帝一下子就冷静了不少 他双手撑在暗毒上 皱眉看着徐达那笔 之前好了那么一丢丢的字 渐渐地 脸上表情越来越严肃 监安侯趁乱收复琉球岛的消息 他前天已经收到了 没想到徐达知道的也挺快啊 当然 徐达在奏折里头的解释是 他时刻关心各个港口的动向 所以第一时间听说了 宁海驻军大盛的消息 这理由 虽然说不得多能站的助脚 可硬要挑刺 皇帝好像也挑不出什么刺来 毕竟关木卿是徐达的女婿 知道了这事跟徐达说了 好像也是合情合理的 反倒是徐达要是说 自己啥啥都不知道 倒是会显得不太合理一点 不过 这些都不是重点 皇帝不得不提醒自己 多撕伤位 一定要抓大放小 这事的重点 是徐达这货居然建言说 得在琉球设县衙和卫索 还得多配备几门无敌霹雳炮 以防弗朗机人再来造刺 且不论皇帝别的在不在行 可算账他在行啊 照琉球那儿的情形 卫索不可能当地征兵 只能从泉州等地征兵 或者抽掉人手过去 再加上兵马粮草 武器装备 舰船小艇 另外 修建卫索衙门 选派官员文力 争调重粮盾兵的军户 凡此种种 细枝末节的事儿 简直不胜枚举 哪怕不细算 就光光粗算一把 这事儿没百万两 肯定办不下来 为了琉球这么个离岛 值得吗 要知道 哪怕是离得更近的琼州 朝廷也从那一下子 投入过这么多 当然 像徐达奏折里头所说的 如果他们想要走海茂的路 或者走向更深的蓝色 那琉球就是他们的前哨站 这话 的确没有错 皇帝很纠结 虽然琉球的建设 肯定得走国库 他跟太子的私库 都拿去修墙的修墙 造路的造路了 可正因如此 皇帝就更要谨慎了 户部好不容易 不用天天喊着国库空虚了 再往琉球扔上那么多银子 这就不是户部舍不得的问题 而是皇帝自己舍不得的问题了 一个离岛 值不值得 头疼 这事儿 他还得再仔细想想 不料 到了第二日 王宗原和五首府求见 说是要说说这琉球的重要战略意义 第三日 太子的奏折到了 他也是一通慷慨陈述 细数琉球从千年前 就已经是他们的领土 这会收复了 就绝不能再丢 不然 大干如何彰显国威 如果大干没有国威 那又怎么能让国人放心 做他们的海冒生意 怎么能让弗朗基人和窝人好自为之 少动那些不该有的歪心思 好吧 他们每个人 说的都很有道理 于是 皇帝便在大朝会上 说了这个一题 让大家各输己见 其实这么做 皇帝是想让朝臣再说服他一次 如果真的能把他说服了 那最好再顺便 把户部也给说服了 朝堂便干论账这业务 无首辅他们 可是老业务员了 可惜永逸后和阿远博 去查土地的事去了 徐达也远在扬州 这热闹真是少了一半 不过好在 一心跟随太子的几位朝臣 和王宗原的配合 倒也算打得不错 皇帝很快就被再次说服了 他默默认可了 要在琉球岛建衙门 设位所的事 当然 户部那儿也是干架老业务员了 一听皇帝说 先期预算两百万两 就直接撂挑子说 空虚了 可无首辅的一句句 你们户部是不是不支持皇上开海 你们户部造边墙不出钱 造路不出钱 这会治理琉球又不想出钱 钱呢 是不是都你们户部中饱私囊了 是不是但凡皇上支持的 你们户部都要反对 让皇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户部尚书是真的贵了 而且是匍匐在地上 痛哭流涕表忠心的那种贵了 天爷呀 打个雷 把这不要脸的吴英良劈死吧 戳人废管子 不得好死啊他 当然 吴英良肯定不会被劈死 因为他走上正确的历史道路 而一直默认 无首府戳人废管子的皇帝 也大方地表示 户部也有户部的困难 先拿个百万两出来就行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助兵和武器先弄倒上去 之后的衙门卫所 到底按什么级别来制定 委派什么人过去 还得让内阁和吏部再商讨 钱反正也不是一下子就要花下去的 后续的钱 皇帝说 就用海关的收上来的关税就行了 一下子少了一半压力的户部尚书 觉得自己简直走了大运 碰到皇上心情好 于是他也收起了 让雷批死吴尚书的心思 很爽快地应了皇帝 说会尽快把钱拨付给兵部的 当皇帝应允在琉球 设立衙门和卫所的消息 送回扬州的时候 徐达他们正准备提前一天回乡 赶赴徐森的喜宴 好在冯喜的痛风好得差不多了 知道徐达他们今天要回乡 便麻溜地跑去中勇伯爵府说这事 徐达其实早就已经收到了 王宗元的消息 不过他还是很好心地提醒了下冯喜 这个皇上是比较谨慎的性子 如今要在琉球岛开服 还得放了兵权过去 那地方离泉州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也不知道皇上会不会派人去督办此事 冯喜听得心里头直发毛 忙跟徐达到了谢 带着楼衣衫直接朝烟花巷去了 楼衣衫很奇怪 冯公公您不是说不去那了吗 怎么又去 去吃黄豆猪脚包 冯喜说出了誓死如归的感觉 甘德夫人不是说您不可以再这么吃了吗 你懂啥 走 吃猪脚去 说完 冯喜便一副要去英勇就义的样子 往烟花巷去了 虽然琉球的事是徐达率先给皇上建言的 但是后头的事 其实跟他也没多大关系 所以他也不用加班加点啥的 赵张大夫的话说就是 你现在本事了 你闺女那管挖不管埋的本事 倒是学得不错的 也俩立刻表示反对 徐达说张大夫说反了 明明是闺女向他 而春鸭则说 他这人最是负责 怎么可能管挖不管埋 徐雷及时提醒这些打嘴仗的人 爹娘 妹子 咱们出发吧 再不走 今天说定赶不回去了 斗 众人这才该上马的上马 该上车的上车 春鸭还很贴心地问证准备翻身上马的关木青 你昨天骑了那么久的马 要不要今天就坐马车 关木青想也不想 一点不要面子的 就把江绳王小丝手里一塞 好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 因为怕春鸭炒了宝珠 所以张大夫带着文外婆佛宝佑和乳母坐了一车 男孩子们坐了一车 春鸭则带着俩丫鬟做一车 这会儿关木青也要上车 张大夫只能劝自己心大一点 喊了丹燕到自己车上 让丁香坐马车上就行了 徐达本来不太满意 关木青这小子要上女儿的马车 可张大夫探头跟徐达小声说 小关这孩子不容易 成亲还得等上几年呢 不能管太紧 到时候跑了 矛盾的徐达 想了就三秒吧 便妥协了 这女儿 可不能挣扎自己手里啊 不过临出发前 他还凑到春鸭马车窗口前 说句 你们俩 仅限业务交流啊 反正 他们老徐家也不是傻讲究人 再说 春鸭都是个大大大姑娘了 只要不出格 就爱咋咋滴吧 瞧 人一旦学会了破罐破摔 就会突然很想得开 连猪拱白菜这种事 都会懒得管 可怜的丁香 想爬上车顶待着 可夫人吩咐她 必须在马车里待着 所以 她只能按照丹燕 传授她的独门诀窍 劝自己是根木庄子 就处在这两人中间 很快 中勇伯爵府的车队跑了起来 快速地往三元村进发 当然 马车里的关木青和春鸭 该交流的 不该交流的 那都得交流嘛 昨天关木青到的时候 已是半夜 春鸭早就睡了 所以 两人也没说上几句话 这会儿趁着得空 两人便说起 这些日子的事来 春鸭先说 咱们准备在扬州 也办了四驿馆 已经开始在昭露先生了 自从王寻他们 打了胜仗的消息 传回了宁海 司徒若梅 便放心回了扬州 他因为来来回回地找先生 觉得不方便 跟春鸭抱怨了两句 春鸭想着 既然大干海关总署 都在扬州了 那扬州每个四驿馆 岂不是没排面 加上裴婷也说 他们那家庭作坊太小 他想加入到学习中去 都没法加入 所以 春鸭干脆就窜多着 徐达问 司徒知府要了的地方 准备招路几个扬先生 把四驿馆办起来 开设四驿馆 主要就是教学 翻译和交流用 费用也不算多 要的场地也不算大 且徐达拍胸脯 保证说 这事一定禀名皇上 所以 硬件搞得非常快 司徒知府 直接用了个闲置的就一战 让人整修了下 四驿馆的牌子 现在已经挂起来了 杨先生虽然难找一些 但是伊万先生已经上岗 双语招贴 也已经贴出去了 想必要不了多久 四驿馆就可以 正式启动使用了 郡主大人 果然到哪都能 关木青话才说到一半 就看到春鸭朝他瞪眼 想好了再说 到哪都能造福一方百姓 丁香小小小声地叹了口气 心想 您是不知道 为了个四驿馆 郡主可没少折腾 不过关公子 您说啥就是啥吧 春鸭对关关的评价很满意 你这个评价 还是比较重肯的 对了 你最近造福百姓造福的如何 就 真的 是一对专心搞事业的情侣了 关木青微笑摇头 你不在 我都造不出新的福来 最多就是 在曹大人那儿 筹来了八千两银子 从府衙筹来了三千两 咱们县牙自己再贴一点进去 差不多就够海貌大厅的建设了 曹大人的银子 现在这么好要啊 春鸭笑嘻嘻地问关木青 哪能啊 关木青摸了下鼻子 听我说又要一万两 直接当场装晕 然后呢 你把他掐醒啊 春鸭就喜欢听 这种段子一样的真事 哪敢啊 人家风江大力 我一个弃品芝麻官 可不敢造次 关木青摆出一副 说书先生的架势 继续说道 我就是从怀里 缓缓掏出殿下的亲笔书信 念了念 曹大人就醒了 连砍价都只砍了两成 我算是抄我完成三千两的筹款 现在靠近春鸭的这批人 都已经深安二十只猪之道 一个比一个玩的溜 春鸭听得嘎嘎嘎嘎嘎直笑 说他是这个法子的创始人 改天得去申请个专利 虽然关木青不明白 专利是啥意思 但是他立刻掏出了 杭州带回来的金玉珠手串 给春鸭套在了手上 说这是他交的学费 您的学费可真是没少交 但是请您把手 从俺们郡主的爪子上拿开 丁香在心中呐喊 他说是不敢说的 只能对着眼前握在一起的 两只手咳嗽 快放手 再不放手 咱们丁香的费给你咳出来 关木青装傻式地问丁香 上回让你找苗大夫 你没找吗 找了 丁香低头回答 苗大夫说 不用看 等我家郡主成亲了 奴婢的咳症自然就好了 惹得关木青和春鸭又是一阵笑 春鸭拍走了关木青的手 从行李里掏出自己的小木盒子 给丁香一对银丁香 说是补偿丁香那辛苦的喉咙的 钟永伯爵府的车队 紧赶慢赶 终于在天光还剩一丝光亮的时候 赶到了三元村 此时徐家老宅里头正热闹着 门口有小厮喊了声绝也到了 正在院子里头干活的人 全站了起来 吵吵嚷嚷的要去门口迎人 正在堂屋里 和人交代迎亲细节的徐老汉 眼看着徐大山撇了李丹就跑了 气得他在后头直喊 臭小子 接你爹也没见你跑得这么快过 被徐老汉这么一喊 跟在徐大山后头的徐志 立刻转了个180度的无缝之身 掺了老爹就要跟上去 不过此时的徐老汉 突然想起了自己也是个爹 便挣脱了小儿子的手 你管你去 谁还不是个爹了 让你大哥自个儿来见我 徐志这才挨了一声 跟着人群往门口去了 因为婚礼要用的肉是多 所以必须提前杀好 杀得早了又怕坏 所以都是今晚杀备菜 明早厨子就能用了 像猪羊这样的大牲口 都是今天请了屠夫 在丽山上就杀好了的 这会儿正架锅 在厨房里头预处理呢 而像鸡鸭这种家禽 大伙就都放在院子里杀了 然后烫水拔毛 顺便还能一起聊天说笑 主要今天这些猪啊 鸡啊的下水 老徐家都让厨子给做了 徐老汉还给添了点肉啊 菜啊的 晚上直接在院子里摆了几桌 一会儿帮工的都留饭 要是有吃不完的菜 还能直接带回家去 于是留在徐家帮工的人 能有二三十个 这还是菜市筛选过 和他演员的媳妇婆子呢 所以当春鸭他们 被前后后拥的带进院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家禽的修罗场 肉是动物的天堂 春鸭拍了拍脸 已经固定住了傻笑表情的三木 三木哥 你瞧 奶还是爱你的 咱们家丽山上的那些鸡鸭 都舍你手里了 奶说得给你做点垃圾板鸭啥的 所以才杀了那么多 老徐家的孩子都知道 奶奶菜市的真爱到底是谁 谁说是给他做的 菜市走到兄弟俩跟前 行了 别站这儿了 三木你也找你说事呢 赶紧去吧 别耽误了事 明天再闹什么笑话 春鸭见奶奶来了 便跟个牛皮糖似的 自动粘了上去 嘴里喊着奶你 怎么这么好呀 奶你是不是想我了呀 惹得菜市直叫他烦人惊 其实 这回徐森成亲 实际上是他们老徐家 第一次操办孙辈的婚事 上回徐磊成亲 他们老徐家只能算是客 当然 徐磊成亲 当天发生的那些事 让老两口也是警钟长鸣 故而这次 哪怕只是在村里头迎亲 那行程也对了几遍 准新郎官呆呆的 跑到爷爷跟前 就被几个调皮的 给团团围住了 特别是张家旺 新郎官新郎官的 喊得可起尽了 站在远处的徐敏 还跟姐妹们抱怨 张家旺都这么老高一个人了 放村里头都能当爹了 居然还跟徐心他们玩在一起 傻子吗不是 他可不傻 如果真傻 哪能骗了我家这么多饭吃 走 咱们先去燕子家瞧瞧去 看看新娘子准备的怎么样了 说完 被蔡氏从身上扒了下来的春鸭 便带头往门外去了 徐英徐敏一听去看燕子 也嘻嘻哈哈地跟着跑了 说是替哥哥先去打探打探 而此时的新郎官 正在接受着 婚前最后一次突击教育 要说这突击教育 也是徐老汉看到大孙子之后 突然想起来的 三目 你明天成亲 再怎么高兴 可也得克制着知道吧 别跟你大哥似的 蹦蹦跳跳地跑进来磕头 说到这事 徐达因为当时看得最清楚 所以记忆非常深刻 他立刻哈哈哈哈笑了起来 丝毫没看到徐雷那尴尬的面色 徐雷想解释 那是第一次成亲 这不是没经验吗 可转念一想 要是把这话说出来 可能明天吃得喜 就不仅仅是喜事了 于是他只能闷嘴不说话 看到大儿子笑得大声 徐老汉又想起一茶来 他喊了徐发 我可警告你啊 你明天喝酒 可得悠着点 跟你媳妇也说一声 别跟你大哥大嫂似的 还没开席就喝醉了 到时候累害的 还是我跟你娘 爹 放心 我这酒量 酒量再大 也干不过徐大山 他们那帮子混小子 再说明日 咱们跟王家的酒水 是合办在一起的 他们老王头家 也有几个能喝会劝的 可不能上了他们的当 王老三家 离他们老徐家 走走就几步路 分开办喜宴的话 村里人还得赶两场 所以徐家就干脆提出 让老王家 跟他们合在一起办得了 办喜的钱 就他们徐家出就行了 乡下喜宴 给个二两个预算 那就算是极其奢华的了 老王家也就 七八桌的亲戚朋友 给一起包园了 也要不了几个钱 李氏现在对这些小钱 也不是很计较 徐发虽然觉得 亏是亏了点 但是儿子成亲嘛 也的确不用计较太多了 所以这事儿 就这么定下了 虽说这事儿 三元村没有人家这么干过 不过他们 这村子里头吧 就这点随老徐家 那就是不讲究 规矩不规矩的 有啥重要 能上老徐家蹭饭才重要嘛 所以徐老汉的提议 在王家那儿 也没任何的阻力 王老三还说 这省下来的酒水钱 到时候 就全给燕子当陪嫁算了 要说燕子的陪嫁 王家倒是的确给了不少 不过主要还是 燕子这人勤快得很 陪嫁里头的整套背面啥的 都是他自己抽空秀的 跑去看新娘子的春鸭 只感叹 玩犊子了 按照燕子这个标准 咱们这辈子 可能都嫁不了人了 光这嫁妆 我可能都得秀一辈子 徐敏不答应了 说自己就说自己 别带上我们啊 你去京城的时候 我跟徐敏可三不五十的 去找苏先生学女工的 就是 徐敏这方面 倒是多少也有点自信 我这双手 抓得了蜈蚣 捏得起针线 也不知道以后 会便宜哪个臭小子 嘿呀 还业余起我来了 来来来 给你开开眼 我的秀工虽然不怎么好 但是我创意好啊 瞧瞧 我这帕子 你们哪见过这样的吗 春鸭说完 掏出块帕子 欣赏 女孩们赶忙凑过来看 就见帕子上秀的是个 圆咕隆咚的绿球球 啥呀 羊粪淡淡 燕子也是个快嘴子 春鸭这人表现的 又一点不像个郡主的样子 所以在春鸭面前 她啥都敢说 春鸭不开心了 她皱眉道 仔细看看 还有纹路呢 怎么是羊粪呢 徐敏大喊 哦 我知道了 是苍儿 苍儿 这上头秀了刺吗 春鸭对大家的 鉴赏能力是不满意的 徐英皱眉说 很难判断 是寒瓜 对于这猜谜游戏 春鸭已经失去了激情 啊 这 挺像 呵呵呵 主要没往那儿想 燕子还是个善良孩子 放心 你哪怕没看出来 我也不会不给你成亲礼的 诺 拿着 春鸭说完 笑呵呵递了个荷包给燕子 等我走了再打开 保准有惊喜 既然春鸭都送了礼 徐英徐敏自然也要送 两人一个送了点脆的猪钗 一个送了一罐雪鸣糕 这东西可是难得得很 从蒐集血水 到蒸晒药材 制作起来 整整要耗时一年 药铺里没个好点泡 要师傅压根做不出来 一罐雪鸣糕 可以一点不比点脆的猪钗便宜 姐妹俩送礼也不为别的 只为燕子从小跟他们玩得多 之后又要做他们的嫂子 所以姑娘间送个略贵重些的成亲礼 也算是无可厚非的事 徐家三姐妹在燕子家说笑了一阵 外头丁香就来喊开饭了 于是三人便跟燕子说了明天见 便回家了 等三人走后 燕子打开春鸭送来的荷包 就见里头是一对带着水润光泽 颜色极为纯正的翡翠的镯子 和一张白两的银票 还有一封寥寥数语的信 燕子虽知道徐家富贵 可也没这样的道理 给他这么重的礼呀 那对镯子的光泽和颜色 仿佛就在说着 我很贵 我超贵 我真的非常贵 燕子打开了荷包里头的信 正瞧着呢 燕子娘便来了 她是来给女儿小人书的 她一进门 就看到女儿床上放了队 看着就非常贵重的镯子 和一张银票 便问她 这啥呀 哪来的呀 春鸭送的 说是谢谢我的救命之恩 燕子这么跟她娘解释 救命之恩 燕子娘突然想起来了 你是说 就是他们全家调警里的那次 你正好跑去串门 是啊 那次我就只是正好过去而已 天哪 何至于此啊 任谁遇上了 不都得喊上一嗓子吗 再说 咱们家得了他们 老徐家多少照顾啊 该还的恩情 不都还了吗 燕子娘说着话 就生出无限感慨 自家如今虽然还没孙子 多少有点缺憾 不过既然张大夫出手了 她觉得离抱孙子也快了 关键现在他们过的日子 比起之前吃完白米饭 都要想半天的生活 简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徐家向来厚道 之前大牛成亲欠的银两 他们早就还完了 加上徐家这些年赏的 和大牛小夫妻俩拿回来的钱 哪怕给女儿置办了不错的嫁妆 她手里头还有百十两银子 春鸭怎么还送这么重的礼呀 这叫他们怎么收 要不咱们明天还回去吧 燕子娘拿老徐家的好处 已经拿了有点不好意思再拿了 没想燕子却把东西包好 收了起来 然后跟她娘说 不用还 以后我就跟三木哥好好的 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好好孝敬公婆爷奶 就算是我领了春鸭的请了 这对镯子 我就留着给我的孩子 就说是他们的姑姑给他们的 哎呀 你害臊不害臊啊 还没嫁人呢 就生孩子了 燕子娘吐槽道 燕子没有反驳 转身放好了镯子和银票 扭头问她娘 娘 你手上拿的什么 是要给我的吗 燕子娘立刻说没什么 啥都不是 然后飞快地跑了 才吐槽完 女儿不害臊 就要给她看害臊术 这让她怎么干得出来 还好她有大儿媳了 这个艰巨的任务 一会儿就交给大儿媳吧 次日 一大清早 徐家老宅里头就开始热闹了起来 烧酒席的师傅和帮忙的村里人 天蒙蒙亮就已经到位了 徐家老宅的大客堂间和后一进的院子里 正房里也都摆了席 整整五十桌 徐老汉不免感慨 咱们家啥时候有那么多亲戚的 自从你儿子当上绝业之后吧 蔡氏回答 嘿 还真是 徐老汉苦笑一声 便开始满院子地喊着 自家大的小的赶紧地给我全部起来了 之后 徐家便开始忙乱了起来 上午先是老王家的嫁妆送了过来 整整八台嫁妆 齐刷刷放在老徐家的院子里晒嫁妆 很是气派 这些嫁妆 放在扬州不过只是个小户人家 可放在三元村 就很够看了 毕竟乡下以前五台嫁妆 就已经算爹娘及宠爱女儿的了 如今王家的八台嫁妆 让还有女儿带自归中的老母亲 看得直咬牙 想着以后再嫁女儿 这天花板直接就被拉高了呀 如果是规矩大的人家 那送嫁妆和迎亲 就不会放在同一天 可老徐家又不是傻有规矩的人家 主要徐大他们也没太多时间耽搁 再加上老王家就住隔壁 菜市就拍板 能一天解决就一天解决 他们三元村反正只看排场 不看规矩 所以等女方的嫁妆晒完 徐森的舅舅舅母就拿了铺盖 去给小两口铺床了 此时接近的队伍就要准备出发了 徐森骑着大马走在前头 后头跟着张家旺关木青和徐心几个 没人话叫古号队 那是一样都不缺的 迎亲的队伍 吹吹打打绕了村子整整一圈 整村的人都跑来看热闹了 等到了老王家门口 鞭炮一放 徐森下马 群众们兴奋异常 老王家压根不敢堵门 就怕到时候 这些跟着来的人 连院墙都给他们推了 所以这接近接的异常顺利 回到老徐家拜堂行礼 徐森干的也比徐雷好多了 毕竟前车之间在呢 徐森就时刻保持着警惕 到了晚间的宴席 那老徐家更是宾客迎门 徐达被徐发拉着接客 不是迎宾 虽然徐发拒绝了绝大多数 莫名其妙的请帖 但是像本县县令蒋大人 什么老丈人家村里的 里长组长之类的 他也不太好拒绝 反正多少还是被 有些人给混进来了 有些混进来的 也不是啥专业钻营的人士 见到徐达就跟他说 恭喜钟永伯 今日儿子大喜 反正徐达也是懒得解释 糊里糊涂地硬了 因为恭喜他的人 他都不知道是谁 反正一个瞎说 一个瞎硬 唉 就胡搞呗 当然 这个宴席里 胡搞得可不止徐达一人 孩子们胡搞得才厉害 特别是以张家旺为首的 不惯罪新郎 是不为人集团 三下五除二 直接把人新郎给干趴下了 气得唯一被蔡氏 邀请来的张家人文外婆 直接给这臭小子 背上啪啪两巴掌 把人都给打吐了 对 张家旺是臭不要脸 一定要加入徐家迎亲队伍 来的 蔡氏根本没喊他 蔡氏心里头也清楚得很 这破孩子 不喊他 肯定也会皮颠皮颠 跟着外婆来的 真是多余地叫他 大伙就觉得吧 大林单身男青年张家旺 把徐森给干趴下了 肯定是因为 极度人家能成亲 不过张家旺却说 他们什么都不懂 他老张家的宝贝疙瘩 自然早就有了心上人 等他考取了功名 他就要定亲了 众人皆当他放屁 说这货是想媳妇想疯了 很快 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 老徐家的男人 纷纷倒下了 连最小的菜头 吃到后来都晕菜了 他倒不是醉的 而是跟宝珠玩到筋疲力尽 直接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人就睡着了 菜是看着一院子 东倒西歪的男人 盘算着自己 居然还有那么多孙子 瞬间就觉得头痛不已 待到宾客散尽 第一个醉到不省人事的徐森 在心床上悠悠醒了过来 新娘子燕子问他 三木哥 你咋样 要不要我给你倒杯水 倒啥水 我装醉的 来 妹子 哥哥这里有不少画本子 你要不要一起跟我瞧瞧 这人别的没有 就画本子多 燕子一听就明白了 想着嫂子跟自己说的 越扭捏越不好 越不扭捏越 自己体会 她心一横 从怀里掏出大嫂 昨天给她的小人书 三木哥 我这儿有带图的 来来来 好妹子 哥哥从小就爱看带图的画本子 来呀 一起看啊 这对新婚夫妻依旧还是老规矩 看小人书 必须看到后半夜 第二日一大清早 老徐家的男人们又都是同一个造型 皆是抱着脑瓜子出的房门 只有关木青和张家旺 多少还保持着点精气神 毕竟单身狗不看小人书 昨天报复性劝酒的时候 两人也光顾着劝人家喝了 自己其实也没喝多少 原本今日吃了喜酒 徐达和张大夫都要回扬州的 毕竟那头事多得很 别说三天不在了 哪怕就走了三个时辰 徐达那桌案上的公文就那把桌案直接堆没了 可张大夫看着走两步就要用一下的徐达 和说自己今天还有事得留在村里的春鸭 便决定还是再待一天 于是张大夫就让徐雷带着要上学的不赶紧回去 自己则留在这照看下老徐家那几个不争气的闹人 行酒的小丸子都给他吃起来 关木青倒是想再陪春鸭两天 可宁海那头现在就是个巨大的工地 虽然有无县城和高同在 可他也不能离开的太久 他只能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拍拍春鸭的小脑袋瓜子 让他不要老收了七八封信才回一封 好歹得回到三四封信回一封的状态 不然宁海的哥哥别动对都不够他用了 说完也不等春鸭找八百个理由 就翻身上马 对春鸭喊了声别忘了写信 辞别了众人便急迟而去 看着关木青独自上路的背影 春鸭多少有点心疼 可却被张家旺小声的一句 铁当啊 连骑几天马都没事的嘛 给整笑了 当然张家旺也不负众望的 得到了文外婆的一顿暴走 随后老徐家反正该走的走 该留的留 因为如今他们想聚就能聚 所以分别的时候 便也没有啥厘愁赏感的 反正说明今天走了 明天就又来了呢 而春鸭留在三元村干呢 自然是折腾前阵子种下的 那一期的呱呱果果 你这样不行的吧 杂交就这么方便 难道不需要物种配型之类的吗 徐达武这个脑瓜子 也跟着春鸭跑去瞧了 啥叫物种配型 春鸭问徐达 不知道 我就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了这么个词 徐达回答得很是理直气壮 菜市对这两人都无语了 你们自己搞吧 我走了 说完 老太太站起身就走了 跟这俩不着四六的人好着 还不如跟着几个儿媳妇逛个园子呢 徐英也站起了身 喊着奶奶等我 转头就跑了 一会儿跟着徐敏看草药 还能学点药理知识呢 跟着春鸭和大伯 只能压抑自己吐槽的冲动 爹 你瞧你 把人都给气跑了 春鸭率先指责徐达 徐达捧着脑瓜子呵呵一笑 也不知道哪个天才想出的法子 什么公花给母花播种 就能出新品种的瓜果 真那么方便 那还要人农业专家干嘛 以前你奶奶家 就是你以前的奶奶 懂吧 正在号称给黄瓜人工授粉的春鸭 头也不抬 继续说 意思就是 我懂您别废话 赶紧地说重点 徐达继续说 那时候你奶家那儿 搞了个育种基地 你大伯还去干过呢 因为那个时候 人家8848搞得很成功 咱们那儿也搞了个西瓜基地 人农业专家 做了很多实验 搞了几十个对照组 后来用了什么秋水仙素啥的 搞了五子西瓜 可不是像你这样 傻不愣登的 直接用花一顿古刀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春鸭缓缓侧过头 咬牙问徐达 合着您知道怎么种五子西瓜 我哪知道啊 我就是帮你大伯种西瓜的时候 你大伯告诉我的呀 再说了 你啥时候问过我 怎么种五子西瓜 你问我的明明就是 知不知道8848怎么来的 那我的确不知道 8848哪儿来的呀 徐达看着女儿的眼神 疯狂地撇清自己 我抱怨现在的西瓜子儿多 你没听到哈 春鸭器的直插腰 8848也有子儿啊 徐达回忆了下 然后又点头 对 没错 不过就是脆爽鲜甜 好吃得紧 不过哪怕你现在知道了秋水仙素 但是你能上哪弄去啊 这不就是知道了个寂寞吗 你们要秋水仙素干嘛 张大夫的声音 从这两人身后响起 那东西可不是随便能用的 有毒 您怎么也知道秋水仙素 蹲在地上的春鸭 也捂住了脑瓜子 他觉得爹娘不爱他了 怎么回事 两个人是存心不让他种的成西瓜呗 我有啊 张大夫眨巴着眼 看着奇怪的妇女俩 春鸭崩溃了 您怎么会有这东西 徐达也崩溃了 张大夫 您可是医生啊 可不能胡搞啊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治病用的 前阵子冯公公一直痛风 这秋水仙素 稀释成低浓度 可以用来治急性痛风 就是这东西难提纯 一般医馆没有 也就咱们料师傅 还有这手艺 全大干 现在就咱们医馆用小小的一瓶子 张大夫说这话的时候 多少还有点小骄傲 这东西古籍上也有记载 他也是金大夫 他们开放的时候才知道 这会儿就有着秋水仙剑 这东西 在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的确记得是用过的 再加上现在所谓用药是口服 而不是注射的 所以张大夫也就没太排斥用 小说情节 切勿模仿 痛风赶紧去看医生 春鸭就一个疑问 那冯公公知道自己的药 有剧毒吗 稀释过的呀 千分之一的浓度对的 再说这是用来救急的 服用不能超过七天 什么东西只谈毒性 不谈伎俩 都是耍流氓 言下之意就是 冯公公不必知道这些细节 吃了饱他不会有事就行了 不过话说到这儿 张大夫又要问了 所以你们干嘛 又提着秋水仙素 你们不是在搞什么杂交吗 看这样子 也得慌 白瞎了婆婆那么多种子肥料 张大夫如此富费 于是徐达又把来龙去脉 跟张大夫一说 张大夫这才点点头 倒也不是没道理 这秋水仙素 就是秋水仙碱能治痛风 基本就是因为抑制细胞分裂之类的吧 口服千倍稀释的 能减轻炎症反应 再次强调 小说情节 切勿模仿 痛风抓紧去医院 说到这儿 张大夫便问春鸭 这个生物常识 你高中学过吧 有丝分裂之类的 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怎么可能还记得 哦 三倍体 春鸭突然记起这事来了 不过想起的是香蕉 香蕉没有子 就是因为三倍体 那五子西瓜的原理 是不是跟香蕉的是一样的 我哪知道 我一个半文盲 徐达耸奸 反正他能想起秋水仙素就不错了 张大夫也表示爱莫能助 他说他那会读书 也没这种生物体 三倍体 就是二倍体和四倍体结合产生的 现在咱们这个西瓜 是二倍体 用秋水仙素吸释浸泡种子 之后就能得到四倍体的西瓜 然后再用二倍体的西瓜 和四倍体的西瓜 啪哒 春鸭拍了下手掌 这么一结合 三倍体西瓜 来了 说完 春鸭还给自己鼓掌 真是妙啊 要不是因为 当初暗恋的男神是生物科代表 他就二倍体和四倍体结合 怎么会出三倍体这样的 莫名其妙的问题 问了人家八百次 他还真记不起这事来了呢 不过后来 因为男神一千米跑了八分钟 春鸭 也就是没穿过来之前的徐晓媛 不久之后就脱粉了 当然 对于春鸭这样的说法 徐达还是觉得是胡搞 这个细胞啦 基因啦 很高大上的 怎么可能跟数学似的 二加四再除一二 就三倍体了呢 那你说几倍体吗 春鸭反问徐达 达达挠着脑瓜子说 反正肯定不会这么简单 那五子西瓜 是怎么来的 张大夫这个不是质疑 他这个属于纯粹好奇 二倍体三倍体四倍体 他其实也不怎么懂 只知道秋水腺素有毒 是因为有抑制细胞作用 能治病 也是因为这个 不管对错 咱们就试试嘛 娘 你那秋水腺素借我一点 说完 春鸭便一脸谄媚地 看着自己的母亲 张大夫断然拒绝 做梦 别想 这种毒拿在春鸭手上 他半夜会睡不着觉的 可再怎么强势的老母亲 也抵不过牛皮糖一般的女儿 最后两人讨价还价下来 要用可以 张大夫只能稀释之后 再给春鸭小小小小一瓶子 春鸭一口答应 然后问徐达头还晕嘛 如果不晕 他们要不要现在就回去 毕竟 春日短暂 时不我待 现在泡西瓜子是来不及了 但是他们牧春庄 今年种了不少西瓜 这会儿把药剂 递在西瓜生长点上 也是可以的 这是春鸭这个 千叉小公主的猜测 春鸭的提议 自然得到张大夫的一记白眼 说这会儿回去 到府城也得半夜 也不用急着一时半会儿的 可没想到 蔡氏和徐老汉 一听说张大夫 可能拥有改良寒瓜 就是春鸭说的 西瓜的神奇药水之后 直接就要赶他们回去 还说徐达要是想吐就也忍着 农业才是大事 他们老两口说是 倒也不为能卖 二十两一只的西瓜 只为 只为反正肯定不仅仅为了钱 也为了大干农作物的多样化嘛 公婆都发话了 这种小事 张大夫也不想跟老人家争辩 留了佛保佑 他们在老家多安两日 就别跟着他们赶路了 累坏了保诸可不行 改天春鸭还得去慕春庄 到时候再来带他们回府城就是了 这回 只要春鸭和徐达跟着他走就是了 众人都没意见 张大夫的提议嘛 还能有啥意见 临走前 新娘子和狼官跑来送行 燕子抓着春鸭的手 悄悄跟她说 你的好意我都收到了 放心 我一定跟你三木哥好好过 也会孝顺公婆爷奶的 我跟你三木哥都说好了 兔子里的事 再找两个人帮忙 以后咱们就日日配风和村里来回 也好多照应点爹娘爷奶 一路坐马车 都也就半个时辰 不会累的 春鸭乐呵呵的点头说好 直说我三木哥 读书不行 找媳妇的本事倒是很不错 燕子虽是新媳妇 可跟老徐家熟得很 她挽住正好走过来的婆婆的胳膊说 我嫁给三木哥 主要还是看娘人品好 好相处 娘是不是 说得李氏很是高兴 说是燕子可能才是自己亲闺女 这嘴跟她的一样好使 行了 说两句就得了 春鸭 你们赶紧走吧 要不然天黑都到不了府城了 菜市就见不得坐视拖拉的 看这头又聊上了 就开始赶人 于是 徐家三剑客 带上了俩丫鬟 上了马车飞驰而去 路上 三人就二倍体 三倍体 四倍体的事 继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说的 春鸭筋疲力竭 然后她也就放弃了叫化徐大这事 热烈讨论过后 三人只剩满身疲惫 便都歪头在马车里闭目养神 丁香小声问丹燕 姐姐 夫人他们说的啥 你听得懂吗 怎么可能听得懂 丹燕笃定的摇头 你想想 咱们爵爷可是造火枪大炮的人 咱们夫人 可是皇后的肚子都敢开的人 咱们郡主 可是敢跟夫人顶嘴的人 他们讨论的事 咱们听不懂就对了 听得懂那才不正常 扑吃 只是闭眼休息的春鸭 忍不住笑了出来 原来跟我娘顶嘴 也算是壮举 那可不 全大干 头一份 闭眼的徐达回答 张大夫完全不想加入讨论组 他们都在胡说八道 他觉得自己在体贴没有了 闭着眼睛 假装不想知道 自己是全大干最凶的女人 马车紧赶慢赶了一路 可赶到扬州的时候 也已经是后半夜了 吓得徐雷 以为出啥事了 当得知妹子 只是急着要种西瓜的时候 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不会好了 妹子疯了 爹娘居然也跟着一起疯了 不过她的处事原则一直是 疯吧 要疯一起疯 疯也要疯得整整齐齐 反正爹娘疯了不要紧 别落下她就行 所以第二天一大早 她就屁颠屁颠地 拉着张大夫去了人机堂 取了药 稀释了又稀释 然后交给了春鸭 春鸭拿着拇指盖大小的宝瓶 叽叽歪歪地说着 娘真是小气出了新境界来了 药不要 不要还给我 廖师傅三年才做一瓶 要不是想着五子西瓜的 却还挺好吃的 张大夫还真不想给呢 春鸭立刻服软 一路喊着要要要 又挥手喊来了赶车小丝 上了马车就说要走 虽然张大夫时不时地 嫌弃自家闺女 但是看她如此奔波 多少也是不舍的 便拦住了她 让她休息一天再走 可急性子的春鸭哪儿等得住啊 不过累呢 多少还是有点累的 于是她索性就让丫头们 拿了铺盖给她铺在马车里 说自己在马车里补觉就行了 反正她如今来来回回赶路赶得多了 对于颠簸 几乎也算是免疫了 张大夫知道 女儿虽然好说话 但是性子起了 不怎么听话 于是只能随她去 只让她去了配风 休息几天再回家也行 春鸭嘴上说着好 但是心里头 却还惦记着私衣馆的事 准备去了两日就要回来的 这人吧 就是千头万绪 永远没个理得亲的时候 主仆二人 外家两个赶车的小丝 很快就又出发了 当徐打起床 问春鸭在哪儿的时候 张大夫说 去配风搞农业去了 这会儿可能走了 小一半的路程了吧 可把徐达心疼坏了 说是等从海关关长 位置上退下来之后 可得好好给春鸭 攒个小汽车出来 醒醒吧 赶紧上工去呀 还做梦呢 张大夫忍住了 打这货的冲动 推着徐达出了大门 哎哎 你别觉得我做梦 总有一天 好好好 总有一天 等那天到了 我天天给你洗脚好吧 快去吧你 大干第一抓马人 春鸭小同志 在到达配风的第二天清晨 就迎着朝阳 踩着陈鹿 抬着他那骄傲的头颅 斗志昂阳的宣布 大干的农业发展 即将迎来突飞猛进的五年 哎哎哎 看脚下看脚下 苗都给我踩了 康大表哥 要不是看在 这桩子是春鸭的份上 这会儿已经一个扫堂腿 把春鸭给撩地上了 这种了玉米和土豆的一亩地 平日里康平之都 是让人用木榨丸给围起来的 除了吕送来的那三人之外 一般帮工都不准进的 谁让春鸭帽子戴得那么高 说什么这母地的收成 就是大干百姓的未来 他如果干得不好 那岂不是就对不起 大干老百姓了 所以康表哥对这片地 是非常紧张的 不过好在他的紧张 也算是有回报的 玉米苗和番薯苗掌的都挺好 看着就是一副 能丰收的样子 今年这天气看着也不错 到时候麦子水到 玉米土豆都能丰收的话 他这庄头就是 配风庄头之王了 想想还真有点小兴奋呢 春鸭扶起刚才不小心踩到的 一颗苗苗芒说 表哥对不住 不过看着苗苗如此健硕 想必一定能身残至尖地活下去的 春鸭 你不是说要去搞什么 有子儿没子儿的瓜吗 要不咱们现在就去吧 这片田也没啥好多桥的 康平之现在就想让表妹 赶紧地从玉米地里出来 好呀 春鸭点头 是时候让你见证奇迹了 大表哥嘴里说着是是是 脑子里却完全不相信 春鸭说的这话 今年要不是因为忙着种粮食 把种瓜的事儿给耽误了 这会儿表妹嘴里喊的西瓜 早就长老大了 他这会儿才想起什么低要改种 二三四五体啥的来 放去年 黄花菜早凉了 事实证明 他家这妹子 对农业是偶尔性的关心 经常性的遗忘 所以种出啥五子西瓜这种事 康大表哥严重怀疑 是妹子做梦的时候梦到的 当不得真 很快 几人变到了瓜田旁 这西瓜因为现在就摘星格会用 所以种的并不多 也就半亩地左右 春鸭先让人用简单的篱笆 给一分为二格了下 然后一边标了个二 一边标了四 再用棉签沾着药水 再标着四背体的那边点点点 康大表哥问丁香 郡主这是在干嘛 改造金 丁香回答得很肯定 改造金 啥意思 这水是金水 还是这瓜是金瓜 康表哥听得莫名其妙 看着春鸭点过的瓜苗 康表哥也没看出是点了金了 丁香考虑再三 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郡主的意思 也许是这个瓜 之后就能卖很贵 跟咱们那些桃子一样 是吗 康大表哥对人生的认知 开始产生怀疑 虽说那二十两的桃子 的确是春鸭搞出来的 但是这孩子种起地来 的确没法看啊 他都不知道 春鸭是怎么把 会种贵的果子 和不会种普通庄稼 如此和谐的急于一身的 丁香料挑子了 奴婢只能想到这些了 若是郡主说的金是啥别的意思 那奴婢真的猜不出来 说完 他便跟着春鸭走远了 康平之挠头不已 可却又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在前头的春鸭 已经听到两人的对话了 可他却也不愿意解释 金就是说快了的基因 因为他现在也没法解释嘛 所以他就这么 装聋作哑地 点完了一半的瓜田 然后拍了拍手 对身后一脸茫然的 康平之说 大表哥 好了 咱们这西瓜 能不能卖上二十两一个 全看这一批了 又是什么瓜呀 卖二十两一个 疯了吧 哦 康平之突然确认了一件事 原来金 意思是金瓜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走 咱们瞧瞧玉种的水果去 说完 春鸭便拍了拍裙子 走在了前头 要说这水果的玉种吧 现在反正也看不出什么名套 目前都还没结果子嘛 不过春鸭发现其中一种 这个 康平之微笑道 见过吧 是不是跟咱们这儿的蛇梅挺像 不过蛇梅开花是黄色 这个开花的时候是白色 更可能比蛇梅大些 这 这 春鸭激动地问康平之 那吕颂人有没有说 这个叫啥 是辅朗鸡人带到吕颂的 说是叫什么草莓 听说是什么高路国那儿来的 不过据说高路国跟辅朗鸡 都是在一片大陆上的邻国 东西就你换给我 我换给你 跟咱们以前几过鼎笠的时候 估计也差不多的吧 反正就是那块地方来的东西 总之 这什么草莓 就是从海的那边来的 现在落到了春鸭手里 就等着被卖二十两吧 好好好 春鸭忍不住拍她那小戏腿 就光这一样 我师父他们 就算没有白白每个人胖了二十斤 虽然这会儿的草莓品种 肯定没后世的好 可是 他们本地也有很多野草莓 跨洋的物种杂交 那得到的果子 肯定高品质啊 想着前世那浓郁多汁 齿颊留香的大草莓 春鸭嘴角闪着感动的泪光 可惜今年肯定是来不及 不对啊 她有阳光房啊 前世他们本地的草莓记 就是在冬天啊 她还记得 跟小伙伴出去摘草莓 都是去人家大棚里摘的 大冬天的 还能摘得满身大汗 康平之看着春鸭嘴角边的泪光 和忽而懊恼 忽而惊喜的模样 转身就想走 可她还是晚了一步 表哥 咱们这儿有蛇没吗 春鸭见康平之四 有开溜的姿态 马上喊住了她 康平之只能心中叹气 然后无奈点头 有啊 咱们庄子上也地理多的是 不过老被人讲 这蛇没成熟了 都会被蛇舔 有毒的 所以你最好打消掉一些 不该有的念头 康平之心下富费 不过 春鸭是那么被说服的人吗 肯定不可能啊 也就一个时辰不到吧 牧春庄新建好的育苗园里头 就移栽进了二三十株的蛇没 这么做 春鸭倒也不是怕什么蛇不蛇的 她主要怕羊 到时候给她把蛇没吃没了 至于别的水果苗 女送人也说不清 春鸭也看不懂 就反正先这么种着吧 等接了果 再猜也不吃 像榴莲红毛丹这种果树 每个几年也长不了很大 更接不了果 不过 种在暖棚里头 也不是长久之计 春鸭还得想想法子 给他们找个去处才行 春鸭的所谓春耕 进行的 她自己很满意 接了大嫂 姐妹们回扬州之后 她就开始期盼起 今年的秋收来了 很快在春鸭的东奔西跑中 时间就到了七月里 还没盼来秋收的春鸭 先盼来了桃子丰收的夏季 西瓜原本也能收了 但是因为今年种满了 康家表哥 说可以再等等 草莓倒是可以吃了 但是因为要流肿 所以春鸭也就给大伙尝了个味 这味道是草莓的味道 但是很淡 还有果子也非常小 就拇指盖这么大一个 这样很难卖得出高价 这个还得等秋收过后 跟本地野草莓 一起在大棚里头种了 杂交试试 所以春鸭现在的工作重心 还是她折腾了两年的大桃子 扬州城 忠勇伯爵府里头 此时的气氛非常地紧张 来吧 行不行的 就看这一哆嗦了 徐达突然开口说道 春鸭手里头捧着个粉嫩中 带点白色 白色中带点粉嫩的蜜桃 在一屋子人的期待下 张开了血盆小嘴 阿乌 是春鸭猛吃一口的声音 西溜 是她西桃子吃的声音 好吃吗 味道怎么样 甜不甜 香不香 不行 徐老汉你再不给我拿一个 我送你 你信不信 道玄被春鸭吃这蜜桃 活活吃出了二十斤的口水 要不是徐老汉死死地 抱着装着蜜桃的箩筐 这会儿这箩筐里头 肯定啥都不剩了 吃 咕 吃 宝珠吃 宝珠在边上看的 也直扒拉春鸭的裙子 哎哎 别扯别扯 给给给 咬这儿啊 春鸭一边把桃子递给宝珠 一边扯自己的裙子 小丫头母乳吃多了 力气大的裙子 都要给她扯下来 春鸭 你是不是故意的 都等着你说话 蔡奶奶现在就后悔了 不应该给春鸭吃第一个桃子 死丫头一定是在吊人胃口 春鸭这才咧嘴一笑 等着发财吧 真那么好吃 张大夫觉得 女儿说话多少 还是有点喜欢夸张的 嗯 不枉费 我从京城岛头回来树种 千差一栽 没白费功夫 不信你们尝尝 春鸭话音刚落 道玄就开始扒拉徐老汉 让他赶紧地滚 徐老汉死死抱住箩 这可都是极品 你吃旁边那筐 那筐也好吃 可道玄才不管这些 他大喝一声 走你 正要把人给端走 春鸭上前一步 赶忙阻住了他 然后转头跟爷爷说 爷爷 拿几个纷纷吗 庄子里还有呢 不然我师父直接把你端了 咱们也就不了你 深知自己五力值 也只够揍揍儿子的徐老汉 这才扣扣搜搜 掏出几个桃子 让佛保佑去让人切吧切吧 大家分着吃 爹 这桃吃的就是汁水鲜甜 切着吃没啃着吃好吃 张大夫没穿来之前 老家也种水蜜桃 好多年没吃了 如今看到这桃子 酷似以前的水蜜桃 也非常的怀念 这桃子 啃着吃和用签字插着吃 他一样 就是嘛 爹 别小气 拿出咱们老徐家男人的风范来 徐达如此说道 菜是吐槽 老徐家男人的风范就是抠搜 死老婆子瞎说什么 咱们老徐家怎么可能抠搜 来 老大家的 你在咱们家最辛苦 给你个最大的 徐老汉先分了张大夫一个最大的 张大夫接了桃子 转手就给了佛保佑 我不辛苦 还是小佑最辛苦 小佑先吃 哎呀 烦死了 分个桃子 还你先我先 我来分 暴脾气的道玄终于忍无可忍 扒拉开了徐老汉 开始把桃子一个个地扔给在场的人 之后 便是满院子的阿乌阿乌 稀溜稀溜 和宝珠的惊天地气鬼神的哭声 他才吃了一口 就被张大夫把桃给收了 这孩子还是第一次吃桃子 张大夫是怕他过敏 可宝珠看到的却是 满院的人都在吃桃 只有他没有 那哭声 直接把躲在角落里成凉的大橘子 给哭炸毛了 老徐家第一次的瓶水蜜桃大会 就在宝珠的暴风哭泣中 匆匆落下了帷幕 不过 对着桃子 在场所有人都给了一只好评 几个小的 更是缠着爷爷再给几个 徐英跟春鸭说 看来 你这新买卖 又能做起来了 这还做罐头吗 做不了 春鸭摇头 这蜜桃比黄桃软多了 煮了就烂了 不好做罐头 那一年就卖一个月 徐英觉得 卖的时间 似乎也太短了些 咱们卖鲜果 就只卖极品的鲜果 其余的都不卖 做了果酱 果斧都可以 春鸭这般解释 极品的鲜果出的少 卖的贵 小老百姓买不起 没关系 到时候想要尝鲜的人 完全可以买果酱果斧 这个保质期长一些 也能做的多 卖的便宜些也没事 用极品鲜果 先做出品牌效应 高端市场用鲜果占领 低端市场用果酱开拓 春鸭为自己的营销策略 点赞 至于黄桃罐头 那玩意儿 春鸭现在就准备外销为主 内销为辅 适当降价 偶尔促销 以腾出最高端的装X市场 毕竟黄桃罐头 在市场上时间长了 是时候更新迭代了 市场的稀缺性 决定价格 既然品质极好的水蜜桃已经有了 那黄桃这个老面孔 的确可以让一让了 做了这样的决策之后 春鸭先送了一批熟度 正好的水蜜桃进京 用的还是冯公公带来的 八百里佳级业务 冯公公自从上个月 逃过了去琉球都半阳的差事之后 对老徐家的态度好的 要不是碍于身份 真是恨不能跟徐达当场就拜把子了 所以春鸭一说 东西是送往京城各处的 冯公公便亲自瘸腿骑马 到了城外驿站 让人背着垫了厚厚的纸蟹的被篓 即刻出发 三框桃子 三日之内 便送达了京城将军府 之后又由官警分报发送 分别送进了京城徐家那些老乡时的家中 当然 最重要的 还是让周妈妈把东西带进宫去 周妈妈是皇后身边的老人 知道宫中最贪嘴的是哪位 所以 她拿到了桃子之后 便即刻进了宫 皇帝在当日晚饭后 便吃到了 用井水派过的 鲜甜多汁 香味浓郁 吃一口就让人觉得 自己整个人都香了的 来自扬州府的桃子 这是静怡郡主陪侄的 吃完两个桃子之后 皇帝才有空问皇后 是啊 皇后点头 张大夫的书信中说 为了培植这桃子 郡主前后可花了好几年 臣妾也是没想到 静怡郡主看着活泼 办起事来 倒是稳扎稳打得很 不错不错 皇帝点头 徐达这人虽一言难尽 但是娶妻的眼光不错 生的女儿也不错 来人 笔墨指宴准备一下 朕要赏字 扑痴 皇后忍不住笑了 怎么了 朕现在没钱了呀 自从得了小皇子 皇帝跟皇后 就愈加地像寻常夫妻起来 除了皇后依旧给皇帝 顶着贪嘴的名头之外 其余的事 帝后基本都是有啥说啥 所以 在皇后面前 说自己没钱 皇帝也说得非常坦荡 非常的理所当然 那恐怕 钟永伯家也知道您没钱 张大夫心里也没有讨赏 就说 想要您给这桃子赐名 皇后如此说道 这个容易 这桃子吃着汁水充盈 味浓香甜 但又不腻嘴 说一句穷江玉露也不为过 那朕便赐名玉露桃吧 说完 大手一挥 就写下了穷江玉露桃五个大字 皇后点头道 徐家就是这点好 一不为名 二不为力 种出这么好的桃子 尽献给皇上 也不过就求个名而已 他们徐家 不为名不为力 那你说 他们为的是什么 皇帝也常常有这样的疑问 徐达做那什么海关关长 前方发回的消息 清廉的堪比圣人 其实 按照皇帝的想法 臣子们略略微 有那么一点点的 不恰当的行为 他是可以忍的 就像各地不证实 多少都会有点小九九 但是只要在一定的范围内 不触碰底线 皇帝一般 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 不然他自己累死 都管不了那么多事 可徐达 却活活把一个收税的衙门 治理成了清水衙门 他做人这么多年 倒也是第一次遇到 皇上 您是不是又犯老毛病了 皇后称怒一句 皇帝立刻回说 我没有 我不是 你可别瞎说 正纯好奇 好奇行不行 臣妾猜 他们图的 应该就是活得痛快 但自己想干的一切 皇后其实还挺羡慕 老徐家的 在张大夫的自理行间 他能感受到 那种洒脱的心境 皇帝先点了点头 紧接着又摇了摇头 甘德夫人行医教学 进一郡主大搞农业 然后他们一个儿子经商 一个儿子读书准备席绝 那徐达呢 他那官长不是号称只做三年吗 三年后他去干嘛 那臣妾哪知道 皇上直接问钟永伯不就行了 我朕问他 呸 多大的脸啊 朕问得着他吗 反正说了 帮朕把海关办起来的 若办不好 朕就让他干一辈子 这么快就想去潇洒了 没门 说完 皇帝又拿起一个桃子 直接被皇后抢了 张大夫说了 东西好吃 却也不能贪吃 对了 也不要随便喂孩子 朕 好吧 不过为啥不能喂孩子 皇后你瞧你儿子 口水都滴滴上了 哪里来喂啥 没有喂啥 张大夫就是喂啥 行吧 那朕再要吃一个 这一年就这么一回啊 咱们京城的那些果农 到底干什么吃的 为什么种不出这样的桃来 为什么好吃的 非得都在扬州 怪不得冯喜会痛风 朕已经理解他了 皇后你去哪 皇后 五日之后 春鸭收到了来自皇帝的玉笔 徐达感叹 皇帝 果然还是那个皇帝 穷江玉露桃 名字倒是不错 来人来人 赶紧地找了木匠来 立刻装表 咱们桃子明天就能开卖了 春鸭兴奋地喊道 他 等的 就是皇帝的这块招牌 没有这招牌 他拿什么耗富人的羊毛呢 光说 这是一个好吃的桃 说福利明显是不够的 但是要说 这是一个 皇上吃了 觉得是人间极品的 遇刺了名字 叫穷江玉露桃的 不平凡的桃子 那就能卖上价钱了 他跟裴婷都商量好了 一个礼盒六个桃 按照大小品级 从一百两到二十两不等 当然 桃王之类的 那就直接拍卖就行了 这已经是裴婷能接受的 最低的底线了 照他说法 什么一百两 明明就应该一百两起 不过在春鸭好说歹说 这到底就只是桃子之后 裴婷勉强还是点头了 为了这穷江玉露桃的挂牌 裴婷又在摘辛格 办了一场玉桃宴 虽说大干这会儿 正是桃子上市的季节 但是 的确没人见过品相如此完整 色面如此好看的桃子 再加上宴席上品尝到的 这桃子的味道 还有皇帝亲笔提名 最后裴婷还说 这桃子 再过十天就下市了 关键 今年桃子结果的时候 雨水不算多 算得上是个桃子的好年 明年能不能这么好吃 还真不一定 正所谓 一年雨水一年桃 这季节限定 限定的可是当下这一年 明年到底有没有 可是谁都不知道的 在几方面的刺激之下 牧春庄的玉露桃 一夜之间就被预定一空 不过有一点裴婷没说错 这桃子的确就一个来月的时间 等皇帝赐字 用了差不多半个来月 这会儿的确也就剩下 半个来月的时间了 再往后 就是黄桃上市了 所以很多没定上的人家 裴婷就让他们等黄桃上市 吃黄桃吧 可吃上了的人家 却还要刺激别人 说是这蜜露桃 真的跟黄桃完全是不同口感 天差地别 没吃到 可惜了 气得今年没定上的 直接扔了钱给裴婷 说要订明年的 不过这钱裴婷也不愿意收 只说明年桃子好不好的 还得看老天爷呢 这钱他们摘星格可不敢收 一时之间 扬州桃贵 康平之为桃子的销路 就烦恼了那么一小夏 然后就直接开始烦恼气产量来了 怎么就 这么好卖呢 几乎是一夜之间 连树上还没摘的桃子都卖了 她那青表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一片桃林 狂赚万两 表妹又是怎么做到的 康平之思考着人生 不知不觉 走到了育苗园 她在院子口呆立了一会儿 然后朝跟在她身后的康建制喊 你去找两个 不对 四个人来 以后就专门看管这地方 闲杂人等 不能随便进入 为啥 康建制当然不懂自家大哥 到底在想啥 其实大哥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在想啥 不为啥 反正就得这么干 由于康平之回答的过于有道理 康建制就只能摇着头 去找了四个人来 然后就让他们看着育苗园 四个人还问康建制 二庄头 咱们看啥 就所有的都看吧 康建制也不知道要看啥 反正有啥看啥吧 四人点点头 心中就觉得 二位庄头肯定是太累了 前阵子收麦子累出屁 马上又要秋收了 漫山遍野的稻子番薯 还等着他们呢 这俩人可能提前疯了吧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带到牧春庄的水蜜桃事业告一段落 紧接着黄桃又要上市 今年扬州府内 种黄桃的人家可比前几年多了不少 且整体品质都比之前好了不少 这果树改良 搞来搞去也不过这些手段 有心探查的人家 到底还是能亏得一二的 不过春鸭他们种的黄桃 作为大干当代黄桃的开山鼻祖 那个头和口味 肯定是最好的 就是价格嘛 肯定卖不到从前啊 徐老汉气得直骂娘 说人家偷了他们老徐家的桃种 她这就准备告官去 不过春鸭去安慰她 说是人家也不一定是拿着他们的桃种 聪明人多的是 果树千叉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 人家可能就是得到了那么一点点启发 才想到的呢 最关键的是 他们家做黄桃罐头还是一绝 没人知道这先煮后争 冷热交替的折腾的事 所以就这一样 现在也没人能学了去 再说了 只要他们桃子保持高品质 也不愁人家不认他们只为摘的牌子 好产品 不应该惧怕任何的正当竞争 瞧瞧二审他们的月月安 人家什么月月书 日日安 天天爽之类的也不是没有 可一点没影响月月安的销量 可见市场的消费习惯 是可以被培养的 只要大饼做得大 那就总能混上口吃的 按照这个逻辑 哪怕以后桃子罐头的秘方 被人家也想出来了 那他们也可以降价 做下沉市场 扩大需求嘛 说不定卖的还比现在总额高呢 毕竟 下沉市场的基数大呀 即便以后卖50文一个罐头 但是消费基数大了 他们也不会少赚的 这套说词 是有道理中 夹杂着没道理 没道理中 又有一丝有道理 听得徐老汉直接服了 说让春鸭赶紧闭嘴 好好把桃子的事 给安排明白了 才是正经 既然今年市面上 品质不错的新鲜黄桃不少 那春鸭和培庭的食品厂 就直接把大部分的黄桃 加工成了罐头 跟水蜜桃一样 他们先过只卖极品 所以智卫斋的黄桃 依旧是大干最好的黄桃 品牌效应杠杠的 至于加工成罐头的 蜜桃果酱和黄桃罐头 几乎一半 被春鸭送去了宁海 如今吕宋那里 倭寇和扶朗机人 正干得不可开交 天地暗淡 日月无光 连带着他们 大干的军火生意 都好了不少 皇帝哪里 虽然天天喊穷 可庞云知道 那位到底赚了多少钱 在吕宋做买卖的扶朗机人 所以有很多 都跑到了大干沿海来了 于是 大干的港口 迎来了空前的繁忙 靠拨茅地要排期 进港更要排期 徐达根据大干如今的 生产水平 就一点点的放船只进来 确保每个港口 平稳有序 忙而不乱 这一排期 有的运气差的 就得排上几个月 甚至小半年 但是不排也不行啊 好不容易花了七八个月 经历了无数的风浪 才到的大干 总不可能空着船回去吧 等在大干的茅地 好歹也有他们的军队保护 安全倒也还算安全 而且大干海关 还算有点人性 每日都会有船往茅地 送淡水和食物 虽然卖的贵是贵了点 但是好歹也能混个宝 坚持到靠港 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这么一番操作之下 各个已经开港的港口 便都呈现出了 一派繁忙的景象 春鸭那春雷商行 都不用去谈什么长期客户 只要有洋人上岸 那就没有不被这百货店吸引的 特别是 吃的 喝的 用的 穿的诸如此类的生存必需品 卖起来就更快一些 所以 春鸭就爱把这种 适合海上生存吃的东西 往宁海送 那卖起来 可比在府城卖起来快多了 等春鸭忙忙叨叨大半个月 处理完了黄桃的事 木春庄的西瓜就可以摘了 可春鸭当着康平之的面 切开他们木春庄 第一个瓜之时 康平之的表情 就是从激动到惊呆 再到 我果然信错了人 不是说无子西瓜吗 我瞧着这子 恨不能比你没点药的西瓜还多 这 这哪就无子了 康平之 觉得自己太单纯了 这肯定又是被骗了吗 这个现在就是个过渡阶段 等明年 哦 不用 我们有温室 反正到时候 还得跟没地药水的瓜种再杂交 能不能种得出无子西瓜 就等着过年的时候看吧 另外 改良草莓 说明到时候也有了 这才到八月底 春鸭就开始期待起过年的时候 围着探盆吃西瓜 草莓的场景了 当然 黄桃荔枝 肯定也不能少 康平之的脸 就像被大金舔过一遍 又被风吹过一般 都板住了 妹子 咱们的温室 也不过半间屋子大小 又是果子树 又是西瓜草莓的 没事 咱们叠种 草莓种下头 西瓜搭棚给它吊起来 等瓜带了 咱们用网兜兜住就行了 好不容易有的这大暖棚 春鸭是绝对不会浪费 一丝一毫的地方的 到时候 番茄黄瓜小豌豆 也都得安排上 行吧 康平之放弃了挣扎 他现在也很好奇 一个子很多的西瓜 和一个子更多的西瓜 到底怎么个交法 才能交出梅子的西瓜 他也且等着过年看大戏了 春鸭这头 盲田里的事忙得不可开交 可徐家如今最重要的事 就是张家旺和徐心考学的事 到了九月 这两人就要参加秋围 如今正好是在冲刺阶段 虽然徐心不考学也能席绝 但是张大夫觉得 若是以后这孩子 选择席绝了 去京城混 那没点文化 没点知识 天天地跟那群玩裤街 溜子混在一起 早晚老徐家得玩玩 所以无论如何 这娃是肯定要参加科举 并且起码吊车尾吊得上才行 而张家旺呢 他是他们老张家最大的指望 为了让儿子好好复习银考 张家那厚脸皮的两口子 已经把张家旺给连人带铺盖 全给扔到钟永伯爵家去了 饭钱倒也给了 十两银子一个月 这都是两口子咬牙给的 但是即便给了十两银子一个月 他们老张家也是赚了的 为啥呢 因为皇帝加了恩科 所以好的西西先生 如今根本没地儿请 像徐家请的京城来的先生 在扬州都叫价 百两银子一个月了 再加上用脑过度 张家旺那颇孩子 一天能吃三只人参炖的老母鸡 一颗人参 便宜点的就要七八两 这货也只有他姑母家养得起了 所以哪怕要出十两饭前 张家舅舅舅舅母 也把人给送来了 张大夫也没跟他们客气 直接把钱给收了 虽然他不缺钱 但也不能养成 老张家啥都不付出 全指着他们的习惯不是 这营养餐 因为是备烤期间 所以佛保佑天天也都是 给徐心准备了的 加上张家旺 不过就是多添点料 再咯咯咯咯云呼就行了 也不麻烦 不过徐敏却也不能给 张家旺白占了便宜 说老徐家顿鸡的人生 可都是十年二十年的 跟人家那三四年的 可不是一个价格 这玩意儿也得记账 张家旺反正也是 跳蚤多了不怕养 让他尽管记 等他得了功名 肯定把钱都还了 孩子 徐达不得不拍拍张家旺的肩 你这也是想多了 为官得来的钱 能养活你这贫穷贵公子自己 那就算不错的了 那怕啥 张家旺满不在乎道 到时候我媳妇有嫁妆 你哪来媳妇 徐达表示震惊 张家旺嘎嘎一笑 这您不用管 反正我媳妇的嫁妆 我到时候一并给他挣了 说完 他还挑衅地朝旁边 瞪他的徐敏 抬了抬眉毛 细皮笑脸地走了 徐达问徐敏 他有喜欢的姑娘了 他喜欢姑娘 徐敏反问 他不喜欢姑娘喜欢啥 徐敏耸了耸肩 喜欢娃 喜欢闹 喜欢满世界的溜达呗 我还以为他没空喜欢姑娘呢 说完 便转身踢着脚边的石子走了 徐达挠了挠大挠瓜子 也不懂年轻人想的是啥 也没啥心思管年轻人想的是啥 赶忙喊了小四千了马来 颠颠地就往自己的衙门去了 老徐家人 各有个忙 而远在宁海的官木清 也一点没闲着 宁海新驿站已经投入使用了 海猫大厅也已经开建了 他们宁海线负责的一段高速路 也完成了大半 可应该接他们宁海高速路的风化线 却迟迟没有动静 一点要造路的意思都没有 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官木清倒也不是因为 耽误造路 就是耽误他来回扬州 耽误春鸭来回宁海 而生气 主要还是因为 这个陆一耽误 可不就耽误他们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建设吗 不是耽误大干海贸事业的发展吗 这让人怎么忍得了 此时因为太子已经带着公布的人 规划完了这东南沿海一带的道路建设 外加第一批的修建边墙的资金已经筹集齐备 发往北境了 所以他早在半月前就启程回京了 虽然走之前 太子已经召集过各府之府 说过要全力配合此事 但是具体督办的人员并没有指定 所以等太子一走 这事儿就暂时搁置了 此时官木清也求不到太子跟前 再加上丰华虽与宁海是临线 但是他们分了不同府衙管辖 太州府的知府管不上明州府的事 所以太州知府给了他一个建议 就是让他这事儿要么别管了 要么就直接去找巡府大人 不过原本的巡府大人白大人 因为皇帝要在琉球开府一事 已经调任去了福建 任福建巡府 专门筹办琉球的各种事项 新来任职的梁巡府 一没在京当过官 二没在沿海办过差 是皇帝从宣府抽掉来的 故而不太清楚官木清的背景 加之白巡府走的时候 带走了手下的一批人 梁巡府新官上任 自然也会用自己的人 把空缺填满 搞得梁巡府身边的人 基本也没人知道 官木清到底什么来头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梁巡府到任之后 这府台的一般官员 日子也不怎么好过 所以当这些日子过得 不怎么好的官员 看到官木清跨过府台 衙门的门槛的时候 除了跟他打了招呼之外 其余的话 一句都没有多说 也没有人告诉新来的巡府大人 这会儿来的是哪位大爷 故而当官木清直接找上门 要求巡府大人 督促风化县赶紧造路的时候 他都震惊地口吐芬芳了 浙江官场 居然半点没有官场的礼仪 他当下就问官木清 风化县的事 关你宁海何事 你管好自己得了 手伸的嫩长 官木清答说 这是太子殿下计划中的事 想要好好发展沿海 把整个地区带动起来 这造路修桥 肯定是头等大事 正所谓 想要富 先修路 这路不修 百姓如何致富 梁巡府直接气笑了 他说太子的规划 那还就只是纸面上的东西 落实起来得讲究循序渐进 如今他才到浙江 千头万绪的 这事儿算不得紧急 该办的时候 自然会办 再说 各县各府 也没上报过来这些事 他这巡府都不操心 小小一县令 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也不知道 这府台牙差 都是怎么办差的 怎么什么人 都能上他这儿来告状啊 简直 不知所谓 官木清听梁巡府这么说 也不再多话 恭恭敬敬地 朝巡府大人做了一衣 便退下了 到了门口 恰巧遇上曹大人 曹大人看到官木清 简直虎屈一震 见朵是躲不得了 只能点头示意 问他这是干嘛来了呀 官木清苦笑道 想让梁大人 督促咱们隔壁风化县 把修高速路的事儿 赶紧安排起来 没想去被拒绝了 啊 拒绝了呀 曹大人佩服梁大人的勇气 那 那个官县令 你这 哦 没办法 只能劳烦太子 哦 太子这会儿可能还没到京城 那就只能上凑给皇上了 曹大人您忙 下官先走一步 说完 官木清便又朝曹大人做了一衣 不太轻盈地跨上马 扬长而去 一点没看出 是刚吃了上风刮落的样子 曹大人默默在心中 为新来的梁巡府 点了三根香 他进的巡府衙门 找了梁巡府 询问了刚才的事儿 梁巡府还气着呢 您说说现如今的这些小年轻 以为做了点芝麻绿豆大的官 就不得了了 居然敢跑来教我做事 简直反了他了 官木清是不是 这名字本官记下了 下次考记 直接已等下 不是 梁大人 您来咱们这之前 有没有看过 咱们这儿的一些人事任命名录 其实作为不证实 曹大人先天的 就不太喜欢巡府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嘛 但是见这梁巡府如此的 想巡死 他不得不暗示他一下 这 也许就是他 天性良善吧 梁巡府吃笑一声 看过呀 官木清 上届科举传颅吗 我跟你说曹大人 这种小年轻 就是因为得了个传颅 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 什么都敢说 什么都敢管 老实说吧 太子殿下规划造陆的事儿 我的确知道 接到皇上任命的时候 也提到过这事儿 这事儿 咱们也的确得办 但是 我堂堂一个巡府 要听他一个乳秀未干的臭小子 来提点 我就是要杀杀他的傲气 说完 梁巡府还得意地摸了把自己的胡子 想当年 他也是二甲第五 要不是因为自己个子略矮了一点点 别说传颅了 说不定状元也能得呢 官木清 算个球 不是 曹大人还在发挥他的善良本质 就没人告诉您 这官木清是有婚约的人 啥意思 梁巡府不解 他居然还没成亲 怪不得 看着就是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 性格肯定不好 估计家世也平平吧 平平这个估计得看跟谁比 跟他的好兄弟太子比 那也的确算是家世平平 可这话在梁巡府听来 就是默认了官木清家世平平 他冷笑了一声 呵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那什么 梁大人 我突然想起 衙门里还有个很急的事 您这儿我改天再来 我先走了 说完 曹大人站起身 把腿就往门外去了 这货做死 他可不想陪着死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也不知道说的到底是谁 几日过后 一张奏折 静静地放在了皇帝桌上 这奏折 就是来自宁海县令官木清 奏折里头先写了宁海这些日子 海茂开展的情况 还有修建的各种场所 还有官木清办差这些时间 总结下来的一些 关于港口建设的心得和经验 说是上报给皇上 仅供各地交流探讨 这部分 皇帝看得甚是满意 他想着 倒也没看错这小子 当差不仅仅效率高 还会举一反三 总结经验 是如今难得的 踏实又进取的年轻人 可是这梁震是怎么回事 原本调任他去浙江 是看他这人在宣府 半差沉稳 心智也算稳重 可一去浙江 怎么就如此敷衍了呢 是脑子进了西湖水了吗 苏九 皇上 奴才上午 苏公公去琉球了 接替苏九的上午回道 哦 对 正喊习惯了 你 铺子嬷嬷 正要写身赤 让吏部马上给我发下去 就像关木卿说的 大路通了 前路才能通 胆敢阻拦皇帝通前路 简直跟造反也没什么区别了 并 Explorer 埋伏